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主任正走着 看到严云敏赶过来了 对方好像是验警医院的医生 问问什么事 严院长轻声交代 赶上了肿瘤科的副主任 他就不打算过去了 验警医院的 肿瘤科副主任愣了一下 心中也有数了 正打算过去处理 后面罗宾超也来了 罗主任 你怎么 我和方玉生也认识 遇上了就打个招呼吧 罗宾超笑了笑 说着几个人 急忙往过走 这会儿啊 方浩阳和方寒以及林医生看到有人来了 林医生自然是认识领导的 早就不吭声了 方浩阳则是插着腰站着 方寒看着人群中的罗宾超 有些眼熟 方医生 罗宾超走到近前 笑着对方寒打了身招呼 你是 你是那个谁来着 罗宾超这会儿穿着白大褂 方寒一时间还真没认出来 我应该叫方老师 罗宾超呵呵笑道 那天他跟着女朋友听了方寒一节课 那天凡是听课的学生 见了方寒都是方老师的称呼 罗宾超也是半开玩笑的语气 方寒这一下就想起来了 啊 你是那个出国的那个 名字方寒还真不知道 不过他记得罗宾超出国回来以后失眠 给他开了方子 方医生 认识一下 我叫罗宾超 协和医院肝外科的医生 我也看过你的手术视频啊 罗宾超笑着伸出手去 有本事的人走到哪儿都会让人高看一眼 对罗宾超来说 他确实是有些不想见到方寒的 可既然遇上了 他也不介意打个招呼 方寒虽然年轻 可水平相当高 这样的人哪怕是固定文件了 也绝对会握个手什么的 愿不愿意做朋友是另外一回事 可认不认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也是罗宾超放不下身为协和医生的骄傲 要是换个小医院 罗宾超那绝对是巴不得认识一下方寒呢 就好比八月 为了请罗宾超过来做手术 那是费了一些功夫的 有求于人和无所求 那就是不同的态度了 作为协和的医生 罗宾超还真的不太用看太多人的脸色 方寒 方寒伸出手和罗宾超握了握手 罗主任 这位是 严云明这才插嘴问道 他有些惊讶 罗宾超的眼中 竟然没有方寒边上的中年人 这就说明 罗宾超在乎的人 其实只是这个年轻人了 啊 方医生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第八医院的 严云明 严院长 严院长 这位是 燕京医院急诊科的方医生 方医生的干切除水平 可不在我之下 而且方医生在心脏手术方面 也是相当厉害的 罗宾超 给严云明做着介绍 方寒是进修生这事啊 罗宾超并不知道 因而 他介绍都是 燕京医院的医生 这一点其实也是罗宾超 重视方寒的原因 燕京医院和协和医院 那才是燕京的顶级医院 方寒作为燕京医院的医生 水平又高又年轻 将来成就那必然不低 即便不当朋友 那没有必要得罪 燕京医院和协和医院 确实是竞争关系 可医生们之间的私交 还是有的 郭定文 和陈培中的关系就不错 属于那种 争着上风 却很谈得来的那种朋友 哦 方寒生好 严云明急忙笑着伸出手 罗宾超都这么说了 严云明自然不敢轻视 不说方寒的水平 单说方寒会肝外和心外手术 这在燕京医院 必然就有一位好老师 八院都愿意请罗宾超来 难道不愿意请 燕京医院的专家来 不是不愿而是没有渠道 严云正好 方寒牵出手和严云明握了握手 严云明这才问道 方医生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不是我们医院这边 有人得罪你了 边上 林医生这会儿已经傻眼了 吓得双腿都开始打颤了 对方竟然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而且还不是小医生 这下乐子就大了 早知道自己出什么头啊 直接全告诉主治算了 现在倒好 责任全不是他的 方寒也没有添油加醋 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啊 方主任好好 严云明急忙伸出手 和方浩阳认识了一下 虽然方寒刚才没说 方浩阳是哪家医院的 既然和方寒认识 也没有必要深究 理多人不怪嘛 再说了 严云明也听出来了 是自己这边底亏 严院长好啊 方浩阳和严云明握了握手 直接道 严院长既然在 那就好说了 我就想问问 我们有哪儿违规的地方吗 方主任 您这话说的 您和方医生都是咱们自己人 那存在什么违规不违规吗 叫林 肿瘤科的副主任 向边上的林医生招了招手 林医生急忙上前 连已经成为苦瓜脸了 给方医生和方主任道个歉 方主任 方医生 对不起 都是我不了解情况 林医生急忙道歉 方浩阳看了看严云明 又看了看说话的肿瘤科的副主任 又看了看林医生 罢了罢了 就这样吧 麻烦你给胡主任办一下出院手续 事情到了这一步 方浩阳还是有些不落人 这事要追究吧 有了这个罗宾超 八院这边肯定会交代的 追究到最后 不过也就是姓林的医生倒霉 一位住院医 辛辛苦苦的熬资历 这一次事真要追究下去 那这个林医生也就没法干了 方浩阳还是有些心软的 长个照训也就是了 他是真不想葬送了对方的前途 而且这事上行下效 一个住院医又能有多大的能耐呢 胡主任就先去燕京医院吧 我安排一下 过两天您就和方主任一起回江中 办了手续 方涵和方浩阳陪着胡万寿一起出了医院 胡万寿也是江中院的医生 是一家市医院的内科主任 回去也是回江中 和方浩阳正好是个伴儿 只不过胡万寿的情况并不算好 方涵就让胡万寿在燕京医院调理了两天 到时候再一起回去 听小方的 胡万寿点了点头 刚才病房外面的事情他也听到了 方浩阳竟然真的没骗他 这个小年轻的医生 竟然真的是燕京医院的 而且水平不低 小方 你不是还有其他事吗 去办事吧 不用管我们了 我就陪着老胡去就行了 方浩阳知道方寒还有事 就不让方寒跟着了 那行 方主任 您先陪着胡主任去 晚上我再去看胡主任 方寒点了点头 和方浩阳分开 方寒先找了一家大型的中药药房 买了一些药材 然后又找地方买了一些器具 这才回到住处 并没有回医院 这一次 方寒要配置的药物有两种 一种是外敷用的药膏 有助于外创伤的愈合 能够减小疤痕 这种药膏它之前配置过 也是给龙亚新配的 另一种是药丸 针对的是龙亚新这一次 术后的恢复 主要用途就是 输精活血 养血补气 心脏半膜手术之后 无论是致患还是修复 患者都要服用一段时间的 抗凝药物 只不过修复手术患者 服用两三个月 恢复之后就可以停药了 致患手术则需要长期服药 抗凝药物的主要作用就是 防止血管内 栓色和血栓的形成 心脏半膜手术之后 患者原本的血液 与非正常心血管表面接触 就很容易产生凝血反应 导致纤维蛋白网 与血胶板凝块 就形成了栓色 方寒配的这个药丸 正是配合抗凝药物使用的 可以加快术后的恢复 减小抗凝药物的副作用 同时缩短抗凝药物的服用周期 如果恢复得好 原本的抗凝药物服用半个月 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药丸替代了 晚上八点多 方寒才把这两种药物配置好 然后就到了医院 来到科室 方寒相问了胡万寿的病房 胡万寿暂时被安排在了留官室 方浩阳在边上陪着胡万寿说着话 胡万寿的女儿也在边上陪着 小方来了 看到方寒进来 方浩阳笑着打招呼 忙完了 忙完了 过来看看 小龙应该还没醒 我刚才去看了 方浩阳到 张小全没打电话 应该是没醒 方浩阳点了点头 又详细地给胡万寿做了个检查 然后开了个方子 胡主任 按这个方子吃药 能减小痛苦 您的心态也要好 您先吃两天 稍微好转一些 再和方主任回江中 胡万寿的情况已经是相当严重了 哪怕方寒有系统在身 也是无力回天 能多回一天算一天 方寒说的好转 也只是让胡万寿这段时间 抗癌药物的副作用少一些 痛苦少一些 自己能走动 病情恶化的趋势啊 可能减缓 和方浩阳胡万寿说了几句话 方寒去了ICU 进了病房 张小全一个人在里面 杨剑英并不在 师父 看到方寒进来 张小全急忙起身 杨队呢 杨队出去吃饭了 龙姐姐一直没醒 张小全道 你去休息吧 我看着 不着急 方寒对自己的手术 还是很有信心的 应该不至于出现什么意外 一边说着话 方寒一边看向龙亚新 突然龙亚新的手指动了动 师父 龙姐姐动了 这要醒了吗 张小全也看到了 顿时满脸的激动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黄明卓和李文君坐在观摩室 看着显示屏上面 重播的手术画面 两个人那是目瞪口呆呀 真的是小方 真的是心脏手术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开口 脸上惊讶之色 那是藏也藏不住 应该是二间半见所修复 邝明卓虽然没做过心脏手术 但还是看得懂的 他在米国学习的时候 曾经是参与过心脏半膜手术 只不过是做助手 从视频上看 方寒的心脏手术 水平是相当高啊 我这个外行都看得出来呀 李文君笑了两声 他早就知道方寒能 方寒厉害 可他怎么着也没想到 方寒竟然这么能 肝脏手术坐着 现在开始做心外了 而且水平都是一流水平 我很好奇 方医生这水平是怎么练的呀 邝明说是百思不得其解 按说外科手术绝对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无论是肝切除还是心脏手术 你总要从不会到会 然后从陌生到熟悉吧 这个问题放在方寒的身上 你就不用去考虑了 因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李文君下了结论 有些事可以去纠结 有些事不可以去纠结 特别是发生在方寒身上的事情 能不去纠结还是不要去想得好 真的很费脑细胞 要是耗费脑细胞 可以想明白还好 可是要想不明白 那不就找虐了吧 邝明卓惊愕地看着李文君 然后点头 李主任说得很中肯啊 一针见血 燕京医院 今天无论是方寒还是张小泉 或者是钱小林 心情都很不错 因为龙亚心今天转出了ICU了 当天晚上清醒 第二天中午呢 龙亚心就转出了ICU 进了特需病房 把管的时候 王志诚也特意过来了 方寒做的这一台心脏手术 算是王志诚这么多年 见过的水平最高的一台了 因而 他也是很关注龙亚心的情况 每天都要去ICU跑两趟了解情况 上心程度仅次方寒了 手术当天清醒 第二天把管 这恢复真的算是很可以了 王志诚评价道 嗯 这个情况确实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钱小林点着头 心脏手术本来就比较复杂 再加上有体外循环 患者术后的恢复 一直都是比较麻烦的 心脏手术 坚持到体外循环 对患者的心肺能力要求很高 一般来说 患者术后一个礼拜把管 都算是比较不错的情况了 情况复杂一些的 甚至要十天 达到半个月的也不是没有 患者想要把管 首先要恢复自主呼吸 心肺功能要达到一定标准 龙亚心的这个情况 真的算是相当好了 算不上最好 它也绝对算得上是很好的行列了 患者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错 心肺功能本来就很健康 再加上年轻 恢复快 达到这样的情况 也算是比较正常的 方寒站在医生的角度 很客观地下了结论 龙亚心是刑警 而且还会功夫 身体素质本就比常人要好 同时这一次 龙亚心的所见问题 又是外伤导致的 并不是一些先天性的患者 或者是风心病患者 可以比的 在心脏半膜手术中 风心病患者的比例 算是比较高的 其次就是先天性的半膜 闭所不全 外伤导致的见所断裂 是比较少的 这一类患者 如果没有遗传病 和心脏病时 亦或者是心肺问题 在恢复上 确实要比前两类患者 恢复得好一些 再加上龙亚心又比较年轻 恢复起来那就更快了 这是一方面原因 但是小方你的手术水平也不能忽视啊 这一台手术你的切口小 手术严谨 手术过程中 对患者造成的伤害和影响 可以说是极小的 特别是关键手术部分 时间短 缩短了体外循环的时间 对患者的心肺功能 伤害很小啊 王志诚实事求是的总结道 到了王志诚这个年纪和这个水平 他虽然羡慕方寒的水平 可绝对不会吃味也不会忌妒 人常说四十而不惑 五十知天命 已经过了五十岁了 王志诚现在啊 也是燕京医院的心外的科主任了 到了他这个程度 除非奔着院士去 要不然呢 真的没什么追求了 可院士哪是那么容易的 除了院士这个目标 王志诚已经算是走到了一位 大多数医生都能走到的巅峰了 好胜心王志诚肯定还是有的 可他绝对不会和方寒 这么一位小年轻较劲了 差了近三十岁 什么嫉妒了 什么竞争了 真的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在方寒的这一台手术上 王志诚还是不吝惜自己的赞誉的 心脏手术 王志诚也做了好多年了 一般来说 关键的手术部分得拖的时间长 体外循环的时间越长 对患者心肺的负担和影响也就越重 在手术过程中 每二十分钟都要灌注一次冷血停调液 以达到对心脏的保护作用 这个保护再好 还是尽快完成手术 少灌注一次的效果好 这简直就是不用选择的问题 王主任说得对呀 小方你太谦虚了 钱小林笑着道 方医生能及时地发现问题 让患者做心脏超生 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 李俊贤插了一句嘴 按说主任说话 他这种小医生贸然插嘴是很不合适的 只不过这会儿啊 李俊贤选择的时机很对 钱小林笑着点头 嗯 小李说得不错呀 这一点也是尤为关键 一般来说患者发生车祸 确实是很少做心脏超生的 方寒笑了笑就不说话了 龙亚心的恢复好 他自然也是高兴 没必要和钱小林和王志成抬杠 行了 我们就先走了 就不打扰你了 钱小林笑了笑 然后和王志成等人离开了病房 病房里面也就剩下了方寒和杨建英 张小泉和方浩阳了 龙亚心拔了管 这回还是很清醒的 睁着眼 看着方寒 方寒走上前问 感觉怎么样 现在可以说话了吗 龙亚心漂亮的眼睛眨巴了一下 看着方寒 然后又看了一下病房内的其他人 缓缓出声 这是哪 你们是谁啊 听到龙亚心的话 方寒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凝固了 张小泉和杨建英几个人 也是满脸呆滞 这是失忆了 方浩阳嘴巴微张 然后看向方寒 这是麻醉之后的后遗症啊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续白 可可糖 第三百二十六集 皮 师父 方医生 张小泉和杨建英都急忙看着方寒 这是失忆了吗 怎么好端端的就失忆了呢 方寒眉头微皱 并没有吭声 一般来说大型手术麻醉之后 确实会对患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些患者在手术之后 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情况 最常见的就是 刚清醒之后意识模糊 思维混乱 亦或者是短暂性的失忆 只是 龙亚心昨晚就已经清醒了 因为插着管 所以一直没办法开口说话 准确地说下来 龙亚心清醒到现在 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了 这么长的时间 麻醉的效果应该早就过了才对 怎么还会失忆呢 难道是之前忽视了什么环节 龙亚心当初是撞击伤 是被车直接撞飞的 当时就有短暂性的昏迷 然后意识一直清醒着 这样的话就不排除脑部的问题 只是龙亚心刚到医院的时候 就做了脑部的头颅CT和各种检查了 只是轻微的脑部震荡 并没有脑出血或者是脑部创伤 新主声明 排除脑部问题和麻醉问题 心脏手术是不会产生失忆的情况的 龙姐姐 我是小全啊 你不认识我了 方寒皱眉沉思以后 张小全已经凑到了病床边上 双眼盯着龙亚心 小龙 我是杨剑英啊 你不认识我了 杨剑英也急忙到 龙亚心睁着眼睛很茫然地 看着张小全和杨剑英 并不吭声 方寒虽然皱着眉 却一直盯着龙亚心 看到这一幕顿时美好却的道 行了 别装了 皮下很好玩吗 龙亚心这才委屈的道 你是怎么发现的 装的 杨剑英嘴巴一张 哭笑不得 张小全也是满脸精彩 边上的方浩阳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龙姐姐 你能不能不吓人呢 张小全长长地出了口气 杨剑英也出了一口气 哭笑不得 我说龙亚心同志 你真是 不好意思啊 开个玩笑嘛 龙亚心说话还有一些微微的沙哑 毕竟刚才拔了管没一会儿 还有一些不习惯 方医生 你这是怎么发现的呀 杨剑英也好奇地问向方寒 说实话 龙亚心刚才真的是把他们都唬住了 做完手术 开口第一句 我在哪 你们是谁 我是谁 这不是典型的失忆三问吗 虽然龙亚心只问了两问 猜的 方寒吐出两个字 龙亚心很纳闷啊 他其实就想看看方寒的表现来着 毕竟做了这么大的手术 醒来之后又失忆了 或许方寒会紧张呢 谁知道方寒表现非常淡定 而且一眼就把他给戳穿了 方浩阳这会儿也开始放马后炮 一般来说 马嘴之后醒来是会有短暂的思维混乱 和短暂的失忆 当然也有长时间的失忆 不过概率不高 小龙虽然刚才开始说话 可要真的算起来的话 清醒已经有十四五个小时了 当然呢 也不排除脑部有什么异流的问题 只不过方寒对自己的诊断 还是比较自信的 他应该排除了这个可能 那么小龙这个失忆很大概率 就是麻醉产生的 方寒这才补充到 一般来说如果是真的失忆 清醒之后 多少都会有一些 慌乱或者是害怕的情绪 可龙警官并没有 方寒其实也是刚才看到 龙雅仙的眼神才做出的判断 一点害怕和慌乱都没有 张小泉和杨剑英说话的时候 龙雅仙表现得很平静 还有 从把管到现在也有一会儿了 小龙应该早就可以说话了 却一直不吭声 这也是疑点哪 方浩阳道 行了 你快别解释了 刚才也没见你看出来 张小泉毫不留情地戳穿 方主任脸一黑 忘了这个家伙在场 龙姐姐 看来你没有装病的天赋嘛 张小泉忍不住笑道 唉 还是没有得好啊 我把人吓死了 杨剑英没好气地道 这一次龙雅仙受伤 本就让他很是操心 刚才龙雅仙来了这么两句 他的心瞬间又提到嗓子眼了 我就是开个小玩笑嘛 龙雅仙有些不好意思 他就是想逗一逗方寒来着 所以说刚才 王志成和钱小林 等一些宴间医院的医生 在场的时候 他都没开口 行了 咱们走吧 就不要影响小龙们休息了 方浩阳拍了拍杨剑英的肩膀 什么时候回江中啊 一起 好啊 正好和方主任做个伴 杨剑英点着头 龙雅心现在已经转为为安了 而且恢复得还不错 他没有必要留在燕京了 要是没有方寒 杨剑英或许还考虑 让龙雅心转院回江中 可方寒就在燕京 那就没必要了 刑警这个职业也是忙得很 平常没有多少时间 这一次龙雅心在燕京住院 也正好可以和方寒促进一下感情 你们都回 就留我一个啊 张小泉问 你就留着吧 杨剑英笑着道 龙雅心和张家的关系 杨剑英是很清楚的 张小泉就和龙雅心的亲弟弟 没什么区别 张家就张小泉这么一个儿子 没有张小泉之前 张家老爷子就特别喜欢龙雅心 把龙雅心当孙女 后来有了张小泉 张家又没女儿 张小泉的父母啊 就把龙雅心当女儿看 最初呢 还有想让龙雅心当儿媳妇呢 当然你也可以找个陪护嘛 杨剑英笑着道 在这你又不差钱 方寒还要上班 总不能天天看着龙姐姐吧 方浩阳和杨剑英说着话 就出了病房 张小泉也很识趣的 跟着出去了 病房内呢 就剩下了方寒和龙雅心了 特需病房的小护士 也很自觉地 把空间留给了方寒 怎么样 感觉有哪儿不舒服吗 方寒走过去 在龙雅心的床边坐了下来 呼吸有些困难 嗓子也不舒服 胸有些闷 头微微有点晕 龙雅心轻声说着自己的症状 昨天上午做的手术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方寒说之话 又给龙雅心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这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方寒 我要在医院住多久 至少要等心肺功能恢复得差不多才行 而且三个月之内要特别注意 不能感冒 不能生病 龙雅心默默算着 这么说的话 等他出院 方寒在燕京的进修期 也差不多快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 方浩阳和杨剑英 还有胡万寿妇女 一起离开了燕京 对了 还有跟着杨剑英 还有龙雅心一起来的一位叫做王泽的心警 只不过这位王警官存在感确实有点低 总是很容易让人忽视 方寒并没有把方浩阳他们送到机场 只是临走的时候 又给了胡万寿做了一个检查 开了条理的方子 方浩阳走了 杨剑英走了 张小泉暂时还留在京城 正如杨剑英所说 方寒毕竟是在燕京医院进修 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总不得24小时都照顾龙雅心吧 而龙雅心又没有通知家里人 这边确实是需要有人照看的 张小泉其实也不放心走 他确实是把龙雅心当成亲姐姐的 再加上方寒也在燕京 燕京同时还有滨江集团的分布 待在燕京和待在江中 对张大少唯一的区别就是 燕京比江中冷 方寒虽然没有把方浩阳几个人送到机场 但还是把几个人送到了医院门口 看着他们上了车 这才回到了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 车子是张小泉派的车 回去也是张家的私人飞机 转回科室还没进门 方寒就看到险分 带着一位40岁出头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中年人看上去要比实际更为年龄一些 看上去也就30来岁的青年样子 正是协和的张家豪 张主任 看到张家豪 方寒急忙问好 对张家豪 方寒是保持着一定的尊重和客气的 就像是对田一涛一样 方医生 张家豪笑着道 前两天了 看了方医生的直播手术 我这心中一直是痒痒的 趁着有空啊 过来看看患者的恢复情况 张主任客气了 方寒礼貌地笑道 方医生你可是瞒得我好苦啊 要不是小险给我打电话 我还以为方医生您上次是拿我开涮的 看到方寒手术视频 张家豪对方寒真的是既钦佩又生气 那天方寒表现得越是客气 手术中表现的水平越是高 张家豪越是不舒服 还好一切都很好解释 从险分这儿得知患者是方寒的女朋友 张家豪心中的不满 瞬间也就烟消云散了 甚至又有那么一点小高兴 方寒最初没打算亲自手术 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 甚至都没有考虑到 燕金的王志成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方寒的心中 还是很认可他的 被一位水平比他高的 心外专家认可 张家豪觉得自己确实 有值得高兴的地方 当时我也是脑袋乱糟糟的 所以没有给张主任解释清楚 我给张主任道个歉 方寒顺水推舟 有着险分解释 也少了他很多麻烦 方医生客气了 我理解的 张家豪笑着道 听说患者昨天就把管了 恢复得不错 恢复得还行 张主任请 方寒客气得道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27集 没法比 来到病房 龙亚欣正在喝着粥 西粥是 滨江大饭店的大厨 亲自做的 因为方寒说了 心脏半膜手术 术后的患者 应该鼓励进食 加强营养 因而 张大少前一天 就从滨江大酒店 调了两个厨子过来 滨江大酒店 作为七星级饭店 厨子的手艺呢 是没得说 单单一个百米粥 就能熬出花来 同时方寒又给了一道药膳的方子 百米粥中间夹杂着各种中草药 不影响药效 同时也不影响口感 因为方寒有交代 二间半手术术后初期 要尽量减少水分的摄入 所以粥熬得很稠 却绵软香滑 入口即化 龙亚心非常喜欢吃 嗯 方寒也很喜欢吃 送过来的西粥 除了有龙亚心的 还有方寒的 有了滨江大饭店的厨子 方寒再也不用去 眼睛医院的食堂吃饭了 已经开始吃饭了吗 进了病房 张家豪就有些惊讶 前天才做的手术 这才是术后的第三天吧 昨天就少量吃了一点 今天吃的能多一些 方寒道 那恢复得简直太好了 张家豪真的是惊讶异常 他也算是做过不少心脏手术了 而且患者的愈后恢复都很不错 可和龙亚心比起来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了 方寒笑了笑 并没有多做解释 其实他昨天给王志成 和钱晓琳分析的 并没有什么夸大 龙亚心恢复得好 手术做得好固然是关键 可龙亚心的体质其实也是关键 龙亚心可是从小就习武 功夫虽然比不上方寒 可就是张家豪这样的 龙亚心一个人至少可以打五个 在受伤之前 龙亚心的心肺功能就是远超常人 肺活量和心脏功能非常好 恢复力也好 这也是龙亚心恢复得这么快的一个关键因素 不过站在王志成和张家豪的角度 他们都是以大多数人的状态来衡量患者的 龙亚心是年轻 可他们也绝对想不到龙亚心的身体素质 其实比普通人要好 因而这个加成也就加成到了方寒的手术方面 这谁啊 张小泉看了一眼张家豪 张家豪是今天以私人的身份过来的 没有穿白大褂 张小泉又是大大咧咧的性子 就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这位是协和医院的心外的张家豪主任 显分笑着介绍了一句 道 张主任呢是过来看龙警官的 张主任是心脏方面的专家 既然来了 就麻烦张主任再给做个检查 方寒也很客气 别人不清楚张家豪的本事 方寒可是很清楚的 复制技能的时候 他是看过张家豪技能表的 姑且称之为技能表 张家豪 很多技能 特别是心脏方面 基本上都是高级加的水准 系统认定的高级水准 是500万经验值的标准 而张家豪的很多技能 都是远超出这个标准的 系统认定的宗师级技能 现实中真是少之又少的存在 这一点方寒是可以肯定的 哪怕被称之为真王的周同辉 真九 其实也没达到宗师级的水准 可以说宗师级的这么一个水准 就类似于一些玄幻小说中的 最高设定的样子 类似于陡地一类的存在 要是有这么一个存在 那真的是可以达到了 几乎不存在的样子 所以在现实当中 能够达到高级水准的医生 绝对算是牛人了 多项技能都达到高级加的水准 那绝对是大牛了 而张家豪正是这么一个存在 今年41岁的张家豪 绝对算是医疗方面的天才了 如果排除系统这个外挂 张家豪的人生 绝对可以写一本很不错的医疗小说 专攻心脏方面 主角模板 因而方寒请张家豪给龙亚心做检查 并非完全是客气 张家豪不仅仅手术做得好 对术后的处理也有着经验 在这方面 方寒就只懂中医条理了 毕竟他复制的只是张家豪的外科技能 而不包括术后治疗方面 方医生客气了 张家豪笑了笑 嘴上说着客气 事实上 他也很想亲自给龙亚心做个检查的 这是今天的一些检查结果 龙亚心还在喝着粥 张家豪并没有急着做体格检查 而是先看了最新的检查报告 心脏输出量很不错 呼吸功能也很稳定啊 张家豪越看越惊讶 龙亚心真的恢复得太好了 完全不像是手术三天的样子 就好像是已经术后十天左右的恢复程度了 甚至还要更好一些 血红蛋白也接近正常了 心率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张家豪放下检查结果评价道 方医生 你这个手术做得真的很好 患者的预后非常理想 按照这个进度恢复啊 这一次的手术对患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的 方寒微微一笑 没有吭声 这也是他所想要的结果 表面上看 方寒只是做了一台二间半键修复手术 可事实上 方寒先是用了复制卡 然后用了模拟卡 在模拟空间就足够模拟好几次了 所以这个手术 是真的非常完美的 排除高难度手术 针对一般情况的手术来说 模拟卡的效果 要比提升卡的效果更为强大 提升卡是提升技能水准的 在手术难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作用有限 就像是做题 初中的试题 高中生能做 大学生也能做 初中的水平已经绰绰有余了 完全就没有必要再选择更高了 而模拟卡的作用 却可以让你先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熟悉 避免各种马虎大意 最终找出最佳的解题思路出来 龙亚欣也看到有人来了 所以吃得很快 龙亚欣喝过粥 张家豪又给龙亚欣详细 做了一个几个检查 很好 很不错呀 张家豪做完检查 回头笑着 说道 这样的情况 我都几乎没怎么见过 至于建议什么的 术后营养要跟上 这一点方医生你比我懂行 适当的也要做一些术后的运动 以增强体质 增强术后的生活质量啊 张家豪给了方寒一些建议 一些是方寒早就考虑到的 一些是方寒没有考虑到的 他都是很认真的点头 张家豪在术后方面 确实要比王志诚擅长一些 外科手术做得好的医生 并不一定都擅长术后的治疗 很多外科医生都是只做手术 至于术后 各大医院都有着专门的科室 和更为专业的医生 私人飞机在专用的停机坪挺稳 方浩阳和杨建英 还有胡万寿父母 以及王泽王警官 一起下了飞机 还是私人飞机好啊 舒服 不仅仅能坐 还能躺 吃的喝的什么都有 一边走下飞机 方浩阳一边笑着感慨 这一路他真的是非常惬意 没有张小泉随行 飞机上的工作人员 又非常客气 服务又非常周到 方主任哪 都有些不想走了 舒服是舒服 不过代价有点高 一般人承受不起啊 杨建英笑着道 岂止是一般人承受不起啊 是大多数人都承受不起 全国能有这种本钱的 也就那么几位了 胡万寿也插了句嘴 临死之前能坐这么一趟飞机啊 我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爸 胡万寿的女儿 红着眼睛喊了一声 我说老胡啊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倩倩本来好好的 那你一句话 眼圈又红了 行了 我以后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胡万寿呵呵一笑 他也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 方主任 杨队长 车子准备好了 几位是一起走呢 还是分开走呢 下面早就等着的司机 两辆车 很显然 人家早就考虑到了 飞机上的人员的实际情况 还是有钱好啊 方浩阳又感慨了一句 这话应该我说吧 方主任 你要比我有钱多了 陈建英鄙试道 江中院的柯主任 虽然不算太有钱 可绝对不怎么缺钱呢 告诉他 虽然是市刑警队的队长 可收入还真不高 杨队 你是有权 一样的 方浩阳笑了笑 然后道 那咱们就分开走 这就告辞了 方主任慢走 杨建英笑着挥了挥手 方浩阳和胡万寿 上了一辆车 车子渐渐远去 杨寿英这才和王泽 上了另一辆车 自从龙雅心受伤 见到方寒开始 王泽就 一直不怎么说话了 上了车 杨建英这才看着王泽 伸手拍了拍王泽的肩膀 怎么 受打击了 没有 受打击啊 也是正常的 有些人确实没办法比啊 杨建英也有些感慨 他和方寒认识 也有一年多了 第一次见到方寒 方寒还只是实习生 这一年多的时间 方寒在江中市 已经小有名气了 在燕京医院 混得也是风生水起 要不是方寒凑巧就在燕京 这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杨建英都不敢想 王泽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张了张嘴 然后又闭上了 他都不知道杨队是什么意思 这究竟是安慰人呢 还是打击人呢 想到龙亚心 想到方寒 王泽是真的 心不起任何的心思了 去燕京之前 他是很有些意气风发 回来这一路 却一声不吭 人和人 确实没法比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第八百二十八集 一脚 方医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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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 方寒来到科室 燕京医院急诊科的 医生和护士们 都很热情地 和方寒打招呼 自从知道方寒 竟然有女朋友之后 燕京医院的单身男医生们 对方寒热情了一两分 少了一位强有力的 竞争对手啊 只不过护士们和女医生们 对方寒的态度 好像没有太大变化 依旧是很客气 很热情 甚至依旧 有一些大胆的女护士抽空 给方寒送水果 和奶茶之类的 方医生真帅啊 是啊 水平又高人又帅 真的是很完美呢 唉 可惜有女朋友了 明草有主 好伤心呢 怕什么 没结婚可以公平竞争的 女朋友又不算什么的 方医生这样 有几个女朋友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有自信一些的女护士 说着 还一边偷偷地 拿出小镜子照了照 那位龙警官 也没有比自己漂亮多少嘛 当然 还有更彪悍一些的 结了婚怕什么 结婚了离婚的也多的是啊 凭本事竞争嘛 我去 哎呀 这样会很没有安全感的 我觉得方医生应该是那种 比较专情的男人 长得帅 水平又高 对女朋友又好 哼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 这样的男朋友 当然 诸如此类的聊天 也只是护士们私下里的 三三两两 关系比较好的聚在一起 低声玩笑 方寒自然是不可能听到的 方医生 李俊贤看到方寒 也急忙上前打招呼 查房吧 方寒点了点头 招呼了一声 然后就向刘官氏走去 随着龙亚新开始恢复 方寒现在也只是 有空了 去特需病房转一大圈 大多数的时间 还是在急诊科这边 这两天 方寒白天也有接诊患者 昨天下午还做了一台手术 早上上班 例行查房还是要有的 在刘官氏转了一圈 了解了一下 自己负责的 几位患者的情况 方寒又去了ICU 看了一下 昨天手术的患者 最后才到了特需病房 方寒去特需病房 李俊贤很识趣地 没有跟着 进了病房 龙亚新正在病房内走动着 边上除了特需病房的护士 还多了一位 三十岁左右的女士 是张小泉请来 照看龙亚新的 高级护士 白天的时候 张大少会来病房转悠转悠 陪龙亚新说说话 晚上的话呢 张大少就不在病房待了 正如杨剑英所说 张大少有钱 请个护士什么的 完全就是小儿科 张小泉请的这位高级护士 据说还是燕京 医科大的女硕士 方医生 刚到方寒进来 护士和女硕士都很客气地 向方寒打招呼 方寒点了点头 看向龙亚新 问道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好多了 我轻微的一些活动 完全没什么影响 龙警官的情况很好 各项指标现在都基本正常了 女硕士也急忙向方寒汇报龙亚新的情况 龙警官的外创伤也已经好了 结痂都掉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疤痕 护士们也汇报到了 方寒是以龙亚新坐下 然后给龙亚新诊脉 检查了一下情况 道 医院这边的抗瘾药可以停一停 就吃我给你开的药丸 观察一下情况 嗯 龙亚新点着头 然后道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人照顾了 是不是 说着 龙亚新看了看边上的女硕士 被人这么照顾着 她很不习惯 这个呀 我说了不算 我不是雇主 我只是医生 方寒道 龙亚新这个郁闷啊 张小泉这小子 已经一整天没见人了 昨天一天没来 今天也不知道来不来 电话还不接 再观察几天吧 差不多 就可以出院了 方寒道 不是说三个月吗 龙亚新一愣 她这才一个礼拜吧 三个月不能停药 但是没有必要一直在医院呢 也可以回家调养 你不是不愿意人照顾吗 回家也自在一些 回江中吗 龙亚新看着方寒 难道 你在燕京有房子 方寒问 龙亚新很想回一句 你不是有吗 不过还是没好意思开口 这一次住院 龙亚新 其实能感觉到方寒的一些变化 可有些时候 方寒还是很木讷 这让他很发愁啊 和龙亚新说了几句话 方寒就起身告辞了 他现在还在上班 不能只照顾一位患者 走出病房 方寒就看到张小泉 在门口晃悠 你怎么不进去啊 龙姐姐是不是还让赶人呢 张小泉小声问 龙亚新的性子 她是知道的 不习惯被人照顾着 所以女硕士的事情 张小泉完全是先斩后奏 前几天还好 这两天啊 龙亚新恢复得不错 就念叨着 让张小泉把人辞掉 张小泉索性不露面了 嗯 有这个意思 方寒点头 那我还是不进去了 张小泉偷偷地朝里面看了两眼 跟在方寒的后面问道 师傅 龙姐恢复怎么样啊 恢复得很好 非常好 对以后 没影响吧 嗯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方寒回答得很保守 师傅 你究竟和龙姐姐什么意思呀 张小泉问道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多管 方寒回了一句 迈步就走 方寒回到急诊科 路过治疗室的时候 就看到王浩博 正在给一位女性解释着什么 现在呢 只是一次患者是髋关节脱胃 具体的还要等检查结果出来 和骨伤科的医生呢过来再说 医生 髋关节脱胃是什么 严重吗 要不要手术啊 女人三十岁出头 穿着一件 已经洗得有点褪色的羽绒服 说话的时候 女人脸上一半是担忧 一半是发愁 这个要还不好说 如果可以手法复位 那就手法复位 如果不能手法复位的话 就要采用手术 这个具体的还要看情况来说呀 如果髋关节 损伤严重 有可能还要做髋关节的致患手术啊 王浩博 正跟女人解释着 就看到方寒来了 急忙到 方医生 方寒点了点头 问 什么样的患者啊 干活的时候 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疑似髋关节脱胃 我已经安排患者 做了一个X线瓶片 结果还没出来 王浩博急忙解释 他刚才只是给护士说疑似 然后患者的妻子 就急着开始询问了 具体结果还没有出来 髋关节脱胃 我看看 说实话 方寒就进了治疗室 床上躺着一位 三十来岁的青年 青年眉头紧锁 很显然承受着痛苦 哪不舒服啊 方寒一边先伸手摸脉 一边问道 这儿 这儿 疼 不敢动 一动更疼 方寒摸了脉 然后戴上手套 掀开了患者的衣服 髋关节部位的皮肤 已经发红了 不过却没有发肿 方寒伸手摁了摁 这一块疼吗 这一块呢 伸手摸了一下 方寒这才摘了手套 道 嗯 确实是髋关节脱位了 并没有什么损伤 以他高级摸法 和宗师级的诊脉 还是能够很清楚地 确诊病情的 确实只是单纯的 髋关节脱位 并没有别的什么症状 医生 不需要手术吧 患者的妻子急忙问 不需要手术 手法就可以复位 方寒点了点头 医生 恢复快吗 我们就靠体力吃饭的 这要是很长时间 不能干活 家里就接不开锅了 青年开口道 虽然不需要手术 但是需要巧养的 短时间内呀 是不能干体力活的 方寒解释道 王总 结果出来了 方寒正解释着 护士拿着检查结果 出来了 王浩博接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对方寒说 方医生 确定是髋关节脱位 方寒点了点头 嗯 那就准备去聊吧 他的高级摸法 难道还能摸错 说着话 方寒的手机响了 他对王浩博道 我接个电话 你再找个人来帮忙 说完 方寒就拿着手机 走了出去 接电话去了 再找个人 王浩博一愣 没明白呀 门口就有人进来了 王总 换诊的 王浩博看到来人 急忙道 齐医生 来的人 正是骨伤科的主之一 接到急诊科这边的通知 过来了 齐医生进了门 就直接问王浩博 什么情况 检查做了吗 结果引出来了 髋关节脱位 王浩博说着 把手中结果递了过去 齐医生看了结果 然后道 嗯 单纯的髋关节脱位 用手法就可以复位 用奥利斯法 仰卧位牵引 一边说着 齐医生同时走上前 看了一下病床上的患者 同时给患者做了一个检查 来 王总 大把手 齐医生做过检查 向王浩博招呼医生 就打算开始治疗 方寒接完电话进来了 看到里面 除了王浩博 还多了一位医生 方寒也没多想 直接吩咐道 开始治疗吧 你们两个把患者搀扶起来 齐医生呆愣愣地 看了一眼方寒 这谁呀这 愣什么呀 快呀 方寒有些无语 这哪位医生啊 老医生了 怎么反应那么迟钝呢 齐医生张了张嘴 正打算问话 李俊贤进来了 有了李俊贤 方寒就懒得招呼 不认识的齐医生了 指挥道 李医生 你和王总 把患者搀扶起来 双脚离地 李俊贤 对方寒的吩咐 自然是毫不还家的 王浩博 也苦笑着照做 对 就这样 我先看情况 方寒先是 在患者面前 说着话 就转到了患者的后面 往前走两步 方寒对着 李俊贤和王浩博 吩咐 两人搀扶着患者 吃力地往前迈步 与此同时 方寒突然伸出脚 对准患者的屁股 就是一脚 踹的患者 是腰背猛的一闪 李俊贤和王浩博 也都是一个亮抢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 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 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29集 遇到大牛了? 你干嘛 方寒这一脚 来得是又快又准 不仅仅王浩博 和李俊贤 没有反应过来 就是边上的齐医生 也没有反应过来 齐医生原本 还有些生闷气 他被急诊科 一个电话叫过来 结果人来了 却来了一位年轻人 胡乱插手 最让齐医生生气的是 王浩博这位 急诊科的住院总 竟然也把他扔在一边 跟着这位小年轻胡闹 王浩博胡闹 齐医生也懒得多说了 他倒是想看一看 方寒打算玩什么花样 方寒 这冷不尽的一脚 齐医生顿时吓得脸都白了 急忙大喊一声 患者本身就是髋关节脱胃 一般来说髋关节脱胃 大都是剧烈的撞击 或者是突然用力造成的 如果仅仅是髋关节脱胃 依靠手法就可以复胃 治疗起来是比较轻松的 而且患者 复胃之后也不需要住院 回去之后多注意多休息 适当的运动 配合消炎药消肿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加快恢复 可以配合推拿和按摩 可方寒这么一脚下去 这要是导致患者的髋关节损伤 搞不好就要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了 虽然现在的 关节置换手术也是相当的成熟 髋关节置换手术 最多住院一两天就可以出院 可做手术和复位区别还是很大的 哪怕是没区别 这手术费也不低啊 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 哪怕是单侧髋髋关节置换 也需要五到十万左右的费用 方寒当着人家患者家属的面 这么一脚下去 这要是做手术 人家家属愿意掏钱 老公 边上的女士也吓得不轻 急忙喊了一句 行了 放下来吧 方寒也适时地出声 放下来 王浩博回头看着方寒 他这会儿啊 还有点脸色发白呢 把患者放下来吧 已经好了 试着走两步 我看看情况 方寒道 好了 边上的奇异声 差点没笑出声 就这么一脚好了 虽然普通的髋关节脱位 确实可以依靠手法复位 可手法复位也没有这么快 这么容易吧 齐医生作为 厌经医院骨伤科的主治医 对髋关节脱位的 复位手法还是很熟悉的 而且他也治疗过 不少髋关节脱位的患者 一般来说 髋关节脱位的复位方法 是以 曲髋曲膝部位 顺骨骨轴线 牵引 较为稳妥可靠 也可以采用 奥利斯法 也就是仰卧位牵引 也可以采用 斯汀森法 也就是腐卧位牵引 复位时手法应徐环 持续使用牵引力 严禁暴力 或者是突然转向 旅游阻力时 不可以强行地扭转 复位的时候 两个人操作 一人为主 一人为腐 方寒道好 直接一脚踹了上去 而且力道还不轻 这叫什么 什么叫严禁暴力 方寒刚才就是暴力 不 准确地说 那不叫暴力了 那叫瞎搞 那就谋害 齐医生很是有些想不通 方寒这种小年轻 是怎么混进严禁医院的 王浩博这位住院总也是 竟然还真的配合 齐医生心中胡思乱想 不过患者家属在 他倒是没有校出生 免得被患者家属看了笑话 急忙道 王总快 快快吧 患者扶起来 我看情况 齐医生的话音刚落 最信任方寒的李俊贤 就已经撒手了 对李俊贤来说 方医生说什么呢 就是什么 这近一个月的时间 方寒在李俊贤的心目当中 那就成了全能的代名词 只要是方医生说的 那绝对就是对的 中医急救 神奇的望诊 什么五蕴六气 什么肝切除 还有心脏半膜手术 方寒玩的真的是很高端了 李俊贤来了宴建医院 也有两三年了 见过不少的专家和名家 可以说 一句实在的话 真的没有人 能够让李俊贤 这么盲目的信任和崇拜过 别的专家水平再高 最多也就是某方面的理解 肝切除做得好 你心脏手术 那就不一定会 心脏手术做得好 急救就不一定擅长 术业有专攻 在医疗领域 很多人穷其一生 都不能在一个领域 走到拔尖 还朝三暮四 那就简直就是扯淡了 因而 在医疗领域 全科医生往往是 无能的代名词 急诊科医生 为什么被其他 专科医生瞧不起 正是因为急诊科大夫 大都是全科医生 懂得多 可高度就有限了 也只有方寒 那真的是什么都会 什么都厉害 和方寒接触那么久 李俊贤还真的没有发现 什么是方寒不会的 今天这一位骨伤患者 算是方寒 来到燕京医院之后 接触的第一位骨伤患者 可李俊贤一点也不怀疑 方寒的水平 诶 没等其医生开口 患者自己就发出了一声惊疑 刚才 患者是被李俊贤和王浩博 给搀扶的 双脚几乎是离开地面的 只是稍微担了那么一点 根本就没有受力 事实上 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站立 现在李俊贤这么一撒手 患者的双脚 瞬间就踏实了 哪怕另外一边的王浩博 还没撒手 可患者 已经是实实在在地 自己站在了地上 就这么一站 患者就感觉到了变化 他站稳了 而且不疼了 王浩博张了张嘴 就这么呆愣愣地站在了当场 好了 患者竟然真的好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 患者是什么情况 李俊贤其实还不算太清楚 可王浩博博很清楚啊 他给患者做的诊断 安排患者做的检查 结果他也看了 髋关节脱位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髋关节是以大腿根部为中心 像周围大约是十公分左右的 这样一个圆周的范围 包括骨骨头 宽臼 以及周围的关节囊 以及部分的骨骨颈 都属于是髋关节 髋关节脱位以后 看上去患者的臀部的曲线 就不对称了 轻微的一些 走路是一搏一搏的 像两侧摇摆 站立时 腰部向前突出明显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疼痛 严重的时候 甚至不能起身 不能弯腰 双脚不能离地 今天这一位患者 就是急救车送来的 患者疼得厉害 一直都是平躺 根本没办法站立起来 可这一会儿呢 就在王浩博愣神的时候 患者已经自己走开了 而且还活动了两下 好嘞 真的 好了 老公 你没事了 患者的妻子就这么上前 有些不敢相信 看上去那么严重的情况 竟然 背着一脚给踹好了 齐医生这会儿嘴巴 已经张成了欧字 同样满脸的不可思议 患者竟然真的好了 这你妈太牛了吧 这个 作为骨伤科的主之一 齐医生的建设 自然是要比王浩博 和李俊贤 建设更广一些的 虽然 燕京医院的骨伤科 是纯西医 可事实上 现在很多医院的骨伤科的 副位手法 都是脱胎于中医的副位手法 有些是完全被挪去用了 有些是经过了一些改良 把原本一些较为复杂的手法拆分 改得简单了一些 更容易学一些 也正是因为如此 齐医生也多少听说过一些 中医正骨高手的传奇故事 像方寒这一种一脚踹过去 就能治好髋关节脱胃的事情 他还真的听说过 据说 正学平正老的正骨水平就相当高 不仅仅用脚踹的方式治疗过 髋关节腹位 甚至啊 有时候你看不清 他是怎么治疗的 据说正老有一次呢 去某一家医院 急诊科办事 遇到一位下巴脱臼的患者 正老当时呢 只是路过 只是碰了患者一下 患者下巴就被腹位了 当时患者还有点生气 询问正老碰他干嘛 开口一说话 患者自己就傻眼了 下巴脱臼 那可没办法说话呀 最起码没办法吐字清楚 只不过正学平 齐医生一直没见过 正学平的一些事呢 他大都是听说的 心中其实啊 还是有一些不相信的 当然存在这样想法的 不仅仅是齐医生 很多西医骨伤的医生 哪怕自己也学过腹位手法 对中医的腹位认可 可对一些中医腹位的传奇 却不怎么信 什么一脚 什么一撞 就治好了什么情况 什么粉碎性骨折 靠手法腹位等等 简直扯淡嘛 所以刚才看到方寒一脚踹过去 齐医生想都没有想到方寒是在治疗 别说他不信了 就是信 方寒那也不是正学平啊 这么年轻 懂什么腹位手法吗 可现在患者已经好了 而且还在扭动 甚至 齐医生就不得不相信了 这你马太牛了 行了 别动了 方寒出声 阻止了患者 你的髋关节刚刚复位 还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的好 我给你看一个方子 回去吃上几天 休息一阵 医生 我真的好了 患者走过来 满脸的难以置信 患者的妻子呢 也跟了过来 昏倒 医生 真的好了吗 不需要手术吗 你们要是担心啊 可以再去做一个 X瓶片 或者做一个CT检查一下 方寒道 对对对 还是做一个CT 或者是X瓶片检查一下的好 稳妥 齐医生急忙 插嘴道 这一会儿啊 他其实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的 对齐医生 这种西医骨伤科的医生来说 他更愿意相信 检查结果 而不是眼睛看到的现象 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三十集 最擅长骨科 要是其他的情况 对于再做一次检查 这样的建议 患者家属多半是不怎么乐意的 做检查难道不用收费的吗 现在很多患者家属 对医院和医生不满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 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医院确实患者多 治疗程序麻烦 话号难 治疗难 各种检查往往能做一天 医生们呢 也因为接诊的患者多 大多医生呢 都是面无表情 因而给人一种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虽然这个情况 也是因为国内患者多 医生压力重 任务重造成的 可患者和患者家属 往往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只会觉得自己做难了 医生板着脸了 看着不舒服之类的 另一个就是治疗费 不说大病 就是一个小感冒 真要是进了医院啊 没有几百块 绝对是下不来的 稍微复杂一些的 几个检查做下来 药费什么的 上千也都不算多稀罕 可对于大多数患者 和患者家属来说 月收入也就三四千 多一些的五六千 看个病 就去了四分之一左右 那真的是很肉疼了 因为对情况不了解 有的时候患者甚至会觉得 有些检查没必要等等 这也是造成双方误会 和矛盾的关键 可方寒刚才的治疗手段 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 患者和患者的妻子 长这么大 别说贱了 听都没听说过 还可以靠踹人治病的 这要不是患者 自己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变化 方寒踹他这么一脚 他绝对是要追究责任的 现在感觉是不错 可究竟好了没有啊 是暂时好了 还是彻底好了 患者和他妻子心中 也是没有底的 所以方寒提出做个检查 边上齐医生也这么说 患者也就点头 等到患者检查结果出来 护士进门才喊了一声 齐医生急忙就走上前 一把夺了过来 认真地看了起来 真的好了 彻底复位了 颜色和风 齐医生足足看了好几遍 这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等到齐医生看过 王浩博 这才接过来看了两遍 然后递给方寒 方医生 真的好了 方寒 连关节致患手术都会做 这种检查报告 自然也是能看得懂的 结果简单地看了一遍 啊 确实没什么问题了 那我开个方子 回去吃上几天 好好休养 暂时不要干重活 不需要手术了 患者的妻子还了一句 已经复位了 自然不需要手术了 王浩博说了一句 然后把方寒写的方字 连带检查报告 一起给了患者 去抓药吧 回去注意休息啊 不要劳累 也不要长时间地卧床 目送着患者和他妻子离开 王浩博 这才笑着拍方寒的马屁 方医生 您刚才也不跟我说一声 把我吓得不轻啊 说了就影响效果了 患者就在边上 不能让患者有防备心理 这种方法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易 方寒还没开口 边上的齐医生就急忙笑着解释 虽然方寒的法子他是第一次见 可正骨复位 无论采取什么手法 很多注意事项和操作的基本原则 还是不变的 正骨复位的时候 患者一定要尽量保持身体放松 不能有什么抗拒心理 只有患者全身放松 这个时候复位呢 才能容易 才能尽可能地避免 在复位过程中 对患者造成二次创伤 当然 这个也只是前提 方寒那一脚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踹的 什么人都敢踹的 一个要胆大心细 一个也要自信满满 同时出脚快 准 狠 力度掌握的也要控制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就难了 特别是在正骨复位这个方面 越是简单的手法 越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学习正骨复位 都是从最基本的开始 学习各种正骨复位的手法 然后逐渐地熟悉 只有把所有的手法都掌握了 把患者的骨骼情况完全熟悉了 才能踹出风寒那样 大巧不公 看上去简单 又极其具有效果 立竿见影的一角 其实不仅仅是正骨 中医的方剂也是一样的 能够灵活地运用精方 其实也只是起步 只有能够灵活地运用冬草药 使用一些简单的药材 治疗各种疾病 那才能算是真正的高手 这一点其实从开药 就能看得出来一二 越是厉害的中医大夫 开出来的药方 越是简洁 效果却往往出奇地好 其医生一开口 方寒倒是意外了一下 笑着道 这位医生说得不错 确实要出气不易 患者有了戒备啊 那就容易对患者 造成一些伤害 王浩博这会儿啊 才有空给方寒和齐医生 做介绍 方医生 这位是古尚科的 齐中全齐医生 齐医生 这位是方寒方医生 方医生好 齐中全急忙伸出手 很是客气 脸上带着笑 我早就听说过您了 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刚才我都没认出来 随着方寒在燕京医院急诊科 做的手术越来越多 方寒的名字 也开始渐渐地被一些人所熟知 只不过燕京医院 大多数的医生 也都是指纹其名 未见其人 并不知道方寒长什么样子 具体什么年龄 除了一些女医生和女护士 谈论方寒的时候 会刻意说一下 方寒如何如何帅 男医生们说方寒的时候 下意识就会避开这个话题 所以对于没有见过方寒的男医生来说 方寒长什么样子 帅不帅 他们并不是很清楚 只是知道急诊科 现在有一位很年轻的医生 手术做得好 叫什么方寒 仅此而已 正所谓 异性相欺 同性相斥 越是成熟人 越不会对同性颜值表示什么认可 你或许很帅 可我并不觉得你帅啊 齐医生好 方寒也笑着和齐医生握了握手 他刚才还纳闷呢 这医生反应怎么这么迟钝啊 现在倒是明白了 哎呀 方医生客气了 我是早就听说过您的 听说您的干截处啊 做得很好 只是没有想到您在正骨方面 也那么厉害啊 齐医生是很客气 医生这个行业 技能压制和职称压制是比较厉害的 越是同领域的医生 越不会在水平比自家厉害很多的医生面前 居傲 水平不如人 却去针对人家 那是相当不明智的行为 很容易被打脸不说 要是遇上记仇的 总是挑刺 那你也只能在底层混了 特别是方寒这种的 那真的是没有必要去得罪的 人家年轻 水平又高 必然是会走得很高很远的位置 别的不说 等方寒占到了 类似于陈培中这样的高度 随便一篇论文 就能让你在同领域抬不起头来 更何况 很多人只要了解方寒的水平 心中都清楚 陈培中那样的高度 并不是方寒的终点 倘若是年龄 现在的方寒 其实就已经不比陈培中差了 齐医生客气了 我在江中院急诊科 就是骨伤分区的 方寒笑了笑 当然负责人三个字 他谦虚掉了 方医生 您在江中院急诊科 负责的是骨伤分区啊 李俊贤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算是吧 方医生 您也太会隐瞒了 王浩博也是哭笑不得 方寒 肝切除做得这么好 心脏手术也做得那么好 竟然是江中院急诊科 骨伤分区的负责人 当然这个负责人呢 虽然是李俊贤猜测的 可王浩博已经认可了 方寒这种水平的医生 无论走到哪家医院 那绝对都不会只是 普通医生的 一般来说 某位医生能负责某个领域 那么这个领域 必然是这位医生最为擅长的 方寒是江中院 骨伤分区的负责人 那就说明 方寒的骨伤水平 才是最高的 想到这儿 王浩博都不敢想了 骨伤分区的负责人 肝切除水平 比他们燕京医院肝外的主任 水平还高 心脏手术 比他们燕京医院 心外科的主任还好 齐忠全也是惊讶得不行 他之前一直以为 方寒只是肝切除做得好 心脏手术的事 他还真不知道 没曾想方寒 在骨伤方面才是行家 说实话 方医生啊 您刚才那一脚 可是吓得我不轻啊 到这会儿 我还有一些心有余悸 原来方医生在江中院 就是负责骨伤这一块啊 江中院 其中全还是知道的 不过急诊科 什么时候有的骨伤分区 他并不知道 他之所以知道江中院 还是因为郑学平 好像郑学平的学生 廖一鸣 就在江中院 古伤科 这么看来 方寒的古伤水平 还在廖一鸣之上啊 齐医生客气了 方寒笑了笑 站起身 行了 这边没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方医生 齐医生急忙在后面喊道 您要是有空啊 可以去我们古伤科 转一转 其实呢 其中全是很想 和方寒请教一下 只是有些开不了口啊 借起一声 有机会 我会去学习一下的 方寒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走出了诊室 看着方寒消失的背影 齐中全还在低声感慨 了不起 了不起啊 今天 他算是彻底开眼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一上午的时间 方寒一脚腹胃 髋关节脱胃患者的事情 就在眼睛医院 急诊科传开了 医院这种地方 八卦传得也是相当快的 特别是一些 比较特殊的患者 最是医生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果是牵扯到 患者的隐秘还好 医生们还会注意一些 要是已经被不少医生 所供知 特殊患者和特殊病例 往往就是医生们 茶余饭后的话题了 什么患者吞灯泡 卡嘴里了 什么器具 出不来了之类的 类似于 今天方寒一脚 附卫一位 髋关节脱胃的事情 就算是相当罕见的了 而且 也相当惊奇的事情 你们是没看到啊 当时 方医生冷不定 突然一脚 那我和李医生 就是一个亮枪 不过我们 也只是因为没有防备 却没有会被踹到的感觉 方医生的力道 控制得非常好 那古商科的 齐忠泉 齐医生当时脸都下白了 吃午饭的时候 王浩博和几位 急诊科的同事 坐在一起 一边吃饭 王浩博还给同事们 讲着事情的经过 王总 只是一脚 这也太夸张了吧 有些医生表示不信 那要不是亲缘所见的 我也是不敢相信啊 齐忠泉 就不怎么相信 还特意让患者 重新做了一个检查 结果出来啊 这齐医生的嘴巴都张大了 我倒是听说过啊 一些中医正骨的高手的事情 方医生这样的 绝对算是高手了 越是化繁美剪 越是厉害 也有人表示认可 毕竟这是才发生的 王浩博就是当事人 真假还是可以判断的 方医生 什么事啊 钱小林端着餐盘路过 听到几个人说方寒 下意识地停下脚步问道 钱主任 医生们集体问号 钱主任 我们正在说 方医生上午治疗 髋关节脱胃患者的事情呢 王浩博急忙让了个座位 让钱小林坐下 钱小林虽然是科主任 可平常吃饭呢 也和其他人差不多 都是在食堂吃的 也没什么特殊话 一般开小灶之类的 也都是接待一些客人 亦或者是什么大人物 钱小林坐了下来 笑着问道 啊 方寒还会鼓伤 方医生啊 在江中院的时候 就是鼓伤分区的负责人呢 王浩博 把上午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得钱小林也是吃惊不已 这样的疗法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当然郑学平的一些传言不算 毕竟那个传言 和方寒的这次事件相比 那就遥远了些 方寒这几天呢 并不在食堂吃饭 而是在龙亚新的特需病房 到了饭点 就有着专人 来给龙亚新送饭 当然也有方寒的午饭 张大少安排 自然不会一路了方寒 特需病房的桌子 被暂时搬到了中央 饭菜摆好 龙亚新和方寒面对面 坐着一起吃饭 每天饭点呢 算是龙亚新最开心的时候了 随着他开始好转 方寒也就是早上查房 饭点呢会过来一下 其他时间就不怎么见得到了 一个人待在病房 虽然有护士和女硕士陪着 可龙亚新和他们并没有什么话题 是相当无聊的 再加上现在还是恢复期 他要特别注意 不能感冒感染 除了可以在走廊走动 外面是不能去的 毕竟现在是冬天 医院里面有暖气 外面冷 一进一出呢 是很容易感冒的 又不能出去 只能在病房和走廊 又没人说话 也只有吃饭的时候 方寒过来 龙亚新才能开心一些 你吃这个吧 很好吃 一边吃饭 龙亚新还偶尔给方寒炸个菜 吃饭的时候 护士也去吃饭了 女硕士也很实趣地出去了 婴儿病房也就方寒和龙亚新 谢谢 方寒客气地卸着 龙亚新一边吃着饭 一边时不时地偷偷看两眼方寒 好多次 差点都忍不住 想要直接询问方寒 可每一次张开嘴 他又问不出来 而方寒除了最初两天 能够在病房多陪他一会儿 现在每天早上查房 饭点过来吃饭之外 比起之前没有太大变化 这就让龙亚新很闹心了 要是没变化吧 其实方寒对他的关心 还是感觉得到的 特别是他刚醒的那天晚上 方寒一晚上都在ACU陪着他 当时他插着管不能说话 方寒也就坐在边上 虽然不怎么吭声 却是陪着的 他醒着的时候方寒坐在边上 睡了方寒也坐在边上 还有方寒给他配的药膏和药丸 这样的待遇 龙亚新是很窃喜的 这就说明他在方寒的心目中 并不是一般的患者 可要说有什么进展 那方寒还是这个样子 客客客气气的 该谢谢的谢谢也不主动 有时候呢 龙亚新恨不得把方寒的脑袋切开 看看方寒里面在想什么 只可惜啊 不会开炉 哪怕开了 估计也看不到啊 方寒 你觉得女孩子有自己的事业好呢 还是当家庭主妇好呢 龙亚新一边吃着饭 一边找着话题 他是警察 算是很忙的职业了 方寒又是医生 同样也算是很忙的职业 或许方寒 比较犹豫两个人 是不是合适呢 都可以啊 方寒悄悄地停顿了一下 很是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然后回答道 女孩子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想法是很好的 这样的女孩子 应该是很有魅力的 当然家庭主妇的话 也不能说不好 下了班 家里要是有个人关心 做饭什么的 我想也很幸福啊 龙亚新目瞪口呆 这算什么回答呀 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啊 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龙亚新下意识地 咬了咬嘴唇 很是有些紧张 没想过 方寒回了三个字 继续埋头吃饭 那你现在开始想 龙亚新道 方寒再次停下 然后想了想道 这个不好说 毕竟人生 总是要做出选择的 不可能什么样的体验都有 有了这样的 或许你会觉得那样的更好 有了那样的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更好 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 你的意思是 你想兼得 龙亚新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我有吗 方寒摇了摇头 我只是很认真地 说一下自己的想法而已 为什么我从你的想法中 听出了你想兼得的意思 那是你理解有问题 方寒想了想 又解释道 就像是鞋子 没穿在脚上之前吧 你看着都好看 可穿在脚上了 你才会体会到 哪个最合适 嗯 就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还没有穿在脚上 所以说不清 龙亚新问 方寒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然后点头道 差不多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不要穿着试试看 龙亚新脸色微红 不要 方寒摇了摇头 为什么 龙亚新有些不解 她已经很直白了 方寒却回答的这个痛快呀 难道是真的对她 没什么感觉 因为我怕试了又不合适 可我又不能不买 那就比较麻烦了 方寒想了想 然后回答道 所以 你其实是怕麻烦 龙亚新盯着方寒 方寒的脑回路 总是让龙亚新琢磨不透 她是怕麻烦 还是怕将来不合适呢 还是打算慢慢相处 循序渐进呢 方寒张了张嘴 这话题好像越来越变味了 继续下去的话 有些不妙的样子 小方 方寒正想着呢 门口就来了一个人 周同辉笑着走进来了 我今天才听说 过来看看 说着周同辉已经看到龙亚新了 笑道 这就是小方你的女朋友啊 周老 方寒就像是遇到救星一样 急忙起身向周同辉打招呼 然后给龙亚新介绍道 这位是周同辉周老 国医大师 针灸胜手 人称真王 周老好 龙亚新笑着和周同辉打招呼 在你小方面前 我可不敢称真王啊 周同辉笑了笑 然后看向了龙亚新 汗手道 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这样子我就放心了 周同辉是今天凑巧 来燕京医院办事的 无意中听说龙亚新的事情 听说方寒的女朋友受伤了 周同辉于情于理 也要过来探望一下 恢复得还可以 让周老挂心了 恢复得好就是好事 周同辉笑着道 我听说手术是你做的 嗯 方寒点了点头 我真是越来越 看不懂你了呀 周同辉笑了笑 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他的心情了 方寒除了肝切除 心脏手术 竟然做得也不错 还有针灸和方济 方寒礼貌地笑了笑 没有接话 对于这种夸张 他一般都是微笑面对 周同辉并没有待多久 坐了一会儿就告辞离去了 原本方寒还打算 给周同辉提一提 田田的事情 想了想又没提 这几天 田田和海燕都一直没来过 两个小女孩子啊 方寒也只是见了一面 这么贸然提 有些不妥吧 人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天赋虽好 品行如何还不好说 所以方寒决定啊 再过一阵 如果两个女孩子抽空还来 那就继续观察 如果不再来的话 那么当初收徒的事情 也就当是开玩笑 反正也没有建立 也没有旁人旁观 也都不算正式收徒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第八百三十二集 万宝 这世上的事情啊 往往经不住念叨 前一天 方寒遇到周同辉的时候 想到了田田 结果这二天早上 田田和海燕啊 两个人都来了 方寒早上查过房 刚刚回到急诊科 正和李俊贤说实话 两个女孩子就走了过来 老师 海燕和田田 齐齐叫了一声 今天没课呀 方寒点了点头 问道 今天没课 田田不喜欢说话 海燕呢 却是喜欢说话的性子 说道 其实上周五和田儿 就想来的 临时有事耽搁了 方寒也没有多问 点头道 那既然来了 就跟在边上看着吧 老师 您知道万宝吗 海燕跟在方寒后面 一边走一边还在问 万宝 方寒一愣 谁啊 海燕还没说话 李俊贤就当 是水潭医院的 万宝万医生吗 李医生也知道 海燕笑着问 万宝可算是个名人了 我当然是知道了 李俊贤点了点头 万宝 方寒还是有些懵 他确实没有听说过 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俊贤笑着解释 方医生 这个万宝万医生呢 其实算是个网红了 治疗烧伤的很有一套 而且是一位反中医者 很有名气 粉丝不少 去年那个网上 验运事件背后 其实就有这位 万宝万老师 海燕补充道 听了方寒的课之后 海燕和田田呢 也了解了一下方寒 所以也知道 去年网上验运事件 其实最后啊 是方寒平息的 去年的网上验运事件 方寒一愣 这件事 他自然是知道的 当时有网友打算 在江中院设一个擂台来着 当时有不少记者呢 都去了江中院 闹得江中院很头大 最后呢 还是方寒面对一群记者 先是就事论事的 说了中医四诊的情况 然后又露了一手望诊 还预判了一位记者的病症 这事呢 算是平息下来了 因为当时的网上验运事件 方寒还狠狠地火了一把 赚了不少的崇拜点的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 这件事情幕后推手是谁 海燕道 这位万老师之所以算是网红 就是早些年经常在微博和论坛上 发一些黑中医的帖子 还针对过几位中医名家 然后就火了 吸引了一批粉丝 而且万宝治疗烫伤很有一套 在水潭医院呢 也很有地位 李俊贤也补充道 哦 方寒应了一声 水潭医院他自然是知道的 是燕京很有名的一家私人医院 确实是以治疗烫伤为主的 我和田儿其实早就应该到了 换乘地铁的时候 万宝好像被粉丝围住了 我们就看了一会儿热闹 海燕道 哦 方寒应了一声 也没多说 这年头 靠着黑人起家的网红大V 并不算少 特别是近几年 很多公众号 为了吸粉蹭热度 那都是逮住谁就喷谁 除了万宝 方舟子也是靠着黑中医起来的 正说着话 有护士领着患者就进来了 方医生 这位患者腰疼得厉害 您给看看吧 去诊室吧 方寒说了一声 带着患者进了诊室 患者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士 西装革履的 是一个人来的 一手扶着腰 走路很慢 看上去呢 确实是腰疼的厉害 进了诊室 方寒先让患者 在治疗床上躺下 用摸法检查了一下患者的腰部 没有轻肿 也没有什么外伤 骨头也没什么问题 那就不属于外伤造成的疼痛了 然后方寒又摸了摸脉 这才走到边上 对于田田和海燕道 你们要不要也摸摸脉 我试试 田田低声应了一句 然后上前摸了患者的脉想 之后是海燕 趁着田田海燕 给患者摸脉的时候 方寒已经拿出了针袋 准备开始来银针消毒了 燕京医院急诊科 没有中医坐诊 因而不常备有银针 所以方寒特意准备了针袋 随身带着 喂的就是方便 等两个人摸过脉 方寒相问海燕 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齿部陈述有力 应该是实证 方寒又看向田田 嗯 确实是湿热实证 方寒点了点头 这两个孩子的天赋啊 都是不错的 海燕虽然差了一点 比不过田田 可这个年纪 能有这样的水准呢 已经算不错了 毕竟只是大三的学生 你现在腰疼得厉害 我先给你针灸缓解一下 方寒对患者道 能不能不扎针啊 听方寒说要扎针 患者脸色顿时就变得尴尬了 如果不针灸的话 单靠药物治疗效果会比较慢 你这个疼痛啊 就没办法缓解 我从小就怕扎针 看到针就晕 患者有些不好意思了 毕竟一个大男人怕扎针 也算是比较丢人的事了 之前呢 我在外面诊所治疗 医生要给我打掉瓶 我都没让打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用手法代替针刺吧 不过效果可能会差一些 方寒倒是没有 笑话患者的意思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什么人都有可能遇到 有些人晕血 有的人晕针 一点也不稀奇 效果差一点没事 谢谢您了 医生 患者呢 也有些不好意思 方寒没吭声 拿了酒精凝胶 抹在了患者的 肾余穴的位置 给穴位附近的消了毒 然后用手法 以达到补泻的效果 推拿了一会儿 方寒这才停下来 患者起身感受了一下 惊讶道 我现在好多累 医生 你的手法简直是神了 手法呀只是缓解 还要配合药物治疗 说着话 方寒走到了边上 开了一个除湿行器的方剂 交给了患者 按药方抓药 回去之后空腹服药 饮食以清淡为主 送走了患者 方寒几个人才走出诊室 就看到王浩博 匆匆地往诊室外面赶 王浩博看到方寒 就急忙招呼了一声 方医生 来了一位急诊 急救车马上走 方寒一听也不耽搁 急忙跟着王浩博 一起往外走 一群人 刚走到科室门口 就听到外面 传来了急救车的警笛声 大概三分钟 一辆急救车 就冲进了医院 在急救车门口停稳 车子停稳 王浩博和护士 还有方寒 就推着平车上前 然后从急救车上 抬下一位 四十五六岁的男性患者 患者面色胀红 呼吸困难 看上去已经相当严重了 患者上了平车 王浩博和方寒一边推着平车 迅速地往抢救室赶 一边给患者 做着检查 患者脸色胀红 呼吸困难 疑似肺气肿 王浩博 作为验经医院急诊科的住院总 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很快就给出了判断 应该是咳嗽哮喘 引起的肺气肿 方寒点了点头 迅速做一个X线检查和呼吸功能检查 加急 同时准备胸部穿刺抽气手术 王浩博一边通知一边问 患者家属来了没有 患者家属并没有来 来了几位粉丝 有护士道 粉丝 王浩博愣了一下 患者什么身份啊 是万宝 跟在方寒屁股后面的海燕 急忙插了句嘴 他刚才就认出了患者了 只不过没有多嘴 这会儿呢 王浩博询问 海燕这才回了一句 万宝 王浩博确认道 水潭医院的万宝万医生 对 海燕点头 方寒下意识地再看了一下这个万宝 他刚才还听海燕和李俊贤说这个万宝呢 没想到一转眼 万宝就被送来了燕京医院急诊科 患者进了抢救室 方寒并没有插手 等患者做了检查 确认肺气肿 王浩博就开始安排胸部穿刺抽气手术 对于肺气肿急症患者来说 肺部穿刺抽气是最有效 也最快的抢救手段 方寒并不懂胸部穿刺抽气手术 所以没有插手 只是在边上看着 王浩博作为急诊科的住院总 做这个手术已经是非常熟练了 胸部穿刺手术也不算什么大手术 操作起来呢也比较简单 在患者的左胸部打一个孔 然后伸进去一根管子 把患者肺部憋的气给抽出来 通过肺部穿刺抽气手术 患者情况能够迅速地缓解下来 呼吸呢也逐渐正常了 恢复以后万宝向王浩博道谢 王总谢谢你了 今天要不是你啊 我恐怕就扛不过去了 万宝自己就是医生 他是最清楚情况的 他这是气管炎咳嗽 哮喘引起的肺气肿 发疾病 当时的时候呢已经昏厥了 要是送来的晚一点啊 他有可能就危险了 万医生客气了 王浩博道 万医生啊 您这是遗传性的气管炎 对啊 我们家有遗传气管炎 我爷爷和我父亲啊 都是死于气管炎 我这个病啊也好几年了 每年冬天都特别特别严重啊 万宝剪着头 这种遗传性的气管炎 属于是慢性病 很难根治 只能控制 随着年龄越大越是危险 特别是冬天 往往是气管炎患者 作为严重的季节 每年气管炎患者因为咳嗽 还有哮喘 扛不过去冬天而死亡的病例很多 你这个情况还是要多注意啊 这一次虽然抢就过来了 手术也只能缓解一时啊 王浩博提醒道 我清楚的 这个病啊 其实根本上是很难根治的 我也看过不少的医生 想过不少的办法呀 万宝苦笑道 不见得吧 一直没开口的方寒 突然插了一句嘴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第833集 谁也不是 万宝缓过来之后 就一直和王浩博说这话 他的眼中并没有其他人 事实上 倘若不是今天 在宴间医院抢救 万宝的眼中 甚至都没有王浩博 作为私家医院的医生 万宝的收入 是要比公立医院医生手术 高出一大截的 除了一些经常开飞刀的 外科大麻 单论收入 还真没有多少医生 能够比一些私家医院的医生 收入高 其次 万宝又是网红医生 收入又比很多的 私家医院的医生 高出一大截 私家医院的医生 或许天花板低一些 专业性差一些 可相比来说 限制就少了很多 公立医院的医生 是不允许接私活的 飞刀事实上也是违规的 即便是飞刀 医生们也是去其他医院 给患者瞧病 基本上是不允许出诊的 飞刀费 往往都是有着行情的 可私家医院的医生则不同 上班之余干什么 医院方面 基本上都是不怎么干涉的 下班 接私活 出诊 诊经是怎么收 那是很随意的 遇到一些冤大头 一个出诊 几万块钱的诊经 那也是很正常的 除此之外 私家医院的医生 还承担转诊业务 什么是转诊呢 就是自家医院 拿不动的患者 他会介绍给一些同行 介绍给一些医生 或者呢 做飞刀 亦或者是送患者 去其他医院 而这个介绍呢 他们是能够拿到一定的中间费的 要知道 能去私家医院的患者 基本上都是比较有钱的患者 而这样的患者 往往都是各大医院 很喜欢的患者 而万宝除了能够拿到 大多数私家医院的医生收入之外 他还是网红 还有做代言 做讲座之类的 万宝自己是有着自己的工作室 和医疗团队的 相比起一年收入 也就十万左右的 燕京医院住院总王浩博 年入几百万 甚至更多的万宝医生 那就是医生中的土豪医生 而作为网红医生 万宝粉丝众多 也不缺地位 类似于万宝这种喷人为乐 或者说是以喷人 给自己制造利益的喷子网红医生 大多数的医生 都是不怎么喜欢招惹的 不缺一定的地位 同时又有钱 所以万宝医生呢 是有着一定的资本 瞧不上王浩博的 至于现场 除了王浩博之外的其他人 万宝呢 就是懒得多看一眼了 方寒 这么冷不定地插去嘴 万宝就是很愕然 他回头一看是方寒 然后又看向王浩博 意思很显然 等着王浩博给他解释 汪医生 这是我们的方医生 方医生是我们 急诊科水平最高的医生 不仅仅精通外科 还精通内科呀 王浩博急忙给万宝介绍着 时至今日 以方寒展现出来的本事 王浩博这一句 我们急诊科水平最高的医生 已经不是夸大了 而是事实了 急诊科的医生 本身在专业方面就差了一些 是比不过人家专科医生的 而方寒 又不是单纯某个领域的专家医生 说他是 燕京医院急诊科水平最高的医生 那是一点也不夸大 哦 万宝下意识地 就露出了惊讶这色 作为网红医生 万宝的情伤 其实不低的 察言观色 审时夺势 也是相当厉害的 要不然像他这么喷人 早就被有些人大卸八块了 万宝能够看得出来 王浩博介绍方寒的时候是很真切的 而且王浩博本人在方寒面前 确实有些弱势 王浩博可能是燕京医院的住院总 虽然还不是主治 可燕京医院急诊科的住院总 那地位是真的不低的 纵然万宝心中瞧不上王浩博 面子上还是要客气的 而方寒能让王浩博客气 就说明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不怎么简单 要么是有水平 要么是有来头 无论这两者哪一个都值得 万宝表面上客气 方医生有办法治愈我的咳嗽和哮喘 万宝 疑问道 没有 方寒摇了摇头 那方医生刚才什么意思 万宝顿时有些不高兴了 没有你插什么嘴啊 拿自己开涮吗 其实除去方寒的年龄 刚才方寒说不见得 万宝心中还是有些异动的 人活在世上 谁不愿意活得舒坦一些 活得更加健康 持久一些 万宝虽然喜欢喷人 可不代表他就愿意自己生病 如果真的有办法能够治好他的气管炎 他绝对是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 事实上万宝也确实这么做的 这几年万宝为了医好自己的气管炎 几乎是把能找到的呼吸方面的专家都看了一个遍 只不过气管炎这个病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治愈的 往往都是控制 极易容易发作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 万宝都要承受一定的危险 今年冬天 燕金的气候呢又比较异常 之前先是长时间的干燥 然后又下了一场雪 这一阵燕金的天呢又是格外的冷 这样的气候 万宝的咳嗽和哮喘就相当严重了 这才发展为肺气肿 事实上今天万宝也算是打算去找某位呼吸科的专家去看看 半路上就因为呼吸困难晕厥了 然后呢被送来了燕金医院抢救 要是别的患者或许有法子 可是对于万医生来说 我的法子万医生可能不会去用 所以还是不说了 方寒到 方寒说这话 边上的海燕已经偷偷地拿出了手机 开始拍摄视频了 你干什么 田田轻声问了一句海燕 老是针对万黑子 这可是千载难逢 自然要录下来了 海燕一边拍摄 一边低声对田田当 而且万黑子这种人 是相当没有节操的 为了治病他可能会暂时服软 可一旦用了效果 他绝对会翻脸不认人的 我留个证据 方寒这话是什么意思 万宝喊人不解 什么叫要是别的患者就有办法 那换了自己就没办法了 这治病还挑人啊 方寒正中道 刚才王总介绍的其实不全面 我重新给万医生来介绍一下 我其实是一位中医 万医生 您这个情况如果用中医的法子 确实是有办法 可据我所知 万医生是不相信中医的 那么我的法子万医生肯定不会用 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中医 万宝脸一黑 什么情况 李俊贤也有点懵 按说以万宝的性子 得知方寒是中医 这会儿已经开始反驳了才对 怎么会这么安静呢 海燕一边拍视频 一边低声道 天儿 看到没有 万黑子其实并不认可中医 而且他就是靠黑人吃饭的 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 就是不知道 这位万医生是胡适 还是梁启超 梁启超和胡适的事情 不少学过中医的人 都不会不清楚 民国时期 反对中医的名人不少 鲁迅 胡适 梁启超等 其中梁启超和胡适 之所以被现在不少的学医的 中医人所熟知 正是因为胡适和梁启超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例子 什么胡适和梁启超啊 李俊贤有些不太明白 他们最初啊 都是坚定的反中医者 田田低声解释道 梁启超和胡适 最初都是忠实的反中医者 胡适三十岁的时候 患了一次肾炎 在燕京协和医院 采用西医疗法治疗了很久 情况未见好转 医院的医生们都认为 他活不了太久了 这个时候 胡适的一位朋友 劝他试试中医 胡适经过再三考虑 勉强答应了 之后呢 胡适的朋友 就电话邀请了 当时的中医名家 陆仲安 不料 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以后 胡适的病情 竟奇迹般的痊愈了 胡适的病 被陆仲安治好 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之后呢 胡适在提陆仲安 秋适眼睛图的时候说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 我的朋友学医的 或者说是心脏病 或者说是肾脏炎 他们用药 虽然有点功效 总不能完全治好 后来幸得 马又渝先生 给我介绍陆仲安先生 真看 陆先生 有时曾用黄旗十两 党身六两 许多人看了 摇头吐舌 但我的病 现在竟然好了 同时 给胡适 医治病的陆仲安 同样很高兴 当时中医的境遇很差 不少人都教宣 要取缔中医 胡适一直都是 高举革命大旗反对中医 临到自己头上 却要求助于中医 如果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 也应该说 胡适的革命不彻底 所以胡适的事情传出 不仅仅让中医的声望 一时无两 胡适敢作敢为 贴身体验之后 能够当众承认 中医的事情 也被不少人津津乐道 而和胡适 竟然不同的则是梁启超 梁启超因为是 便血腰疼 到了协和医院治疗 被西医误诊 割了一个肾 病却没有好 后来还是当时 有名的中医名家 萧有龙给治好的 可恢复之后 梁启超却绝口不提 给自己治病的是中医 依旧大肆鼓吹西医 一个胡适 一个梁启超 这两个人是被西医 抛弃以后 被中医给治愈的 然而两个人 育后对于中医 截然不同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而海燕才会说 不知道这位万医生 是胡适还是梁启超 我看他谁也不是 李俊贤道 其实无论是胡适 还是梁启超 都是可以理解的 哪怕梁启超 也是为了顾全大局 不是为了私心 这位万医生嘛 那就很难说了 梁启超说得对 我给你点个赞 海燕笑着道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医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医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三十四集 个人爱好 李医生说得很客观 田田也低声道 无论是胡适先生 还是梁启超先生 其实都没有私心的 他们也并不是 为了自己 民国时期 反对中医的名人可不少 可如田田所说的 很多人都是没有私心的 哪怕是梁启超 也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 作为革命先驱 无论当时是胡适 还是梁启超 都是代表人物 如果代表人物 自己首先向传统低头 那么普通民众 会怎么想 当时的现状是 国内落后 新方发达 为了救国 向西方学习 几乎成了必然 虽然有些极端 可有时候确实是 不可避免的 然而现在 很多黑子 完全是为了自己 为了蹭热度 为了吸粉 为的是个人的利益 争议 万宝又笑了两声 意味深长 万医生 方医生的水平 是相当高的 要不您试一试 方医生的法子 王浩博道 小伙子 万宝微微一笑 看向方寒 年纪轻轻的 好好学一学 现代医学 少接触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免得侮辱企图嘛 谢谢万医生的忠告 我会记下的 方寒礼貌地笑了笑 倒也没有和万宝 计较的心思 作为医生 方寒的眼中 其实是没有 对患者的歧视的 哪怕万宝反对中医 他其实也没有 和万宝较真的意思 无论万宝 是真的反对中医也好 还是为了反对 而反对也好 方寒 都没有和万宝 辩论的兴趣 他刚才之所以那么说 其实也是实事求是 他的法子 确实是中医的法子 而万宝是患者 法子再好 万宝 如果自己不接受 那么方寒也没办法 他总不能 强行给万宝治疗吧 那万医生先休息吧 方寒笑了笑 道 您刚刚做完抢救 还是在医院观察一天 比较好 我们就不打扰了 万医生好好休息 王浩博也说了一句 说这话 方寒和王浩博就走人了 万宝突然就出声了 方医生 方寒脚步一停 回过头看下万宝 万医生还有事情吗 我刚才听 王总说 方医生还懂得外科 万宝问道 懂一点 方寒点头 李俊贤适时地插嘴 方医生的干切除 和心脏半膜手术水平 都是国际一流水准 这一下 万宝的眼神中 就有了吃惊之色了 肝切除 和心脏手术 那是什么级别的手术 他自然是最清楚 哪怕方寒的肝切除 和心脏半膜手术 并不是国际一流水准 以方寒这个年龄 能够独立主刀 就是很了不起了 方医生外科水平 既然这么高 那为什么还要学习综艺呢 万宝很是不解 既多不压身 多学一些 总是好的 方寒笑着回答 要说以前 确实有一些人 是真正不了解中医的 认为中医不能治病 是骗子 可放到现在 特别是对万宝 这位燕京水潭医院的 烫伤专家来说 中医能不能治病 有没有治好过病 他自然是很清楚的 没见过猪走路 总吃过猪肉吧 现在 网络那么发达 燕京的国医大师 又不止一位 万宝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 这要是普通人一无所知 也就罢了 万宝可不是普通人 黑中医 岂能不了解中医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往往最了解你的人 其实才是你的敌人 黑人要黑出一定的水平 总要让人信服 总是要拿出一点论点的 不可能信口开河 要说不了解 谁信啊 这一刻不管是方寒 还是海燕 亦或者是甜甜 其实都看得出来 万宝这是开始装腔作势了 万宝的这个病啊 确实不好治 而万宝自己也清楚 万宝不缺钱 不缺人脉 不缺名望 所以这么多年 他能看的医生都看了 能找的专家都找了 到了这个程度 万宝唯一 还没有尝试的方法 其实也就剩一下中医了 人们常说 病急乱投医 没人愿意轻易放弃 自己的生命 方浩阳的发小 胡万寿 胡主人如此 万宝 那当然也是如此 而且 就生活水平而言 十个胡万寿 也是比不过一个万医生的 有钱 有名望 有地位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地放弃 自己的生命呢 这要是在生病的前几年 在病情还不是很严重 亦或者是 没有尝试很多治疗之前 万宝或许 直接对中医嗤之以鼻 可此一时比一时 到了今天 万宝已经因为这个病 昏厥 送来了急诊科 这个病已经时时刻刻地 开始威胁他的生命 而他赖以信任的西医 却始终不能给他理想的 治疗效果的时候 万宝反对中医 反对的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坚定了 无论人前如何 最起码在万宝的心中 他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坚定了 只不过 他还是有些放不下面子 放不下身段 或者万宝这样的反对中医者 甚至没有几位中医名家 乐意给万宝治疗的 这一点 从万宝教助方寒 从次命开始 和方寒谈论就能看出一二 他如果真的打算放弃 那么其实没必要和方寒 这个小年轻多说话的 学而不经 学东西还是要一杆子扎到底 在某方面深入眼睛 贪多不烂 万宝语重心长 事实上 以万宝的年龄和身份 面对方寒这样的小年轻 他确实有着各种提点的资格 万宝看上去年轻 实际上已经是五十多岁了 作为水潭医院的烧伤科的主任 万宝在烧伤领域 确实也是权威级别的大拿 这么一位大拿 面对方寒这样的年轻医生 体点一二 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万主任说得对 我也正是在其他方面 一杆子扎到底 觉得尽无可敬了 这才学习其他方面的 方寒谦虚地点了点头 可说出的话 一点也不谦虚 在其他方面 一杆子扎到底 尽无可敬 万宝差点被噎住了 这他妈是什么话 见过傲气的 没见过这么傲气的 见过嚣张的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二十五六岁的小年轻 大言不惭 说自己在其他方面 已经一杆子扎到底了 尽无可敬 这样的话就是 陈培中 郭定文之流 也不敢随便说吧 最让万宝无语的是 方寒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确实非常谦虚 非常认真的态度 万医生说得对 我就是这样做的 这要是自己手下的医生 万宝绝对一巴掌 就呼过去了 他都不敢这样说话 万医生 方医生的肝切除水平 不在陈主任之下 心脏半膜手术水平 也不在协和的 王志成 王主任之下 李俊贤也是蔫坏 他都差点忍不住乐乐 却强行绷着 一本正经地 给方寒捧 万宝嘴巴微张 如果李俊贤说的是真的 那么方寒 刚才说自己 一杆子扎到底 尽无可尽 虽然有些嚣张 却也不算空口白话 那也没有必要 学习中医吧 万宝也不纠结 方寒其他水平了 他留住方寒 其实正是为了 问一问方寒 刚才所说的办法 人道绝境 任何希望啊 都是不愿意放弃的 方寒最初说了 不见的 那就说明 是有办法的 然后说了 他可不会认可 只是因为 他不认可中医 当然万宝自己 是不会承认 他认可中医这一点的 但是他却可以 套一套方寒的话 让方寒说出法子 这个法子 他回去私底下 也可以试一试嘛 偷偷地用 不让别人知道嘛 又不影响他的名气 如果没效果 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有效 那就赚到了 个人爱好 方寒依旧谦虚 很客气 万医生还有事吗 万宝那个难受啊 差点又开始呼吸急促起来 他这一会儿啊 其实已经在出招了 问题是方寒总是软绵绵的 好像他打出去的拳头 总打在棉花上 人家方寒根本不接招 这些年 万宝也遇到过不少的中医人 很多中医人知道 他是万宝以后 就会忍不住和他辩解 而好几次 万宝都能靠着自己的口才呢 博得对方是哑口无言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而且每一次辩论 对他来说都是素材 他也会总结给他的粉丝们分享 以开玩笑的语气说 自己遇到了谁谁谁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 粉丝们也很喜欢听 可今天遇到方寒 万宝感觉到自己的招数 宣然无用 难道真的是个人爱好 如果方寒真的是喜欢中医 亦或者是坚定的中医者 又怎么可能不和他辩论呢 不和他辩论 他又怎么能套出方寒的法子呢 方医生刚才说 中医有法子能治疗我这个病 万宝有点扛不住了 嗯 方寒点头 确定能治 确定能治 方医生不妨送来听听嘛 万宝挪了一下身子 尽量让自己靠坐得舒服了一些 没什么好说的其实 方寒笑了笑 方医生刚刚做了手术 还是好好休息吧 说了 方医生又不信 何必浪费时间呢 哼 万宝微微一笑 我不是不信啊 我只是不想看着方医生 冠冕堂皇的骗人而已 方医生竟然精通 肝切除手术和心脏手术 还是不要误入歧途啊 哪怕是个人爱好 也要培养一些 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爱好嘛 啊 终于是落后的伪科学 了解太多了 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也看风神演义 和戏游记 纯属个人爱好 方寒很认真地道 李俊贤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然后急忙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寒烟也是憋得难受 哪怕是田田 也是忍得很痛苦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第八百三十五集 H7 N9 万宝一阵咳嗽 呼吸又开始急促了起来 万医生 您还是好好休息吧 王浩博急忙上前 帮着万宝顺了顺气 万医生 您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方寒客气了一句 然后转身就走 李俊贤和海燕 甜甜两个女孩子 也跟在后面 出了病房 海燕再也忍不住 捂着肚子笑起来了 方寒回头 看了一眼海燕 海燕这才急忙止住 不过脸上的笑意 还是挡也挡不住 天儿 没想到方老师看上去 一本正经的 其实 怼起人来还是 您儿坏呢 方寒走在前面 海燕和甜甜走在后面 一边走 海燕一边低声 和甜甜说着话 老师其实是不想 和万宝争 甜甜替方寒辩解道 是不想争 可是比争还厉害呢 海燕对万宝 可是很了解的 万宝对起人来 那绝对是相当厉害 嘴皮子贼溜 言辞犀利 往往都是抓住 对方一点 对的对手 哑口无言 万宝这样的人 其实最不怕 和人辩论的 有理没理 他都能说出 一大堆的道理来 方寒刚才要是 和万宝辩论 万宝还真不怕方寒 奈何方寒 压根就没打算 和万宝多说 一直都是万宝说什么 方寒 点着头 很客气 刚才方寒 所作所为 从表面上来看 那是一点毛病 也挑不出来 可方寒的回答 就让万宝难受得不行 特别是方寒 最后那两句 我还看风神演义 和西游记 那简直就是 神来之笔啊 把万宝气得 背过气去了 万宝说 中医是伟科学 方寒就顺着说自己 爱看风神演义 和西游记 个人爱好 风神演义 和西游记是什么 就是神话小说吧 看个神话小说 个人爱好 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吧 还有 既然你万宝这么说了 中医是伟科学 方寒就索性 就自己把中医 和神话故事并列算了 神话故事什么的 那就是看个热闹 怎么治病什么的 自然也就不用讨论了 万宝靠在病床上 还打着点滴 虽然通过胸部穿刺抽气 万宝的肺气肿 算是得到了缓解 他现在的呼吸 也算是平稳了 可他的气管炎导致的咳嗽和哮喘 依旧存在 胸部还是有些胀闷 万医生 王浩博刚走 万宝的几位粉丝 就进了病房 还带着水果花篮 万医生 你没事吧 没事了 燕京医院的医生水平很高 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万宝笑着道 我就说 万医生肯定会没事的吧 就是 燕京医院的医生水平 那是相当厉害的 应该说是现代医学厉害 提出刚才燕京医院抢救万医生 用的是什么胸部穿刺 这要是中医啊 那 糖药没熬好 万医生可能就撑不住了 万宝的粉丝 他自然都是反对中医的 因而呢 这聊天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 特别是在万宝面前 粉丝们也都是投其所好 万宝苦涩地笑了笑 没有吭声 他的这个气管炎 西医要是真的能治好也就罢了 可问题是 已经那么多年了 这个病啊 是越来越严重 以前冬天的时候呢 也只是咳嗽 偶尔气喘 现在呢 已经发展为肺气肿了 更是越发的难缠了 而作为医生 体力 也是必须的 气管炎的患者 是最忌讳劳累的 到了严重的地步 别说干活了 就是走一段路 都有可能会气喘吁吁 身为医生 万宝对这个病的认识 要比普通的患者更加深刻 气管炎这个病 早期症状较轻 多在冬季发生 春暖之后缓解 而且病程缓慢 所以呢 不少气管炎患者 在早起都不太注意 晚期病边进展 并发 阻塞性的肺气肿时 肺功能受到损害 治愈的难度呢 就相当高了 气管炎呢 也算是国内常见的 多发病之一 多发年龄 在40岁以上 吸烟者明显高于不吸烟者 在我国患病 北方高于南方 农村 较城市发病率稍高 燕京属于北方 冬季 天气寒冷 气候干燥 再加上这几年的环境污染 冬天的空气质量很差 每年的冬天 对于万宝来说 那都是一个坎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多 这个病的危险程度就越高 特别是冬季 可以说随时 都有发病的危险 对于气管炎患者来说 扛过冬天 就能多活一年 老公 几位粉丝还没走 万宝的妻子得到消息 就急匆匆地赶来了 粉丝们见到 万医生的妻子来了 就不多呆了 纷纷起身告辞 你可是吓死我了 万宝的妻子这会儿啊 还是一身冷汗 作为万宝的妻子 他自然是最清楚万宝的情况的 万宝的爷爷和父亲 那都是死于气管炎 没有活过60岁 万宝的这个气管炎 算是遗传病了 事实上 因为家里有遗传病史 万宝又是学医的 他本人一直很注意这一点 不抽烟不喝酒 这几年更是很少熬夜 尽量减少接诊 30岁之前 万宝其实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过了35岁 这个病呢 就像是一只潜伏一样 突然就发作了 最初 万宝也只是偶尔觉得会气短 咳嗽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他咳嗽气短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了 现在每年冬天 对于万宝来说 那都是相当难熬的 没事 已经缓过来了 万宝轻声安慰着妻子 要不还是找中医看看吧 听说中医治疗这个病 效果还可以 万宝的妻子 再次老生常谈 万宝是中医反对者 可万宝的妻子 却并非医疗人士 也不是中医黑 前些年 受万宝的影响 万宝的妻子呢 其实对中医也没什么好感 可是随着万宝的气管炎加重 万宝的妻子 也经常打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劝说万宝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再说吧 再说吧 万宝缓缓闭上了眼睛 要是前两年 万宝的妻子这么说 万宝早就开口呵斥了 可到了今天 万宝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 西医无效 万宝自己就开始寄希望于中医了 人往往就是这样 原本自己寄予厚望的东西 不能挽救自己的时候 他的信念啊 其实就会开始逐渐地动摇 就像有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桥段 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患了癌症 甚至寄希望于中国的炼丹 为了炼丹 对方竟然不惜杀人 杀购金木水火土五行五位患者 来取其内脏炼丹 在不少人看来 这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按理来说是无神论者 是科学的忠实拥护者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相信愚昧的炼丹呢 可事实就是如此 当有些人真的是绝望的时候 他们会不择手段的 患者呼吸窘迫 休克 伴随高热 患医师重症肺炎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做一个血肠规和血生化检查 这会儿啊 风寒已经开始 参与另外一例急救了 从万宝的病房出来不久 急诊科再次送来了一位急症患者 呼吸窘迫导致的休克昏迷 参与抢救的不仅仅有方寒和王浩博 钱小林得到消息也迅速赶来了 患者白细胞总数低 淋巴细胞和血小板减少 这是感染性的肺炎 要尽快地送呼吸到标本 做一个核酸检测 钱小林给患者做了检查 查看过患者的血肠规报告以后 沉吟了一下 对王浩博吩咐道 钱主任 您怀疑是传染性疾病 王浩博问道 很有可能是传染性疾病啊 迅速给患者做一个核酸检测 取一下患者的血液标本 送到检测室 尽快确定是什么传染病毒 一边说着 钱小林还一边吩咐 参与抢救的人员都做好防护工作 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不要到处走动 说着话 钱小林看向方寒 小方 你是怎么判断 热毒拥肺 内壁外托 说着 方寒走到边上写了一个方子 我先看一个解毒 泄肺 意气固托的方子 避免病情再进一步恶化 好 那就按你的法子来 钱小林点了点头 现在钱小林对方寒的水平 那是十二分的信任了 在某些方面中医可能比不上西医 可在确诊方面 方寒这种中医高手的诊断 那还是值得信赖的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各种检查还没出来 患者的情况还不明朗 哪怕是钱小林 也只能先采取 初步的抗病毒的治疗 至于下一步 需要患者的各种检查结果出来 病情确诊以后才行 可对于方寒来说 他已经此时就可以来确诊了 护士急忙拿着方寒的方子去抓药 方寒同时也开了一个身负注射液 给患者静脉低注 虽然方寒已经开了方子 钱小林此刻依旧脸分凝重 以他的经验判断 患者极有可能是传染性疾病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种传染病 如果是新型传染病 那就相当麻烦了 钱主任 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 H7N9 就在钱小林担忧的时候 患者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钱小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同时吩咐道 暂时隔离病区联系一下院感科 对科室进行消毒处理 看看患者家属来了没有 顺便了解一下感染源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续白可可糖 第836集 建议中医 得知患者是H7N9 钱小林确实是 微微地松了口气 在患者没有确诊之前 她最怕的其实是出现 新型的感染病毒 H7N9是禽流感的一种 于2013年3月底 在户上和海岸两地率先发现 属于散发性传染性疾病 散发性指的是 零散出现的病例 并没有大面积的传染 因为H7N9禽流感 已经出现有几年了 因而钱小林对这个病毒 还是有所了解的 这种禽流感是一种 新亚型病毒感染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主要传播途径就是 呼吸道传过 一旦吸入被禽流感病毒 污染过的禽类分泌物和排泄物 就会被容易感染上禽流感 部分患者通过进食了 胃煮熟和胃煮透的禽类食物 而此时 这些禽类食物好像 也携带有禽流感病毒 也很容易患上H7N9禽流感 到目前为止 H7N9自然并没有疫苗 可也从未出现过 人传染人的现象 这才是钱小林 松了一口气的原因 未知永远比已知更为可怕 已知无论多么可怕 最起码医生们 已经有着相应的应对方案 如何防护 如何应对 如果是未知 那就真的是让人手忙脚乱了 哪怕这种未知病毒的 传染性不强 可在没有明确之前 任何防护措施都不算过分 钱小林听说前半年的时候 江州省医护院就曾经出现了一种 新型变异病毒的感染者 当时江州省医护院急诊科都临时关闭了 整整关闭了11天 至于江州省医护院最终是如何应对的 钱小林并没有深入了解 并不是很清楚 正想着钱小林突然想到方寒 就是江中市的 问 小方 半年前 你们江州省医护院 附属医院 出现过新型变异病毒的感染者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啊 方寒道 我当时就在医护院啊 你就在现场 钱小林一愣 这事啊 他还真不知道 当时方寒的名字虽然上了江州日报 可江州日报毕竟只是地方省份的报纸 也不属于专门的全国性医疗报纸 钱小林并不清楚 当时就是我负责治疗的呀 方寒道 钱小林嘴巴微张 他虽然不清楚具体的过程 可结果他是知道的 据说 当时发现的新型变异病毒 是一种类似于非典的病毒 传播性很强 死亡率相当高 国际卫生组织 也只是在沙特一些地方 发现过感染者 可医护院发现的几位感染病毒者 全部康复出院 治愈率可以说是100% 没想到竟然是方寒负责治疗的 钱准 患者的妻子来了 想见见你 钱小林还有一些发懵 王浩博已经走了进来 他刚才去负责通知院赶 还有询问患者家属情况去了 H7N9 目前来说 虽然已知的传染途径是勤累 可既然医院发现了感染者 还是要了解一下患者的感染源的 如果已知 燕京附近出现感染的勤累 那就要有关部门做好工作 避免更多的人群感染 患者的妻子 钱小林愣了一下 患者的妻子 是医科大医院的梅主任 王浩博补充道 怎么不早说 钱小林说了一句 对方还交代了两声 然后出了抢救室 抢救室外面 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女性 正站在门口 梅主任 钱小林走出了抢救室 一眼就看到了对方 急忙招呼 钱主任 梅淑琴急忙上前伸出手 钱小林和梅淑琴握了握手 道 没想到 患者竟然是梅主任的爱人 麻烦钱主任了 梅淑琴很客气 问道 我听说我爱人已经确诊了 是H7N9 已经确诊了 核酸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阳性 钱小林点着头 梅淑琴是医科大医院的呼吸科副主任 算起来也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她自然清楚 H7N9意味着什么 这种病症 虽然属于是散发性病症 但是 却起病急 病程早期 均有发热 咳嗽 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起病5到7天 出现呼吸困难 等重症肺炎相关表现 并进行性加重 部分病例可迅速发展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并死亡 钱书琴刚才已经听 王浩波说了 她的爱人是因为 急性呼吸窘迫 被送来 眼睛医院急诊科的 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的综合症 那这情况算是相当严重了 钱主任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参与治疗 梅淑琴问道 梅主任 是呼吸方面的专家 有梅主任参与治疗 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钱小林表示同意 要是别的医生 钱小林自然是不予理会的 非燕金医院的医生 参与治疗 出了事 谁负责 可梅淑琴则不同 一方面钱小林和梅淑琴认识 知道梅淑琴是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二一个梅淑琴又是患者家属 第三 医科大医院 那也是能和燕金医院比拟的 顶级三甲级医院 梅淑琴 这位呼吸科的副主任 排面还是挺大的 谢谢钱主任了 梅淑琴急忙道了声谢 作为医生 梅淑琴该了解的规矩都是了解的 钱小林同意她参与治疗 这是人情 梅主任客气了 钱小林客气了一下 然后对王浩博道 给梅主任拿一个口罩 王浩博急忙给梅淑琴拿了一个口罩 让梅淑琴戴上口罩 这才进了抢救室 抢救室内 方寒正在观察着患者的情况 H7N9这个新型的停留感病症 方寒是早就听说过的 可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患者 虽然中医治疗并不均拟于西医的一些病名称呼 可某些病的严重程度 病情变化 还是有助于医生参考的 这个病起病急 重症患者危险程度大 方寒还是清楚的 因而她也非常的谨慎 进了病房 梅淑琴急忙走上前 看着自己的爱人 患者这会儿配合养疗 挂着点滴 呼吸频率比较快 梅淑琴看了一下自己爱人的情况 然后询问钱晓琳 钱主任打算怎么治疗 梅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钱晓琴并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如果可以 我希望终于参与治疗 梅淑琴到 作为呼吸病的专家 梅淑琴不仅仅对这个病很了解 而且她也亲自治疗过这样的患者 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病例 普遍来说 H7N9的禽流感重症病人的 愈后并不算好 虽然H7N9型禽流感的死亡率 比H5N1型禽流感的病低 H5N1病死率60% H7N9病死率20% 但是禽流感患者的 愈后情况 普遍并不乐观 治疗后可能留有 后遗症的概率很高 如呼吸功能不全 甚至需要长期的养T带 也有的会有肾炎 脑功能不全 脑细胞死亡等 梅淑琴作为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同时又是患者家属 因而 她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治疗 还有愈后 钱小林文言点头道 我很赞同梅主任的意见 说着钱小林向方寒照了招手 对梅淑琴道 梅主任 我给您介绍一下 方寒方医生 中医方面的专家 对类似的呼吸性疾病 有着丰富的治疗经验 要是之前 钱小林或许还不会这么说 可是得知方寒 竟然是江州省医科大附属医院 事件的主治 钱小林刚才其实已经决定 把患者全权交给方寒处理了 江州省医科大附属医院 发现的感染患者 虽然是变异病毒 和这一次的H7N9患者 并不是同类型的病毒感染 可都属于呼吸道的疾病 无论是发病还是症状 其实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通俗地说 都属于是肺炎患者 而且从某方面来讲 医副院的感染患者 还更为严重一些 既然方寒能够治愈 医副院感染患者 那么眼前的患者 对于方寒来说 应该也能解决 至于方寒所说的 事情的真实性 以钱小林对方寒的了解 方寒绝对不会 在这种事情上撒谎的 而且以方寒的本事 他也没有必要 贸认别人的功劳 小方 这位是燕京医科大医院的 呼吸科的 梅淑琴 梅主任 梅主任是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同时也是患者的爱人 梅主任好 方寒礼貌地向梅淑琴点了点头 方主任好 方医生好 梅淑琴点了点头 表情却有点懵 钱小林这怎么回事 给她介绍了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医生 梅淑琴刚才之所以建议中医参与治疗 一方面 她确实清楚这个病的愈后 二一个 也是因为她清楚燕京医院 几位中医专家的水平 这要是别的医院 梅淑琴还真的不放心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 育后好 病发症少 这是事实 可这个病 却绝非任何一位中医都能来治的 梅淑琴可不会拿她爱人的生命开玩笑 如果在育后和生命之间做选择 梅淑琴自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 前主任方医生 汤药来了 梅淑琴还呆愣着 护士已经端来了 熬好的汤药来了 方寒走上前接过汤药 试了一下药性 这才到 给换着卫福吧 等等 梅淑琴急忙叫停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这就用药了 谭广平呢 杜云涛呢 薛文辉呢 中医科的一位专家都没到场 这算怎么回事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37集 会证 小方 等一等吧 钱小林喊了一声 然后回头 问梅淑琴 梅主任 还有什么建议 梅淑琴多少 有些尴尬 道 是不是 请中医科和呼吸科的人 一起做个会展 钱小林没有回答 直接看向了方寒 征求方寒意见 要是梅主任执意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患者低注身负注尸业之后 情况也还算稳定 方寒考虑了一下 回答道 对于患者家属的建议 医生都是应该慎重对待的 哪怕是不同意 也要说服患者家属 通知一下中医科 钱小林对王浩博吩咐了一声 然后对梅淑琴道 梅主任 您就是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我想呼吸科就不用通知了吧 医院科室会诊 往往也是分好几种情况的 一种是学习意义上的会诊 在已经有了治疗方案的情况下 针对一些罕见病症 或者是疑难杂症 科室内部组织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 加深对病症的了解 另一种是查漏补缺 在有大的治疗思路的情况下 对某些方面还有疑虑 这个时候 邀请一些相关方面的专家 查漏补缺 还有一种 就是并没有确诊思路 大家一起商议讨论 今天 梅淑琴的这个会诊 其实呢就属于第二种 最起码在钱晓琳看来是如此 梅淑琴提议会诊 很显然是不放心方寒的水平 这个时候邀请呼吸科 其实就没有多大的必要了 钱主任客气了 我这会儿早就乱了 梅淑琴嘴上这么说着 不过还是同意钱晓琳的建议 不过既然钱主任都这么说了 那呼吸科就不用麻烦了 我也知道 燕京医院的医生忙 病症会诊 什么时候会诊 该不该会诊 那绝对不是患者家属 可以决定的 梅淑琴很清楚这一点 钱晓琳对她客气 完全是看在大家是同行 她本人也算是业内的专家 这才客气 要是普通患者 该不该会诊 该请什么人 患者家属 怎么可能插得上话 多少患者住院 患者家属从头到尾 连主任都没见到 都不认识 作为患者家属 谁不希望给自己的亲人 找最好的医生呢 要是患者家属点名 让谁治疗 谁就治疗 那主任们还不忙死啊 患者有选择医生的权利 这是没错的 可这个前提 也是在你能选择的范围内 人家有的医生 你都见不到 你选择什么呢 中医科的人来得不慢 大概十分钟左右 中医科的专家就到了 来的人正是杜云涛 进了门 杜云涛甚至没有看到梅书琴 就首先开口了 我说前主任 方寒就在你们急诊科 你们这边还打电话 让中医科会诊 难道今天方寒没上班吗 宴建医院的中医科 还是相当有名的 而中医科参与急诊科 会诊的次数也不算少 不说每天吧 一周总有那么两三次 可自从方寒到了急诊科之后 这将近一个月啊 中医科基本上是很少接到 急诊科的会诊邀请 而中医科的几位主任 也都清楚方寒的水平 只要方寒在急诊科一天 他们确实不用操心急诊科 如果方寒都搞不定 他们去了 那也是棘手的病症 杜主任 边上的方寒急忙打了声招呼 杜云涛就惊疑了一声 小方在呢 美淑琴的脸色就相当尴尬了 他也是认识杜云涛的 杜云涛进了门 这两句话的意思 只要不是傻子 基本上都能听得明白 杜主任 钱小林也招呼了一声 然后就给杜云涛介绍 这位是 哦 梅主任 见过见过见过 钱小林的话还没说完 杜云涛就向梅淑琴 打了声招呼 都是燕京的专家 这么多年了 多少都见过几次 至于熟不熟 私交好不好 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梅淑琴作为女医生 先天上也是有优势的 哪怕以前没有打过交道 总不至于有什么矛盾吧 杜主任 梅淑琴向杜云涛 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尴尬地道 患者是我的爱人 我也是关心则乱 所以特意让钱主任 请杜主任过来把把关 这话就是客气话了 杜云涛并不较真 看向患者 问道 什么情况 H7N9 禽流感 钱小林说了一句 杜云涛文言也不多问了 走上前 检查患者的情况 H7N9是个什么情况 杜云涛多少 心中也是有数的 这会儿患者呢 正在打点滴 还带着氧气罩 杜云涛也没去摸脉 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 然后问方寒 小方 你是什么看法 热毒拥肺 内壁外脱症 杜云涛就清楚了 这是重症了 热毒拥肺 是指热血拥至于内 导致肺气臂结 而形成的一种争吼 内壁外脱症 是指热线心包症的进一步发展 是由气影两繁 向功能衰竭转化的过程中 形成的微重症 对于方寒的判断和辩证 杜云涛还是很相信的 既然方寒已经有了结论 想来也是有了法子了 这么想着 杜云涛下意识地一扫 就看到了边上的药汤 已经开放了 嗯 方寒应了一声 从实习到现在 因为年龄问题被人质疑 方寒已经习惯了 倒也不生气 人常说 若要公道 打个颠倒 换位思考 如果方寒是自己的患者家属 他也是不会轻易信赖 年轻医生的 相应来说 年轻医生中的高手 毕竟是少数 天才毕竟是少数 并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遇到的 杜云涛走过去 端起汤药 轻轻地闻了一下 生大黄 全瓜尾 草亭栗子 生石膏 人参 宣白成器汤渣碱 同时配合 身负注射低液 静脉注射 方寒道 杜云涛不愧是杜云涛 单单这么一闻 就闻出方寒用的是什么方计 单单这一手 现在很多中医人都做不到 解毒解肺 一起脱雇 这个方子非常好 怎么 话说了一半 杜云涛就猜到原因了 改口道 就按照这个方子用吧 方寒的水平 钱小林是清楚的 那么这个汤药 为什么不用 杜云涛就很好猜了 梅淑琴 信不过方寒 万宝被抢过来 稳定之后 就转到了急诊课 刘官室 正在刘官室 陪着妻子说着话 万宝就察觉到了 外面的动静 这是出什么事了 万宝的爱人 站起身 就走到病房门口 看了一眼 然后走过来 道 万宝的爱人 虽然不是医生 可有一位医生的丈夫 他也算半个内行了 怨感科消毒啊 万宝眉头一皱 好端端的 怨感科为什么会消毒呢 眼睛医院急诊科 出现传染病了 想到这儿 万宝就有些待不住了 作为医生 万宝自然清楚 传染病的可怕 要是新型病毒 那就更麻烦了 眼睛医院急诊科 虽然没有通知 也没有封闭 可通知怨感科消毒 这个病毒 绝对不容小觑 要是平常 万宝还不是很担心 可他现在是患者 还是气管炎 气管炎这个病 最忌讳的就是感冒发烧 一旦感染病毒 其他患者或许还能抢得回来 但气管炎患者 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了 想到这儿 万宝就对妻子道 去叫一下医生 出院吧 万宝的妻子也没多说 站起身 出了病房 去找医生去了 不多一会儿 王浩博跟着万宝的爱人回来了 万医生要出院啊 王浩博还是很客气 不管怎么说 万宝也是烧伤领域的专家 在医疗领域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 这样的人 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我想回水潭医院 那儿的条件好 情况也熟 疗养也方便 万宝道 那也好 我这就去给万主任 去办理出院手续 王浩博也没有强求 万宝说的也是实情 水潭医院是私立医院 环境确实好 当然费用也高 万宝自己就是水潭医院的烧伤主任 去了住院费方面是不用考虑的 医生护士也绝对会尽力地来照顾 唯一的缺点就是水潭医院 属于烧伤专科医院 对呼吸病方面并不擅长 王总 冒贝地问一句 是不是出现什么传染病了 我看阅感科在消毒啊 万宝第一声问着 H7N9 患者是万宝 王浩博也没有什么隐瞒 普通患者的话 这个病了解不多 听过去可能会恐慌 可万宝好歹是业内专家 虽然不是呼吸专科 却不像其他人那样 严重吗 听到是H7N9 万宝确实松了口气 他最怕的就是新型病毒 要是新型病毒啊 急诊科封锁那就麻烦了 H7N9的话 确实还没有出现过人传染人的现象 燕建医院急诊科这边 消毒也不过是谨慎而已 重症 呼吸窘迫综合症 房医生正在负责治疗 王浩博道 方寒 万宝脸上不动声色 心中却吃惊不晓 这种重症 燕建医院急诊科这边 竟然也放心交给方寒 对 就是方医生 王浩博 原本并不打算多说了 想了想又补充道 患者 是医科大医院呼吸科 美主人的爱人 美主人建议中医治疗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医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医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续白可可堂 按说这样的话 王浩博都是不应该说的 不过考虑到万宝的身份 王浩博还是多说了句 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 王浩博自然也不例外 万宝对中医的态度如何 王浩博是不怎么操心的 反而是万宝烧商专家 这个身份 才值得王浩博重视 有机会王浩博自然也是愿意 在万宝面前卖个好的 身为医生 收入不算高 工作忙 压力大 如果不是奔着更高的职称 亦或者是更高的地位 很多人其实都是坚持不下来的 对于大多数的小医生来说 医生这个身份 也确实能够认识一些 其他人认识不到的人 工资不算高 工作又忙 要是还不合群 那就真的太苦了 毕竟不是每一位医生都很天才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系统 可以和方寒一样 如果真的能和方寒一样 那也是真的不怎么需要看人脸色 也不要刻意地去结交什么人了 水平到了方寒这样的地步 一般人是真的没办法为难方寒了 反而是有不少有钱人 要是知道方寒的能耐 都会顺便去巴结的 人都惜命 越是厉害的医生地位越高 你不求人 自然有人求上门 梅淑琴啊 万宝问了一句 梅这个姓氏也不是怎么多见 眼睛一颗大医院姓梅的主人 除了梅淑琴 也不会有第二位了 啊 正是梅淑琴梅主人 王浩博点了点头 万宝眉头微皱 梅淑琴他自然是知道的 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而且万宝 让梅淑琴给他看过病的 H7N9说穿了其实也算是呼吸方面的疾病 这样的患者 梅淑琴这位呼吸病专家 绝对没少遇到过 可作为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自己的爱人生病 梅淑琴却建议中医治疗 万医生 你等一下 我这就去给你办出院手续 该说的 王浩博说两句也就是了 没必要多说 等一等 看着王浩博要走 万宝急忙喊了一句 万医生还有事吗 王浩博客气地问 我觉得还是在燕京医院 多住两天的好 所以他医院毕竟不是呼吸科专业医院 这个在治疗方面呢 怎么能比得上燕京医院呢 说话的时候 万宝并没有尴尬的表情 作为知名的喷子 万宝的脸皮自然是相当厚的 要是脸皮不厚 他也没办法靠着喷人活起来 要知道 你喷人 别人也会喷你 万宝喷人厉害 可他的微博里面 诅咒他的人也不少 他要脸皮不厚啊 早就气死了 行 那万医生 您就先休息 我先忙去了 王浩博点了点头 目送着王浩博离开 万宝还是依旧眉头紧锁 梅淑琴 建议中医治疗的这件事情 对万宝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万宝这么多年 始终都是反对中医的习先锋 是出名的中医黑子 人常说 想要取信别人 首先要取信自己 不管万宝 最初黑中医的初衷是什么 这么多年坚持下来 万宝对中医确实是缺乏信任的 要不是这一次生病 看了很多西医没什么效果 万宝是绝对不会动摇信念的 可即便是动摇 万宝其实也只是存了一丝 试一试 读一读的心思 死马当活马医 中医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 依然是和从前一样 就像是烧香拜佛 很多人都知道鬼神是不存在的 可还是有很多人去烧香拜佛 求菩萨保佑 在万宝的心中 中医好像是菩萨 可梅淑琴竟然建议中医 参与治疗自己的爱人 这就让万宝有些动摇了 梅淑琴可是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而不是普通的医生 这么一位专家 自己的爱人患了肺炎 患了呼吸窘迫综合症 他却建议中医治疗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梅淑琴本人是认可中医的 二位对中医很信赖 要不然梅淑琴 怎么可能让中医治疗他的爱人 H7N9 禽流感 万宝还是了解一些的 死亡率并没有H5N1型 禽流感高 因梅淑琴的水平 难道一不好 不优得万宝就想起了 自己以前看过的帖子和论文 H7N9 患者愈后普遍不好 并发症极多 后遗症也很多 就像当年的非典患者 很多患者虽然治愈了 可后续的生活质量并不好 普通人或许没有渠道了解 可万宝绝对是知道的 老万 万宝的妻子唤了一声 又劝道 万宝没吭声 依旧皱着眉头 患者的情况目前来看还算比较平稳 呼吸困难好像有所减弱了 抢救室 服了药之后 钱小林和方寒 还有杜云涛等人 在抢救室等候了一会儿 观察着患者情况 目前来看还算稳定 梅淑琴点了点头 然后道 杜主任前主任 还有方医生 你们就先去忙吧 我在这照看着 有情况我通知你们 钱小林点了点头 患者的情况比较稳定 他们也就没有必要 一直留在边上了 毕竟医院的患者众多 医生们不可能围绕着 一位患者转 倘若不是看在 梅淑琴的面子上 患者服了药以后 钱小林就走了 留护士观察情况就可以了 有情况 医生们可以随时赶到 走出抢救室 杜云涛这才笑着道 梅淑琴竟然还信不过小方 小方刚才开的方子呀 即便是让我开 我都开不出来 小方毕竟是年轻人嘛 现在的人看人 还不都是看脸吗 钱小林笑了笑 也是 杜云涛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向方涵告辞 小方 那我就先走了啊 有空也来终一课转转吧 这一段时间都不见你 我和谭主任都很想你 想小方也没见老谭过来 看看小方啊 简小林呵呵笑道 杜云涛打了什么主意 她是心知肚明 我会的 方涵笑着 对杜云涛道 对了 这两个女孩子是 杜云涛都打算走了 这才注意到 跟在方涵后面的海燕和甜甜 前一阵啊 去燕京中医大讲了一堂课 他们都是燕中医大的学生 呃 没课过来掌掌见识 方涵解释道 掌掌见识啊 杜云涛笑了笑 这掌见识是假 来跟着方涵才是真的吧 这是罪功之义 不再久啊 要不然 燕中医大那么多学生 为什么就来了两个女孩子长见识 没见一位男同学啊 想到这儿 杜云涛又想起了龙亚新的事 问道 听说你女朋友受伤住院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龙亚新的事情 杜云涛和谭广平都听说了 总想找机会问一问 看一看 可就是抽不出时间呢 这有时候啊 距离越近 越不容易想起 想起来的时候吧 可能正忙着 闲了吧 又可能忘了 就好像旅游一样 很多人把外地的一些景点都逛了 可是连自家城市的一些景点 却从来没去过 不是不想去 就是觉得挺近的 随时都可能去 却反而总是抽不出时间来 哦 已经好很多了 风寒笑着道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杜云涛笑了笑 老师竟然有女朋友了 边上的海燕 凑到甜甜的耳边 低声道 老师这么优秀的 有女朋友 不是很正常吗 甜甜低声回道 不过眼中 还是有些小失望的 到了下午 万宝已经感觉好多了 除了胸还有点闷 依旧咳嗽 倒也能走动了 气管炎这种病啊 就是这样 犯病的时候非常严重 呼吸困难 好像随时都有可能 喘不上气来 可一旦缓过来 很快就能自己走动了 觉得好了一些 调频也打完了 万宝就下了床 出了病房 在燕京医院急诊科溜达 也不让妻子陪着 万医生 万宝正一个人溜达着 就遇到了王浩博 万医生怎么出来了 哦 病房太闷了 次来攥一攥 我让人给万医生 拿个口罩吧 急诊科人多 基本上都是患者 现在这个时候啊 流行感冒非常重 要是感染了就麻烦了 每年冬季 都是流行感冒泛滥的时候 天冷各大医院的诊室 也都是感冒发烧的患者 急诊科这边呢 也不例外 谢谢王总了 万宝笑了笑 问道 对了 不知道方医生 这回在哪 我能不能 跟在方医生后面 看看方医生 怎么治疗的呀 哦 方医生啊 这会儿在三号诊室呢 我带您去吧 王浩博笑了笑 路过护士 给万宝 要了一个 一次性的医疗口罩 让万宝戴上 亲自 带着万宝去了诊室 医院这种地方 走廊等一些地方 患者和患者家属 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可诊室抢救室等地方 患者和患者家属 就不能随意参观了 只不过 万宝并非一般患者 哪怕是钱小林 也要给万宝几分面子 王浩博 也就没把万宝 当作是一般患者对待 进了诊室 方寒正在给患者诊脉 听到有人来了 抬起头看了一眼 方医生啊 万医生想跟在您后面 看一看您的治疗 不知道方便吗 万宝戴着口罩 冷不丁 方寒还真没认得出来 王浩博这么一说 方寒这才认出是谁 点头道 跟着可以 不能乱插嘴 万宝要是作为患者 方寒自然是愿意容忍他 也不想跟他多计较 可如果不是患者 那么方寒就没什么容忍度了 这边方寒正在治疗 万宝来一句中医骗人的 那方寒是治病呢 还是和万宝辩论呢 因而 方寒要先说清楚 先说想 后不嚷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39集 神水上 方医生放心 我只是看看而已 万宝急忙表态 再如何坚持的人 在死亡面前 都会放下属于自己的矜持 万宝也是一样的 有句话叫做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掉泪 可对万宝来说 他此时 等于已经见到了黄河 也见到了棺材 就剩下最后一步 往进跳 或者是往进躺了 万宝万一生自然是不想跳 也不打算往进躺 那么他能做的 也只有乖乖听话 其实万宝也看得出 方寒应该是不怎么再见他的 从这一点 之前谈话就能看得出来 如果方寒真的是 是无所谓的态度 那会儿反而不会让他感觉到难受 当然 这一点也是方寒走了之后 万宝才想明白的 方寒也不吭声 继续给患者诊着脉 患者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陪着患者一起来的 还有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 方寒一边诊脉 一边问着 什么症状啊 我们黄河 患者还没说话 边上的青年就急忙插嘴 只不过话只说了一半 被中年人的眼神给吓回去了 不过从青年的称呼 也能看得出来 中年人应该是一个小领导 哎呀 医生啊 我全身发热 口干舌子 头也晕 刚才啊 在分阵台量个体温 三十八度六啊 黄军盲一边说着症状 一边下意识地舔了舔舌头 黄军盲是 燕京部委的一位科技干部 一位科长在燕京这样的地方 真的不算是什么 燕京作为首都 干部那都是全国最多的 别说科长 就是处长在燕京这样的地方 也绝对是一抓一大把 不过 黄军盲这个科长 却是实权部门的 在燕京不算什么 可 外地来了干部 还真没人敢小看黄军盲 就是外地的一些父亲 见了黄军盲 那也是客客气气的 不过在燕京医院 黄军盲可不敢抖威风 燕京医院这个地方 水可是很深啊 哪怕是一位普通的医生 也极有可能会接触到大领导的 所以黄军盲来看病 就不想被人说破身份 小科长在燕京医院 那真的算是小的 不能再小了 病了几天了 病了有两三天了 吃了退烧药和感冒药 效果不大 退烧药吃了之后啊 也只是暂时退烧 过一阵又开始发烧 而且头晕出汗 就感觉身子和火炉子一样 方寒松开黄军盲的手腕 万极陈树 这是阴火大炙 而肠胃燥热 最近胃口怎么样 没什么胃口 吃饭也吃不下 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 冰淇淋算吧 我特别想吃冰一些的东西 方寒一边问 一边提笔写了一个方子 方子写好 方寒正打算交给黄军盲 就微微地沉吟了一下 问 有时间住院吗 要住院吗 黄军盲问 你这个病啊 比较严重 一剂药啊 是肯定不可能治好的 明天还要来 最好呢就是住院 服药之后我看看效果 可以随时地调整方剂 可以的 我可以住院 黄军盲点头 他是公务员 而且是科长 住院是可以报销的 所以呢 并不心疼住院费 至于请假什么的 那就更没什么问题了 去办一个住院手续 然后暗方服药 方寒把方子递给了李俊贤 对李俊贤吩咐到 李俊贤点了点头 正打算往处走 方寒又到 看看万医生边上 还有床位吗 就安排患者 住在万医生的边上吧 方便万医生观察 明白了 方医生 李俊贤点了点头 跟了方寒这么几天 李俊贤多少对方寒 还是有所了解的 方寒这个人呢 对患者呢 是真的没得说 就绝对不给患者 用跪养 能不住院 方寒就绝对 不会安排住院 刚才李俊贤 都看出来了 这位患者其实是可以不用住院 开方之后 最多就是明天再来就是了 在自家家里住一晚 和在医院住一晚 那可是截然不同的 医院的病床 那可不是免费的 原本李俊贤还有些纳闷 方寒这么一说 李俊贤就明白了 方寒这么安排 是为了万保 而且患者的身份 李俊贤也能猜得到 刚才跟着患者来的青年 都说破了 什么科长 这样的患者也不在乎 让住个院 万保说到做到 虽然他一度的疑惑 可刚才承诺了 只看不插嘴 这会儿啊 万保也就憋着 而且万保也猜出来了 方寒 让这位患者 住在他边上 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诊事 方寒 又诊治了几位患者 不过都是开了方 让患者回家 住院的 再没有了 吃午饭的时候呢 方寒来到龙亚心的病房 进了门 就看到张小泉 张小泉 在边上 很显然被龙亚心训过了 原本的女硕士 也不见人了 小护士这会儿呢 也不在了 想来也是去吃饭了 看到方寒 张小泉就像是 看到了救星 急忙道 师傅 您可来了 快吃饭吧 今天怎么舍得来了 方寒好笑地 看了一眼张小泉 张大少算是 被龙亚心 治得服服帖帖的 再不来啊 我怕我被龙姐姐吃了 好心帮她找一个 照顾她的人 还不领情 张小泉告着状 师傅 您可要好好管一下 龙姐姐 这样下去可不行 话说了一半 张小泉就看到 方寒的眼神 急忙闭嘴 这一对啊 他都惹不起 饭菜摆放好 方寒和龙亚心 还有张小泉 一起坐下吃饭 张小泉 也是没吃饭过来的 送来的饭菜呢 也有他的一份 一边吃着饭 方寒一边问道 这几天外面的雪化了没有啊 没有 玉泉山昨天晚上 还下了一场呢 雪挺大 最近啊 京城的气候 真是冻死个人呐 张小泉吐槽着 问 师傅 你们这个干嘛 是不是要打算出去啊 哦 没事 就是随便问问 方寒继续吃饭 张小泉那个郁闷啊 这几天 他在燕京都无聊死了 外面冷 哪儿都去不了 燕京也没几个熟人 要不是不放心龙亚心 他早就回江中了 这要是别的公子哥啊 那在燕京绝对闲不住 可张大少呢 就喜欢打架 燕京有的人不敢打 有的人不能打 那简直太憋屈了 还是他的武林峰给力啊 没事打一架 全身舒坦 你是那个谁 风寒去吃饭了 万宝也回了病房 上了病床 万宝把口罩摘了 旁边的黄军盲 就认出了万宝 万宝 万主任 你好 万宝向对方点了点头 原本住在普通的刘官市 万宝还有些不习惯 准备找机会看看 有没有特需病房什么的 现在 方寒安排了这么一位患者 在他边上 万宝 却不好换病房了 万主任 也在燕京医院住院呢 黄军盲态度不错 刚才在诊室 他还没认出来 这会儿啊 倒是认出来了 万宝在燕京 可算是名人了 远不是黄军盲 这位小科长可比的 黄军盲这样的 也就是一些外地人 面前兜兜威风 燕京本地 那还是怂一些的好 万宝可是和不少 处级 厅级都有交情的 同时 万宝也有着 自己的律师团队 了解万宝的人都知道 万宝是最喜欢 和人打官司的 无论是喷人 还是被喷 那都离不开官司 有些脾气暴的人 还会和万宝 口头上较劲 当然 万宝也不怕和人打官司 每一次和别人打官司 对于万宝来说 都是热门 所以万宝这样的 是不少人都懒得招惹的 也不愿意招惹的 万宝并不认识黄军盲 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就上了病床上 靠在病床上发呆 下午也没有再去看 方寒给别人治病 下午六点 白伴的医生们都陆陆续续 准备下班的时候 方寒来了 进了病房 方寒直接来到黄军盲的病床边上 问道 感觉怎么样了 吃了药 心里面舒服多了 也没有那么心烦了 头也没那么晕了 不过还是感觉到身体滚烫啊 方寒坐在病床边上 给黄军盲整了个脉 做了一个检查 然后一伸手 海燕急忙把一个保温瓶递给了方寒 把里面的东西喝了 黄军盲接过保温瓶 拧开瓶盖往里看了看 看上去里面就是清水 没什么颜色 就问医生 这是什么呀 省水 喝了就好了 试试看 方寒道 我说你个小医生 真会开玩笑 黄军盲笑了笑 也没犹豫 端着保温瓶 先试了一下 里面的水并不烫 反而很凉 有一种惊人心脾的感觉 只是试着喝了一小口 黄军盲就有些止不住了 好像遇到了什么穷江玉叶 端着保温瓶 咕咚咕咚的一口气 把保温瓶里面的水 喝了一半 这才意犹未尽地 舔了舔嘴唇 舒服啊 简直太舒服了 果然是深水啊 说了一声舒服 黄军盲端起保温瓶 继续喝 一直把里面的水喝干 这才把保温瓶 递给了方寒 哎呀 果然是深水啊 太爽了 边上的万宝 看得眼睛都直了 他下午和黄军盲 一直在一起 黄军盲什么状况 他可是看得真真切切的 现在 一保温瓶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喝下去 对方很显然 松了不少 方寒刚才说的是神水 万宝自然知道方寒 是故意这么说的 这世上 哪有什么神水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续白 可可糖 第八百四十集 神水 中 来 都起床了 量体温了 早上六点半钟 刘官室的灯 就被护士打开了 护士走进刘官室 挨个给床位 分发体温表 都量一下体温 半个小时之后 我来收 分发了体温表 护士就离开了 也不多做停留 这种病房就此麻烦 万宝睡得正香 就被护士吵醒了 禁不住抱怨了一阵 人家护士都是 六点半量体温的 七点过来收体温表 八点钟 人家晚班的 就要下班了 下班之前 还要了解患者的情况 很忙的 边上一位 已经住了 大半个月的患者 替护士们说这话 万宝自己就是医生 自然清楚流程 各大医院 基本上都是 差不多的情况 早上八点交接班 在交接班之前 晚班要把患者情况 了解了 体温是必须的 六点半分发体温表 这个点呢 并不仅仅是 燕京医院如此 刚才万宝呢 也只是睡得正香 吐槽两句罢了 夹一下体温吧 万宝的妻子 把体温表拿起来看了看 确定没问题 这才交给了万宝 万宝夹上体温表 还有一些迷迷糊糊 继续躺在床上 不知不觉地 快睡着了 突然 边上响起一个声音 烧退了 我的烧退了 这个声音就在万宝的边上 万宝顿时被惊醒了 睁开眼一看 这才发现 隔壁床的 黄军芒 这一下万宝是彻底地 睡意全无 急忙坐起身来 体温表给我 万宝的妻子喊道 万宝把体温表 递给妻子 然后又看了向了 黄军芒 你的烧退了 烧退了 三十六点七度 黄军芒兴奋地道 哎呀 我昨晚就觉得 不那么难受了 晚上睡得也更好了 没想到这一觉起来啊 烧彻底退了 晚上睡前 护士还量了一次体温 那个时候 黄军芒虽然也感觉到 舒服了不少 可体温呢 还在三十八度 没想到一觉睡起来 这体温就彻底正常了 这会儿什么感觉啊 万宝急忙道 感觉很好 很精神啊 头也不晕了 说着 黄军芒还下了病床 站起身 走了两步 惊喜地道 真的好了 简直神了 难道昨天给我喝的 真的是神水啊 一边说着 黄军芒的肚子 突然叫了两下 这是饿了 黄客 你饿了吧 我这就去给你买早点 昨天 陪着黄军芒 一起来的青年 也整整陪了 黄军芒一晚上 听到黄军芒 这会儿肚子叫 急忙道 去吧 买点豆浆和灌汤包啊 说着 黄军芒还问了万宝 万主任吃什么 我让一起烧回来 不用了 谢谢 我再会儿还不饿啊 万宝摇了摇头 按说 看着黄军芒 恢复得这么好 他应该高兴才对啊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心中啊 有点堵 方医生早 方医生早上好 早上七点五时 方寒很准时地到了科室 这两天 方寒都是早上先去的 龙雅兴的特需病房 和龙雅兴一起吃过早点 然后才来急诊科 所以呢 比起往常要晚一些 方医生 方老师 方老师 李俊贤这一会儿也到了 不仅仅李俊贤在 海燕和田田今天也在 而且来得还比较早 看到了方寒来了 几个人呢 急忙打招呼 查房吧 方寒说了一声 然后 去换了衣服 这才和李俊贤 一起去了刘关市 进了病房 方寒还没来得及说话 黄军芒就急忙到 方医生 方医生 我稍退了 现在什么感觉啊 方寒问道 哎呀感觉彻底好了 头也不晕了 也不烦闷了 身子也感觉轻松了 对了 我刚才还吃了三个灌汤包 喝了一份豆浆 坐好 我给你整个脉 方寒 在病床边上坐下 伸手给黄军芒 整了个脉 做了个检查 然后道 嗯 恢复的还可以 就是身体啊 有点虚 呃 我等会儿啊 给你办出院手续 再给你开个方子 回去吃上三天 好嘞 谢谢您方医生 黄军芒 痛快地答应着 同时还感谢着方寒 他这个病好几天了 吃过药 也让单位附近的医生看过 越来越重了 这才来了眼睛医院 还没挂到号 所以来了急诊课 谁想到 方寒看了一剂药 昨天呢 又让他喝了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神仙水 他这一晚上啊 彻底好了 简直是神了 客气了 方寒礼貌地笑了笑 方医生 您昨天晚上 让我喝的什么水啊 黄军芒很是好奇 而且他还有些意犹未尽啊 昨晚喝的时候 他真的是没喝出来 是什么水 那晚上喝上去冰凉 好像还有一股子甘甜 喝进去 整个人瞬间都舒服了 就像是大热天 喝了一瓶冰镇啤酒一样 舒爽 就是神水 不要钱的 方寒笑了笑 行了 既然好了呀 什么灵丹妙药对你也没什么用了 准备一下 半个小时以后 找李医生 办出院手续 说着话 方寒 然后转身 看一下万宝 万医生感觉怎么样啊 万宝昨天是方寒接诊的 按照手诊负责制 方寒呢 也是万宝的主治医生 当然 昨天和方寒一起的 还有王浩博 只不过王浩博呢 是住院总 住院总责任大 压力重 每一位患者呢 都要负责 原则上是没有具体的 负责患者 王浩博一旦有遇到自己 处理不了的情况 还是要请上一集的主治医的 昨天给万宝治疗的时候 在场的医生中 方寒呢 算是级别最高的 当然这个级别呢 属于是默认级别 所以万宝的主治医 其实还是方寒 感觉好多了 就是还有点咳嗽 偶尔气短 胸部呢 还有点憋闷 体温量了没有啊 微微有点低骚啊 万宝道 我看看 方寒走上前 给万宝做了一个体格检查 用听诊器 听了一下呼吸 然后看了看舌苔 这才到 情况还可以 万医生是打算继续住院治疗呢 还是回家治疗呢 方医生 你不给我整个卖啊 万宝道 没必要 方寒客气地回答道 万医生的情况我很清楚 如果万医生不用我的法子 再整卖 我也没辙 等会儿啊 让你医生给你开点药吧 方医生 如果我愿意用你的法子呢 万宝道 好吧 方寒一伸手 海燕从背后拿出一个保温瓶 方寒伸过手 然后把保温瓶递给了万宝 里面东西喝了吧 万宝 看着方寒递过来的保温瓶 目瞪口呆 这个保温瓶他认识 昨天晚上 黄军芒就是用的这个保温瓶 方寒这是连瓶子都没换的 这又给里面加了什么深水啊 看着万宝的样子 海燕又偷偷地拿出手机 开始录像了 方医生 你这要告诉我这是什么吧 万宝苦笑 他倒是不介意 这个保温瓶是昨天黄军芒用过的 方寒作为医生 哪怕拿着同一个杯子 也绝对会提前消毒 这一点万宝还是放心的 可问题是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啊 深水啊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呀 方寒伸手一指黄军芒 万医生你也看到了 五号床昨天下午喝了之后啊 今天就已经好了 万准 喝吧 效果可好了 黄军芒并不清楚 方寒和万宝之间的事情 也没有深想 方寒是中医 万宝反对中医这一场 他只知道 他昨晚喝了一种什么神水 一晚上就好了 想起昨天晚上那水什么味道 这会儿啊 黄军芒都有些口渴了 万宝看到方寒 确实没有解释的意思 也不问了 拧开瓶盖 看了一下 里面都是红彤彤的液体 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万宝倒是没有像黄军芒那样 端着保温瓶就喝 而是给瓶盖里面倒满 然后端起来 喝干 不是很烫 温度刚刚好 味道有点甜 哎 红色的 昨晚我怎么记得 我的是没有颜色 难道天黑看错了 黄军芒 还有一些惊讶 端着喝吧 不烫的 方寒提醒了一句 万宝这才端起保温瓶 一口气喝了一大半 缓了一小会儿 万宝又端起保温瓶 一口气把剩下的红色液体喝干 说来也怪 等到把保温瓶里面的红色液体喝完 稍微没过一小会儿 万宝就感觉胸部的憋闷 减轻了不少 连呼吸都好像也通畅了 汪医生 瓶子还给我吧 方寒提醒道 万宝这才把瓶子还给了方寒 又忍不住问道 方医生 这究竟是什么呀 水水啊 方寒解释道 万医生也可以理解是 这是我的祖传秘方 拍摄视频的海燕 都差点忍不住笑出声了 别人不知道什么 他和田田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事实上 今天万宝喝的这个东西 还是海燕和田田今天早上起来才弄好的 等温都差不多了 装在保温瓶里面拿过来的 为了这瓶神水啊 海燕和田田昨晚都没有回学校 那方医生 我这个还要喝几天啊 方寒说了秘方 万宝就不好再问了 他虽然黑中医 却也知道中医的秘方意味着什么 秘方就是盖部外传的秘密方子 放在以前 内属于是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的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医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医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一集 神水 下 说来也惯 自从喝了方寒所说的什么神水 一上万宝都感觉到胸部很舒服 也没有往常气短的感觉了 就是咳嗽啊 好像也减轻了不少 对于气管炎患者来说 咳嗽 气短 只是症状 胸部憋闷难受 这也是相当熬人的 可万宝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 不仅仅是万宝 万宝的妻子也能察觉到丈夫的变化 老万 你看上去真的好多了 万宝在病床边上坐着扩胸运动 点头道 我确实感觉到好多了呀 方寒究竟给我喝的是什么 同样喝的是方寒的神水 黄军芒就不纠结 究竟喝的是什么 他自己已经出院了 可万宝却一直纠结着 一方面 因为万宝是医生 他的求知欲比起其他的患者就强不少 再者 万宝这个病属于慢性病 和黄军芒的病不同 黄军芒的病好了 那就是彻底好了 和万宝这个病却不同 现在是好了 可究竟好到什么程度 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呢 还只是暂时的呢 什么时候会再犯呢 还是真的痊愈了 说起痊愈 万宝自己都是不相信的 真要一痛水就能喝好了 那就真的是神水了 吃过午饭 王浩博来了 手中还提着一个保温瓶 万医生 王左 万宝看着王浩博手中提着的保温瓶 都不知道自己是该哭 还是该笑了 要说该哭吧 他喝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神水 那现在呢 已经感觉好多了 病是自己的 身体也是自己的 病好了 身体好了 这自然是该笑的事情 他要说该笑吧 到了现在 他都不知道方寒给他用的什么方子 最主要的是 方寒一直对他说 这是什么神水 每次听到神水这两个字啊 万宝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就好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他以前总是反对中医 说中医是伪科学 甚至把中医和封建迷信并列 现在可好了 方寒就用这个神水来给他治病 你说了是封建迷信 我用的就是神水 至于有没有效果 你自己来感受 万医生 感觉怎么样啊 好多了 胸也不憋闷了 丧物呢 也没有气短的感觉了 就是偶尔还咳嗽啊 万宝道 吃过饭了没有啊 刚吃过 王浩博就把手中的保温瓶 递了过去 方医生说 万医生喝过这次 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了 万宝有些不解 方医生的意思是 我这算是痊愈了还是 王浩博笑着道 万医生 您觉得痊愈了可能吗 万宝自己都笑了 这个病啊 要是真的那么容易痊愈 那就好了 他刚才还想着 真要能痊愈啊 那真的就成了神水了 那后续的治疗 方医生说了 这个神水呢 也只有那么多了 想要啊 也没有了 连续两次 今年冬天 万医生应该不会再严重了 至于明年 那明年再说 啊 今年好了 明年再说啊 万宝这个郁闷呢 对 方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王浩博的 我也私下问了方医生 方医生说 这个法子很有用 只不过呢 这个病啊 想要痊愈 却不是那么简单的 每年都服两级坚持下去 痊愈呢 还是很有可能的 王总 这个到底是什么 万宝问 王浩博摇着头 我还真不知道 这都是方医生带来的 也没有登记 也没有记录 准确地说 这个药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啊 万宝目瞪口呆 这个药的效果 他已经贴身体验过了 不说痊愈 即便是能缓解 这个药也绝对算是 价值万斤了 对多少支气管炎患者来说 冬天是最难熬的 如果有了这个药 每年冬天喝上一些 扛过冬天 基本上就能平稳 再过一年 这样的药要是拿出去 几万块钱 绝对有人抢着买 现在 王浩博博说是免费的 对了 早上的时候 方寒给隔壁的 黄军芒 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说不收钱 这么好的药竟然不收钱 对 方医生说了 不收费 神水 心诚则灵 万宝文言叉叉气吐了 这是故意针对他呢 王医生 打开就喝吧 方医生这个保温瓶呢 是特制的 真空的 这个神水啊 不能长时间放置 不能被污染 王浩博也不知道 是不是故意的 还是方寒真的这么交代 他继续道 方医生说了 神水要是沾染了繁器啊 那就不灵了 万宝已经打开了瓶盖 他原本还想 再了解一下 那王浩博这么一说 万宝也不能耽误了 不管方寒的是针对他 还是故意骗他 他都不敢赌啊 把保温瓶内的 红色液体喝完 万宝 这才把保温瓶 递给了王浩博 王浩博接过了保温瓶 道 王医生 我给您办出院手续 好吧 万宝点了点头 他现在已经能够感受到 好转了 继续留在燕京医院 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而且刚才王浩博也说了 连服两剂 这算是第二剂了 再要也没有了 目送着王浩博离开 万宝的妻子 这才插嘴道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你整天说的中医 人常说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以前万宝的妻子 对中医 也没有什么直观的认识 可是这一次 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早上喝了一次神水 万宝已经好多了 现在又喝了一次 医院呢 已经让出院了 最让万宝妻子 郁闷的是 万宝的这个病呢 并不算痊愈 明年冬天怎么办 到了现在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神水啊 是什么玩意儿 也就是说 到了明年冬天 万宝的病要是再犯 他们还要再找方寒 要是后年再犯呢 他们还要再找方寒 早上方寒说了是秘方 万宝的妻子呢 其实已经熄灭了 追根问底的打算 既然是秘方 不让你知道 那就很正常了 犯了再来就是了 这年头 那么多治病的医生 多了去了 以前万宝还拿这个说事 说是一些中医人 就喜欢打着秘方的幌子 总是一次一次的 行片晕晕 这次啊 算是落到了万宝自己头上了 可问题 有没有行片 有没有疗效 万宝现在已经心知肚明了 而且刚才 王浩波也说了 这个要是免费的 压根就不要钱 你说人家方寒 还稀罕这个秘方 还是在行骗呢 人家骗什么 很显然 方寒针对的就是万宝 还有 现在这个情况呢 他们也是迷迷糊糊的 方寒也没说清 他们心中就没底啊 你吃不消 闹别扭吗 你等我啊 出去办出院手续啊 我去见见房医生啊 万宝说了一句 然后出了病房 出了病房 万宝问了好几位护士 都说吃过午饭的时候 就没见过方寒了 正打听着 万宝就看到了李俊贤 急忙招呼道 李医生啊 万主任 李俊贤走上前 客气地问 万医生 这是准备出院了吧 打算出院了 想见一见方医生 不知道方医生 这会儿人去哪里呀 万宝问 方医生啊 被内科的朱主任请局了 这会儿啊 应该在内科 李俊贤道 朱药人 万宝一愣 对 就是内科的朱主任 李俊贤解释道 听说是一位 米国的 心胸外科专家生病了 朱主任呢 特意打电话 请方医生过去看看的 米国的外科专家 万宝愣了一下 难道是 索里斯 作为燕京水潭医院的 烧伤科主任 万宝对医疗方面的信息 还是比较了解的 听说 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胸外科专家 索里斯 和他的医疗团队 这一段时间呢 就在燕京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胸外科 那可是相当牛的 世界第一例 心脏搭桥手术 就是霍普金斯医院 完成的 索里斯 作为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胸外科大牛 在心胸外科的水平 绝对是国际顶尖的 有点类似于 乔恩在肝外的地位 只是没想到 索里斯竟然生病了 而且还在燕京医院住院 想到这儿 万宝就有些异动了 索里斯是什么人 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这么一位 心胸外科的大牛 绝对是不会认可中医的 难道说 方寒 还能用他的神水 万主任 方医生去了那一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你有事吗 没什么事 万宝摇了摇头 我就打算 向方医生道个别 您没事 那我就先忙了 李俊贤和王浩博不同 王浩博还想着 和万宝套上交情 李俊贤却不想 他认得人情 抱上方寒的大腿就行了 没有必要因为万宝 而饿了方寒 方寒虽然只是进修 可这短短的一个月 李俊贤已经见识到了 方寒的人脉 方寒哪怕是回到了 汉中 他在燕京医院的 影响力却在 而且方寒还年轻 他李俊贤也年轻 万宝却已经 五十岁出头了 李俊 你忙你的 万宝点了点头 就站在原地 眼中已经没有了 李俊贤这个人了 方寒既然去了那一科 给索利斯治病的话 那正好是个机会 他正好可以看一看 方寒打算 怎么给索利斯治病 面对索利斯这位 国际 心胸外科的大牛 方寒 总不能再像忽悠他一样 这么忽悠吧 在原地站了几分钟 李俊贤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万宝都没有注意到 打定了主意 万宝就向那颗走去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二集 强硬 小方 方寒来到那一刻的时候 朱药人已经在病房门口候着了 除了朱药人 高怀民也在 同时还有中医科的薛文辉 前主任 高主任 方寒打了声招呼 然后直接看到了薛文辉 薛主任也在啊 万者是什么情况 难道薛主任也没有办法吗 薛文辉的水平 方寒虽然没有见过 可杜云涛的水平 方寒还是见过的 很是了得 杜云涛在中医科 甚至都没有担任什么职位 可薛文辉 却是中医科的副主任 水平不说 一定比杜云涛厉害 也应该相去不远才是 薛文辉都没有辙 那患者的情况 就可想而知了 不是薛主任没法子 而是患者根本就不吃中药 我们也是没辙了 这才想着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前小林道 患者不吃中药 方寒一愣 什么患者这么牛气 不吃中药 还让朱药人和薛文辉 这么上心 当然 方寒也只是微微有些惊讶 在燕京医院看病的大人物 那是相当多的 类似于全老 冯老这样的大老 每一位都不是朱药人 和薛文辉能够忽视的 不乐意吃中药的患者多了 可真正能牛气的却不多 没点分量 不吃就不吃 谁还能逼着你吃怎么着 方医生 患者是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胸外科专家 索利斯 这一次来燕京呢 是带着自己的医疗团队 来京交流学习的 生病了已经有好几天了 郭主任检查以后 也开了个方子 只不过索利斯拒绝服药 高怀明插嘴道 索利斯这一次来京交流学习 燕京医院这边是相当重视的 外国人嘛 纵然不喜欢 该有的大国风度还是要有的 再者 索利斯也不是普通的外国人 霍普金斯医院的心外专家 走到国内的哪家医院 那都是座上宾 眼下索利斯生病 燕京医院这边呢 自然是相当重视的 一方面是对索利斯这个人重视 另外一方面呢 也不能弱了面子 索利斯在燕京医院生病 一直看不好 这岂不是说 燕京医院的水平很差 要是不是重要的话 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风寒道 自己的水平自己知道 除去系统这个外挂 他现在的综合水平呢 也就和薛文辉差不多 当然了 关键的时候 他也可以说兑换临时技能 或者兑换道具卡牌 可无论是什么技能 亦或者是什么道具 最终还是要靠药物来治疗的 索利斯住在内科 负责治疗的又是薛文辉和朱药人 很显然是那一颗症状 不需要动手术 不吃药怎么办呢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朱药人道 郭主任的意思也就是 大家一起想办法 不吃药 或许针灸 推拿 挖沙等手段 可以有效呢 患者什么症状啊 方寒问道 朱药人道 就是感冒 气喘 胸闷 都病了 有几天了 用了很多法子都不能缓解呀 索利斯的医疗团队呢 还请了一位霍普金斯医院的内科专家 来给索利斯治疗 依旧效果不大 高怀民补充道 方寒看向了薛文辉 薛文辉笑了笑 小方你看了就知道了 那就看看患者吧 方寒点了点头 说这话 朱药人就领着方寒进了病房 特需病房 病房很宽阔 进了房门呢 方寒就看到了 病房里面站了好几位外国人 都是索利斯医疗团队的医生 边上那位高高瘦瘦的 就是霍普金斯医院的内科专家 高怀民第一声 给方寒说了一句 方寒没有吭声 而是看向病床 病床上躺着一位 五十岁左右的白人 几个人刚刚走到病房 方寒还没来得及 给患者做检查 边上站的一位 四十岁出头的白人 就出声质疑了 说的是一口不太纯正的中文 朱主任 索利斯医生已经病了几天了 你们究竟有没有本事看好 要是没有本事 我们就陪着索利斯医生 回国治疗了 尼克医生 我们一直在尽力地 给索利斯医生治疗 但是病情的好转 也需要一个过程啊 朱药人道 这几天朱药人 早已经受够了这几位 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了 索利斯生病 索利斯团队的这几位医生 每天都要质问朱药人 前两天还好一些 这几天越发地变本加厉了 什么眼睛医院水平不行了 什么不尽力了等等 要是不尽力 一位感冒的患者 他朱药人 正为内科主任 需要实时地照看吗 哦 亲爱的朱 我们要的不是尽力 是效果 是疗效 是索利斯医生 尽快地康复 OK 中年医生尼克并不买账 那你们为什么不让索利斯医生 转院 可以回霍普金斯医院治疗的 方寒出声问道 朱医生 这就是你们 严谨医院的态度 尼克 很是有些意外 这几天他每天都会质问 严谨医院这边 也一直陪着小心 今天是吃错药了吗 竟然来了一位年轻医生 和自己对着干 如果尼克医生 真觉得我们 严谨医院的治疗水平不行 我认为转院回米国 或许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朱耀仁 也是赔够了小心 这几天朱耀仁这边 也确实是绞尽脑汁 事到如今 朱耀仁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请方寒过来 确实只是朱耀仁 和宣文辉等人 没办法中的办法 这个建议呢 还是高怀民提 朱耀仁最初 之所以没有考虑方寒 不是觉得方寒水平不够 而是索利斯 拒绝服用中药 单单是这一点 别说是薛文辉了 就是把罗元臣请来 估计也都无济于事吧 现在请方寒过来 也是朱耀仁的无奈之举 正如高怀民建议师所说 方寒年轻 思路开阔 或许有什么 意想不到的办法 也未可知 今天方寒过来 其实已经是 朱耀仁这边最后的尝试了 如果方寒也没法子 那么燕金医院这边 就真的没办法了 那既然没办法了 其实也就意味着 索利斯可以考虑转院了 这一刻朱耀仁 倒也不介意强硬一些 当然 如果有办法 这个病能治好 事实胜于雄变 现在强硬也就无可厚非了 毕竟生病的是索利斯 索利斯才是这个团队的团长 尼克医生很是惊愕 新来的这个年轻医生 态度强硬也就罢了 之前一直陪着小青的朱耀仁 竟然也变得强硬起来 朱医生 这就是你最后的态度吗 尼克的脸色很不好 习惯了朱耀仁的小心 朱耀仁突然强硬 他顿时感觉到 好像朱耀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了他一个巴掌 这不是朱主人最后的态度 而是你们最后的态度 说这话 方寒已经走到了 索利斯病床边上 看着索利斯的脸色和气色 据我所知 索利斯医生的病情 一直没有好转 并不是我们 燕金医院的治疗水平差 而是索利斯医生 拒绝服药 试问 面对一位拒绝服药的患者 医生该如何治疗 索利斯虽然病了 不过却没有昏迷 而是清醒的 原本她就是躺在病床上 冷眼旁观 并不打算参与 没想到方寒竟然把问题 引到了她的身上 这么年轻的医生 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情 索利斯医生 并不是不愿意服药 而是不愿意服你们 所谓的中药 尼克医生也上前一步 这种时候自然是她这种小医生 打头诊 怎么能够让索利斯医生 赤膊上阵呢 苏我自言 你们那种所谓的中药 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药 看上去就让人无法瞎眼 你们的中医 就是云美的巫术 巫术怎么能用来治病的 据我所知 你们好像也请了 霍普金斯医院的专家 那么你们所谓的专家 用你们所谓的医学 为什么还没有医好 索利斯医生呢 方寒反问 这个消息是刚才在外面的时候 高怀明说的 参与治疗的 不仅仅有燕京医院的医生 也有一位霍普金斯医院的内科专家 尼克医生顿时被方寒问得哑口误言 很抱歉 见到场面陷入了僵局 索利斯这才开口 声音有气无力 不过说的却是一口流利的英文 方寒虽然听得懂 边上的翻译还是翻译着 索利斯医生说了 他很抱歉 他并不是怀疑中医 只是中药真的太苦了 他实在是无法下咽 外国人果然都是剑骨头 朱耀仁忍不住心中哼了一声 这几天他是陪着小心 可这几位更加变本加厉 今天方寒语气强硬 这位索利斯却说了一句软话 我先整个脉吧 方寒也不得寸进尺了 索利斯能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变相的服软了 无论尼克医生和其他医生什么态度 索利斯作为病人 他自然是不愿意一直承受病痛的 而且正如方寒所说 这儿确实是燕京医院 可他们霍普金斯医院的那颗专家 也专门赶来参与治疗了 有着霍普金斯医院的专家参与 索利斯这个病一直没有见好 那么即便是回到米国 回到霍普金斯医院 他这个病就能够迅速地好转吗 说着话 方寒就拉了一个圆凳 在索利斯的病床边上坐下 然后示意索利斯伸出胳膊 伸手给索利斯诊脉 欢迎您继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三集 神仙周 上 太阳与杨明同时感受外邪 气喘而胸部出现障闷者 表明表邪 玉璧叫甚 病情偏重于表 不可攻下 一用 麻黄汤发汗截表 风寒整过脉 站起身 回头对猪药人道 当着几位外国人的面 风寒也不避讳 几位外国人中文说得不及格 就是当着他们的面 听得懂才怪 这是伤寒论里面明确记载的 甚至都没有什么偏差 薛文辉笑着道 这样的病症 一记麻黄汤 除以身汗 马上就好 奈何人家不吃药啊 这个病说严重吧 还真的不算严重 可说麻烦吧 那要看怎么说了 中医把人体 从内到外 分为表 半表半理 表理理 等几个层次 外邪入侵 根据外邪入侵的这个程度不同 中医的用药和治疗也不同 说到外邪 同时也有内邪 前文说过 中医把一切的治病因素 称之为邪气 把一切有利于人体的因素 称之为正气 内邪是人体自身因素产生的 外邪则是外来 也就是外来环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 气候变化等等 这些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准确地说就是 风 寒 暑 热 灶 霜 霜 雨 等等 这个影响则被称之为外邪 外邪 轻入的程度不同 病情的严重程度也就不同 外邪入侵 是由表到里的这么一个过程 病邪在表 是最容易治疗的 越往里 病情越重 越难治疗 还用扁确建蔡桓公的例子 扁确三次建蔡桓公 事实上 蔡桓公的病情也是一个由外到里的过程 第一次扁确说 君之病在凑里 这说明当时这个病啊 病邪还在表 而第二次是在肌肤 说明病邪已经进入到了半表半里之间了 第三次在肠胃 说明外邪已经到了里的这个程度 第三次 蔡桓公还拒绝医治 扁确就立刻走人了 病邪已经到了骨髓 病入膏肓 哪怕是扁确也是无计可施了 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暂且不说 可扁确建蔡桓公的这个过程 却也正是病邪 从表到里这么一个过程 也说明外邪越深 病情越重 治疗越是困难 索利斯这个病呢 属于是太阳病和阳明 同时感受外邪 太阳病呢 是伤寒论 六经病之一 是太阳所处肤表与经络感受外邪 正邪交争于体表 阳明病同样是伤寒论 伤寒六经病之一 为阳气抗肾 邪从热化最盛的极其阶段的伤寒 这就说明患者的这个病呢 在表和半表半理之间 正邪胶着 阳位功能失调 同样 阳气抗肾 邪从热化而汗不出 胸部闷胀 毛孔封闭 伤寒论里面 有明确的记载 太阳与阳明同时感受外邪 气喘而胸部出现胀闷者 表明 表邪 欲弊较甚 病情偏重于表 不可攻下 针对这种情况 西医的各种治疗效果不佳 甚至还导致了病情加重 其实就很好理解了 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西医认为 感冒是由于病毒 细菌等外来的病原体 倾斜人体之后 所产生的一系列的不适症状 所以其治疗呢 也是以消灭这些病原体 为主要手段 西医针对这种外邪感冒 也是从病毒出发的 使用的药物 无非就是退烧 抗病毒 而这些退烧 和抗病毒的药物 用了之后 反而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药物不能致大病造 不仅仅 没有起到治疗的效果 反而消耗了患者的正气 正气消耗 外邪自然是 不断地由外到内 索利斯这么多天感冒不好 病情反而不断地加重 其实就很好理解了 方寒和薛文辉说话的时候 翻译也凑到了索利斯的耳边 轻声给索利斯 翻译着方寒和薛文辉的对话 索利斯虽然听不太懂 太阳和自己这个病 有什么关系 却也能明白方寒 和薛文辉的意思 是责怪他不喝中药 年轻的医生 我对中医并没有什么歧视 而是真的喝不下去中药 我看到那种浑浑的水 就无法下咽 翻译急忙把索利斯的意思翻译了一下 忙了这么多天 这位洋医生啊 其实也难受得紧 特别是他们霍普金斯 医院的内科专家来了以后 他的病情依旧无法好转 这就让索利斯有些小失望了 也没有了最初的傲气 索利斯作为医生 头脑还是相当冷静的 作为病人 在燕京医院 特别是自己无计可施的时候 最好还是不要和人家 燕京医院的医生对着干 食食物者为俊杰 这句话索利斯是听过的 他深以为然 小方 这个病 霍主任之前就已经确诊了 只是索利斯医生不喝中药 现在啊 该怎么办呢 诸药人询问方寒 好吧 不喝中药那就不用中药了 方寒回头 询问索利斯 不喝中药啊 那汤喝不喝啊 什么汤 索利斯急忙问 米汤 就是我们平常吃饭 喝的米汤 加一些葱 生姜汁力的调味 不等翻译说话 方寒就用英文回答了 诗药不是那种 看上去黑乎乎 浑浊的汤水 味道非常难以瞎咽那种 我都可以的 索利斯道 索利斯道 那就行了 方寒回头对诸药人道 诸主任 我写个方子 您让食堂的厨师来熬一碗汤来 这会儿啊 方寒其实也看出来了 索利斯也不是对中医和中药有多么反感 只是真的喝不惯中药的汤剂 事实上喝不惯中药汤剂的 又何止索利斯 现在很多人其实看到中药的汤剂都发愁 正如索利斯所说 看上去浑浊不堪 苦苦的难以下咽 国内的患者尚且如此 洋人的饮食习惯和国内差距更大 喝不惯也一点也不稀奇 这是米汤 主要人问 我倒是有些好奇 小方用什么法子 宣文辉笑呵呵地道 方寒也不啰嗦 提笔写了一个方子 薛文辉和周要人就站在边上看着 小方的字写得是真好啊 赶上一些书法大家了 薛文辉还是第一次看到方寒开放 是啊 字写得很好 周要人点着头 两个人一边说着 方寒一边写着 一个汤的配料也就要染于纸上了 方子相当简单 糯米五十克 姜片若干 水两碗 煮一二滚 带入带虚的大葱板 五到七个 煮到米熟 加米醋 小半杯 主要人看着方寒写的方子 很是惊讶 这么简单 方寒笑着道 一把糯米煮成汤 七个葱绪七片浆 熬成对肉半杯醋 伤风感冒 饱瓶糠 诶 薛文辉一边听着 一边看着方寒写的药方 道 这不是一剂开表发汗的麻黄汤吗 而且小方 你这个歌诀很顺嘴啊 这是哪位名家开表发汗的药剂啊 薛文辉 作为燕京医院的中医科的主任医师 水瓶 那是没得说 方寒这个方子写出来 他就看出门道了 这个方子以糯米补养为君 葱将发汗为尘 一补一发 同时呢 有醋酸收敛 简直喝麻黄汤的作用是一般无二 看上去是汤 其实上啊 就是一道开表发汗的俊计 方寒 要是不念刚才的歌诀 薛文辉啊 还以为是方寒自己弄出来的方子 可方寒 刚才念了歌诀 这就说明这个方子啊 成方已久 毕竟 如果是临时成方 那怎么可能马上就想出那么顺嘴押韵的歌诀呢 哦 这是明代的李许 既然老人漫笔中的艳房 神仙周 方寒笑着道 我也是在老师的书房看书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的 觉得很有用 所以记了下来 要不说中医人博览群书 是真的受用无穷 郭文渊那儿什么书都有 方寒的收获 可不仅仅是一个神仙周 旗帜很好用啊 简直就是妙用无穷啊 薛文辉禁不住道 要知道 艳间医院的老干部和老领导 那是相当多的 有不少老领导都有怪癖 不喜欢喝中药的人 大有人在 以前有用到麻黄汤的时候 都是这个劝 那个劝 挨骂都是必然的 现在有了这一道神仙周 这简直就是真正的神仙周了 一边感慨 薛文辉呢 还有些羡慕方寒 有一位国手老师 方寒比其他人 多了何止是一筹的优势 论水平 他就不比方寒差 可这个神仙周 他就不知道啊 我亲自去厨房盯着吧 避免厨师大意 方寒笑了笑 说实话 拿着这个方子往外走 朱药人急忙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顺便看看这个神仙周怎么做 万宝来到那一刻 问了护士才知道方寒在什么地方 一路找了过来 出了电梯 万宝就看到了 正在走廊和人说话的高怀明 高意思啊 万宝喊了一声 他和高怀明算是老相识了 关系还不错 高怀明呢 是燕京医院内科的副主任医师 也是中医的反对者 他们两人认识之后呢 也算是有共同的话题 私交还可以 万主任 高怀明和薛文辉 并没有跟着方寒和朱药人一起去 而是送着两人进了电梯 正打算去隔壁休息室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喊自己 回头一看 万宝 高怀明和万宝确实是交情不错 急忙笑着问道 万主任 您怎么来这里了 过来转转 没想到遇到了高医生啊 万宝笑了笑 然后看向了薛文辉 薛主任也在啊 万宝和薛文辉不熟 但是也见过 照了面 他就认出来了 嗯 薛文辉哼了一声 根本懒得和万宝说话 脉步就进了不远处的休息室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四集 神仙周 下 同在燕京 薛文辉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万宝 万宝这样的 薛文辉是真的懒得说一句话 甚至连客气都懒得客气一下 其实不仅仅是万宝 又在以前 薛文辉都懒得搭理高怀明的 也就是这一次治疗 高怀明竟然建议方寒 这才让薛文辉对高怀明的感官 有所变化 薛文辉那可是地地道道的铁杆中医 除了中医 他什么都不会 万宝却整天黑中医 教宣着中医无能 薛文辉对万宝能有好感才怪呢 万主任 郭主任就那个脾气 您别介意啊 高怀明笑着道 没事没事 我理解 我理解 万宝信心地笑了笑 要是在以前呢 薛文辉不待见他 他也不待见薛文辉 谁怕谁呀 实在不行开战呢 来呀 互相伤害呀 可今天呢 万宝还真不敢和薛文辉对 没那个心情 也没那个底气 他这边才喝了人家方寒的神水 病情明显好转了 有了这个前提 中医对万宝来说 那可不仅仅是一丝寄托那么简单了 而是彻底成了他的希望了 方寒既然有法子缓解 而且效果这么好 那么必然就有法子治疗 哪怕是没有那个神水的配方呢 喝了两次 效果就有那么好 这要是天天喝啊 一年半载还不痊愈了 即便是不痊愈 每年冬天 只要有现在这个状态 那万宝也能谢天谢地了 对了 万主任今天过来是 高怀明问 我听说 方寒方医生就在这边啊 我是过来来找方医生的 黎一僧见了没有啊 万宝问 听万宝说来找方寒的 高怀明顿时就笑了 他刚才还在纳闷的 万宝这么要强的性子 那么喜欢对人的一个人 今天见了薛文辉竟然忍气吞声 很奇怪啊 听万宝说要找方寒 高怀明就明白了 万宝啊 这也是着了方寒的道了 不 准确来说啊 应该是在方寒面前吃憋了 自己的前车之见 高怀明那是很清楚方寒的水平和口才的 现在在病房 几位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 就被方寒说得哑口无言 那位霍普金斯医院的那一科专家 从始到终都没说过一句话 高一僧笑什么啊 万宝有些奇怪 高怀明这是什么毛病啊 自己找方寒好笑吗 呃 其实也算比较好笑的 想来啊 高怀明也知道方寒的中医水平 高一僧也接触过方寒 万宝问 高怀明一心说 岂止接触过 差点丢了工作 当然这个话呢 高怀明没有明说 他这会儿啊 倒是很好奇 万宝找方寒什么事 虽然和万宝私交不错 可高怀明知道 自己和万宝还是有区别的 他对中医方案 纯粹是私人恩怨 中医能不能治病 他还是清楚的 就是单纯的不爽而已 万宝则不同 这位是知名的中医黑子 代表人物啊 怎么也来找方寒 通俗地说 对高怀明来说 他认可中医 不认可中医 也只是单纯的面子上的事 不影响什么 而这个面子 也只是小范围的 万宝则不同 万宝是要改变 对中医的看法 那就真的引起震动了 万宝的那些个粉丝 估计马上就会转为黑粉 甚至呢 还会有过激的 或者是会众仇砍人 对那些粉丝来说 万宝立场转变 那就是叛徒 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徒 掌门叛变 那个不是小事啊 所以高怀明呢 是真的相当好奇 忍不住问道 呃 万主任找方医生什么事啊 我昨天啊 因为飞起一种呼吸困难 被送到了急诊科 是方医生抢救的 走吧 打算冲院了 过来感谢一下方医生 刚才 高怀明所想 其实也是万宝最为纠结的 他现在等于是有求方寒 既然有求于方寒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表明态度 改变立场 改变方寒的感官 可正如高怀明所想 他可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领头人 这要是贸然的改变立场 那动静可就大了 方医生和周主任去了食堂 等会儿就回来了 要不万医生等一等 高怀明笑着道 也好啊 万宝点了点头 想了想又问道 听说方医生是来给索利斯治病的 索利斯什么情况啊 高怀明也不隐瞒 简单把情况说了一遍 道 索利斯不吃中药 方医生就给开了一个粥 这会儿和猪主任去厨房了 猪熬好过了以后就回来了 索利斯这个病也不算多严重 这么多天都没好啊 万宝有些惊讶 万主任不是这一块的医生 不了解是正常的 哪怕是感冒发烧 也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多患者 总有特殊的 长时间看不好 病情加重也不稀罕 万宝是烧伤课的 对内科的一些患者了解还不算清楚 可高怀明作为燕金医院的内科主任 现在患者就多了 高烧不退 感冒久之不遇 反复发作 严重导致各种并发症的 这都不算罕见 感冒这个病啊 听上去不严重 很多患者自己吃点药 也都能好 小诊所呢 也都能看 可遇到难缠的 就是治不好 那也不算稀奇 而且感冒这个病症 严重了 导致肺炎 肾炎 等多重并发症的例子 也不算少 也正是因为见得多 当初高怀明 才会被方寒 一语喝醒 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方寒和朱耀仁 一起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位 食堂的服务员 服务员 端着一碗粥 朱主任 方医生 因为万宝在 薛文辉呢 又不待见万宝 所以高怀明呢 就一直陪着万宝 在走廊说实话 看着方寒和朱耀仁 回来 急忙打招呼 万主任 什么时候来的呀 朱耀仁 也看到了万宝 来了有一会了 来和方医生 道个别 万宝笑着道 万医生客气了 您现在已经 有所好转了 可以出院了 方寒道 我一个呢 是来道别 二一个呢 是来感谢方医生的 同时呢 还有一些问题 想向方医生请教啊 朱耀仁就有一些奇怪了 这万宝很不对劲啊 感谢方寒 难道说 方寒给万宝治病了 要是这样子 那就可就 真的有趣了 当着朱耀仁和高怀明 方寒也没有多说 直接向 索利斯的病房走去 路过休息室的时候 薛文辉也急忙出来了 进了病房 服务员 把粥放在边上的桌子上 方寒揭开上面的盖子 顿时一阵香气 就充斥在了病房里 原本躺在病床上的 索利斯 也有些异动 下意识地 就要坐直身子 边上的尼克医生 急忙上前 把索利斯搀扶着坐起 方寒端着粥 走到了索利斯的边上 道 索利斯一声 这个粥总能吃吧 索利斯看了看 急忙点头 吃的 吃的 这个粥看上去一目了然 那就是米 生姜 还有葱丝 闻着 微微有些酸 可这个酸味啊 比起苦味 自然是要好很多 而且这个汤看上去啊 也很好看 不像 中医的汤要看上去浑浊不堪 别说苦了 那就是 很好喝 索利斯啊 都不想喝 那索利斯一声 就趁着喝吧 吃粥也可以 喝汤也可以 方寒 把粥借了过去 边上的尼克 医生急忙接住 一碗粥 倒没有什么大碍 哪怕不能治病 最起码也没什么害处 就当是吃饭了 而且索利斯 这几天生病啊 胃口就一直不好 也没有怎么吃东西 这会儿呢 闻着淡淡的酸味 他竟然有些食指大动 从尼克医生手中接过粥 索利斯 先是用汤勺舀了一勺汤 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 有点酸 但是并不难喝 温度也正好 喝了一口 索利斯 就端着汤碗 一口把汤喝干了 说来也怪 按说他是不怎么习惯吃酸的 哪怕是在燕京吃饭 也很少吃酸 可这个汤喝下去啊 他竟然胃口大开 一直把粥和汤都吃完了 这才把碗递给了尼克 还有一些意犹未尽的 舔了舔嘴唇 哎呀 太妙了 才好喝了 则说来燕京之后 吃的最好吃的粥 喝了粥 索利斯医生可以睡一觉 出一身汗 醒了以后啊 就会好转的 方寒道 啊 我也觉得有点困了 索利斯点了点头 那咱们就不要耽误 索利斯医生休息了 朱药人道 说着话 一群人纷纷出了病房 进了隔壁的休息室 小方啊 你就暂时留着 等索利斯睡醒再走吧 一边走出病房 朱药人一边低声对方寒道 他是知道方寒性子的 现在索利斯吃了粥 方寒估计要走人 方寒给梁玉武治疗都是如此 治完就走 可没有留下等结果的习惯 和这个索利斯呢 还是不同的 霍布金斯医院的医生们虎视眈眈 这会儿啊 沉默 其实还是等结果的 方寒这要走了 这些家伙呢 可能就要生事 好吧 那我等一等 方寒点了点头 现在是下午三点 索利斯这一觉啊 想来也睡不了太长 进了休息室 索利斯团队的医生们一起 方寒和朱药人 薛文辉 还有高怀明几个人一起 当时万宝很是尴尬 他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要说走吧 万宝就是惦记着 索利斯的情况 可要留吧 方寒和薛文辉 好像都不怎么待见他 还是高怀明 给了万宝一个台阶 笑着道 万主任 你也坐吧 这会儿正好没事 万主任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请教方医生 不建议让我们也听听吧 虽然是个台阶 可万宝一点都不想要 能当面问当面说 他早说了 何必等到现在 不过万宝还是坐了下来 笑着道 不着急 你们先聊 我和方医生 有点私人的事情 方寒也不置可否 并没有戳穿万宝 真要说呢 其实方寒 在对万宝的事情上 也没有什么过分之处 他一直都在 进一个医生的本分 作为医生呢 是不能把私人情绪 带到治疗之中的 万宝虽然不待见中医 可方寒 该给万宝治疗的时候 也没有藏私 要不然他也不会 给万宝准备什么神水 这个神水呢 虽然不值钱 可也花费了 方寒的一些心思 不仅仅请海燕 和甜甜帮忙 还让张小泉帮了一下 这才弄了一些 至于 没有给万宝解释这个 方寒确实是有私心的 你万宝既然不相信中医 那又何必解释呢 药给了 乐意就喝 不乐意就不喝 给药是方寒 尽自己的本分 不解释是方寒 懒得和万宝掰扯 万宝这种人呢 你要真给他解释 或许人家呢 能给你扯出 一大堆的道理来 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是现在这样 冷冷淡淡 不解释也不多说 自古至今 中医发展了这么多年 前人们形形色色的患者 都遇到过 各种稀奇古怪的病案都有 针对不同的患者 采用不同的法子 这也是中医治疗 一直以来的风格 所以方寒呢 只是把万宝 当作特殊的患者对待 却没有把它当作仇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自己喜欢的 别人不一定喜欢 别人喜欢的 自己也不一定喜欢 中医有人黑 西医呢 也有人黑 这一年多以来 方寒早就把很多问题 看得很透彻了 因而呢 他虽然不喜欢万宝这个人 却也不会刻意地 去针对万宝 从史到中 方寒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治病 给万宝治病 首先要打掉 他的自负和自傲 不能求着他喝药 而要让他求着 在休息室 大概等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方寒和薛文辉 都要人正在说着话 病房的护士就敲门了 朱主任 薛主任 方医生 索利斯医生醒了 索利斯手下的医生们 急忙就往外走 方寒和朱药人 几个人也跟在后面 进了病房 索利斯已经下床了 正在活动身体 看到方寒进来 索利斯急忙笑道 哦 天哪 亲爱的方 你的周肩 这太有效了 我现在感觉 全身轻松多了 你看 万宝 目瞪口呆 刚才索利斯 什么情况 他是见过的 虽然不至于病危 整个人也是有气 无力毫无精神 他睡了一觉起来 简直换了一个人 高医生 方寒有没有说 刚才用的什么方子 好像叫神仙粥 高怀明点着头 嗯 对 就是神仙粥 神仙粥呀 万宝差一点 一口老血喷出来 神什么鬼的神仙粥啊 一个神水还不够 现在再来一个神仙粥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五集 伟大的民族 神仙粥 听到这三个字 万宝总觉得这个名字 就是方寒 刻意给他取的 先来一个神水 再来一个神仙粥 听名字完全是封建民信 可无奈这个神水 还是神仙粥 那效果 那都是没得说呀 神水的效果 万宝亲身体会了 虽然并没有 根治他的气管炎 可自从早上第一次 喝过方寒给的神水 他胸部 憋闷的情况就没有了 到了现在 气短的现象 也几乎没有出现过 就是咳嗽和哮喘 也好了不少 至于神仙粥 万宝第一次见索利斯 索利斯是什么样子 可这会儿呢 再见索利斯 索利斯又是什么样子 一目了然 一清二楚 效果 那是不用多说的 正所谓 耳精为虚 眼见为实 这一次万宝 不仅仅是眼见了 还亲身体验了 高怀明并不知道 万宝的想法 也不知道神水的事情 所以对神仙粥 这个名字 倒是没什么感觉 而且方寒 之前说了出处 这个神仙粥的配方呢 是出自于明代 李许的 借安老人曼比中的 雁芳 也算是古方了 古人一些雁芳 取名字 但一些神话色彩 并不少见 什么神仙粥 活命尹 回阳汤等等 听名字 那都是相当神奇的方子 不懂黄的人乍一听 要么觉得是骗人的 要么觉得是神丹妙药 虽然对于神仙粥 这个艳芳的名字 没什么意外 可高怀明 对这个方子的效果 那是相当的惊讶 以前高怀明 其实没少听说一些 中医的治病传奇 特别是燕京医院的中医高手多 国医大师也有好几位 中医治疗什么病症的事情 并不少见 可是每次高怀明 都是嗤之以鼻 他倒是不怀疑中医能治病 他要说效果多好 那简直就是扯淡了 可方寒接触了几次 高怀明是真的服了 上一次的患者 高怀明 那好半天查不出病因来 方寒过来三下五除二 医好了 这一次也是如此 索利斯在内科住院好几天了 什么症状 每天都用药 用药之后什么情况 这些呢 高怀明都很清楚 西医治疗了好几天 一点起色都没有 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 风寒过来一道粥 满打满算也就三个小时吧 索利斯就好转了 亲眼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传奇 高怀明对自己以前的行为 那是越发的愧疚了 索利斯睡了一觉 出了一身汗 这会儿啊 全身都轻松了 还是很调皮的 当着方寒众人的面 转了一圈 Oh my god 坚持不可思议啊 自从方寒来了内科之后 一直不曾说话的 霍普金斯医院的内科专家 布鲁医生 当下就禁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布鲁医生 之前并不是不愿意说话 而是没脸说话 燕京医院这边医治无效 布鲁医生就被索利斯的团队 请了过来 原本索利斯团队 对布鲁医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是希望布鲁医生前来 燕京医院打脸的 米国人的高傲 那是毋庸置疑的 特别是在医疗方面 米国人一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一次 索利斯生病 燕京医院这边治疗无效 布鲁医生呢 作为霍普金斯医院的内科专家 过来要是能够医好索利斯 那就等于是给了燕京医院这群 华夏医生上了一课 瞧瞧 我们就是厉害 我们就是牛叉 我们就是No.1 可是可惜啊 布鲁医生呢 并没有成功地打脸 不仅没能成功地打脸 因为布鲁医生的参与 还让方寒抓到了把柄 刚才才能强硬地反击 不仅是我们燕京医院的医生无能 你们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同样无能 那么是医生的问题呢 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索利斯等人哑口无言 索利斯服用神仙舟的时候 布鲁医生其实是比较纠结的 一方面作为同仁 作为朋友 他是希望索利斯能够尽快痊愈的 可另外一方面 作为参与索利斯治疗的内科专家 他不希望这个神仙舟有效果 从而导致他本人被打脸 只可惜啊 神仙舟的效果是相当好的 索利斯的这个病症 在千年以前 《伤寒论》里面就有明确的记载 甚至于病情和症状都是一半无二 什么情况 什么病症 用什么药 完全就可以照搬硬套 倘若不是索利斯不吃中药 这个病啊 或许早就好了 方医生 朱医生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索利斯本人也是惊讶不已 他之前什么情况 他要比其他人更清楚 除了头昏 有气无力之外 他还有全身疼痛等症状 这几天是相当难熬的 倘若不是如此 刚才面对方寒的强硬 索利斯也不会服软的 吃粥的时候呢 索利斯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没想过吃过之后睡了一觉 还真的是全身舒态 朱药人这一会儿啊 已经是满脸喜色了 喜色之中呢 还有些许得意 方寒果然没让他失望 真的把这些个外国佬给治好了 这一下 他们可以扬眉吐气了 瞧瞧这一群外国佬的脸色 有惊讶 有人吃惊 有人难以置信 甚至还有人低着头 真的是爽快啊 当然爽快归爽快 华沙式的谦虚呢 还是要有的 朱药人笑着道 索利斯医生过奖了 您这也只是稍微好转 还是要多多注意才是啊 要避免再次感染风寒呢 朱医生您说的太对了 大病出狱确实是比较虚弱的 抵抗力弱 我会注意的 说着话 索利斯呢 竟然很听话地上了病床 靠着病床坐好 甚至还盖上了被子 等到索利斯靠着病床坐好 方寒这才走上前 在病床边上的圆凳上坐下 索利斯医生 我再给您做一个检查 谢谢 麻烦方医生了 索利斯很配合地伸出胳膊 然后很好奇地看着方寒诊脉 方医生 我很好奇 您就这么摸着我的脉搏 就能知道我患了什么病吗 一边看着 索利斯还是很好奇地询问着 西医也有摸脉诊断 西医的诊脉呢 属于是西医处诊的范畴 西医的处诊脉搏 通常会选择两侧饶动脉 有的时候呢 也会检查涅动脉 静动脉 红动脉和骨动脉 或者是足背动脉 西医的诊脉和中医的诊脉 是完全不同概念的体系 在西医的接触诊脉的范围当中 它们是没有什么 浮脉 尘脉 竖脉之说的 也没有中医脉象 那么细致的划分概念 诊断的情况也是完全不同的 西医的诊脉呢 大概可以分为水冲脉 又称陷落脉 主要用于诊断 主动脉变观臂不全 动脉 导管未必 严重贫血 甲状腺功能抗净等 交替脉 检查脉搏节律正常 而出现强弱交替变化的现象 主要用于诊断 心肌严重损害方面的病症 多见于高血压心脏病 急性心肌梗死 和主动脉变观臂不全等 齐脉 又称吸停脉 是指瓶颈吸气时 脉搏明显减弱 甚至消失的现象 常见于是心胞肌液 和缩展性心肌炎 同时还有无脉 脉短触等 可以说西医的诊脉 主要是针对于心脏病 心肌炎 心律不齐等心脏性疾病等 至于其他地方 西医就没有能力 靠着诊脉诊断出来的 索利斯 是心胸外科方面的专家 对触诊并不陌生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好奇 华夏中医 竟然就靠着三根手指头 在手腕上这么一摁 就能知道患者什么病 这简直太神奇了 当然 这个认知是基于 索利斯见识过的 神仙周的效果之后 才有的 要是之前 他是完全不相信这一套的 中医的诊脉 并非单独的诊脉 还有望诊 问诊 闻诊 望 闻 问 窃 四诊 合餐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 说实话 方寒已经松开了索利斯的手腕 他并不想和索利斯谈论这个话题 想要让一位土生土长的国人 了解中医 尚且不是一言两语的事情 更何况对国内文化一窍不通的洋人 望闻闻切 这个我是听说过的 我们也要望诊 但是我很难想象 单单靠着望闻闻切 就能诊断出所有的疾病 不靠任何的设备辅助 这坚持就是不可示意 方寒不想和索利斯多说 索利斯好像却很有兴致 这是华夏文明5000年以来 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方寒沉吟了一下解释道 比如说望诊 西医方面也有很明确的例子 心脏半膜疾病 患者量全部会出现潮红 肾病患者会出现脸色黑暗无光泽 黄胆型肝炎会出现皮肤 拱膜黄染 贫血患者或者是大出血患者 往往都会捏色苍白 如果小孩子肚子里面有灰虫 往往也会在眼白和指甲上出现 黄白色的斑点 类似于种种情况 是中医望诊辩证的依据 中医望诊 望形体 望气色 望五官 望皮肤 其中的门道很多 自然不止方寒所说的这些 只不过方寒特意挑了一些 西医方面比较认可的情况说了出来 也正是因为方寒所说的这些西医 也有注意和认识 所以 利普斯和边上的几位外国医生 才很容易听明白 哦 方医生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环下的中医经历了五千年 终结出了很多经验 有着类似于许多这样的观察和认知 所以 华下的中医们 就能够根据这些 缓诊的表现出来的特征 来判断兵情 索利斯道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同时 因为单纯的望诊 有可能会有遗漏或者是不足 中医还有其他的诊断手段 来辅助配合 相互印证 从而避免错误 方寒补充道 我明白了 索利斯 禁不住给方寒树了一个大拇指 由衷地道 华下民主果然是威大的民主 五千年的积累果然是不可小觑着 我们一直一来就有一些坐井观田了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六集 骑虎难下 这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讲理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胡搅蛮缠的 对于这些高傲的米国佬来说 打掉他们的高傲之后 他们也是愿意耐心地 给你讲道理的 方寒刚才特意地选了一些 索利斯他们听得懂 也听得明白的例子 因而索利斯这些人 就很容易听得进去 你说你厉害 不是靠嘴说的 而是要证明给人家看 只有证明了你厉害 人家才会认可你的说法 只有你强大了 抑或者成功了 他们才会认为你有道理 你是个弱者 是个失败者 你说得听话乱坠 人家只会把你当作是骗子 华夏有句古话 受死的骆驼兵马杖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布鲁医生也忍不住 插了一句嘴 不 方寒笑着打断 华夏不是受死的骆驼 而是沉睡的巨龙 他只是打了个盹 打盹的时候 哪怕是一只蚂蚁 也能爬到他的头上 可他醒过来 哪怕是雄狮 也要退避三射 布鲁医生 顿时就不知道 该怎么接话了 这一刻他也是 比较认可方寒的 可他还是不能接受 方寒所说的巨龙的说法 华夏是巨龙 他们米国是什么 站在边上的万宝 这会儿面称如水 心情复杂 一直以来 他都瞧不上中医 认为中医是落后的 是愚昧的 而只有现代医学 才是主流 可现在 索利斯 这位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胸外科的专家 却已经被方寒所折服了 同时 刚才方寒一席话 索利斯听得懂 万宝也是听得明白的 中医的望诊和窃诊 在以前 总是被一些人 传得神乎奇迹 眼睛一看就知道什么病 手指头一搭 就知道是什么病 简直让人觉得好笑 可是这一刻 细细地去体会方寒的话 万宝才觉得 那并非是搞笑 而是积累 了解了种种病症 展现出来的表面现象 了解了种种病症 在脉象上展示出来的特点 通过望诊和脉诊 诊断疾病 难道真的还是无奇之谈吗 脉油翁的故事 许多人都知道 把油从铜钱中间的 孔里倒进去 看上去神乎奇迹 让人惊叹 可事实上 却只是手熟而已 熟能生巧 华夏五千年的积累 中医五千年的发展 经历了什么 多少中医人 前赴后继 不断地完善 难道就真的只是落后吗 华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难道就真的只是糟粕吗 这一刻 万宝开始动摇了 无论怎么黑中医 怎么吹捧现代医学 万宝骨子里还是华夏人 他是有着民族荣誉感的 方寒刚才一席话 和索利斯的夸赞 一方面让万宝觉得自豪 另外一方面 让万宝觉得羞愧 方医生 中医真的非常的神奇 我以前不是很了解 这一次算是见到了他的魅力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很愿意向方医生请教 索利斯急忙把话题拉了回来 什么受死的骆驼 什么沉睡的巨龙 这些都太过于高大上了 作为医生 索利斯还是更喜欢探讨 医疗方面的问题 当然可以 方寒克这的点头 朱药人适时地对索利斯道 索利斯医生 方寒可不仅仅是中医高手 他同时还是肝切除 和心脏半膜手术方面的高手 他的肝脏切除水平 甚至得到过乔恩医生的称赞 哦 索利斯难以置信 方医生竟然还会精通外科手术 难道这也是神奇的中医吗 这一刻 索利斯是真的有些惊讶了 方寒的中医水平 他已经见识到了 却没有想到方寒 还能够精通外科 肝切除和心脏半膜手术 那个不是小手术啊 不 方寒实事求是的讲 虽然中医也有外科 但是中医在外科方面 确实是比不过西医的 我的肝切除和心脏半膜手术 并不是学自中医 方医生也学习西医 不如我医生问了一句 是的 我也学习西医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是为了患者 我并不会排斥西医 方寒点头 方医生说着太对了 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等我的病彻底好了 我会一定要亲人看上一看 方医生的外科水平 和方医生相互学习 索利斯道 我非常乐意 方寒点头 方 你使我见过这最有心胸 最了不起这华夏人 索利斯给了方寒一个 由衷的赞扬 小方啊 这次真的是多谢你了 方寒和朱药人 薛文辉几个人都出了病房 朱药人这才由衷的感慨 是啊 方医生 您是没看到啊 之前的几位外国佬 可是一直很高傲的 一个个闭口朝天 虽然没明说 可意思很明白 我们的医学 是学自他们的 是莫学后进 永远只有跟在他们后面 追赶的份 高怀明也道 现在很多外国人 来了国内 都有高人意等的思想 索利斯一群人 更是不一般的外国人 作为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胸外科专家 索利斯的高傲 那是在骨子里的 这几天 索利斯在内科住院 高怀明和朱药人 那真的是有点受够了 这一群洋大人 今天方寒算是狠狠地 给他们出了一口气 小方的这个神仙粥啊 很是不错 另辟蹊径啊 薛文辉也插嘴道 方寒笑了笑 没有插话 这个神仙粥 可不是他的神仙粥 听到神仙粥三个字 万宝的脸色就是一抽 他现在听到什么神啊 鬼啊就觉得难受 朱主任 薛主任 高主任 那我先走了 走出病房 客套了几句 方寒就提出告辞 好 今天麻烦你了 朱药人点了点头 方寒准备回去 万宝自然是金王跟上 他就是来找方寒的 可没有心思 和朱药人几个人啰嗦 看着方寒和万宝消失的背影 薛文辉这才道 方寒怎么和这个姓万的 交合在一起了 好像是方医生给万宝治病的 应该是效果不错 却没有痊愈 高怀明猜测道 说起对万宝的了解 高怀明绝对要比薛文辉 和朱药人更为了解 虽然万宝没有明说 可和万宝聊了一阵 高怀明也猜出了一二 这种人就不应该给他治疗 比索尼斯还可恶 薛文辉直言不讳 高怀明急忙闭嘴 他之前虽然没有万宝过分 应该也算是可恶的行列了吧 进了电梯 方寒也不和万宝说话 脸色平静 一声不吭 就当是边上没有万宝这个人 万宝见到方医生 不吭声 就只能说到 方医生 我现在真的可以住院了 万医生还有哪不舒服吗 方寒问道 喝了方医生的药 我现在觉得 胸部边门已经没有了 气短的症状也好了很多 只是偶尔还有点咳嗽 不过比起之前 已经好了很多了 这一次 没有被送来宴京医院 急诊课之前 万宝的咳嗽 几乎就没有停过 咳嗽得厉害了 还会气喘 严重的时候 那甚至都喘不过来 昨天上午 做过胸部穿刺 抽气手术 打了一上午的吊瓶 万宝的咳嗽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缓解 可是早上 喝了方寒的那个什么药水 万宝就很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咳嗽频率 不断地缩短了 最初是三五分钟咳嗽一次 后来基本上十分钟 才会觉得不舒服 这会儿差不多 半个小时左右 才会咳嗽一两声 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万医生 您这个病是慢性病 我能做的也就那么多了 万医生如果不想出院的话 继续住院 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好了 方寒实事求是道 他虽然不想和万宝多说话 在神水这个称呼上 确实有针对万宝的意思 可治疗上 他是没有为难万宝的丝毫的 昨天上午 方寒其实就有方子了 中午遇到黄军盲的时候 方寒又有了另外的想法 这才准备了神水 只不过这个神水呢 也不是说有就有的 还要看时机 也是万宝运气好 正好有 要不然方寒也没辙 只能开方 中医的话 万宝喝不喝 就很难说了 方医生 我自己的情况 我能察觉到啊 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你啊 只是我还很好奇 方医生 您究竟给我用的是什么药啊 方寒看了万宝一眼 万宝急忙道 方医生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 我也有什么说什么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是因为我确实是对中医缺乏了解 有很多误解啊 到了现在我也是几乎难想 还希望方医生能够理解我的难处啊 说着话 电梯已经到了一楼 方寒也不吭声 继续走 万宝紧跟上两步 急忙跟上 方医生 我真的很有诚意啊 可是我真的已经无能为力了呀 方寒停下脚步 至于神水是什么 不是我不愿意说 而是怕说了万医生不信 到时候再找我麻烦 那岂不是我里外不是人 说吧 方寒也不等万宝回话 快步走了 看着方寒消失的背影 万宝咬了咬牙 这才慢慢悠悠地回到了病房 老万 怎么样 见到方医生了吗 看到万宝回来 万宝的妻子急忙询问 见到了 数很大 万宝苦笑一声 虽然方寒依旧没有告诉他神水是什么 可亲眼见了方寒 用一道粥 医好了索利丝 这儿他心中啊 更是对神水 多了几分期盼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七集 炸了 万宝出院了 回到病房的时候 万宝的妻子已经办理好了出院手续 方寒不肯多说 万宝也不能强迫 而且这件事情本来说 方寒也确实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除了他不知道神水究竟是什么东西之外 方寒并没有耽误他的治疗 不仅仅没有耽误 而且方寒这个疗效 还要比他以往任何一次治疗的效果都要好 万宝出院后的第三天 方寒正在给梅淑琴的爱人复诊 海燕和田田就一起来了 他们进了门 海燕就喊道 方寒回头看了一眼海燕 海燕急忙闭嘴 方寒这才对梅淑琴道 冠着恢复得很不错 原方我再改一下 吃上三天 谢谢方医生 梅淑琴急忙道谢 经过四天的治疗 梅淑琴的爱人恢复得很不错 第二天高烧就退了 今天早上呼吸已经正常了 就是人看上去还有些憔悴 精神不佳 梅淑琴是亲自治疗过H7N9的感染患者的 她治愈的患者 愈后什么情况 现在她爱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她很清楚的 可以说现在来说 她爱人等于已经彻底地脱离了危险 而且各项指标也开始恢复了 除了大病出遇身体虚 真的是没有什么情况了 也就是说 在条理两天 她的爱人完全可以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 完全不影响以后的生活 没准人客气了 方寒客气两句 这才出了病房 没好气地看向海燕 说什么大事了 大呼小叫 方老师 微博炸了 万宝昨天晚上在微博上发了一篇文章 今天早上就炸了 已经上了热搜了 说着话 海燕急忙打开手机 打开微博 把万宝发的一篇文章递给了方寒看 在燕京医院的两天一夜 万宝的文章题目就是这个 方寒细细地看去 万宝在一篇文章里面并没有过多的夸大 也没有贬低 而是实事求是的 把自己在燕京医院两天一夜 所见所闻写了出来 从他被送进燕京医院开始 一直到索利斯的病情 写得相当详细 整篇文章 万宝没有说终于的一句好话 当然也没有说一句坏话 而是实事求是的 非常客观地把他精力写了出来 要知道 万宝的水平可是相当高的 他以前经常写文章 批判中医 无论是文笔 还是度的把握 那都是相当有造诣的 那么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 在万宝的笔下 几乎是把他在燕京医院 这两天一夜的事情 拓映了出来 让人很是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整篇文章 万宝虽然没有说一句 中医的坏话 也没有夸中医一句 甚至整篇文章 都是他站在 旁观者的角度来写的 可就是这么一篇文章 发表出去之后 瞬间就炸了 要知道这篇文章 那写文章的可是万宝 万宝是什么人 那可是微博大V 坐拥上百万粉丝的 而且他给人的印象 一直都是忠实的反中医者 这一篇文章 万宝虽然是以 旁观者的态度去写的 并没有夸赞中医 可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文章 反而比夸赞更可怕 万宝的粉丝们 瞬间又炸了锅 然后就是一些 微博大V们开始转发 一些中医名家 和中医爱好者 也开始转发 短短的时间 这一篇文章就火了 火得一塌糊涂 万宝和这篇文章 瞬间就上了热门 成了热搜 方老师 里面还提到了您呢 海燕的语气里 有些得意 作为燕中医大的学生 很多人都是 不喜欢万宝的 毕竟对中医大的学生来说 中医就是他们的饭碗 他们学中医 除了将来能治病救人 还希望能找到好的工作 万宝 这位中医黑 那就是这些学生的仇敌了 这一次 万宝的文章发布出来 瞬间就在 燕中医大 给传遍了 很多学生惊讶地 下巴都差点掉了 不少人甚至都怀疑 万宝是被盗号了 不是甚至 而是现在的万宝 不少粉丝 都是这么认为的 昨晚 万宝发了一篇文章之后 就再没有发过 任何的东西 也不出面澄清 现在万宝的粉丝们 已经分成了三个阵营 一边觉得 万宝是被人盗号了 一边觉得万宝背叛了他们 还有人摇摆不定 不管怎么说 这篇文章是彻底火了 万宝也彻底火了 比以前更火 方寒看过文章 也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万宝那么大的魅力 竟然会发表一篇文章出来 说句心里话 方寒是不怎么待见万宝的 可绝对没有太过为难万宝的意思 刁难 嘲讽 是有那么一点 可要说为难 那还真的没有 他要是为难万宝 根本就不会给万宝治病 神水是什么东西 方寒之所以没有给万宝说 一方面是刁难 二一方面也是怕麻烦 面对万宝这样的人 方寒确实是留了心眼的 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的人多了 方寒给万宝治了病 并不想万宝好了之后 再去鼓吹西医 黑化中医 所以他留了一手 神水的 并不算什么罕见的东西 也不值钱 对于万宝来说 他今年的病 应该不会有大碍了 明年的话 如果万宝有心 去一趟江中 不算什么 看个病 跑个路什么的 都很正常 其实方寒的这个方子 要是换个人 哪怕从方寒这儿 问不出来 问其他的中医民家 打听一下 不少人其实 还都是知道的 不难打听出来 可问题是 万宝这个人 不仅仅方寒不待见 其他中医民家 也不待见 而且万宝 也不会去四处打听 被方寒一个人 奚落也就是了 何必把脸扔出去 让所有人都踩呢 只是 方寒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事情 对万宝的冲击那么大 他竟然发表了 这么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发出去 万宝虽然 没有说一句中医的坏话 可他瞬间 从中医黑 变成了中医的拥护者 最起码是承认中医了 方寒 确实是从文章中 看到了自己 当然 万宝也很识趣 没有提到方寒的全名 只是说了方医生 其实 方寒倒是很想 让万宝提一下 自己的全名 毕竟 这算是医疗相关了 要提一下全名 他也能跟着火一把 或许能赚取不少的崇拜点 看过文章 方寒大概浏览了 一下评论之类的 果然 整个微博已经炸了 万宝你出来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篇文章什么意思 万医生 你这是被盗号了吧 万宝你吃错药了 万宝威武 终于牛逼 文章中的方医生 是哪位大神 求科普 各种评论 大家都是骂万宝 一或者是怀疑万宝 被盗号了 还有 求方寒真人的 当然 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方寒看不懂的评论 诸如什么 你期待的临间小道 每天晚上和凌晨 都会漂浮着白路 你之所以能够轻易进入 是因为别人 为你拓宽了道路之类的 看上去倒是很有哲理 只是后面被注的 什么沃德 什么柯达之类的名人 方寒 着实是很陌生 万宝的这篇文章 可不仅仅影响的是 眼中一大 这篇文章一出 全国各地 很多人都知道了 江中院急诊科 一些喜欢玩微博的人 看到这篇文章 我去 万宝这是疯了吗 江峰闲得无聊 点开微博 看到了上面热搜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啊 或许其他人 还不是很清楚 万宝是谁 可学中医的 大多数人都是知道的 江峰自然也不例外 方医生 看了一下文章 江峰更是目瞪口呆 我擦 方医生这次牛大了 竟然把万宝掰弯了 我哪个去 什么万宝 什么万了 李小飞凑了过去 江峰急忙把手机 放在李小飞面前 道 万宝知道吗 中医黑子呀 竟然发了一篇文章 给中医证明 看看 方医生 这八成是方医生的手笔呀 我靠 李小飞也是目瞪口呆 眼珠子差点都掉了 老是牛大了 竟然把万宝折服了 难以置信啊 何止难以置信啊 江峰道 我宁愿相信太阳 从西边升起来的 也不愿意相信 这件事是真的 这篇文章 对人的冲击 真的太大了 哪怕江峰 并不是万宝的粉丝 也清楚万宝的影响力 也清楚万宝 发一篇文章有什么影响 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该不会倒号了吧 李小飞也确实有些不敢相信 万宝的号 既是那么好倒的 即便被人倒了 别的不发 就发这么一篇文章 这就是有中医大达雇佣的网络黑客呀 你说老师究竟干嘛了 这你妈太震撼了 整个微博都炸了 你看这你妈热搜啊 而且还是第一条 我也很想知道 江峰一把把手机抓过去 再次翻看这文章 你仔细看了没有 方医生 竟然还给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外科专家治病了 用了什么神仙粥 对了 你知道这个神仙粥 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啊 李小飞摇着头 你能吃饭 亏你还是方医生的学生呢 真给方医生丢人 江峰比一道 红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医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医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四十八集 人之所需 极为良药 办公室 方浩阳和李文君这会儿啊 也正在看着微博上面的文章 别人或许不清楚 万宝文章里面的 方医生是谁 可只要知道方寒的人 其实都不难猜出 这位方医生是何许人也 这小子 现在是真的是 越来越能折腾啊 去了一次眼睛医院 看看 折腾出来多少事啊 方浩阳语气之中 不无得瑟 哼 你就得意吧 小心这小子 真的就回不来 李文君是很清楚 方浩阳的德行的 适时地 给方浩阳泼着冷水 哼 回不来就回不来呗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这种事情 谁拦得住啊 李文君好笑地问道 那小方是天 还是娘呢 滚 方浩阳气得牙疼 这一个个都是什么毛病啊 跟着方浩学的 万宝这几天并没有上班 就待在家里 到了万宝这种层次 哪怕是水潭医院 也只是万宝的一个平台而已 它有着自己的工作室和团队 别说 几天不去上班 就是长时间不去 也绝对没有人敢说什么 对于万宝这种层次的专家 水潭医院能做的事也只能是供证 约束真的不大 昨晚发了微博 万宝其实并没有休息好 这会儿啊 就躺在沙发上 也不看手机 也不看电脑 他的手机就放在不远处 电话铃声几乎就没有断过 一直都有电话铃声在响着 是不是后悔了 万宝的妻子 端了一杯茶 坐到万宝的边上 把茶水递给万宝 伸手帮万宝捏着腿 后悔不至于啊 人藏缩 无死而辞天命 到了我这个年纪 该砍开的时候也应该砍开了 有些事情做了也就做了 没有必要后悔 万宝喝了一口茶 缓缓地道 我只是感觉到有些疲惫罢了 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坚持 突然没有了 还是信仰破灭了 万宝的妻子笑着问道 都有一些吧 万宝又喝了一口茶 然后把茶水递给妻子 坐直了身子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那些人或许觉得 我是华众其中 那些人或许觉得 我是为了出名 任凭他们去说吧 真要说出名啊 我这一次 彻底算是出名了吧 热搜前几都是你 你说呢 万宝的妻子笑道 实事求私 面对现实 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万宝笑着道 存在即合理 可惜我以前 一直都不明白 要不是这几年 求医无果 这个病越来越重啊 或许我还是看不清啊 你现在发了这篇文章 那方医生那边 万宝的妻子 最关心的其实 还是这个 办了 到时候再说吧 大不了明年再去吧 万宝探着气 难不成你以为 我发这个微博 只是为了像那个 方寒服软 或者表示诚意 我可没有这么想 万宝的妻子道 这么多年 我还是了解你的 你也是医生 而且还不是小医生 要不是你有自己的坚持 没必要的 知夫莫若妻 万宝的妻子 还是了解万宝的 万宝和某周子 是截然不同的 某周子 就是纯粹的喷子 这么多年就是喷人 何曾拿出过什么成绩 要文章没有文章 要水平没有水平 除了喷人 一无是处 和万宝不同 他本人就是 烧伤领域的大拿 这么多年 万宝就职的烧伤患者 那也是不计其数 知错能改 三摸大眼 我这也算是 知错能改吧 万宝呵呵笑道 周老 罗老 你们怎么来了 吃午饭的时候 方寒正和龙雅馨说着话 就看到周同辉 和罗渊臣一起来了 同来的还有薛文辉 和谭广平 罗老 周老 龙雅馨也急忙打招呼 过来转转 打扰你们吃饭了 罗渊臣笑着道 没有 已经撤好了 方寒笑着道 罗渊臣几个人 来得掐得点非常好 这会儿差不多 已经快一点了 方寒和龙雅馨 刚吃完午饭 特需病房的护士 也吃过饭回来了 说着话 护士已经拿了几条凳子 让龙雅馨几个人坐下 龙雅馨给几个人 倒上茶水 然后和护士收拾碗筷 小龙恢复得很不错嘛 看上去已经 没什么大碍了 周同辉 看了看龙雅馨 笑着道 周同辉的望诊 虽然比不得方寒 没有达到宗师级 可至少也是 高一级的水准 有可能已经迈进了 高级门槛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我觉得恢复得很好了 龙雅馨笑着 插了句话 虽然恢复不错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段时间呢 最好不要感冒发烧 周同辉道 嗯 龙雅馨点着头 有小方在呀 我们几个也插不上手 小方无论是针灸 还是方济 可都不比我们几位白胡子差呀 龙雅馨笑了笑 没接话 客套了几句 周同辉这才道 小方 那个万宝发的微博 也是因为你吧 周老爷看了 方寒笑着道 周老 罗老 你们不会是因为 这件事情来的吧 还真是因为 这件事情来的呀 贪广林道 你是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影响力可不小 现在已经闹得是相当厉害了 罗延尘点着头 万宝这个人我以前是听说过的 不过 黑中医的多了 也不止这一位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有人黑也不是什么坏事 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万宝这个影响力这么大 这一次 发的这个文章 可是动静不小啊 万宝的粉丝群体不小 单单是一个微博账号 关注的就有百万人次 当然 这一百万人也不全是粉丝 也有路人粉 或者是纯粹看热闹的 可即便如此 万宝的粉丝 也绝对是庞大的群体的 百万粉丝 就是一些小明星 也没有这么大的粉丝群体 平常 万宝发一些正常反驳中医的文章 动静其实也就那样 可这一次万宝发了一篇捧中医的 这动静就大了 一反一正 造成的影响力 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简单的 万宝这次反常 造成不少名人都跟着转发 如此一来 这件事情现在真的是闹得 人尽皆知了 卢元臣想不关注都不行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方寒简单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道 我上午看到万宝微博的时候 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气管炎 神水 罗元臣微微沉吟 你用的该不会是血水加红糖吧 就是血水加红糖 方寒点头 两个病症都是血水 那个 黄军芒是纯粹的血水 万宝的是血水加红糖 血水加红糖 谭广林一愣 血水加红糖就能治疗气管炎 周同辉道 本草纲目里就有腊血的记载 李时珍认为呀 腊血 胃干 冷 无毒 可解一切毒 可以治疗流行病和瘟疫 小儿狂热体 等等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 那就是能解一切严正啊 罗元臣点头 用现在所谓科学的角度来讲 血的结构 因为和普通的水不同 是 水 由蒸汽 直接凝结成为第三形态 中间 没有凝结成水 这么一个过渡 因而 血水含重水的比重 要比一般普通的水 要少大概四分之一 重水对各种生物的生命 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血水含重水比重少 所以很容易被生命物质吸收 进入人体扣呢 可以激发霉的作用 锐血照风年 可不仅仅是因为下雪能够抗旱 也因为血水的活性 对植物有很大的好处啊 周同辉也笑着道 而红糖所含有的葡萄糖 能释放能量块 吸收利用率高 可以快速地补充体力 取每年的第一二场双雪 加红糖争主 确实是一个治疗气管炎的偏方 而且效果也相当不错 还真有这么一个偏方 谭广平很是惊讶 他还真不知道这个方子 只不过现在污染比较严重 小方的这个血水来之不易吧 罗元臣笑着问道 也是万宝的运气好 错巧 前几天呢 玉泉山又下了一场雪 我让人弄了一些血水过来 风寒笑着道 正如罗元臣所说 现在环境污染严重 以前非常纯洁的雨水和血水 大概都不能饮用了 只有一些污染环境少的原始森林 或者是山区的雨水和血水 还是比较纯净的 小方的这个神仙水用得好啊 两个病症 虽然用的都是血水 可原油却截然不同 红糖加血水这个偏方 我倒是知道 可第一个是什么道理呀 薛文辉问道 那这个就要问小方了 罗元臣笑呵呵地道 这个其实简单 人之所需极为良药 人想喝水就证明他渴了 人想吃饭就证明他饿了 一个人无论他外在表现得多么热 只要他想喝热水 就证明他体内有寒 无论表现得多么冷 只要他想吃凉的 就证明他体内有热 当人需要某种成分的时候 往往就代表他缺什么 我当时诊断的时候问了一句 问患者想吃什么 他说最想吃冰激凌 所以呢我才想到血水 冰凉的血水 比任何的灵丹妙药啊 都有效 人之所需极为良药 薛文辉细细地琢磨 忍不住赞道 简直说得太好了 太精妙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49集 八字真言 人之所需极为良药 罗元臣也反复地 嘀咕了几句 赞道 小方这八个字总结得好啊 事实上中医治病遵循的 也正是这八个字 周同辉也道 人体 这个整体 本就有着属于 它正常的运转系统 除了一些病态所需 正常的需求 其实正是 因为人体的某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 不仅仅是所需 所厌恶也是一样 在场的都是专家 所以都很能轻易地明白 方寒所说的这八个字 除了方寒所说的 人想喝水就代表渴了 人想吃饭就代表饿了 相反 人不想吃饭 往往也代表厌食 正常来说 该睡眠的时候睡眠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每天喝多少水 这些都是人体恒定的需求 一旦出现问题 那就代表 人体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这个概念再大一点 抹油患者 如果 这某个时间段非常想吃肉 但是这个病呢 却比较忌口肉 其实呢 也是可以偶尔吃一点的 不要过量就行 当然这个需求 说的是正常需求 而并非病态的需求 为什么周同辉 说除了一些病态的需求 什么算是病态需求呢 比如说抽烟 比如说喝酒 烟酒等某些东西 本非就人体所必须的 而且有一定的瘾 所以 这个时候某种需求 其实就算是病态的需求了 人之所需极为良药 我这个时候非常想抽烟 来一根 非常想喝酒 来一杯 这种需求就属于病态了 中医治病 其实也只针对 人体的整个系统 中药材的作用 就是弥补人体所需 人体的正气和邪气相争 正气就会消耗 这个时候 用补正气的药物 就是人体所需 有的时候喝中药 某些患者就可能感觉到 当自己病情很重的时候 这个药喝起来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喝 一旦身体好转 那么这个药就非常难喝 药还是一样的药 好像口味变了 其实并非是口味变了 而是因为随着病情的好转 人体对这个药物的需求 小了 需要的时候 哪怕是苦涩的中药 喝上去 也好像是变得很美味 这就像是人饿极了 根本不会挑食是一个理 别说什么难吃 什么好吃 那有的吃就是美味佳肴啊 方寒的这个神水用的是很好啊 罗元臣道 两个不同的病症 方寒却能够用一样的法子来治疗 效果那都出奇地好 特别是神水这个称呼啊 用得更好 罗元臣笑着道 对万宝 薛文辉是没有任何好感的 要是换了他 他或许都不会给万宝治病 你不相信中医找中医治什么病啊 方寒虽然依旧给万宝治病了 可这个神水用得简直太好了 薛文辉都忍不住给方寒点了个赞 对万宝这样的人 就要用非常的法子 病我给你治 药我给你用了 你问我用的什么 我用的神水啊 你不是说中医是封建迷信吗 我现在就用神水 效果如何 简直太解气了 昨天 薛文辉还纳闷呢 万宝为什么一直跟着方寒 遇到他 竟然不吭声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一并同方 因实质疑 小方的水平了得呀 周同辉也忍不住道 站在周同辉和罗元臣的角度 他们自然不会小扎子气 哪怕是万宝求上门 他们其实也不会拒绝的 他们是真的赞叹方寒这个方子 用得太好了 两个病症都是血水 效果却出奇的好 方寒刚才说的简单 和周同辉等人都听得出来 无论是针对万宝 还是针对之前的一位患者 方寒原本都是有着别的法子 他是因为万宝才临时换了方子 用了血水之病 单单这一手就不是一些中医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神水 一个神仙粥 简单的几个病症 简单的两道方计却在方寒手中 化腐朽为神奇 彻底地展现出了中医的魅力 几个人聊了一会儿 还没等周同辉和罗元臣离开 病房门口就出现了两个人 正是海燕和田田 这两个女孩子到了门口 悄悄地往里面看了一眼 发现人挺多 还有些不敢进来 方寒在里面招手 进来吧 老师 罗朗 周朗 他主任 薛主任 海燕和田田很是礼貌地向几个人打招呼 无论是罗元臣还是薛文辉 他们都是认识的 老师 周同辉笑呵呵地看了一眼两个女孩子 然后看向方寒 小方啊 这两位是 这两位是燕中一大的学生 这个是田田 那个是海燕 方寒笑着向几个人介绍 都是上次啊 我去燕中一大讲课的时候 听过我的课 不仅仅这么简单吧 周同辉笑着道 老师这个称呼 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可哪怕是 学校的学生出了门 遇到自己的某位老师 称呼的时候 都还会带个信 像那么直言不讳的 喊老师 那可不多 罗老和周老这会儿 没什么事吧 方寒并不回答 只是问道 暂时没什么事 罗元晨笑着道 小方你有什么事 请管直说 我只是想 让罗老和周老 跟我走一趟 说实话 方寒就起身 他本想把这两个女孩子 特别是田田 介绍给罗元晨和周同辉的 只不过以前 一直没有机会 而且他之前 还想再看看两个孩子 通过这几天的了解 方寒对这两个女孩子 已经是有所了解了 今天周同辉和罗元晨正好来了 方寒就打算顺便介绍一下 可这个介绍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方寒是打算亲眼 让周同辉和罗元晨 看着田田的天赋的 呵呵 那就走一趟 周同辉笑着道 今天周同辉和罗元晨 亲自过来 目的是万宝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 他们想了解一下 事情的内幕 这一次万宝的事情 闹得很大 网上传言不小 除了一些骂万宝的 以及怀疑万宝被盗号的 还有人怀疑万宝 被人威胁了的 这一点 才是罗元晨和周同辉 比较关心的 有些事情能做 有些事情不能做 万宝闹腾 已经是那么多年了 难道真的没有人 能够收拾万宝 罗元晨要是愿意 难道不能和万宝打擂台 一个是没必要 自降身份 反而成全了对方 再一个 正如险千华和险分聊天所说 有些事情并非表面上 看那么简单 中西医之争 除了正常的争之外 也有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 万宝其实无关紧要 可要是因此闹出事情 那就比较麻烦了 罗元晨和周同辉 之前是有过担心 方寒威胁万宝之类的 现在了解了内情 他们已经放心了 正常的治疗 那就没什么 若是威胁 那就麻烦了 这会儿没事了 罗元晨和周同辉 倒想看看方寒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去门诊吧 去中医门诊 麻烦谭主任 找一个地方 找几位患者 方寒道 小事情 谭广平笑了笑 他们其实已经大概猜到了 方寒的目的了 到了中医门诊 谭广平找了一个 空闲的会诊室 然后让人去门诊 找了几位患者 说这边有专家会诊 对于患者们来说 有专家会诊 那可是大好事 自然乐意来 进来的第一位 是一个小男孩 大概七八岁左右 孩子的父母 一直陪着进来 进了会诊室 看到里面好几个人 孩子父母有些紧张 带他们进来的 医生急忙介绍 这位是罗渊臣罗老 这位是周同辉周老 那位是我们中医科的 谭广平谭主任 这位是薛文辉薛主任 这位是方寒方医生 孩子的父母一听 一大群专家急忙问好 不用客气 谭广平笑了笑 然后看向方寒 方寒对田田道 你先去看看吧 田田这会儿也有些紧张 让孩子的父母 带着孩子上前 然后伸手诊麦 同时询问情况 孩子早上五六点 就开始腹痛 然后就开始拉肚子 大便是黄色的黏糊 现在已经是五次了 还口渴 恶心 虽然诊病的是田田 可一大堆的专家在 孩子的父母 也没什么意见 诊过麦问过情况 田田这才看向方寒等人 怯生生地道 麦华而略树 华证明有诗 树证明有热 患者应该是 吃热谢谢 可以用葛根 烈莲汤来治疗 原本罗元晨和周同辉等人 都是满脸轻松的神情 可随着田田开口 罗元晨等人脸上 就有了精容 孩子是什么情况 刚才进门的时候 罗元晨其实 心中就有数了 他的望诊 要比周同辉更厉害 同时田田问症状的时候 方寒边上几个人都听着 虽然没有诊脉 可患者的情况 几个人都了然于胸 田田一开口 他们就知道田田说的对不对 准不准 这个病不算多难 一般的中医大夫都能辩证 也都能治疗 可田田看上去 也就二十岁左右 这种年纪 这种水平 那就真的很难得了 来 我看看 罗元晨向孩子的父母招了招手 孩子的父母 今王抱着孩子过去 按说 田田其实已经诊出来了 开放也没有问题 其他人也没有必要再看了 可罗元晨要亲自看 这不是为了确认 而是为了让孩子的父母安心 细节之中 见真章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罗元晨的为人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五十集 神仙面 罗元晨是很负责地 给孩子摸了脉 看了舌苔 田田同时把自己开的方子 拿给了罗元晨哑证 罗元晨看过方子签了字 这才让患者一家人 出去抓药 小姑娘 你叫田田 等患者一家人出了会诊室 罗元晨这才温和地询问着 我叫田田 燕京中医大大三的学生 田田点着头 微微有些紧张 她的性子本就内向 平常见了学校的老师都紧张 更别说 罗元晨这样的国医大师 家里有人是中医 罗元晨问 不是 田田摇着头 我就是喜欢学医 方寒在边上补充 罗老 田田高考的时候是 燕京市的区文科状元 原本是打算报考 燕医科大的 考虑到燕医科大是西医为主 他又怕血腥 这才报考了燕中医大 哦 罗元晨微微惊讶了一下 心中竟然和方寒 最初是同样的想法 家里没有人当医生 大三就能有如此的水平 这就等于是一张白纸啊 当初 如果去学了燕医科大 或许就彻底和中医无缘了 田田 我来问你 你为什么要给患者开 葛根勤连汤来治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葛根勤连汤 应该是治疗 热血表血下利的 可这位患者 根本没有外感表证啊 罗元晨笑道 《伤寒论》中 有明确记载 太阳病 贵之症 医反下之 利碎不止 脉醋者 表未结也 喘而汗出者 葛根 黄勤 黄莲汤主治 可刚才的患者 并没有外感表证 刚才这个病症 虽然不算复杂 可也绝对不是 完全依照伤寒论 亦或者是一些 点击死斑硬套 就能开放的 田田依旧紧张 结结巴巴道 黄 黄莲 黄棋 清热造尸 直立 葛根 解击透表 加之甘草 中和 中和缓急 有内清外书的功效 同时 同时 葛根 非但可以解表 还有非常好的 生养止歇的作用 所以 无论是 湿热 谢谢患者 也无表证 用这个方子 都是很合适的 谭广平和薛文辉 对视一眼 这个女孩子了不起啊 不仅仅对伤寒论 了解得不浅 而且对一些 药材的药性 也很了解 这样的天赋 真的是 非常的罕见了 类似于 田田这样的年龄的 对中医药 有着一定了解的学生 本来就不多 再加上 有不少还都是 医药士家出身 可这个女孩子 家里没人行医 今年才大三 满打满算 等于是学习中医 还不到三年 而且 验中医大 大三之前教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 中医理论知识 几乎没有什么实践 大三的学生 能把脉摸得那么清楚 就算很了不起了 虽然中医教材中 对于各种脉象 都有详细的描述 什么样子算是浮脉 什么样子算是华脉 什么样子算是鼠脉 可真要脉诊入门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单纯的一些脉象还好 特别是华中有鼠 虚中有识的一些脉象 那就需要多次实践 才能够渐渐搞得清楚的 罗渊臣和周同辉 同样吃惊不小 怪不得方寒 刚才在病房部说 一定要他们走一趟 类似于田田这个年纪 家里又没有人行医 要不是亲眼所见 单纯地说 大多数人都是会忽视的 会认为 言过七十 夸大了 下一位患者 罗渊臣说了一声 门口有住院医 急忙又去领了一位患者进来 这一次患者呢 是独自一个人 并没有家属陪同 患者男性 四十来岁 进了门就急忙问好 领着患者进来的住院医 心中有数 把患者领到了田田面前 示意田田坐下 患者坐下之后 还看了看其他的人 谭广平笑着道 没事 先让小姑娘给你看看 与我们这些人把关 不会耽误你治疗的 听唐广平这么说 患者这才老老实实地坐下 田田示意对方伸出手 一边诊脉一边问道 都是什么症状 身上骚痒 出疹子 一片一片的 青年说着 还把自己的衣服 往上拉了拉 道 我是个 跑摩低的 就是到处拉人 风里来雨里去的 身体一直很好 可就是从 大千年开始啊 每到冬天 我这脸上啊 还有双手这个裸露部位啊 被风一吹 就开始搔痒 又有时候呢 会一片一片地出疹子 痒得特别厉害 去医院啊 看了好多次 医生说是须麻疹 开了抗过敏的药 吃了就减轻 不吃就复发 今年冬天特别冷 我这病啊 就犯得特别厉害 这都两三年了 怎么才想起来看中医啊 谭广平忍不住问 这个病什么情况 这会儿啊 其实他们心中都有数了 这要是早看中医早好了 何必忍受到现在呢 我这一方面比较忙 二一方面呢 觉得中医见效慢 而且我又不喜欢 喝这个中药 患者有些尴尬 这边说着话 田田已经是换了另外一只胳膊 一边枕脉 一边问道 除了搔痒 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了 就是特别怕风 冷风一吹啊 就会起风阵 田田松开患者的手腕 然后看向方寒几个人道 患者村脉微服 既不是腹缓 也不是腹起 应该是太阳表欲轻正 罗元臣几个人脸上 又是微微露出金色 这个小姑娘了不起啊 倘若不是边上 做了一位更厉害的方寒 这个小姑娘 绝对是他们这些年 见过的最为初次的年轻人了 从症状上来看 患者风疹搔痒 欲风则发 这就是外感病 正属风寒 在伤寒论中 太阳风寒表症 分为太阳中风 和太阳伤寒两大类 太阳中风主要特征为出汗 脉缓 太阳伤寒主要特征为 无汗 脉紧 患者的症状属于太阳风寒 虽然没有出汗 却脉伏 既不是腹缓 也不是腹紧 这就是太阳病中 另外一类比较特殊的病症 太阳表欲轻症 这个太阳表欲轻症呢 多为太阳病 失质物质 先延日久而造成的 这个时候啊 病情已经不算太严重 表症的表现呢 又不够典型 所以算是比较特殊的症猴 那这个病该怎么治呢 罗元臣笑着问 这会儿啊 一直没有开口 也没时间表现的 海燕急忙到 我知道我知道 太阳病得知八九日 如虐状 发热恶寒 热多寒少 其人不偶 轻便欲自渴 一日二三度发 卖吃还者 唯欲欲也 卖微而恶寒者 此阴阳俱虚 不可更发汗 发下 更呕吐也 面色有反热色者 未欲解也 一起不能得小汗出 身必养 一跪芝麻黄个半汤 这一段也是 《伤寒论》里面的原文 说的正是太阳风寒 太阳病 得知七八九日 这个时候 这个病 分别什么情况 如何 上面都记载得非常清楚 脉象缓如何 脉象 微恶寒如何 发氧如何等等 针对于上述病症 一跪芝麻黄个半汤 甜甜点头道 嗯 海爷说得不错 用跪芝麻黄个半汤 好 好 周同辉笑着道 两个女娃娃都很不错 年轻一辈后继有人了呀 虽然只是两个病症 可周同辉和卢元臣 却已经看得出甜甜的水平 这个甜甜很是了不起 海燕虽然一直没有说话 也只是背了一段伤寒论 不过这一段背得很合时宜 已经算是不错的苗子了 是啊 中医后继有人 罗元臣笑着道 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担心啊 有些多余了 啊 说这话 罗元臣笑着向中年人招了招手 让中年人过来 亲自给中年人整了脉 做了检查 甜甜也把方子递给了罗元臣 罗元臣伸手接过方子看了一下 然后笑道 上次小方给开了一个神仙水和神仙粥 今天呢 我也学一学小方 给开一个神仙面 说着 罗元臣把甜甜的方子放到上面 提笔写了一个方子 正是一道酸汤面的做法 周同辉就坐在罗元臣的边上 看着罗元臣写好 笑着道 好好 罗老这个神仙面哪 和小方的神仙面 是异曲同工啊 说着 周同辉还拿起罗元臣写的方子 传递给边上的周广平几个人 宣文辉看了以后 又递给方寒 方寒接过来一看 确实和他开的神仙粥 有异曲同工之名 这个面准确来说应该是 酸汤辣面 简单的一碗酸汤面 里面有酸辣香油 酸收容器 乙书蟹 辣蟹味气 碧脸 面条补中 香油生筋 正是一记 桂芝麻黄各拌汤 罗老的这个方子庙啊 果然和小方的神仙粥一曲同工啊 谭广平笑着道 他们都是知道方寒开的神仙粥的 方寒的神仙粥 就是用糯米 葱丝 姜片 加米醋 代替各种药材 形成了一道麻黄汤 现在 罗广辰这个神仙面也是差不多 用各种调味代替药效 宛然一记 桂芝麻黄各拌汤 我也是借鉴了小方开的神仙粥啊 稍微变动了一下 罗元臣呵呵笑道 说着话 罗元臣把方子递给了青年 道 回去之后按照方子做 做好趁热吃 吃了之后呢睡一觉 汗出了就行了 中年 结果方子看了好半天 犹豫地道 这个面真的能治我的病啊 又不收你钱 吃不好再来找我吗 啊 罗元臣呵呵笑道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第851集 不擅长 患者 本就不怎么喜欢吃中药 听罗元臣这么一说 顿时兴高采烈地走了 不收钱 吃一碗面就能好 这么好的事 到哪找啊 当然 关号费呢就另算了 这个病 他前前后后 也是花了不少钱 真要吃一碗面就能好 十几块钱的关号费 那真的不算是个事 神水 神仙粥 神仙面 周童辉又笑着道 小方和罗老的这好几个方子啊 可真是道尽中医的精髓啊 中医治病一直以来都不拘泥于形式 只要对症 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 可不仅仅局限于中草药啊 谭广平和薰文辉是连连点头 这三个方子 那个都是很常见的东西 而且都是不要钱就可以弄到的 却可以治好西医治不好的病症 中医有缺 也有它的优势 中医传承几千年 很多法子是一代又一代总结出来的 又岂是那么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罗元成呵呵笑道 说着看向方寒 小方 你让我们跟你走一趟 我们现在已经跟你走一趟了 来说说你的目的吧 我哪有什么目的啊 方寒有些尴尬 呵呵 小方还不好意思了 周同辉笑着道 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和罗老那都不客气了 两个人都是人精 自然看得出来 说实话 这个田田确实是一颗好苗子 罗元成都有些心动了 不过罗元成和周同辉也都看得出来 两个女孩子应该是中医方寒的 不搞清楚方寒的意思 他们还真不好半路截胡 小方 你这是打算收徒利啊 谭广平这会儿差不多明白过来 笑着道 小方你要是不乐意 我可是不介意的 海烟倒是其次 特别是田田 真的是让在场的几位名家喜欢的景 罗元成都心动不已 更别说谭广平和薛文辉了 正所谓生前生后名 对一位中医名家来说 能交出一位厉害的学生 那是辈儿有面子的事情 对于方寒 谭广平考虑的是 燕金医院中医科 而对于田田 他考虑的就是将来了 能有这么一位天赋的学生 如果好好教 那将来成就必然不低 就拿方寒来说 方寒能有现在的水平 罗元成是相当羡慕郭文渊的 百年之后 到时候方寒成为一代国一大师 那时候 有人谈起方寒 岂能不会谈到方寒的恩师郭文渊 更何况像方寒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那可不是国一大师那么简单 或许方寒就是另外一位 类似于张仲景 或者孙思淼 李时珍 郑清安那样的 可以留名史书的名医大家 能够交出这么一位学生 别说是百年了 就是数百上千年 或许都会被人提及 谭广平和薛文辉 倒是不指望交出一位传世名医 能交出一位名家呀 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现场也没外人 方寒也不矫情了 就看向田田和海燕 田田 海燕 你们愿意跟着我学医吗 我们愿意 田田和海燕急忙道 罗老和周老 还有谭主人和郭主人 做个见证 今天你们就是我的学生了 方寒道 有着系统任务 方寒确实是有些舍不得 把两个女孩子让出去 小方收徒 可喜可贺呀 周同辉笑呵呵地道 是啊 可喜可贺 罗元臣笑着道 这要是放在以前呢 小方 那就可算是相当年轻的 名家一手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呢 我会被人打死的 方寒也笑着道 性灵界的规矩多 放在以前开管收徒 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像方寒这么年轻的 新秀开管收徒 被人打死不至于 绝对会有不少人有意见的 其实不只是以前 就是现在 方寒收徒的事情传出去 也绝对会由好事者 来嘲讽 或者是诋毁 方寒的 什么五人子弟啦 什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啦 之类的 年轻就是原罪 放在各行各业 年轻的优秀者 都是会被人嫉妒的 这也是没有外人 有罗元臣等人做见证 方寒也不讲什么规矩 就算是把两个人 正式收下了 谭广平那个眼红啊 说实话 倘若不是罗元臣 和周同辉在场 他都打算和方寒抢一抢呢 他现在 还在为把方寒 留在燕京医院中医科的事情头疼呢 现在田田这么一颗优秀的苗子 又被方寒收入囊中了 罗老周老 我到时候进休结束啊 就回江中的 到时候还希望 罗老和周老 还有谭主任 郭主任 多多照顾一下 田田和海燕 这个你不用说 我们也会关注的 罗元臣笑着道 到了罗元臣这个年龄和地位 他或许会羡慕郭文渊收了一位好徒弟 却不会嫉妒 也不会有什么竞争之类的想法 到了罗元臣的这个地位和年龄 他的心胸已经很广了 只要是中医方面的好苗子 他都是乐意提携的 就像是他第一次见到方寒一样 行了 今天呢 就到这儿吧 改天再说 罗元臣站起身 笑着道 他嘴上说没事 那其实一天也是相当忙的 耽误了这么一会儿 他也要走了 罗元臣和周同辉一起离去 方寒也和田田海燕 回到了急诊科 刚进门 方寒就看到了急诊科门口 站着的几位老外 正是索利斯和他的团队 边上还有钱小林和王志诚 做陪 很显然 这几位老外啊 应该是来了不止一会儿了 方医生 看到方寒 索利斯急忙迎了上来 很是热情道 我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 你的粥很神奇 终于很神奇 索利斯医生能够痊愈 我也很开心 方寒礼貌道 小方啊 今天索利斯医生啊 准备在咱们科室 做一粒心脏搭桥手术 特意等你呢 钱小林笑着道 心脏搭桥手术 又称为 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 指 当一条或多条 冠状动脉 由于 动脉周样硬化 发生狭窄 阻塞 导致攻血不足时 在冠状动脉 狭窄的近端和远端之间 建立一条通道 使血液绕过狭窄部位 而到达远程的手术 心脏搭桥手术 属于是心胸外科的四级手术 手术难度和风险 也还在心脏半膜手术之上 算是难度相当高的手术了 而世界上第一例 心脏搭桥手术 正是 米国的霍普金斯医院 完成的 在心脏搭桥领域 霍普金斯医院 一直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说是第一 那并不为过 这一次 索利斯带着他的团队 来到宴京 正是进行学术交流的 原本这个手术 在哪一家医院做 是在协和 还是在燕京医院 或者是在燕京医科大医院 索利斯团队还没有确定 燕京的各大医院 都对索利斯团队相当的欢迎 甚至于相互竞争 说来也巧 索利斯 在燕京医院参观的时候生病 正好在燕京医院住院 原本燕京医院 还觉得这是坏事 索利斯 好几天不好 这可是丢了人了 现在索利斯被方寒医好了 手术就定在燕京医院来做 坏事变成好事 而且做手术的时候 索利斯还一个劲地 询问方寒去哪了 非要等一等方寒 钱小林和王志诚 也只能陪着一起等 可是我 方寒话说了一半 突然打住了 他原本想说 他不懂心脏搭桥手术来着 可想了想又有复制卡 将来万一会了呢 岂不是又不好解释 我并不擅长 心脏搭桥手术 方寒改了口 边上的王志诚 和钱小林 就是已经不擅长 这意思也会 不擅长没有关系 上次不是说了 和方医生相互学习吗 我今天打算 邀请方医生 当我的猪手 索利斯很热情 心说你不擅长就对了 你要是擅长 那还有我什么事啊 米国人也是好面子 上次在病房 他们一群医生 被方寒说得哑口无言 索利斯虽然感谢方寒 治好了他的病 可心中呢 也是想找回厂子的 别的方面暂且不提 在心脏搭桥这个领域 索利斯绝对是很有信心的 他不敢说是世界第一 可绝对是排在前面的几位心外专家了 这一次特意等方寒 一方面是索利斯确实很感激方寒 对方寒有好感 二一方面 也是想让方寒 见识见识他的水平 我很乐意 方寒笑着道 如果只是做助手的话 他还是可以胜任的 而且也正好见识见识 所谓的心脏搭桥手术 那咱们就准备收拾吧 索利斯笑着道 边上的王志诚 那是羡慕得不行不行的 给索利斯当助手 哪怕是他也很眼热呀 只可惜呀 索利斯这一次带着团队过来的 其他人根本插不上手 没曾想 索利斯竟然邀请方寒当助手 我可以先看一看患者吗 方寒问道 心脏搭桥手术 方寒是一窍不通 虽然是做助手 方寒也想提前了解一下流程 毕竟心脏搭桥手术 和心脏搬膜手术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手术 当然可以 索利斯笑着道 说着话 一群人就进了病房 一边走王志诚 还一边给方寒说着患者情况 患者男性 57岁 十年前呢 因为心肌梗死 在咱们医院植入了心脏支架四个 四年前啊 再次心肌梗死 植入了支架五个 这一次再次心肌梗死 已经是无法植入支架了 所以呢 准备做心脏搭桥手术 方寒目瞪口呆 已经九个支架了 有钱人哪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十年前做了四个支架 四年前又做了五个 这个真的是拿钱买命啊 就目前来说 心脏支架的费用 国产的话八千块钱左右 进口的话 一个支架 基本上价格是两万块钱左右了 不算手术费 单纯支架费用 这就十几万砸在里面了 进了病房 方寒也见了所谓的有钱人 患者五十来岁 身材消瘦 面色暗紫 充满斑点 整个人看上去 极度的疲乏无力 时不时的喘息 患者家属倒是不少 男男女女七八个人都在病房 从年龄二十岁 到三十来岁不等 可能是知道患者今天要做手术 家里能来的人都来了 王志诚轻声地在方寒耳边道 都是患者的子女 八个 方寒看了看这些子女 穿着一般 看上去也不像是有钱人 索利斯医生 前主人 王主人 看到一大群医生进来 患者的一位儿子 急忙上前招呼着 是不是马上要手术了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各种注意事项都很注意 等会儿手术 钱小林点了点头 书前呢 再做一个检查 谢谢钱主任 谢谢王主任 谢谢索利斯医生 患者的儿子 也不管索利斯听得懂 听不懂 反正就是一通感谢 说着话 医生们已经在病床边上站定了 索利斯和他的团队医生们 就像是准备围观的患者一样 把患者围了一圈 原本无精打采的患者 瞬间就是眼睛一睁 我怎么看着 好像是给我送脏的 患者也是幽默呀 这个点了 还有点功夫开玩笑啊 不过还真别说 这么一大裙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围着这么一圈 这么一站 确实让人感觉肾得慌 别多想 就是做一个数前检查 说着 方寒已经在病床边上坐下 伸手拉过患者的胳膊 开始诊脉 一边诊脉一边问道 你现在什么情况啊 心慌 难受 没力气 喘息 胳膊疼啊 睡眠怎么样啊 睡眠很差 每天晚上要服用安眠药 才能睡得着 患者的一问儿子 急忙道 大便呢 大便吸糖不成形 肛门又下坠感 王志诚补充了一句 患者的情况 索利斯和王志诚等人 已经很清楚了 也就是方寒 第一次接触患者 方寒 松开患者的手腕 又换了另外一条胳膊 诊了脉 然后站起身 看了看患者的舌胎 方医生 有什么情况需要补充吗 看到方寒起身 索利斯急忙问道 事实上 刚才索利斯等一群人 围着病床这么站着 也只是比较好奇诊脉 要不然 他们也是没兴趣 再了解情况了 毕竟了解过了不是吗 医生啊 我这个病啊 是不是做了心脏搭桥 就能好了 患者也是有气无力的当 最初犯病的时候啊 医生说做一个支架 这做了一个又一个 短短续续做了八九个了 现在又要做搭桥 我这个心脏啊 想着搭桥啊就可怕 爸 您就别操心了 安心的治病 其他的有我们 患者的儿子急忙安慰 你们也都不宽裕 这么多年把钱呀 都花在我身上了 这个大桥要几十万呢吧 没那么多 十几万左右吧 我们几个人凑一凑 还是凑得起的 你安心治病就行 方寒看了一下患者的子女们 一个个脸上 都没有什么不满之色 反而都是很担忧的深情 七八个子女 而且都是这么孝顺 不容易啊 方寒并没有多说 而是走出了病房 索利斯等人 也是一起出了病房 走出病房 方寒刻意地慢了几步 和钱小林走在一起 王志成健壮也凑了过来 小方 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啊 我刚才给患者做了检查 其实没有必要 一定要做搭桥手术的 方寒低声道 小方 你的意思是 钱小林急忙追问 根据患者的情况来看 患者断断续续做了九个支架 不仅仅对心肌梗死 没有什么缓解 反而造成了心脏功能的衰竭 患者这样的状况 做搭桥手术的话 风险应该不小吧 就心脏搭桥手术而言 心 肺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确实是不怎么合适 患者的心脏功能衰竭 手术的风险呢 确实比较大的 你患者目前状况 国内能做这个手术的 绝对是屈指可数 不过 索利斯既然答应做 想来是有一定把握的 王志诚 是燕京医院心外的主任 可不仅仅会心脏半膜手术 同样精通 支架和心脏搭桥 所以对这个手术的风险和禁忌 还是了解的 方寒的技能是复制来的 一张复制卡 只能复制一个技能 所以 方寒在心外方面的短板就很大 可人家王志诚 却是自己学来的 虽然心脏半膜手术 没有方寒做得好 可人家懂得多呀 小方 你的意思是 患者没必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钱小林 听出了方寒的话外之音 我觉得 可以采用中药的法子来试一试 方寒道 刚才 在病房 患者家属和索利斯询问 方寒并没有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他看来做手术 并非患者唯一的选择 病房的人多眼杂 所以方寒才没有吭声 出来之后 和钱小林 王志诚商议 如果可以不用手术的话 那自然是不手术的好 钱小林 微微沉言了一下 低声问道 小方 你有多大把握呀 患者目前 心脏功能衰竭 手术风险大 他用保守治疗的话 预后效果不说 总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差 方寒自然不会在 这种事情上打包票 只是说了最保守的情况 正如王志诚所说 心肺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本就不适合 做心脏搭桥手术 患者目前这个情况 哪怕是做心脏搭桥 能拿得下来的专家 绝对不多 那就和索利斯医生 商议一下吧 王志诚道 行 去会诊室吧 What 不做手术 听到钱晓琳和王志诚的建议 索利斯瞬间嘴巴张大 吃惊得能塞进去一个鸭蛋了 患者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 他这边已经准备手术了 现在却说不做 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索利斯医生 我们现在只是在商议 王志诚耐着性子道 方寒的意思是 患者的情况还可以选择中医治疗 手术并非首选 具体要不要做手术 我们还要和患者的家属商议 征求患者家属的意见 至于您这边 我们可以安排更合适的患者 对于索利斯来说 他其实并不在乎给谁做手术 给王麻子做是做 给李次做也是做 给张三做同样是做 并不存在什么 非要给谁做 只是这位患者的情况 索利斯已经了解了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差患者上手术了 却有人提出可以不做手术 这才是索利斯吃惊的地方 方医生的意思 索利斯看向方寒 嗯 我的意思 方寒点着头 我认为已患者目前情况 保守治疗更为稳妥一些 用中医的疗法 索利斯强忍着 没笑出声 他是被方寒 用中医的法子治好了 他也对中医不再怀疑 而且很有兴趣了解中医 可这并不代表 他就瞬间把中医的地位 提升到了和他多年所学的 现代医学同等的地位了 他只是感冒而已 虽然久治不遇 虽然有相当的麻烦 可毕竟只是感冒 没有什么并发症 也没有什么危险 可目前这位患者情况却不同 患者伴随心机心慌 行动困难 喘息难受 之前更是因为心肌梗死 疼得死去活来送到医院 宴监医院这边采用的是 球囊扩张的办法 暂时缓解 以准备给患者 做心脏搭桥手术 这样的患者 中医也能治 方医生 您没有开玩笑 如果患者的情况 继续耽误下去 哪怕短时间内 没有生命危险 也有可能让患者 失去最佳的手术实际 你确定要这么做 索利斯问 看在方寒治疗好 他的感冒的份上 他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语气还相当客气 我想哪怕无法治愈 情况也比现在要好 不会耽误患者的手术时机 方寒道 你的意思是 哪怕中医的法子治不好 也绝对不会比现在更糟糕 索利斯听出了方寒的言外之意 嗯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方寒点着头 哦不 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索利斯道 如果中医 法子真的可以 那么为什么不尽早用中医的法子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因为我刚刚才了解过患者的情况 方寒解释道 患者是心外的患者 而我是急诊科的医生 我急诊科 王志诚张了张嘴 回头低声对钱小林道 而小方这个回答 真的是让人 让人无语是吧 习惯就好了 钱小林微微笑道 是很霸气 王志诚低声道 之前为什么不治 那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参与 因为我没了解 我现在了解了 所以就有了新的方案 哪怕是索利斯 也是一时雨色 遇过霸气 还没遇到过这么霸气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53集 方医生的屁股 可以不做手术 患者的儿女们聚在一起 听到医生的消息 都有些惊愕 不是要说 做心脏搭桥吗 现在的情况是 患者心脏功能衰弱 做手术的话风险很大 这个之前已经告知过你们 刚才方医生 给患者做了个检查 又给了一个 中医的治疗方案 你们可以选择 继续手术 或者是采用中医疗法 方医生 哪位方医生 方医生 哪位方医生 患者的子女 大多数都有些懵 刚才进去一些医生 好像就有一个年轻人 给他爸做了检查吧 方医生 眼睛医院的方医生 突然 患者的一位女儿激动的 有些语物伦次 什么眼睛医院的方医生 小燕你没病吧 哥 方医生啊 万宝的那篇文章 对方急忙提示 方医生 这一下众人纷纷回过神来了 万宝的那篇文章 现在可是闹得相当火 很多人在纳闷 万宝文章当中 方医生是何许人也 甚至还有不少人特意 把眼睛医院的 所有富高医生的专家的资料 都整理了出来进行对比 眼睛医院富高医生 姓方的医生 总共有五位 可没有一位是中医 因而 万宝文章当中的方医生 就更加神秘了 别说富高医生 就是整个眼睛医院中医科 也没有一位姓方的医生 现在和他们商议的住院总 王浩博却说方医生 难道是 万宝文章当中的那位方医生 王医生 这个方医生是不是这个 王浩博笑着点头 嗯 不错 就是你们认为的那个方医生 方医生来我们眼睛医院的时间不长 再加上又年轻 所以职称呢 还没有上去 但是方医生的水平啊 那绝对是没得说 这不用王浩博多说 众人都知道 能让万宝折服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水平 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 方医生是何许人也 这短短的时间 方寒也收获了不少崇拜点了 系统收获崇拜点 可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名字 只要是对方寒本人产生崇拜 同时又是医疗相关的 那就有崇拜点 万宝昨天晚上发的微博 现在满打满算还不到一天 方寒就已经收获了快一千万的崇拜点了 足以可见这件事情的热度 这件事啊 现在还在持续发酵 今天呢 才是第一天 根据这个情况目测 等这个事情热度降下去 搞不好啊 方寒可以收获一个宗师技能 之前给龙亚心治疗所消耗的崇拜点 都能够通通地转回来 我们采取中医治疗 患者的儿女们 简单地商议了一下以后 就做出了决定 眼尖医院神秘的方医生 还是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患者家属同意了 小林听到王浩博的回复 同样有点懵 在钱小林看来 索利斯这边应该不好说话 患者家属那边 应该也不大好说话才对 患者的情况 钱小林是了解的 虽然家境不算太好吧 可患者八个子女是真的孝顺 这位患者也算是 燕京医院的老患者了 前两次支架 都是在燕京医院做的 第一次患者被送来 燕京医院的时候 是直接送来急诊科的 那是十几年前 钱小林还不是科主任 只是副主任 场景这会儿她还记得 当时 患者被送来急诊科的时候 很快就来了一大群 男男女女的青年 年龄小一些的 也才十二三岁 年龄大一些的 也就二十岁出头 八个孩子 就这么往急诊科一跪 直挺挺地 哀求着医生救救他们父亲 孩子的妈妈 前几年车祸去世了 八个孩子 都是患者一手拉扯大的 后来钱小林了解了情况 才知道 八个孩子当中 六个孩子 都不是患者的亲生的 原来患者是偏远山区支教的老师 自己收养了好几个孩子 除了老二和最小的 其他孩子 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当时八个孩子跪在急诊科 感动了不少人 医院方面减免费用不说 还有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 自发地组织捐款 帮着患者补交了住院费 后来患者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子 一打工 把捐款的每一位患者和患者家属 都找到 一分不少地还了钱 第二次患者住院 住院费用是患者的几位 年长的子女 东拼西凑 这一次 患者的八个儿女 已经经济独立了 虽然每一个人过得都不好 可对于他们 自己这个父亲 还是非常上心的 见惯了好多子女之间的争吵和纷争 反而是 这位患者的八个子女 每次都能够让人动容 心脏搭桥手术并不便宜 手术费用 那虽然只有八九万吧 可是各种治疗下来 绝对在十五万以上 甚至更多 可患者的这些子女们 却没有一丝的犹豫 只要能救他们的父亲 他们是义无反顾的 这一点 其实也是钱小林 愿意和方寒 一起给索利斯做思想工作的原因 如果能够给患者 省下一笔手术费 钱小林觉得自己心里 也能好受一些 他们听说 方案是方医生提供的 都毫不犹豫地同意 让方医生治疗 王浩博笑着道 小方现在名气那么大呀 王志诚有些不敢相信 患者可是他们心外的患者 并非急诊科的患者 方寒也是第一次接触 王主任 现在我们燕京医院 隐藏了一位神秘的方医生 那可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王浩博笑着道 神秘的方医生 钱小林也愣了一下 然后猛然间明白 哦 是因为万宝 说实话 方寒和万宝中间的事情 钱小林还真的不怎么清楚 万宝在急诊科 住院 他是知道的 可后来方寒怎么治疗的 他是完全不值 作为急诊科的大主任 钱小林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哪有功夫去操心 每一位患者的治疗呢 万宝经过抢救 以及脱离的危险 钱小林就更不会去关注了 要不是万宝的文章 钱小林都不知道其中的事情 他还是今天早上看到了万宝的文章 然后从王浩博的口中得知事情的经过 什么神仙水之类的 眼睛医院的神秘的方医生 王志诚也笑了 他也知道这件事情 什么神秘的方医生 钱小林和王浩博这边说着 索利斯等人就在边上 翻译把他们的对话翻译给了索利斯 索利斯听得很是迷糊 是患者对方寒的赞誉 赞誉 说方寒呢 是我们燕京医院的神秘武器 钱小林道 神秘武器 索利斯满脸疑惑 索利斯医生 这些都不重要 现在患者家属已经同意了中医治疗 您看手术是不是临时取消啊 钱小林问 要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什么事都好说 该做手术就做手 该放弃就放弃 可索利斯是贵客呀 钱小林也不想得罪 整个燕京 想请索利斯去做手术的医院多的是 真要愿意做手术 那索利斯是不缺患者的 我保留意见 不过患者如果同意 我也不会坚持 但是我还是不认为 中医的治疗法会对患者的病情有什么帮助 索利斯道 谢谢索利斯医生的理解 我们会再给您安排患者的 王志诚也松了口气 作为心外的主任 王志诚才是最希望索利斯 能够留在燕京医院做手术的人 我可不可以看看方医生是如何治疗的 索利斯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当然 方寒道 只不过中医的疗法不是那么快能见效的 这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 没关系 我最不缺的就是尸件 索利斯根本无所谓 作为霍普金斯医院的心外大拿 索利斯完全可以自由掌握自己的时间 他这次来燕京也是他个人的意思 至于在燕京待多久 也是他自己说了算 方 如果你真的能用中医的疗法 让患者的病情好转 我会建议霍普金斯医院 和你们燕京医院开展长期合作 进行中西医方面的课题研究 我靠 边上的王志诚和钱小林 激动得眼睛都红了 倘若真的能够促成燕京医院 和普货金斯医院的长期合作 那可真的是破天大功啊 老前 如果我没记错 方寒只是进修生吧 王志诚 第一声和钱小林交流着 是江中医院 来咱们医院进修的医生 钱小林点头 老前 小方进修结束课走了 即便是这个患者有效 不等索利斯的建议促成 方寒或许回了江中院 到时候这个合作对象啊 是我们燕京医院 还是江中院的 那就难说了呀 我知道 钱小林深吸一口气 所以 一定要把小方留在咱们燕京医院 王志诚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了 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合作 那可不是单方面的合作 那可是双方的 要是能换来 霍普金斯医院的技术共享 那对于燕京医院来说 那绝对是天大的好事情 别的不说 至少燕京医院的心外领域 至少能提升一个档次吧 双方合作 方寒也是一愣 这是好事啊 江中院现在基本上都是中医 要是能够和 霍普金斯医院达成合作关系 那对于江中院来说 可是求之不得的契机 嗯 站在方寒的角度 下意识地 他就把合作对象 从燕京医院 换成了江中院 方医生的屁股啊 那坐得是相当稳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54集 时间不多了 不错 合作 索利斯道 如果方医生 您能用中医的方式 让患者好转 我就会让 霍普金斯医院的 组委会建议 我想他们是会乐意的 这个命题是双向的 如果方寒能够通过 中医的方式 把这位原本需要 心脏搭桥的患者治愈 哦不 只是好转 那就证明了中医的价值 有着这个病案做基础 再加上索利斯的影响力 双方达成合作 可能是很大的 如果没有什么效果 哪怕是索利斯建议 霍普金斯医院的高层们 也绝对不会同意的 米国老门可是相当现实的 他们只有看到好处 才会蠢蠢欲动 绝对不会同情弱者 我很乐意 能够和索利斯医生 还有霍普金斯医院合作 不过 却不是以这个病症为赌注 我想只要索利斯医生愿意 您会看到更多中医的奇迹之处 哦不 应该不是神奇 而是实用 说服了索利斯 同时又得到了患者家属的同意 方寒也就不耽搁了 拟了一个处方 交给了钱小林和王志成 小方 这个剂量是不是太大了 钱小林对中医并不太懂 不过她也大概知道一些 方寒这个处方 总计17位中药材 大都是大剂量的 最低都是10克 甚至当归用到了20克 单身用到了40克 党身用到了50克 黄骑足足用到了100克 也就是说 方寒的这个处方 所有药材加起来 剂量就几乎达到了半斤以上 这样的剂量 在中医中都是很少见的 患者的情况属于是大气下陷 瘀血内阻 非重剂补一气血 要不然没有办法挽回危机的心脏 方寒解释道 小方用药一向比较严谨 不妨先用着 王志诚道 我知道小方的性子 那就用吧 吩咐护理部 患者启用二级护理 随时注意患者情况 钱小林对王浩博吩咐道 是 王浩博应了一声 然后去准备汤药 索利斯等人就一直跟着方寒 一直等到汤药熬好了 看着患者 把汤药服了下去 还物质不甘心地离去 索利斯医生 这一次可是重症 不会有那么快见效的 最起码要等到患者 六级药吃完 方寒哭笑不得 上次给这位索利斯医生治病 服药到见效也就两三个小时 这位索利斯医生 很显然是打算在这等效果了 六级药是多长时间 索利斯问 每天一记 六天时间 六天 之前在病房和方寒 有过争执的尼克医生 终于忍不住插嘴道 方医生 这六天不需要有效果 患者不做手术 只要能坚持六天 就算您的 施疗有效果了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 患者的大儿子就听不过去了 什么叫只要能坚持六天 这不是咒骂人吗 不不不好意思 我代替尼克医生 向你们道歉 索利斯回头看了一眼尼克医生 虽然他也是这么想的 可这种话呢 还是不要当着人家患者 和患者家属的面说出来呀 患者服了药 方寒自然不可能 一直在病房等着 劝说了索利斯几句 一群人一起出了病房 王志诚客气地对索利斯道 索利斯医生 我们再给你安排一位患者 不 索利斯摇着头 在这位患者没有好转之前 我没有任何心情受疏 王志诚那个郁闷呢 还得再说 钱小林拉了王志诚 行了 只要他不走 迟早的事 也是 只要他不走啊 就成 王志诚点了点头 有这个患者拴着 估计现在啊 就是赶索利斯走 索利斯也不愿意走了 正如王志诚和钱小林猜测那样 索利斯对这位患者的上心程度 快赶得上患者的亲儿子了 每天要跑三次 亲自给患者做检查 每天早上 方寒查房 索利斯亲自跟着 中午索利斯自己去一次 晚上下班前也要去一次 比住院医们还要勤快 一连过了五天 一剂药还没有吃完 索利斯就发现了患者异常了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 患者的心悸和心慌症状消失了 脸上的紫暗之色 也减轻了不少 全身发紫的情况已经没有了 原本右臂放射性疼痛 也不疼痛了 索利斯简直有些不敢相信 这位患者是他准备做手术的患者 因而患者之前什么症状 他是非常清楚的 短短五天 方寒所说的六剂药还没有吃完 患者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 正如之前尼克医生所说 你患者原本状况不做手术 能撑六天病情不恶化 那就算是好的 好转简直不可思议 患者恢复得不错呀 钱小林和王志诚也有些意外 根据患者目前情况来看 已经完全不需要手术了 这种情况应该坚持下去 还做个屁的手术 方寒给患者减了脉 倒 从情况上来看 方的奏效了 可以加大一下剂量 原本方寒说好的六剂药 下去之后再看 索利斯大呼小叫的 方寒和钱小林也被惊动了 鉴于患者的情况好转 方寒修改了一下药方 把原本的100克的黄芪 加到了120克 原本50克的党参 减到了30克 其他草药 有加有减 呃 还有17味中药材 不过轻微有所变化 见到患者情况有所好转 索利斯比以前更加勤快了 依旧是1300次 有的时候还4次 患者持续服药两周 这天早上方寒和钱小林 索利斯 例行查房 走到病房 索利斯愣住了 患者竟然下床了 在房间里面走动着 我这天哪 索利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两个礼拜 原本要做心脏搭桥的 危重患者 竟然恢复得这么好 方医生 前主任 王主任 前主任 患者的一个儿子和女儿 陪在病房 看到方寒等人进来 急忙热情地招呼 原本每次方寒等人进病房 患者儿女都是前主任 王主任 方医生 这样子的顺序称呼 可在第六天的时候 他们称呼已经不知不觉改变了 方寒已经变成了第一位了 方医生 患者也看向方医生等人 向他们问好 赶上去恢复得不错 能走动了吗 前小林笑着道 腿还是有点软 不过在病房走一走 还是可以的 患者说着话 已经上了床躺着了 脸色要好多了 已经没有之前的安紫色了 半点也消除了一大半 索利斯很认真地走上前 观察患者气色 随着患者开始好转 这位杨大夫也注重望着呢 每天关注患者的气色变化 索利斯医生 您这些要准备学习中医吗 王志诚开着玩笑 如果可以 我是很想学的 索利斯竟然大方地承认了 索利斯医生 要是愿意了解 我还是很乐意的 方寒倒不介意 给这位杨大夫 讲一讲中医 要是能把 霍普金斯医院的心外专家 培养成了铁杆 那不知道会不会引起 类似于一次万宝 这样的轰动效果 这一段时间 万宝事件的热度依旧不减 方寒已经收获了 超过了5000万的崇拜点了 他每天都是乐滋滋的 自从获得系统 还从来没有哪次 能够那么轻易地 获得这么多的崇拜点 说着话 方寒坐到了床边上 给患者诊脉 一边摸脉 一边问道 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晚上睡眠已经好多了 前几天呢 都不用再吃安定了 就是感觉到累啊 还稍微气短 不着急 慢慢来 方寒摸过脉 又重新更改了一下方济 还是在原方的基础上 改动 增加了资因的药物 出了病房 王志成跟着钱小林 来到钱小林的办公室 关了门 也不等钱小林倒水 王志成就到 老钱哪 患者现在恢复得很不错 可小方的时间 却不多了呀 钱小林一愣 这才明白 王志成说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 方寒进修时间三个月 现在满打满算 方寒已经来燕京医院 快一个半月还多了 算起来大概有四十来天 方寒进修时间就到了 到时候啊 就要回江中院了 我知道啊 钱小林有些头痛 可这件事情 我现在也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之前老钱也想过办法 甚至给江中院的领导 打过电话 可人家江中院急诊科的科主人 杀到燕京来了 小方有没有要留的意思 说起这件事啊 钱小林就很头大 患者开始好转 索利斯之前的承诺 就极有可能兑现 目前的情况来看 患者呢 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治疗 别人不清楚 那钱小林可是很清楚的 索利斯每天去病房 给患者检查 可不是做样子的 他其实是来采集数据的 患者每天一个变化 索利斯呢 都记录得很详细 这个数据 就是索利斯回去之后 说服霍普金斯医院 高层的证据 所以索利斯暂时 是不会回去的 要等到索利斯回去 方寒也该回去了 可到这个时候 合作和燕京医院 还有个屁的关系啊 可该怎么把 方寒给留下呢 钱小林还是毫无头绪 方寒本人 没有留下的意思 方浩阳也不是擅长 这事啊 你还真没办法用墙 正如方浩阳所说 天要下雨 娘要诈人 这是方寒本人的意思 才是关键 晚上把老坛降上 咱们一起吃个饭 商量一下对策 不能就这么放弃吧 啊 王志成道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55集 天下之大随处可去 谭主任来了 谭广平走进玉香石府 玉香石府的经理 急忙忙笑呵呵地 迎了上去 谭主任 前主任和王主任 已经到了 还是老地方 玉香石府算是 燕京医院附近 档次最为适合 饭菜口味 也比较不错的一家饭店 燕京医院这些个领导 那可都是这儿的常客 饭店的经理 对这些主任领导 那也是相当客气的 好 谢谢冯经理了 谭广平点了点头 就直接向老地方走去 还是原来的包间 上次方浩阳来找钱小林 就在这个包间招待的 老谭来了 看到谭广平进门 钱小林和王志成 急忙起身招呼 我说你们今天唱的 这是哪出啊 谭广平还是 很是有些纳闷的 两个老家伙 最近走得很近啊 好端端的 还拉着自己吃饭 这钱多了没地儿花 都是一个医院的 好歹也认识快三十年了 谁还不了解谁啊 虽说几个人不在一个科室 可一个医院的医生 都是住院医那会儿 基本上都见过了 谁什么性子 谁什么为人 这么多年那算是心知肚明 正所谓是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时间是检验一切的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啊 一个三十年前呢 那该检验的 基本上都检验差不多了 别看一个个 现在都是科主任 不差钱的主 可几个货 还真没几个大方 平常有人想吃个大餐 都要从通讯录里面翻一翻 翻医药代表们的电话 亦或者是微信 好端端的 没碗人 吃个什么饭的 郁香师傅的饭菜 可不算便宜 老谭啊 坐 坐下 坐下说 王志诚笑呵呵地 拉着谭广平坐下 先给谭广平倒了一杯茶 这才倒 老谭啊 今天呢 我和老钱叫你来呀 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方寒的事情 商量方寒的事情 谭广平一愣 商量方寒什么事情啊 谭广平有些警惕地 看着王志诚 怎么这老小子 也参合进来了 原本一个钱小林 还不够用 再来一个竞争对手 老谭呢 有些事啊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一次 能不能把方寒 留在咱们眼睛院 那可是 干系重大呀 钱小林道 愿闻其详 谭广平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水 这个事情并不好弄 说实话 谭广平现在其实 都有些开始打退堂鼓了 王志诚简单把方寒 和索利斯的事情 说了一遍 道 老谭呢 现在患者的情况 不断好转 索利斯非常上心 目前情况来看啊 索利斯之前的承诺 极有可能会兑现呢 虽然当时索利斯 说的是咱们眼睛医院 可你要明白 人家索利斯 是奔着方寒去的 方寒要是回到了江中 这个合作对象 那可就不是咱们眼睛医院 而是江中院了 还有这事 谭广平一愣 这事呢 他还真不知道 要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这个事情 可要重新衡量了 要说之前 谭广平和钱小林 对方寒上心 是想着把方寒 留在眼睛医院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撕心作祟 作为科主任 那就是科室真正的老大了 上面没人管着 哪怕是院领导 也不会随便干涉 科室内的一些事情 这个时候 科主任考虑的问题 那就和其他 医生考虑的不同了 住院医们 更多的是考虑 升主治 主治们考虑升腹高 腹高们 考虑升正高 正高们想着 竞争科主任 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目标的 在这种情况下 医院的大多数医生们 其实对带新人 是没什么兴趣的 医生这个职业 本来就竞争大 上升公年窄 没人愿意给自己 来培养竞争对手 你牛叉了 我其实不是无能了 这是大多数医生的心态 特别是年龄差距不算太大 只称差距比较接近的 一两年的年资 是很容易被天赋型选手 干掉的 因而呢 不少新人 进了医院就会发现 往往带他们的住院医们 其实不怎么愿意 教他们东西 反而是一些 少年纪的主治 亦或者是富高们 偶尔会指点一下新人 毕竟新人 对住院医们来说 那是具有威胁性 可对于一些 资深的主治 那就不存在了 新人熬到主治 怎么要好几年 到时候主治 那差不多 应该能拿下 这个富高支撑 方寒这样的 天赋型选手 在医院 其实是很受 年轻医生们排挤的 事实上 方寒最初到江中院的时候 无论是叶开 还是李小菲 都是不怎么代见方寒的 后来呢 看到了差距了 没指望了 这才改变了想法 可对于 科主任级别的大佬来说 方寒这样子的选手 就是他们最喜欢的 年轻 有水平 有天赋 而且不会威胁到他们 还能给他们创造价值 多好啊 这样的新人 要比一些老油条 用起来更顺手一些 无论是谭广平 还是钱小林 都对方寒很喜欢 希望把方寒留下来 可这个喜欢说穿了呀 还是个人医院大一些 方寒这种年轻医生 放在其他医院 一个人可以撑起一个科室 可在燕金医院 那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燕金医院的其他科室 哪一个科室 不是三位以上的主治医师 和三位以上的副主任医师啊 可现在有了索利斯这个承诺 方寒的价值就不同了 不再是个人医院了 而是和整个医院的利益 都挂钩了 霍普金斯医院名气有多大 排面有多大 只要是个医生都很清楚 根本不用赘述 燕金医院虽然是 国内顶尖的三家级医院 可真要和霍普利斯医院相比 那就真的没法比 准确来说 那就类似于江中院 和燕金医院这样的比较 差距其实是很大的 谭广平的几个条件 能让江中院的院长 徐景波眼红 索利斯的这个承诺 那可绝对是能够让 燕金医院的高层眼红的 真的 要能和霍普金斯医院合作 哪怕没有实质上的 什么科研成果 单单是这个名头 就能够给燕金医院 带来不小的便利 一旦这个合作消息传出去 燕金医院瞬间 就能压邪和一头 燕金医院的心胸外科 马上就会变得炙手可热 这是必然的 对于国内患者来说 他们听到燕金医院 和普霍金斯医院 合作这个消息的 第一反应就会是 燕金医院的心胸外科水平 和国际接轨了 这就和小地方的医院 邀请燕金医院的专家 坐诊带来的影响 是一个道理 一个心胸 一个中医科 两个科是必然会 瞬间扭起来 然后带动整个医院 老谭呢 现在可是整个医院的理 咱们现在就不要内斗了 一起想个法子 要是方寒回到了江中 这个好事 可就落在了江中院的头上了 这事 你们没有和院领导回报 谭广评论 这么大的事 是绝对能够引起 院领导的重视的 不 那是直接 可以让部委重视的 现在一切都只是口头方面的 索利斯会不会兑现 什么时候兑现 还都是未知数 我们怎么汇报啊 王志成苦笑 这给上面汇报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 这件事情 索利斯是口头承诺的 目前看来希望很大 可万一索利斯只是闹着玩呢 万一索利斯回国以后 就抛之脑后了呢 那现在汇报上去 让领导空欢喜一场 即便是汇报 最起码也要有一点苗头 什么时候 多大的可能性等等 不能这么空口白话 而且领导们也都是有任期的 三年之内和五年之内 差距就大了去了 到时候 正计算谁的 说的也是啊 谭广平点了点头 这件事现在确实不好汇报 真要汇报上去了 领导伤了心 逼着你半城 那岂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所以说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想办法 把小方留在眼睛 留在咱们医院 主要小方在 这个事情一旦有结果 必然会落在 我们眼睛医院头上 到时候 后面的话 钱小林没说 可谭广平很明白 这件事情真要能成啊 他们三个人 可就是大功臣了 副院长 也不是不能考虑 退休之前 干一任副院长 退休之后的待遇啊 那可现在可是天差地别 可是这事不好办呢 谭广平皱了皱眉 老钱 你也知道 我给江中院的徐院长 打过电话 徐院长那边是没有意见 可方浩阳很难缠 最主要是 小方自己的意愿很强啊 正是因为难办 所以咱们才一起想办法吧 王志成道 方寒虽然年轻 可以方寒现在的本事 可真的是世界之大 大可去的 他现在就是想去 霍普金寺医院 那都是相当容易的 其实霍普金寺医院 毛省医院难道去不得 哼 谭广平哼了一声 水平到了方寒这种程度 那就真的是相当牛了 可以说 全国各大医院随便挑 如果方寒愿意 去一些有钱的私人医院 年薪上百万 那绝对是和玩一样 在燕京医院 方寒或许还显不出 太过特别 要是去了其他医院 方寒一个人 能撑起大半个医院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肝切除 心脏半膜手术 中医水平 骨伤 这家伙会得太多了 而且每一样都是拔尖的 想到这 谭广平啊就有些郁闷 和方寒一比啊 自己这么多年 好像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呀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神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五十六集 强吻 话是这么说 可咱们总要想想办法不是 王志诚一边赚着空茶杯 一边道 这种事情可是 可遇而不可求的 错过了这次 或许永远都碰不到机会了 要说燕金医院水平 比方寒高的医生 那绝对不止一位 就中医方面来说 国手都有好几位呢 可索利斯这种事 那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 要不是索利斯这个病 凑巧被方寒医好 索利斯这种人去关注中医 别说关注了 这一次提出不做手术的 幸好是方寒 索利斯是吃了方寒的周痊愈的 要是换个人 哪怕是谭广平 索利斯也不可能买账的 那你们说怎么办 谭广平当 我也不瞒你们 这一阵 我是能把想的办法都想了 把不能想的办法也想了 要让小方留下呀 只有一个可能 他自己同意 要不然呢 别无他法 罗老和周老呢 能不能请罗老和周老 帮忙说说话呀 简小林问 罗老和周老 不会操心这种事情的 霍普金斯医院 和燕金医院合作也好 和江中院合作也好 对他们没什么区别 谭广平摇着头 上次方寒收徒的事情 谭广平就在场 他是看明白了 罗元臣和周同辉 对方寒不是一般的其中 他们是绝对不会干涉方寒的 要不再和小方聊聊 全说一下 哪怕小方不愿意留在燕金 这个合作 还是咱们燕金医院 最合适一些吧 王志诚决定退而求其次 对王志诚来说 他最在乎的是这个合作 方寒本人反而是次要的 如果和霍普金斯医院合作 燕金医院最先受益的 就是心外和中医科 这是毋庸置疑的 吃饭吃饭 咱们先煎点菜 便吃便聊 说着话 服务员已经开始上菜了 吃饭 方寒和龙亚新 张小泉 以及险份这会儿 也正在一起吃着晚饭 吃晚饭的地点 是张小泉在燕金的豪宅内 厨师依旧是 滨江大饭店的厨师 龙亚新明天就要乘坐 张小泉的私人飞机 和张小泉一起回江中 继续回家休养了 今天这顿饭 也算是给张小泉 和龙亚新送行 这顿饭方寒 没请其他的人 见到险份的时候 方寒还有一些意外 险份已经有好几天 没来燕金医院了 不知怎么的 竟然和张小泉 搅合在一起了 按说这两个人 扒肝打不着啊 一个闻一个舞 方寒就很纳闷 他们是怎么尿到 一个狐狸去的 这会儿说一下 龙亚新出院有三天了 在燕金医院 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龙亚新恢复得相当不错 现在除了每天 按时服用方寒 配置的药丸之外 他已经不需要 再服用任何的药物了 一个月 外伤也几乎痊愈了 伤口是方寒亲自缝合的 用的又是方寒配置的药膏 几乎没留下什么疤痕 如果不做剧烈运动的话 从外表看 龙亚新已经看上去 和常人没什么异常了 当然 心脏手术 毕竟不是一般手术 回去之后 龙亚新还要继续地休养 想要上班 也至少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师傅 要不我们晚回去一天 明天咱们一起出去玩 一边吃着饭 张小泉一边提 明天圣诞节 龙亚新瞬间眼睛就亮了 期待着看着方寒 在燕京那么多天 他几乎都在病房 真想出去转转 当然前提是和方寒一起 你龙姐姐不能出去的 万一感冒了 他谁的 方寒吃着饭 头也不抬得到 对啊 龙警官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还是要多处理休息 特别是术后的三个月以内 尽量不要发烧感冒 要不然呢会很麻烦的 险分点着头 龙亚新顿时满脸失望 不过他也知道方寒那是为了他好 也是啊 这一阵啊 燕京这么冷 也没什么好玩的 张小泉急忙改口 方寒啊 你还有一个月要回去了吧 险分问方寒 不到四十天 方寒点了点头 他是十一月初来燕京医院的 现在都已经圣诞节了 算下来他来燕京医院差不多 快两个月了 到时候你们一个一个都走了 就剩我一个人留在眼睛 多无聊啊 险分叹着气 要说朋友啊 他在燕京也有一些朋友 可和方寒张小泉认识的时间不长 险分还真有些舍不得这两个家伙 方寒吧 为人稳重 有本事 张小泉吧 没什么心眼 有趣 很好玩 都是不错的朋友 你也可以去江中啊 方寒道 我去江中干什么呀 方寒也吃得差不多了 擦了擦嘴 道 你的博士学位不是快拿下来了吗 到时候可以去我们江中院啊 江中院是纯中医医院 现在急诊科 又在搞中西医结合的研究项目 你去了正好有用武之地啊 让险分去江中院 这事呢 方寒早是有想法的 只不过之前不着急 一直没提 现在呢 他在燕京医院的时间也开始倒计时了 险分呢 又是天天去燕京医院 这家伙呢 是自由人士 今天正好有机会 方寒呢 就做一做险分的思想工作 险分摸着下巴 去江中院啊 说实话 这个提议很诱人 可是他呢 还是有些纠结 江中院是很不错 可和燕京的几个大医院比起来 那就差远了 最主要的是 他们险家在燕京根基深厚 险千华呢 又是燕医科大的校长 人脉影响力都在燕京 这要是去了江中 这些优势可都没有了 还有一个事啊 方寒道 前一阵子 霍普金斯医院的心外科专家 索利斯跟我说 他会给他们霍普金斯医院的高层提议 和我们江中院开展一个合作 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合作 想了想 方寒决定加一个筹码 就目前来说 方寒能看得出来 索利斯对中医的热情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之前的承诺 应该还算靠谱 至于索利斯说的是哪家医院 那还用说吗 肯定江中院啊 到时候他回江中了 燕京医院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霍普金斯医院 险分嘴巴大张着 这几天 他没去燕京医院 这是错过了什么了吗 方寒和万宝的事情 他还是从网上有所了解 看了文章就知道 那肯定是方寒啊 可索利斯 就因为那个神仙舟 万宝的文章里面 对神仙舟的事件有描述 说的是方医生用一碗粥 医好了索利斯的病 万宝在微博的文章中 除了没有直说方寒的名字 和他本人的情况 其他都描述了 什么神仙舟了 索利斯了等等 也正是因为 万宝讲的都是实情 除了方医生之外 索利斯更是有名有姓 所以文章的可信度 还是很高的 这也是不少人都觉得 万宝真的背叛了 而不是在炒作 差不多吧 方寒也没细说 道 你想啊 江中院是纯中医医院 霍普金斯医院呢 又是知名的医院 到时候两家医院合作 肯定有不少的合作的课题 在方寒看来 霍普金斯医院和江中院的合作 那是绝对非常完美的 到时候两家只是中西医 结合方面的合作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 江中院现在差的就是契机 霍普金斯医院的合作 正好就是枕头 同时 江中院也不担心 被霍普金斯医院西医化 毕竟对于国外医院 哪怕是同为西医医院 国内医院的话 也是有着警惕性的 更别说江中院了 两家医院合作 只是进行中西医医疗方面的 配合研究 而且地位平等 互不影响 互不干涉 这就是作为完美的合作模式了 险分真的心动了 如果仅仅是江中院的话 他确实还有些犹豫 除了他本人的医院 险迁华可能也不会同意 富二代和官二代 都是有着属于 自己的天然优势的 把自己的天然优势丢掉 从头开始白手起家 这么中二的毕竟不多 好不容易 投胎得到的优势 为什么要扔掉啊 多少人求之不得 自己却傻不拉几的不用 这不是脑子进水 那是什么呀 可倘若江中院真的 能和霍普金斯医院合作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有了霍普金斯医院的合作 江中院的潜力 那个就不可估量了 我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 然后给你答复 不着急 你明年才能拿到学位 慢慢考虑 方寒笑了笑 他又不是让险份 马上就去 方寒和险份 说话的时候 龙亚新也吃好了 就坐在边上 看着方寒和险份 眼睛一眨不眨 就是啊 慢慢考虑 急什么呀 张小泉也吃好了 伸手一拉险份 走 今晚大战三百回合 回去就没机会了 大战三百回合 方寒目瞪口呆 这两个人好可怕呀 张小泉拉着险份走了 餐厅就剩下方寒和龙亚新 场面一时之间显得有些尴尬 龙亚新漂亮的眼睛 一直一眨不眨地看着方寒 看着方寒心中发毛 看着方寒的脸蛋 龙亚新突然站了起来 迈着大长腿 向方寒走了过来 方寒连人带椅子急忙往后退 那个你要干嘛 你不会也打算和我 大战三百回合吧 龙亚新不吭声 走过去就一脉腿 坐在了方寒的双腿之上 不行 你现在不可以 方寒正说着 嘴唇就被龙亚新的红唇 给堵住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续白可可糖 第八百五十七集 走了 早上八点 钱小林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 外面急诊科的医生 就已经就位了 今天是主任查房的日子 所有医生都要跟着 钱小林一起去查房 除了急诊科的医生们 钱小林还看到了熟悉的索利斯 这位歪国佬 依然是每天早上正点点某 简直成了 燕京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了 这一阵啊 是从未迟到和早退过 方寒呢 钱小林在人群中一扫 没有看到方寒 下意识地就问道 钱主任 方医生今天请假了 龙警官今天回江中 方医生要去送人 李俊贤急忙道 今天就回江中了吗 钱小林愣了一下 其实昨天晚上 他和谭广平 王志成想办法 还想到了 从方寒的女朋友 龙亚新这边着手 只是龙亚新现在是休养期 暂时是没辙了 没想到今天就回江中了 查房吧 钱小林也不纠结了 走一步看一步 实在不行 就按照王志成的想法来 退而求其次 小以大义 想来方寒的 应该是能够知道轻重的 霍布金斯医院 和燕京医院合作的 实际意义 要大于江中院合作 昨天晚上方寒 也没有回住处 就在张小全的豪宅 当然也没有和龙亚新 大战三晚回合 只不过方寒 被抢吻了 方寒早上起来 洗了把脸 坐在沙发上 等着吃早饭 同时回味着 昨晚的感觉 第一次被女孩子亲 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 很香 很软 让人很想一探究竟 傻笑什么呢 冷不丁地 边上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吓了方寒一跳 一抬头 龙亚新正站在边上 笑音音地看着他 没什么 方寒急忙摇头 什么叫傻笑啊 傻这个词 能和他关联到一起吗 师傅 龙姐姐 吃饭了 餐厅传来了张小泉的声音 方寒急忙起身 向餐厅走去 看着有些慌乱的方寒 龙亚新 嘴角不由得 有了一丝弧度 被本姑娘亲了 以后就是本姑娘的人了 想逃 想都不要想 显愤呢 方寒来到餐厅 看到只有张小泉一个人 不由得问道 回去了呀 张小泉奇怪的道 不回去 能留在这儿过夜吗 不是 你们三百 方寒差点说出口 话说了一半 好像觉得不太合适 改口问道 你们昨晚不是去玩去了吗 对啊 打游戏打到凌晨两点 他就回去了 张小泉 说着就坐了下来 兴致勃勃的道 师傅 你不知道 那个险分果然是闷骚 看上去一本正经 玩游戏比我还狠 玩游戏啊 方寒狐疑地看着张小泉 只是玩游戏啊 啊 还别说 他水平还真行 张小泉点着头 中肯地评价道 比我请的那几个游戏带恋啊 还要厉害 要不是他不乐意 我都想聘请他 当我的专职带恋呢 只是打游戏啊 当然 我的人生只有两大爱好 打人和打游戏 打游戏的目的 也是打人吧 龙亚新走过来 在张小泉的后脑勺拍了一下 我说 简 亲简 你轻点 张小泉那个郁闷啊 打人怎么了 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 仗剑走天涯 要是能穿越就好了 我就可以去武侠世界了 张小泉叹着气 说这话 张小泉问方寒 师傅 你说真的有穿越吗 也许 有的吧 方寒不太确定 毕竟 天降系统这一个事情 都落到了他自己头上 穿越 或许也是有的吧 要是能穿越 我就是那种 仗义蔬材的侠客 张小泉道 吃过饭 方寒帮忙 给龙亚新收拾东西 外面冷 出门的时候 记得多穿一点 这条围巾啊 记得围上 口罩也要戴上 一定要注意了 回了江中 尽量也少出门 少去人多的地方 这个季节 流行性感冒很普遍的 这个药要记得暗吃吃啊 哦 还有那个凝神香 晚上睡觉的时候点上啊 白天运动少 肯定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 方寒一边收拾着 一边不停地叮嘱 就像是田林女士附体一样 龙亚新站在边上 笑阴阴地看着 心中啊 只觉得暖暖的 收拾好东西 方寒送着龙亚新 和张小泉去了机场 嗯 张家的私人停机坪 一直送着两个人上了飞机 顺便还参观了一下 所谓的私人飞机 看着豪华的私人飞机 再想想张小泉的侠客梦 这是钱多了 烧的呀 吃饱了没事干 小说看多了吧这是 师傅要不你也和我们一起回去吧 回去玩两天再来 张小泉并不知道方寒心中所想 兴致勃勃地邀请道 算了吧 我就不折腾了 反正再过一个月 我也就回去了 方寒打量了一下 所谓的私人飞机 然后看向龙亚新 回去之后啊 就住在家里 不要乱跑 江中呢 虽然比燕京暖和 冬天呢 也挺冷的 照顾好自己 不要感冒了 有什么情况的话 给我打电话 嗯 龙亚新点着头 伸出双手 给方寒整理了一下衣领 你也照顾好自己 看着龙亚新 近在咫尺的红唇 方寒突然 很想再亲一口 方寒还在失神 突然觉得嘴唇一凉 龙亚新偷袭得手 满脸得意 我去啊 方寒眼睛圆睁 能不能给点主动啊 总是这样被动不好 张小泉目瞪口呆 这两个人已经 关系发展到这一步了吗 方寒下了飞机 站在飞机下面 向张小泉和龙亚新挥手 路上开慢点 注意安全 哦 师傅 再见 张小泉挥了挥手 再见 龙亚新笑阴阴地 向方寒挥手 再见 方寒站在边上 一直看着飞机远去 然后起飞 然后消失在了视野中 北风呼啸 方寒下意识地 裹了裹身上的大衣 这才回身 边上的司机 很是客气地 给方寒打开了车门 方医生 请 谢谢 方寒到了声泄 然后上了车 车里面暖气一直开着 很暖和 上了车 司机一边缓缓地 启动车子一边问 方医生 是直接送你回医院吗 哦 回医院吧 方寒点了点头 这么冷的天 不去医院啊 他还真不知道 能干点什么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 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58集 信任 就下雪了 这是今年的第二场雪了吧 万宝站在别墅的阳台 看着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 手中端着一杯热茶 热气腾腾 二十多天没有上班 没有工作 万宝每天就待在别墅 没事呢 就看着外面的风景 应该算是第三场雪了 半个月前 好像玉泉山还下了一场 万宝的爱人走过来 坐在万宝的边上笑着道 也就是在北方啊 基本上每年都能看看雪 看着外面的白毛毛一片 这心情啊 也能宁静不扫啊 万宝笑着道 万宝的别墅呢 就在郊区 属于燕京风景 很不错的别墅区 这儿不像市区 一场大雪落下 迅速就有人清扫 哪怕一晚上大雪 在市区也很难看到 白茫茫一片的雪景 也只有在这种地方 哪怕别墅区的积雪 被清扫 可远处依旧是银白色的世界 在现如今这样 生活节奏相当快的 现代化都市 能够看到这种雪景 也着实是比较罕见的 这段时间 眼睛的气候更是多变 可你的咳嗽 好像并不严重 还别说 自从喝了那个 叫什么水啊 我这一阵子咳嗽 都确实好多了 气短的毛病 就再也没有犯过了 万宝笑着点头 他以前从来不信中医 而且还反对中医 可他的病 却是被中医治好的 喝了风寒的神水 这一阵啊 他都感觉到很轻松了 咳嗽 偶尔还是咳嗽 可哮喘 气短 胸闷的毛病 却从来没有犯过 万宝的妻子问道 自从你上次 在微博发了文章 这已经有半个月 没有露面了 也没有这么好说的了 万宝摇了摇头 该说的说了 再说就是划纵其从了 我以后啊 也不会再发微博了 这算是 彻底退出了吗 万宝的妻子 每一眼都带着笑 这一段时间呢 也是他最为开心的时候 他已经记不清 有多少次 没有和丈夫 这么好好的 在一起过日子了 天天做做饭 聊聊天 看看风景 天气好的时候呢 一起去外面散散步 这种反普归真的生活啊 别有一番幸福 以后啊 就安心当个医僧吧 万宝笑了笑 问道 这一阵啊 验尖医院啊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你是想打听方医生吧 万宝的妻子笑着道 听说方医生这一阵 在治疗一位心脏搭桥的患者 中医疗法 效果很不错 心脏搭桥 是诉后吗 听说是做了九个支架的 重镇心肌梗死患者 原本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对了 主刀的正是索利斯 不知道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没做 采用中医疗法 听说患者恢复得很不错 纵症心肌梗死 万宝眉头微皱 这可是重症患者了 而且还是相当严重的重症患者 作为医生 虽然不是心胸外科 也不是心内科 可万宝对于心肌梗死的患者 还是了解的 毕竟 烧伤患者严重的时候 遇到多脏器衰竭的情况 常识还是要懂的 心肌梗死 况且还是九个支架 患者的心脏功能必然很差 这种患者哪怕是做搭桥手术 风险也是相当高的 中医疗法 恢复很不错 这一段时间我也了解了一下 这位方医生虽然年轻 水平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 听说他在江中院 已经治疗了好几位重症癌症患者 大都恢复出院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治愈 可治疗之后 生活质量非常高 按时服药定期复查 癌症哪能有痊愈的啊 万宝哼笑着道 良性和早期癌症患者还好一些 晚期重症 那基本上就是不可能治愈的 手术和抗癌治疗 也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手术效果好 那术后治疗好 最多呢 能多活个三五年 效果差的话 甚至一年都扛不过呀 对于重症 癌症患者 患者和医生都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彻底治愈那就是扯淡了 无非就是拖延 缓解 原本一年做了手术 恢复好的话 能多活三五年 彻底治愈的话 基本上没有 当然也不排除奇迹 所以说啊 这位方医生相当厉害 万宝的妻子道 果然是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的 我一直讲科学 可这么多年来 我的所作所为啊 却一点都不科学啊 作思可笑 你也治愈了不少患者的 万宝的妻子笑着道 不知不觉 龙亚星已经回去四五天了 今天是杨历年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就是元旦 新的一年 对急诊课的医生来说 时间是过得相当慢的 累成狗 一位患者接着一位患者 忙的时候一个人 恨不得分成两三个人 根本没有多少功夫 去操心 过了多久 稍微喘口气 一上午没了 甚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一天没了 这几天 燕京医院急诊科 倒是没有出现 什么突发情况 没有突然送来好几位急诊 也没有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一切如常 只不过患者 比起之前多了不少 这一阵 燕京的气候变化大 前一阵下了雪 前几天又出了太阳 这两天又变了天 今天早上凌晨五点 又开始下雪 到了医生们上班的时候 外面的雪 已经淹没鞋底了 明天就是元旦 方寒算了算时间 距离他进修结束 也就三十天出头了 算时间 可以赶回到春节前 回到江中了 方医生 方寒走进科室 索利斯第一时间 就迎了上来 方 患者的恢复相当不错 我早上看到患者的时候 他已经在走廊散步了 我的天哪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方寒看着索利斯 这位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胸外科专家 现在婉然已经成为 燕京医院急诊科的住院医了 通俗来说就是管床大夫 而且相当称职 去看看患者吧 方寒点了点头 和索利斯一起到了病房 方医生 方医生 今天陪护的又是患者的 另外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看到方寒进来 患者的女儿和儿子 急忙起身招呼 显得非常的客气和热情 方医生 早上好啊 患者也笑着 向方寒打招呼 他已经从外面 转了一圈回来了 这会儿啊 正靠在病床上休息 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暗子 斑点也彻底消失了 就是没有健康人的 那种光泽和红润 方医生 我爸现在恢复得相当好啊 一天比一天好 晚上睡眠也好 真是太谢谢你了 患者的儿子急忙 把凳子放在床边 方便方寒 坐下检查 看着父亲 一天一天的好转 患者的儿女们 那是从内心里感激方寒 这十年来 患者已经不是第一次住院了 前两次 每次都做支架手术 一做就是好几个 因为家里条件不行 第一次做支架 用的是国产支架 可即便如此 第一次手术费用 和各种费用下来 也足足花了十万块钱左右 第二次 几个孩子都大了一些 有的已经有了工作 考虑到父亲的身体差 选择了进口支架 这一次手术下来 又是十来万 再加上这么多年 治疗的费用 检查的费用 平常的药物 这十年何止花了三十万 这一次患者再次住院 几个孩子又是东拼西凑 给父亲准备手术费 住院费 原本已经凑了十万了 可没曾想手术没做 通过二十天的治疗 他们的父亲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哪怕是手术之后 也没有恢复得那么好过 从上次住院到现在 算下来差不多 二十来天 除了检查费 床位费 单纯的治疗费用 现在也就是三千多块钱 哪怕是 加上床位费和检查费 二十天也才花了 一万块钱左右 父亲不断好转 原本的手术费和治疗费 也剩下了 这让患者和他的儿女们 都相当地开心 原本孩子们家庭条件 就不是很好 还为了他住院凑钱 孩子们的孝顺 患者越发地觉得心里难受 他甚至想着 这一次手术啊 要是还不好 就一个人偷偷找个地方 了结了自己 何必给孩子们添麻烦呢 人心都是肉胀的 爱也是相互的 孩子们不孝 做父母的心疼 孩子们孝顺 做父母的也心疼 恢复得不错 方子啊继续吃 方寒给患者做了一个检查 站起身道 方医生 方医生 谢谢你了 患者的子女再次道谢 客气了 应该谢谢的其实是我才对 你们能让我治疗 等于是对我的信任 患者以性命相托 医者又岂敢不见心竭力 这世上又有哪一种信任 比得上这种性命相托的信任呢 方寒笑着道 方医生 您真是 您真是我们遇到的最好的医生了 患者的女儿眼眶都红了 往常 他们也不是没遇到过好的医生 可像方寒这样的 那真的是少之又少 对于患者来说 医生救命 那就是他们的恩人 可 方寒今天却说 患者以性命相托 这是对医者最大的信任 要是每一位医生 都能有着这种想法 要是每一位患者 都能懂得感恩 那么这个世界 该多美好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五十九集 保证不说 小方 坐 钱小林把方寒 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很是热情地招呼 随便坐 不要客气 喝点什么吗 钱主任 我不喝 您有事就直接说吧 正上班呢 方寒很是纳闷 钱小林今天是怎么了 这么客气 小方啊 我听说索利斯医生 要跟着你去江中 钱小林笑着问 是有这回事啊 方寒点着头 随着原本准备心脏搭桥的患者 情况越来越好 索利斯对中医也越发地感兴趣了 这两天 索利斯也不知道从哪听说 方寒其实不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而是静修生 方寒本身其实是江州省 一家中医医院的医生 于是就提出 等方寒进修期满 跟着方寒去江中院参观一下 不得不说 在开拓的创新精神方面 米国人还是走在前列的 相比较来说 国人求稳的心态 是占据大多数 而米国人的冒险精神 却相应来说 要比国人强出很多 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现在 也表现在以前 华夏五千年思想 有利有弊 长时间的儒家思想 确实限制了国人 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开拓精神 小富吉安不求温达 但求平安的思想算是主流 回想一下四大发明 造纸 火药 指南针 印刷术 都是华夏民族最先发明的 可火药一直被国人 用在烟花爆竹方面 化学也是用在炼丹为主 到了西方 火药成了火枪大炮 指南针 到了西方 则成了西方征服大海的 重要工具 相对于国人的安稳性子 西方人的冒险精神 和求索精神 确实要强一些 喜欢问个为什么 一个苹果 掉到地上 西方人都喜欢问一下 为什么 这一问 就问出了一个万有引力 开水 把湖盖顶开 多正常的事啊 西方人也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这一问 就问出了一个蒸汽机 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黄岸上民族 确实有着很多优秀的品质 可不得不承认 在某些方面 西方人也有可取之处 自从见到患者好转 索利斯就开始 对中医着迷了 这位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外专家 好像变成了 中医的忠实的信徒 每天围绕在方寒的周围 问东问西 索利斯想去将中院参观 方寒自然是乐意的 倘若能把霍普金斯医院的 新外科专家 引导为中医分 这事啊 方寒相当乐意 小方啊 你来咱们眼睛医院 进修学习 也差不多两个月了 真的就没有兴趣 留在眼睛医院吗 钱小林问 钱主任 眼睛医院呢 是很不错 可是我还是想回江中 毕竟江中李嘉静啊 年轻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嘛 燕京医院 无论是平台还是条件 都比江中院强很多 而且燕京还是首都 你要是能够在燕京医院 不仅仅能接触到更多患者 还能学到更多的技术 无论对你的前途 还是个人的水平提升 那都绝对是有帮助的 今天决定和方寒谈话 钱小林也是做了不少功课的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钱小林看来 方寒个人对功力的追求 绝对不大 要不然以方寒 在燕京医院的人脉 想要留在燕京医院 绝对是很容易的 周同辉和罗元臣 对方寒那是相当器重 这可是粗的不能再粗的大腿了 单从医疗界来说 到了罗元臣和周同辉这一步 那就是到顶了 工程院院士 国医大师 中书保健局专家 无论哪一个偷闲 都是众多医生 为之奋斗一生而不可得的 所以钱小林呢 并没有从功名利禄方面 来劝说方寒 而是从个人水平 还有患者方面来劝说 燕京医院作为 全国顶尖的三甲级医院 患者的种类 绝对是多元化的 什么样的患者都有 而且患者络绎不绝 这一点绝对是江中院比不了的 江中院 虽然也是江州省的知名医院 可毕竟是省级 而且又是中医医院 辐射有限 燕京医院呢 可以说是辐射全国的 全国各地 特别是长江以北的省 稍微有条件的 都愿意来燕京求医 因而燕京医院 是从来不缺患者的 无论是肝切除也好 还是心脏半膜治患也好 要什么患者 有什么患者 这才是燕京医院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设备最好 专家最多 患者多元化 技术顶尖 这样的医院呢 才是有志青年医生 打破头皮 想要进去的医院 对于医生们来说 保守一些 35岁之前 绝对不是赚钱的时候 而是学本事的时候 只有学成了 什么私人医生了 私立医院了 高薪职位了 那是可劲条 没水平 白给人家干 也没医院药啊 钱小林看得出 方寒的求知欲 还是很重的 这样的年轻人 不看重功名利禄 绝对追求的是技术 是个人层面的提升 而在这一点上 燕京医院 绝对比江中院 更具有优势 不得不说 钱小林的分析 还是很到位的 燕京医院 无论是机会 还是提升自己 都比地方医院 有着绝对的优势 要是换一位 年轻的医生 早就忙不第二地 答应了 只可惜啊 钱小林遇到的是方寒 有着系统在身 方寒虽然也好学 和对燕京医院 这个平台的需求啊 那就不是那么大了 钱主任 我还是想回江中 我这个人比较练家 没什么大出息 就想在家门口工作 回家方便 你这还没大出息啊 钱小林一句话 堵在心口 但是不好往处说呀 虽然方寒现在还年轻 可是已经很有出息了 三十五岁以下 甚至四十岁以下 如果还能找出第二位 比方寒厉害的青年医生 钱小林表示 自己的钱字倒着写 小方 你不再考虑考虑 钱主任 我真的想在江中 方寒客气地道 我知道您和谭主任 对我都很照顾 很器重 可我就想在江中 让你们失望了 罢了 既然你执意要留在江中 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 不过燕京医院这边呢 随时也欢迎你 有机会呀 可以回来转转 哪怕是做飞刀啊 钱小林这句话 还好没人听到 要不然呢 要跌碎一地的眼镜 地方医院的医生 来燕京医院做飞刀 这在燕京医院历史上 还没有过 能来燕京医院 做飞刀的医生 那都类似于像是 索利斯 乔恩这一类的 国际大拿 国内医院 哪怕是协和的 几个专家也不行 除非燕京医院的 几个外科高手 那真的脱不开身 又有患者情况呢 比较紧急 谢谢钱主任 我会的 哎呀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说你了 燕京医院 这么好的条件 竟然留不住你 传出去我都没面子 钱小林 半真半假地 开着玩笑 是我辜负了 钱主任的厚望 好了 不说这个事了 钱小林一摆手 然后道 现在16号床的患者 恢复不错 之前呢 索利斯给你的承诺 应该会兑现吧 承诺 什么承诺 方寒一愣 之前索利斯不是说 如果患者能治好 他就给霍普金斯 医院高层提议 和咱们燕京医院合作 搞中西医 结合的医疗项目嘛 钱小林也不知道 方寒是真的忘了 还是故意的 不过还是挑明了 钱主任 这事你也当真啊 方寒满脸苦涩 当初不就是个玩笑吗 不管是不是玩笑 你得要提醒一下 索利斯医生嘛 万一要是成了呢 这可是好事情啊 霍普金斯医院 那可是国际知名的医院 无论是医疗 科研 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如果能和霍普金斯医院 达成合作 那是立国立民的好事情 对提升我们国家 整体医疗水平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啊 钱小林有些摸不透方寒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她还是直接把格局说得很大 什么立国立民 国家整体医疗之类的大帽子 就扣上来了 这是大事 有助于全国的 不是小事 不是一个省份 一个城市 话外之音 这个合作自然是燕京医院 不能是江中院 好的 我会找机会 给索利斯医生提醒一下 我也希望这件事能成 方寒点着头 这事啊 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 这个时候也不是争的时候 等到时候 木已成舟再说吧 那行 小方 你可要做一做 索利斯医生的思想工作 这是大事 马虎不得啊 千万不能忽视 钱小林再一次提醒 而且一而再 再而三地说明 这是大事 意思就是提醒方寒 千万要注意格局 要考虑大局观 正如方寒刚才所想 现在是八字还没一撇呢 还不是争的时候 这个时候 钱小林都不好向上面汇报 他能做的就是 提醒一下方寒 尽快促成此事 不能把方寒留在燕京医院 这件事情就真的 太让人操心了 现在钱小林 只能够寄希望于方寒 希望方寒能够考虑大局 好的 钱主任 我会和索利斯医生说一下 如果能成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只不过这件事啊 难度不小 索利斯医生呢 肯定不会什么都听我的 万一不成 您别怪我 方寒先打了预防针 这事呢难度不小 索利斯不可能 什么都听自己的 万一人家 一定要和江中院合作 他也没办法 小方啊 你可千万不要帮着江中院说话 这个合作 只有和燕京医院合作 才能够立一最大话 想了想 钱小林还是忍不住挑明道 钱主任 我想您保证 我绝对不帮着江中院说一句话 方寒笃定地保证道 他人只要在江中院 还需要说话吗 索利斯是因为什么要合作 心里没点数吗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六十集 方医生发火 上 钱主任刚才找你说了什么了 方寒 出了钱小林的办公室 就差不多饭点了 一边和险份一起去吃饭 险份一边好奇地问道 年底了 险份也要准备考试论文 这一阵呢 也是偶尔地来验京医院 你什么时候 就成了好奇宝宝了 方寒回了一句 问 哦 对了 你答应我的课呢 这眼看就要回江中了 说好的去 燕京医科大讲课呢 虽然这一阵 因为万宝的微博事件 方寒足足涨了 八千多万的崇拜点 可他还是惦记着 燕京医科大的课 运气好 或许还能够收获 好几百万崇拜点呢 万宝事件呢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能因为 成了亿万富翁 就看不上几千万吧 亿万富翁 那也是靠着小目标 逐渐达成的 小目标 那也是靠着 无数更小的目标达成的 什么课啊 我欠准什么课啊 险份一愣 有些没有明白 燕京医科大讲课的事啊 这事啊 暂时没戏啊 显份道 谁让你动静那么大 万宝都叛变了 现在哪还敢让你过去 燕京医科大呀 让方寒 去燕京医科大讲课的事啊 原本就一直拖着 自从万宝事件之后 算是彻底高吹了 暂时啊 是没什么希望的 万宝事件闹得相当大 从方寒一个月不到 就收获了 八千多万崇拜点 就能看得出来 八千多万崇拜点 按照方寒 在燕中立大讲课的收获 那可是要足足讲 十几次课 才能有的收获 万宝事件 万宝出名了 方寒这位方医生 也跟着出名了 只不过 不少人不清楚 方医生是谁 可一小部分人 其实还是知道的 燕医科大的老教授不少 顽固派也不少 很多人对方寒并不喜欢 甚至 燕医科大的学生中 不少都是万宝的粉丝 越是年轻人 越容易被万宝的理论引导 毕竟越是年轻人 接触的都是现代化的教育 越认可科学 特别是年轻的西医学生们 不少都很认可万宝的认知 只要是让学生们知道 方寒就是燕京医院 所谓的方医生 那还不炸了锅 事实上 这一阵就有人在网上 人肉方寒 只不过效果不大 一则 方寒毕竟年轻 很多人人肉的范围 都是四十岁以上的 年轻人容易被忽视 哪怕有人知道方寒姓方 不信得居多 二一个 万宝事件之后 罗元臣和周同辉等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不少都采用了一些 保护方寒的手段 这就导致了方寒本人这边 泄露出去的信息不多 偶尔有一些人提嘴方寒 也没有多少人认可的 现在是没人认可 可方寒 要是再去燕京医科大讲课 闹出一些动静 那认可的人可就多了 方寒现在毕竟还太年轻 水平有了 可毕竟还难以服众 有句话怎么说 能力够了 威望不足 黄浪 方寒问微有些可惜 等他回了江中 估计很长时间 都不会再来燕京了 这个课啊 就不知道后年满月了 别打唱 前主任刚才是不是 让你留在燕京医院啊 知道还问 前主任都让你留在燕京了 你却呼吁我去江中院 我这一道 我呼吁你了吗 方寒义正言辞 我那时事求是 这是说明一下情况 去不去带你 不行 你要补偿我 显分一拉风寒 这样 咱们今天中午去外面吃 想让我请客直说吗 一顿饭而已 说着话 两人改编路线 出了医院 在医院外面找了一家饭店 其实就事论事的讲 医院外面的小饭店 除了菜的种类 比燕京食堂 菜的种类多一些 味道还真不怎么样 医院这种地方 除了一些口碑饭店 大多数饭店的饭菜味道 都很一般 医院附近的饭店 大都卖的是外来的患者 和患者家属 说穿了 和在景区的饭店差不多 很少讲究回头客 方寒挑的这一家 是之前和杨静雄 吃过的那一家 味道还凑合 两个人点了几个菜 边吃边聊 正吃着 就听到医院外面 好像有人在哭 小姑娘 你哭什么 是不是家里面 有人生病了呀 隐隐约约的 还听到有人在问 只是对方一直在哭 并不搭理 什么情况 方寒和险份对视一眼 来到饭店门口 饭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 正坐着一位女孩子 女孩子扎着马尾便 看穿着很不同 蓝色羽绒服一看 就是穿了好几年了 前几天才下了一场雪 马路牙子很冰 可女孩子却坐在上面 双手抱着腿 脑袋埋在双腿中间 一个劲地哭 哭得很可怜 方寒和险份看过去的时候 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 正在路边上弯着腰 问着 小姑娘 有什么事 跟我说说呗 大哥或许能帮你 小姑娘并不抬头 依旧哭着 青年问了几句 见到小姑娘不答话 然后就朝边上退了一口 退 什么玩意儿 问半天不吭声 骂了一句 青年这才一摇一晃地走远了 看着青年走远 风寒和险份 这才走上前 女孩子正好抬起头来 年龄十八岁左右 面旁青涩 哭得已经是眼睛红肿了 满脸的泪痕 姑娘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方寒 关切地问 姑娘看了一眼方寒和险份 眼中有着警惕 用牙齿 咬着下嘴唇 并不吱声 姑娘 我们不是坏人 你看 我这是燕京医院的工作服 我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 中午吃饭 方寒自然不会换衣服 穿的就是白大褂 没穿外套 说实话还有点冷 原本是去食堂吃饭的 被显份拉了出来 看到方寒身上的白大褂 再看看方寒的容貌 小姑娘或许觉得 这么帅的大哥哥 不像什么坏人 然后就哇的一声又哭了 一边哭一边倒 我被人骗了 他们说一个号五千 我交了钱 他们却给了我个强号 说着小姑娘又哭了起来 泪珠不断地从眼角低落 靠 八成遇到黄牛了 一群杀千刀的 险份脸上瞬间就有了杀气 一个号五千块钱 方寒有些意外 他虽然来了燕京医院 来了两个月了 可还真不知道 燕京医院的号 被黄牛炒得这么厉害 燕京医院一个专家号 便宜的三千 贵点的五千都不止 几位知名的主任的号 更是离谱 八千都挡不住 方寒不清楚 显份却很清楚 燕京医院的患者 全国各地都有 不少患者都是从外地来的 来了之后 没有病房 没有床位 挂不到号 就只能等着 可在燕京 你等也是要找地方住的 附近的宾馆 哪怕是不贵 一天也要三百块钱左右 而且来看病的 不能是患者一个人吧 加上吃喝拉撒各种 一天下来差不多费用 在五百块钱左右了 一天五百 十天那就是五千块钱 如果能尽早挂到号 进医院看病 省出来的钱 那真的是不敢算 如此一来 燕京医院的专家号 被炒得很厉害 前两年 燕京医院开始实施的是 网上挂号和 门诊挂号两种制度 患者既可以在网上实名挂号 也可以在窗口排队挂号 网上挂号 是没办法冒名警惕的 可网上挂号 就要分出去一部分的号 这就导致 窗口能挂到的号更少了 黄牛们就更狠了 五千块钱 要是能买到号 那也就罢了 可这些黄牛们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心黑的没法说 不仅仅高价卖号 还欺骗一些 没怎么见过市面的 外地患者 卖假号 前来医院看病的 外地患者 除了一部分真正有钱的 不少患者 那都是看了很多家医院 看了很多家医生 实在没辙了 才在燕京的 家图四壁了 可这些黄牛们 根本就不会考虑 能载一个算一个 眼前这个小姑娘 看上去才十八岁 这个年纪 应该是在学校上学的年纪 可此刻 却坐在燕京医院附近的 马路牙子上哭 看小姑娘的穿着 家里必然很拮据 这一次来燕京看病 路费各种 可能都是四处借的 可医院还没进 就被人骗走了五千块钱 姑娘 别哭了 你们家谁生病了 你挂的是哪位专家的号 我来给你想办法 方寒柔声安慰道 听险分大概说了情况 方寒瞬间就火冒三丈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么一个小姑娘 被黄牛骗得孤苦无依 眼中都是绝望 刚看到她和险分 都是满脸的戒备 就这种情况 刚才还有人打这个姑娘的主意 刚才问话的青年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或许又是另外一拨骗子 可是我已经没钱了 小姑娘哭得都不成声了 之前的五千块还是瞒着我爸 从网上借的网贷 我只能借那么多钱了 下一个月都不知道怎么还 没事 起来吧 不要钱 险分走上前和方寒一人一边 扶着小姑娘起身 同时给小姑娘道 我们都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每一位专家都认识 不要钱 小姑娘被方寒和险分搀扶起来 腿一软 差点坐回去 坐了太长时间 她的腿都发麻了 全职国医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医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61集 方医生发火 像 梁子 该那小姑娘什么情况啊 之前询问姑娘的青年 一摇一晃的 到了燕京医院边上的一个角落 角落 还靠墙站了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 那青年额头有一撮白毛 嘴角还叼了一根烟 梁子又脆了一口 拿出烟盒 摸出一根烟点燃 抽了一口 道 应该是被人宰过了 好半天都吻不动 这么冷的天 真是 这年头真是他妈的 什么都不好干呢 学难转 使难吃 这种天气 才对我们有利啊 白毛 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然后一个飞植 把烟头弹飞 骂骂咧咧地倒 天冷了 外里来的很多人 只能住宾馆了 那都是要花钱的 天暖和 不少人都睡马路了 这倒也是 梁子点了点头 他们这一行的 那也是看季节 看气候的 这么冷的天 不少重病 那都脱不得 很多地方都没法睡 这个价格呢 也就高了 行了 别抽了 去转转吧 白毛搓了搓手 然后紧了紧身上的外套 验尖医院 这区域不让抽烟 他们抽烟 也只能走得稍微远一点 那不是刚才那个小丫头吗 长得还不错 颜上的应该是 燕京医院的医生 少惹事啊 白毛叮嘱道 小医生而已 发了善心了这是 梁子呵呵笑道 看风寒年龄 二十来岁 这种医生 在燕京医院 能有什么权利啊 人带去医院搞不好 还要挨骂 善心可不是那么好发的 并不是所有医生 都能为所欲为 有资格的老医生还好 年轻的新人医生 想要弄个家号 那不可能的 黄牛呢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 和医院没点关系 早就被人赶走了 类似于各大医院的 一些住院医 最多也就带个路 能让一些熟人 少跑一些冤枉路 别的就什么也干不了 在大医院 只有到了主治 在外面才有排面 一些人才会给一些面子 实习生喝住院医 哈哈 帮不了忙 医药代理都懒得搭理 方寒和险份 领着小姑娘进了急诊了 一路到了值班室 坐吧 喝点热水 大冷天的你 要是再感冒了 那就麻烦了 方寒给小姑娘 倒了一杯热水 这才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 家是哪的 什么人生病了 谢谢 被方寒和险份 带着进了科室 而且还进了值班室 一路上还有医生护士 打招呼 方医生方医生的 小姑娘的戒备啊 已经去了不少了 接过水杯捧在手心 这才道 我是江中似的 我爸爸生病了 已经病了快一年了 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看好 就想来眼睛碰碰运气 江中啊 没想到还是我老乡啊 方寒笑着道 我也是江中的 听后面这一句 方寒是用江中方言说的 小姑娘一听 顿时觉得亲涉了不少 然后就像是竹筒 倒豆子一样 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小姑娘叫张薇薇 今年19岁了 9月份考上了江州交大 还是县文科状元 只不过因为父亲生病 并没有去江中交大上学 县文科状元 江州交大都给减免了学费的 虽然不需要学费 可张薇薇的父亲生病 却需要照看 张薇薇是单亲家庭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是父亲拉扯大的 为了给父亲看病 他还以江州交大的名义 贷了无锡贷款 无锡贷款呢 本来是交学费用的 江州交大的学生 又是文科状元 贷款呢 是很好贷到的 可钱呢 都被他拿来给父亲看病了 没去上学 还贷了无锡贷款 家徒四币 在江中 看了不少的医院 花了不少的钱都没看好 所以父女俩呢 又碰了运气 来到了燕京 以张薇薇的家境 这次来燕京 本来就没贷太多的医药费 还要住 还要吃 张薇薇学习好 所以算了一笔账呢 觉得要是能买到号 比起在燕京等要划算 只是谁曾想到 医生还没见到面 就遇上骗子了 简直可恶 可恶至极 方寒一拍桌子 桌子上的电脑 都被方寒拍得摇摇晃晃的 以前在学校啊 方寒并没有接触太多的 社会阴暗面 实习开始有系统 有系统的帮忙 很快就展露头角 这一路啊 走得也很顺 虽然这一年多 也遇到过不少家庭贫困的 可都是没办法 类似于像张薇薇这样的事情 方寒还是第一次遇到 方寒算是好脾气了 很少记仇 无论是江中院的时候 还是来燕京医院 只要不是原则上的矛盾 他都不会太计较 李俊贤 高怀明 甚至在第八医院的那位住院医 方寒和方浩阳都没有追究到底 为的也就是留一线 当医生不容易 真要丢了饭碗 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而这一次 方寒真的是有些火冒三丈的 这些人也太没有原则和底线了 五千块钱一个号 本就是吸人血了 黄牛这种事情各地都有 履禁不止 要是能买到号 那也就罢了 可问题是我五千块钱 买到一个假号 什么人都骗 这种人简直该死 怎么了 发这么大的火啊 钱小林走进值班室 被方寒的脸色吓了一跳 小方 这是谁惹你了 钱主任 方寒和险分急忙 向钱小林打招呼 这怎么了 这位小姑娘是 险分大概把情况说了一遍 钱小林听吧 也气得不清 还有这样的事情 这些人太没有底线了吧 燕京医院附近的黄牛的事情 钱小林自然知道 她也知道燕京医院的一些专家号被吵得很高 可具体有多高 她也没有了解 至于骗人这种事情 她就更不知道了 怎么说呢 作为医生 越是老资格的医生 越不会轻易地发善心 遇到患者上前救治是必然的 可遇到没钱看病的患者 医生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心无力 每一家医院 每天都有没钱看病的患者 医生们收入有限 又不是土豪 真要发善心 医生们自己的日子 那还过不过了 所以一般来说 老医生遇到类似于今天这样的情况 最多就是关注一下小姑娘的安危 不会太过于操心的 打眼一看就知道 有钱或没钱看病 自己乱发善心 那住院费谁出啊 说邪冷有些过了 只能说是自知力强 自家知道其中的难处 所以钱小林呢 几乎是很少关注类似的问题 显愤不说 她都想不到 竟然还会有这么恶劣的事件 这样吧 小方 你带人和小姑娘走一趟 把她的父亲啊 接来咱们医院吧 看看什么情况 如果相应的科室有床位就安排下 没有床位呢 就暂时在咱们急诊科 这件事情我来办 可钱主任 黄牛的事情不管了 报警吧 这已经算是诈骗了 抓到都关进去 钱小林道 既然要办 那就一劳永逸 不能敷衍了事 方寒脸色阴沉 这种事情只是报警 最多只是小人物被抓进去 于是无补 要解决 就从根源上解决 黄牛这件事情 虽然屡禁不止 弄了旧的还有新的 可旧的去了 总能安生一段时间 震慑一下萧小 也避免有一些人毫无底线 张薇薇这件事情 是被她和险份碰上了 还有没碰上的呢 这事绝对不可能 只有这一起 小方 你的意思是 钱小林 看到方寒的脸色 听着方寒的语气 就知道方寒叫真了 认识方寒两个多月了 钱小林还是第一次见到方寒这么生气 这么上火 我去打个电话 说着话 方寒就出了值班时 拿出手机 从通讯录当中 找出一个号码 然后拨了过去 哎呦 这群家伙啊 这下雨的瘦咯 看着方寒出去打电话 钱小林 有些替背后的这些家伙悲哀了 方寒虽然很少发货 也是好脾气 可方寒在宴间医院那么久 方寒背后有哪些人 都有什么人脉 钱小林那是一清二楚的 无论是周同辉 或者是罗元臣 那都是相当有能力 影响力相当大的 据谭广平所说 方寒还和全老 马老 逢老等一些老权威 关系匪浅 这位年轻人 可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人畜无害 别看上午的时候 钱小林和方寒商量 方寒也很客气 说什么 他和谭广平 照顾有加 名义上方寒这一次 来燕京医院是进修的 可说实话 这三个月 燕京医院还真没 交给方寒什么东西 反而是方寒一次又一次 让钱小林这些人惊诧 谭广平 第一次给江中院的院长 徐锦波打电话 其实还是因为 方寒背后的周同辉 和罗元臣等人 方寒打电话 打得很快 大概三分钟进来了 至于方寒给谁打电话 说的什么内容 钱小林也没问 无论方寒给谁打电话 这一次 燕京医院都要 小小地地震一下 黄牛 不仅仅是外部 还有内部 拔出萝卜带出泥 搞不好燕京医院啊 有不少人 要跟着带灾了 可是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薇薇 我们去看看你爸 带他来医院治疗 说这话 张薇薇又哭了 18岁的小姑娘 第一次不远千里 带着父亲来燕京求医 吃尽的苦不说 今天还被人骗了 更是让小姑娘 感觉到绝望 还好绝望之鱼 遇到了方寒和险分 要不然啊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续白 可可糖 第862集 水肿 上 张薇薇的父亲 在距离大概燕京医院 五公里远的一个小旅馆 小旅馆看上去 收拾得还算干净 不过因为人多 什么人都有 进了门就能闻到气味 并不好闻 薇薇回来了 张薇薇进门的时候 旅馆边上 原本正在玩手机的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 一边问候 还一边急忙 从登记房里面出来 张姐 张薇薇急忙 打了声招呼 薇薇 号挂到了吗 一边问 女人还一边警惕地 看着跟张薇薇 一起回来的方寒 险份 以及李俊贤三个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 张姐 他们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张薇薇急忙介绍 同时还给方寒三个人介绍 方大哥 这位是旅馆的老板娘 和我一个性 很照顾我 你们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张姐依旧是满脸警惕 我告诉你 不要在我这招摇撞骗 我虽然只是个小旅馆 可能在燕京开旅馆 我这儿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闹腾的 燕京这个地方寸土寸金 这一块 距离燕京医院 只有五公里左右 在燕京也算是好地段了 能在这个地方 开一个小旅馆 不少都是燕京本地人 哪怕不是燕京本地人 也多少都和附近的派出所有点关系 越是小旅馆 越是鱼龙混杂 这种小旅馆的老板 看上去不怎么样 可一般的小混混 还是不会去随便招惹的 张姐把张薇薇护在身后 脸色阴冷 我警告你们 小姑娘家里穷 你们不要欺负小姑娘 张姐 他们真的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这位方大哥 还好我是老乡 张薇薇急忙解释 她是跟着方寒险份 去过急诊科值班室的 还见到过钱小林 所以很肯定 方寒几个人的身份 薇薇 姐跟你说 燕京这个地方 鱼楼混杂 什么人都有 你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 一定要小心 有什么事就给姐说 不用怕 方寒很是有些意外 她倒是没有想到 张薇薇住在这个宾馆的 老板娘 还是有几分正气的 这位大姐 我们真的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李俊贤上前 把自己的工作牌 和行医资格证递了过去 我们是和薇薇一起 过来接患者的 车就在外面 我们燕京医院的车子 张姐接过证检 和行医资格证 看了看 这才半信半疑地说 你们 真的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说着 她又问了问张薇薇 薇薇 你挂到号了 这么一问 张薇薇的眼眶又红了 张姐见状急忙到 哎 薇薇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啊 就给姐说 这位张姐对张薇薇 确实是相当照顾的 一位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远天远地的 带着父亲来燕京看病 家境贫寒 每天小姑娘都吃着泡面 这些啊 张姐都是看在眼中的 在燕京 开了那么多年的旅馆 张姐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 什么没钱吃饭的 没钱看病的等等 可是 像张薇薇这么孝心 坚强的女孩子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过 同时女人 她就格外地照顾 小姑娘没有挂到号 还被荒牛骗走了五千块钱 方寒说了一句 什么 张姐瞬间气得脸色铁青 道 姐不是跟你说了吗 要是有人找你卖号 可以告诉姐 姐帮你看看 我 咱们说号不多 买的人很多 要是耽误就没有了 说着 张薇薇泪花又出来了 幸好遇到了方大哥和贤大哥 他们是燕京医院的医生 你这孩子 我早跟你说了 这边骗子多 要小心 张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张薇薇和她父亲在这儿 都住了一周了 每天张薇薇都是半夜都出门去挂号 下午才回来睡一会儿 张姐就怕张薇薇被人骗 每次都叮咛 没想到还是被人骗了 要是没给钱之前 张姐还能帮着张薇薇长张眼 看看是不是骗子 可钱都被人骗了 她也无能为力啊 还好 好人有好报 能遇到燕京医院的医生 也算是走运了 你们跟着我来吧 张姐和张薇薇前面带路 领着方寒几个人 来到里面的一个小房间 房间不大 没有窗户 两张床 进了门就闻到 一股子霉味 房间的一张床上 躺着一位 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 张姐打开灯 方寒就看到了 中年人的情况 患者面旁浮肿 细细看去 能看到脸上 好像罩着一层黑纱 看到患者的情况 方寒急忙上前 伸手扶住了患者的手腕 一边摸脉 一边对李俊贤道 快 让把担架抬进来 李俊贤应了一声 急忙出了门 这是肾炎 险分上前一步 也到了方寒的边上 伸手在患者的身上 摁了一下 全身浮肿 摁一下就是一个凹陷 这是严重的水肿 方寒点着头 回头就问张薇薇 这种情况 怎么不送急诊科呀 能送急诊科吗 怎么送 张薇薇一愣 看到张薇薇发愣 方寒就知道 他不清楚里面的状况 按理来说 急诊科是不需要挂号的 什么患者去 都能去急诊科 急诊科 患者可以去 非急诊的也可以去 微重患者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一般来说 如果挂不到专家号 也有一部分的患者 去急诊科看病的 当然 所有患者都能去 但是一部分患者 分诊台这边 会根据情况劝退的 急诊科患者多 医生们忙不过来的话 分诊台是会通知的 排队也等不到医生 其实挂不到号 也是一个概念 而且 对于非微重患者 急诊科也不会随便 邀请其他的科室会诊 也不存在 转诊之类的情况 再加上急诊科 非专科科室 能等的患者 是不怎么 瞧得上急诊科的 很多患者挂专家号 目的就是为了 找更好的医生看病 那就 更不会去急诊科了 可对于张薇薇父亲 这种情况的患者来说 完全是可以去急诊科的 到了急诊科 急诊科的医生 也会根据情况来转诊 或者是邀请 专科医生会诊 当然这个情况 很多外地来求医的 患者和患者家属 有可能不清楚 再一个 可能觉得去了 也遇不到专家 他们来验京 有可能本身 就是奔着 某位专家来的 挂不到某位专家的号 还不如等着 方大哥 我爸的病情很严重吗 张薇薇着急地问 问题不大 再拖下去就麻烦了 方寒当着患者的面 没有多说 这情况啊 已经属于危症了 幸好今天 他和险分遇到了 这个小姑娘 要不然就真的麻烦了 说着话 李俊贤和司机 抬着担架进来了 方寒和险分帮忙 把张薇薇的父亲 抬上担架 然后帮着忙 一起抬出了宾馆 抬上了车 张姐 我去医院了 谢谢你 张薇薇向张姐 挥手道别 去吧 好好给你爸看病 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来找姐 能帮的 姐一定帮 张姐挥了挥手 然后目送着张薇薇上了车 车子扬长而去 燕金医院的车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不到 张姐在登记房 正刷着锯 门口就传来了 一阵脚步声 张姐抬头一看 发现是几位 穿着警服的民警 其中有一位啊 张姐还认识 是附近派出所的所长 黄所 你们这是 张姐急忙出了登记室 很是不解地问道 我这儿有逃犯 没有逃犯 只是了解一下情况 黄所长拿出了张薇薇的一张照片 给张姐 认识啊 在我这儿住了一个礼拜 刚走没一会儿 去了燕金医院了 怎么了 张姐的心头一紧 张薇薇和方寒等人走了才二十分钟左右 这警察就上了门了 难道 听说这个小姑娘被人骗了五千块 这事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 具体怎么回事 我并不清楚 张姐一听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是这一事啊 想来应该是张薇薇报警了 警察例行询问 除了这个小姑娘 你这一会儿 这一阵还有没有其他被骗的 听说的也可以啊 黄所问了 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的 张姐道 有记录吗 能提供详细信息最好啊 你这儿应该有客人登记信息吧 有的有的 张姐急忙点头 同时问道 是近一个月的还是 只要你知道的 不管多久 能提供的都提供给我们 张姐就感觉到不寻常了 低声问道 黄所 这次动静很大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次力度很大 上面发话了 严查 不管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 只要牵扯进 倒卖号牌的 行骗的一查到底 你这边要是有什么线索啊 一定不要隐瞒 要是被查出来 那你这个旅馆可要倒霉啊 黄所放心 我对这些东西啊 可没有好印象 恨不得他们早一点被抓 说着张姐急忙进了登记室 把所有的登记表都找了出来 凡是她有印象的 提供给了警察 警察在这边查了半个多小时 搜紧了信息这才离去 看着警察们远去 张姐眉头紧锁 燕京医院黄牛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以前也偶尔打击过 可从来也没有 这一次那么大的力度啊 这是招惹了什么人了 还是怎么回事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续白 可可糖 第863集 水肿 下 患者什么情况 患者送到急诊科 刚刚安顿好 钱小林就到了 肺炎水肿 王浩博 把手中厚厚的一打 检查报告 递给了钱小林 钱小林结果吓了一大跳 这么多 这些都是患者在其他医院 检查诊断的结果 有的诊断是肾炎 有的判断是肾病综合症 有的诊断是慢性肾炎 我们刚才也给患者做了个检查 蛋白四个加 静检有红白细胞和管型 血压是144 96毫米拱柱 王浩博在边上介绍着 钱小林大概翻了一下 然后递回给了王浩博 患者的情况相当严重啊 看过患者的检查报告 在结合患者的症状 钱小林猜测 患者可能是被其他医院的医生 踢了皮球 这才辗转来了燕京医院治疗 患者的这种情况 已经属于病情相当危重的情况了 或许是其他医院觉得没办法了 这才劝患者来燕京医院求医 一边想着钱小林一边看向方寒 小方 需不需要请密尿科会诊 现在只要是方寒参与治疗的患者 哪怕是钱小林 也会事先征求方寒的意见 然后再采取下一步对策 方寒刚才又看了一下患者的舌胎 然后给患者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全身水肿 腹部肿胀 之前在江中有一家医院 还给患者抽过腹水 做过检查方寒就起身 没有交流 而是向钱小林点了点头 走出了病房 其他人都跟着 钱小林和方寒并肩而行 钱主任怎么看 从目前情况来看 患者情况相当棘手啊 哪怕是以咱们医院的水平 这风险还是相当大的 钱小林虽然不是专科医生 可她见的太多了 以患者目前情况来看 属于相当棘手的情况了 这种情况的患者说实话 很多医院都不会好好收治的 往往都是能推走的就推走 小方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法子了 肾炎水肿 胃而不及 还好没有继续耽搁下去 方寒微微道 虽然情况复杂 总是要试一试的 所谓的胃而不及 意思就是 患者的病情属于是危重病情 但是呢 短时间内 却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不属于急症 没有必要马上采取急救措施 但是这样的情况却不能放任 虽然不采取抢救措施 但是马上要控制病情 如果继续耽误下去 患者的病情呢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那到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刚才 在旅馆了解了患者情况之后 方寒还是觉得比较庆幸的 你患者这样的病情 如果再耽误个两三天 那就相当糟糕了 刚才患者送来医院的时候 王浩博都吓了一跳 患者的腹部粗大如瓮 身上一摁一个凹陷 好半天都没有办法复原 全身浮肿 小便难下 这样的情况 这一阵啊 都不知道患者是怎么熬过来的 方寒和钱小林这边正说着话 张薇薇已经追出来了 方大哥 我爸的病是不是很严重 是不是没法治疗了 小姑娘这大半年 一直都和各大医院的医生打交道 虽然刚才病房 方寒没有说什么 可小姑娘看出了端倪 他爸的病 应该不好治 放心吧 方大哥一定会治好你爸爸的 方寒伸手摸了摸张薇薇的脑袋 作为医生 方寒很少这么笃定地 给患者家属承诺什么 也很少用肯定的语气保证什么 可这一次 方寒真的是有些心疼这个小姑娘 和方田差不多的年龄 要不是父亲生病 张薇薇现在也应该和方田一样 正在教室里面上课 田小林张了张嘴 原本打算说着什么 最终还是忍住了 这个小姑娘这一阵 都是一个人扛着所有压力 今天被骗子骗走了五千块钱 那是真的有点绷不住了 还好遇到了方寒和险分 倘若不是遇到方寒和险分 这个小姑娘还能不能撑得住 那真的很难说了 现在这个小姑娘 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他们这些医生身上 倘若他们这边 要是不能给这个小姑娘信心 那这个小姑娘啊 就真的要崩溃了 嗯 方大哥 谢谢你 张薇薇显得对方寒非常信任 轻轻地点了点头 去照顾你爸爸吧 这边有方大哥 方寒拍了拍张薇薇的肩膀 嗯 张薇薇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回了病房 看着张薇薇远去 钱小林这才到 小房啊 万一有什么意外 你到时候怎么交代呀 尽力而为吧 方寒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到 患者的情况虽然严重 这个小姑娘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别看她现在跑来跑去 这都是一股的信念在支撑着 一旦我们这边没有希望了 她的信念崩塌了 情况甚至比患者还要严重 精气神是一个人最关键的支撑 张薇薇这大半年以来 吃不好睡不好 身体其实已经相当差了 小姑娘已经是瘦得皮包骨头了 倘若信念崩塌 到时候一病不起 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心病有的时候 比身体上的病症要可怕得多 钱小林点了点头 她清楚方寒说的都是事实 可患者的情况复杂 如果能够治好 那么一切都好说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呢 到时候患者没能挽救回来 这个叫张薇薇的小姑娘 八成也要一病不起 到时候风寒就麻烦了 不管怎么说 张薇薇都是成年人了 年满18周岁 作为患者家属 她是有知情权的 国内的医疗制度就是如此 如果事先不说明风险 无论是好心还是坏心 一旦出了事情 医生这边的责任就大了 钱主任 我一个人静一静 好好斟酌一下 方寒没有和钱小林多说 而是找了一个休息室进去了 关了门 自己坐在里面 系统 进了休息室 方寒的意识就进入了系统 先看了一下后台明细 崇拜点结余 一亿七千万八百六十九点 而且这个数值还在不断变化 上次崇拜点破译 系统开启道具商城之后 方寒最大一笔崇拜点的支出 就是给龙亚星手术的时候 兑换了一张高级模拟卡牌 花费了两千五百万崇拜点 继万宝事件之后 万宝的微博上了热搜 很多人对万宝文章当中的 方医生好奇不已 羡慕的 崇拜的 嫉妒的 恨的 多不胜数 这也导致了方寒的崇拜点 迎来了获得系统之后的 第一次井喷式的增长 短短一个月不到 就增长了九千万左右的崇拜点 现在崇拜点已经是 接近一亿八千万了 针对张薇薇的父亲的情况 方寒心中已经有了对策 患者很明显是杨虚阴盛 针对这个病症 方寒决定用 父子里中汤加胃来治疗 父子助阳行水 对于治疗肾阳衰弱 身体表面浮肿 非常有效 可患者这个病症严重 常规的剂量是很难奏效的 必须加大剂量 来使用父子里中汤 父子助阳行水 回阳救腻 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可同时 父子心热燥裂有毒 治疗病症的时候 这个剂量要严格控制才行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 胆敢大量使用父子的医者 无一不是医高人胆大的国手名家 寻常的大夫是没有几个敢用的 借钱文书说过的一句话 医生在治疗患者的时候 往往自己的半只脚 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这句话用在一些国医大家身上 实在是在合适不过了 针对 危重的患者 没有哪位医生敢说 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名家治病那都是显之又显 大剂量用药 除了胆大心细之外 每一位名家 无一不是把自己的名誉 和生死置之度外 正如钱小林刚才担心的一样 治好了皆大欢喜 可一旦出了什么意外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特别是现行的医疗体制 大剂量的用药 其实已经算是非法行为了 当然 名家用药的时候 往往都是反复斟酌 表面上看上去很大胆 事实上都是慎之又慎 可再如何的谨慎 谁又能保证不出意外呢 现在张薇薇父亲的情况 那就是非重要而不可治 父子李中汤出自 三阴级病症方论 属于经典方议 可这一次 针对于张薇薇的父亲 寻常的药剂 已经不足见效 加大剂量 哪怕是方寒 也没多大把握 这个剂量该如何掌控 医生们能做的 也就是根据经验推测 却不能做到万无一失 所以方寒决定 再兑换一次 高级模拟卡牌 在模拟空间 先进行实验 然后再用方 做到万无一失 别的医生没有系统 没有办法提前印证 可对于方寒来说 有着系统 他就能够提前掌握剂量 做到心中有数 对换 高级模拟卡牌 方寒给系统下达指令 在系统例行询问之后 系统的物品栏 就多了一张金光灿灿的卡牌 方寒毫不迟疑 直接使用 选择模拟对象之后 他就出现在了病房场景内 模拟场景 患者是完全模拟 真实患者情况 方寒一念一动 手中就出现了现场的汤记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糖 第八百六十四集 用药 这几天啊 是真冷啊 梁子又点了一根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脆骂道 骂子 这些个医生 在医院里面开始暖气 真是舒服 咱们哥俩 在外面 把人给冻麻了 行了 扯抱一点 别看这些个医生 躲在里面 可能收入 有咱哥俩多啊 那可是咱们的医生父母 咱们就是靠 这些个医生吃饭 没有这些个医生 咱们喝西北风去啊 我就是嘴嘴脆 这不是冷得忘吗 梁子笑了笑 道 这大冷天的 真要钻在被窝里面 那身边上 再有一个姑娘 暖一暖身子 这还不容易啊 晚上哥请你 白毛呵呵一笑 两人正说着话 就看到远处 有警察走了过来 奇怪了 今天怎么这么多警察呀 可能是有什么事吧 反正跟咱们没关系 白毛继续抽着烟 眼睛在人群中四处看着 干他们这一行 那也要有眼力气 什么人好糊弄 什么人容易上钩 越是外地的 看上去 没什么背景 反而能卖出高价 哥 警察好像朝着我们来了 梁子有些警惕 怕什么 咱们又没干什么坏事 白毛哼了一声道 谁要算起来 咱们算是行善机得了 没有咱们哪 那些外地来的 就能挂到号啊 说这话 警察已经到了白毛两个人跟前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身份证拿出来 我们是患者家属 医院不让抽烟 躲在这儿抽个烟 白毛陪着笑 别看他嘴上 无所谓 可见了警察心中还是虚的 身份证拿出来 警察同志 我们抽烟不犯法吧 白毛也没抗拒 把自己的身份证递了过去 同时催促边上的梁子 愣着干什么 配合警察同志工作 这大冷天的警察同志们 多辛苦啊 说着 白毛急忙 递了根烟过去 软中滑 鬼手的警察 笑呵呵地看了一眼 白毛递过来的烟 烟不错 有钱人哪 患者家属啊 患者叫什么名字 什么病啊 警察同志 这你们也要问啊 配合调查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 说说吧 前主任 听说刚刚又收治了一位 肾炎水肿的患者 索利斯 听说急诊科这边 又收治了一位重症患者 而且还是方寒主治 就急匆匆地来了 这一群外国老啊 这一阵对方寒的治疗患者 那是相当感兴趣 无论是感冒发烧 医或者是骨伤内科 只要是方寒治疗的患者 他每天都要去询问情况 要查看患者的进展 呃对 是有一位肾炎水肿的患者 钱小林点了点头 回头对李俊闲道 李医生 来索利斯医生 去看看患者 知道索利斯的德行 钱小林也不啰嗦 索利斯 来了燕京医院 也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这一阵啊 一直在急诊科 钱小林 也没必要次次陪着了 再尊贵的客人 出来乍到 短期才是客人 你整天待着不走 那再尊贵的主人家 也有厌烦的时候啊 钱小林对索利斯 倒是不至于厌倦 可是也没有那么 最初的重视了 索利斯医生 这边请 李俊贤带着索利斯 进了病房 看到患者的情况 索利斯就吓了一跳 还好作为资深医生 索利斯也知道 不能在患者面前 表现出异常 因而表现得很淡定 喂喂 这位是米国的 霍普金斯医院的 索利斯医生 来看看你爸爸的情况 李俊贤给张薇薇介绍 李医生好 索利斯医生好 张薇薇急忙问好 心中则是对方寒 更加地感激 方大哥简直太好了 竟然请来了国外的专家 给自己的父亲瞧病 张薇薇虽然没有去读大医 可好歹也是县文科状元啊 霍普利斯医院 他还是知道的 再加上父亲生病 张薇薇这半年多 对医疗系统的一些事情 知道的也不少 哪位医生有名 哪一家医院好 等等 霍普利斯医院 那可是国际有名的医院 一时间 张薇薇的眼眶就红了 这半年呢 为了给父亲看病 几乎是 把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哪怕是亲戚见了他 都躲着 母亲早些年去世 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现在父亲生病 亲戚朋友看到他 就像是看到瘟神一样 偌大一个世界 对张薇薇来说 那真的是举目无亲 无可依靠 正如方寒所说 张薇薇现在就是靠着一股的信念支撑的 他唯一的信念 就是给父亲看病 要不是为了父亲 他一个18岁的小姑娘 或许早就撑不住了 无依无靠 举目无亲 那种无奈 那种孤独 那种无助 一般人还真的 不是能够体会到的 多少回张薇薇都是一个人躲在黑暗中哭 除了哭 他几乎无计可视 可在父亲面前 他却要笑 父亲不仅仅是他的支撑 他也同样是父亲的支撑 这一次在燕京 先是张姐 然后再是方寒 这才让张薇薇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别哭了 方医生的医术很好的 而且方医生还认识很多专家 你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李俊贤也安慰道 嗯 我会坚强的 谢谢您李医生 不仅仅方寒 李医生 险博士 整个急诊科的医生们 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啊 索利斯听不懂中文 也没插嘴 只是很认真的 给张薇薇的父亲做了一个检查 虽然索利斯 不是泌尿科的专科医生 可病情好坏 他是能判断的 检查之后 索利斯就和李俊贤出了病房 李医生 方医生还没有采取治疗吗 啊 患者的情况比较复杂 方医生呢 正在斟酌 其实是复杂 是非常的严重了 索利斯道 李俊贤的英语水平一般 也只能和索利斯简单地交流 索利斯说着 李俊贤应着 有的听得懂 有的听不懂 小方啊 钱小林就在休议室边上 和王浩博说着话 大概七八分钟 方寒就推门出来了 虽然在模拟空间 过了好几个小时 可外界的时间并不长 钱主任 王总 方寒点了点头 小方有办法了吗 钱小林道 实在不行啊 就找其他科室的医生会诊 大家一起上一个方案出来吧 钱小林的这个提议 也是为了方寒考虑 如果是会诊 到时候患者 真要出现什么意外 还能给方寒分担压力 要是治疗方案 是方寒一个人出的 那出了事情 方寒责任就大了 问你的一个方子 钱主任 您把把关 方寒 把手中的药方 递了过去 支付片 一百五十克 接过药方 钱小林只看了一眼 就大惊失色 小方啊 这么大脊梁啊 虽然不是中医 可钱小林也知道 父子的作用 因为父子是有毒的 是不能直接入药的 所以用父子 都要经过 简单的加工处理 一般来说 市面上用来入药的副片 根据刨制的手法不同 大概分为 质副片 刨副片 和淡副片 质副片 是经 盐字 水漂 煮 炒 等办法 来炮制以后 降低毒性 即便如此 这么大负量的 使用父子 还是把钱小林 给吓了一跳 一般来说 父子常用的剂量 是三到五克 方寒这个剂量 一百五十克 算是相当大 除了父子以外 方寒开的其他药物 用生黄旗 也用到了四十五克 莲皮茯苓 用到了三十克 整个方子剂量 相当大 其他药物还好说 这个父子一百五十克 钱小林还从来没有见过 哪位中医科的医生 开过这么大的剂量 方寒 这么大剂量 是不是慎重一点 险分也被吓着了 治病如救火 用药就要务必一次性 把伙食扑灭 如果第一次不能扑灭 等到伙食反噬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用药吧 我心中有数 药汤熬好 我看药效 钱小林 微微沉吟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把方子递给了 边上的王浩博 要不说 医生的微信呢 就是在不断的治疗中 树立起来的 方寒来到了 燕京医院两个多月 参与了多少重症治疗 治疗的患者 预后怎么样 钱小林心中有数的 要不是如此 别说这么大剂量的用药 这种危重患者 方寒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大概四十多分钟 汤药被送过来了 看着熬好的汤药 霍普利斯走上前 闻了闻 看上去 很是有些跃跃欲试 而且还在边上 拿了一个压舌板 好像还打算 用压舌板来蘸一下 尝尝味道 这位杨大夫 之前可是根本不喝中药的 看到 索利斯跃跃欲试 钱小林急忙一把拉过索利斯 索利斯一声 这不能动 What 索利斯还有些奇怪 他只是来尝一下味道而已 索利斯一声 这里面有父子 是有毒的 钱小林急忙解释 方寒可是足足开了 一百五十克的父子 虽然只是站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要紧的 可万一这位杨大夫 吃坏了肚子呢 有毒 索利斯目瞪口呆 有毒的东西 可以给患者服用吗 方 真的有毒 对 有毒 方寒点了点头 虽说有毒 用压舌板站一下 倒也没什么大碍 真要是有剧毒 他可不敢给患者用 毒药真的可以用来治病吗 索利斯就像是好奇宝宝 方寒懒得大理索利斯 检查了一下药效 这才让王浩博送去 给患者服用 毕竟模拟空间所用的父子 和宴间医院的父子 还是有所不同的 刨制手法有细微的差别 毒性的差别 那都是相当大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65集 父子中毒 听说药物有毒 索利斯更是上心不少 张薇薇的父亲喝了药 索利斯足足在病房里 徘徊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 第一时间来了 只不过患者服药之后 没有明显的好转 病情也没有恶化 就像是服药之后被定格了 第二天早上方寒 只是例行查房过后 就开始忙碌了 这一天 燕京医院的医生们 惊讶地发现 原本徘徊在 医护院黄牛门消失了 其他科室 也是陆续地有专家 被警察带走 内医科的一位副主任医师 泌尿科的一位主任医师 神内科和神经外科 分别有一位主任医师 和副主任医师 一时间 燕京医院医生们 战战兢兢 猜测纷 不过这些 都和方寒没什么关系 上午治疗的几位患者 下午又做了一台 肝切除手术 原本方寒 每次肝切除手术的时候 索利斯都要跟在边上 打下手 要么看着 今天却没见着 当然方寒也没在意 谁知道 快到下午下班的时候 索利斯团队的医生们 把索利斯送来了急诊科 索利斯医生 王浩博 看到被送来的是索利斯 顿时目瞪口呆 上午还见索利斯 怎么下午的时候 这位杨大夫 一向没见成了这个样子 方医生 快找方医生 尼克医生急呼呼地道 对于索利斯团队的医生们来说 最相信的就是方寒了 去看一下方医生 下手术了没有 王浩博不敢怠慢 急忙吩咐给护士 大概三分钟不到 方寒就急匆匆地来到了抢救室 跟着一起来的还有钱小林 索利斯医生怎么了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看上去好像病得不轻 尼克医生道 他们其实是一下午 没怎么见到索利斯了 快吃饭的时候 给索利斯打了个电话 听出索利斯声音不好 赶紧一看 发现索利斯竟然病成这个样子 方寒看到索利斯的时候 也吓了一跳 索利斯看上去脸色苍白 两眼无神 眼瞼颤动 嘴角还留着哈喇子 一看就让人心脏病发作 事实上 刚才王浩博 就是把索利斯当成心脏病发作了 还给索利斯做了一个心脏检查 方寒一边看索利斯的症状 同时伸出手给索利斯诊脉 一摸索利斯的手腕 就感觉索利斯手冰凉冰凉的 一点温度都没有 一比五万 高蒙酸甲洗胃 速度 小方你这是 不是怀疑 是父子中毒 方寒到 父子中毒 钱小林当下就是一愣 父子中毒 这位杨医生去试父子了 快不要耽搁 先紧洗胃 然后准备葡萄糖溶液 静脉注射 补充维生素 方寒也是哭笑不得 昨天的时候 索利斯就要现场看着汤记 药药浴室 钱小林还特意提醒了 说汤药有毒 没想到这位索利斯医生 好奇心这么重啊 竟然自己去弄了尝试 快 准备洗胃 钱小林也急忙吩咐 惊讶归惊讶 好笑归好笑 可这会儿是救人要紧啊 一边给索利斯安排洗胃 钱小林一边给王浩博吩咐 他要索利斯 有没有从医院调用父子 父子这种药可不好买 外面药店几乎是很难买到 哪怕偶尔有个别药店出售 也绝对不会出售太大脊梁 而凡是牵扯到父子类的处方 只能够在正规医院 或者是正规的中医医馆 不过以索利斯的身份 想在燕京医院弄一些父子 还是很容易的 贵客嘛 大概五分钟左右 就有护士打来电话 钱主任 上午的时候索利斯医生 从药方拿了半斤父子 是陈副院长签的字 半斤父子 钱小林目瞪口呆 这位是活腻歪了吗 拿了半斤 应该没用完 最多五十克 方寒道 根据症状能看得出来 索利斯应该服用时间不长 最多五十克 这要是半斤啊 这会儿早没命了 还抢救个什么劲啊 这位杨大夫好奇心啊 也着实是重了 自己去做实验了 还好比较谨慎 没有按照方子上的一百五十克来 要不这会儿啊 估计已经一命呜呼了 对于医院药房父子的药效 方寒还是知道的 致父子虽然已经经过炮制 可五十克也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纵观古今 中医人亲身试父子药的也不是没有 离可离老就亲自试过父子 可人家中医名家 尝试父子那是控制药量的 而且提前准备好解毒的汤剂 像索利斯这样 谁也不说 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尝试的那还真不多 方寒这一次给患者用了一百五十克的父子 那都是各种药物配合的 再加上是对症用药 父子是用来治病的 正如方寒之前所说 人之所需即为良药 患者生了病 只要对症 哪怕是披霜的也是可以救命的 可正常人 什么服药也没有 一个人整了几十克的父子 这不是找死那是什么呀 这个方不难去准备 患者洗胃之后服用 钱小令和王浩博等人 忙着给索利斯洗胃 方寒开了一个解读的中药方 交给了李俊贤 让李俊贤去准备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折腾 足足洗了三次 索利斯 这才被转移送到了病房 然后服用了方寒准备的中药汤剂 什么不吃中药之类的 这会儿没什么顾忌了 再不吃啊 那命都没了 第二天早上 方寒和钱小令来到病房的时候 索利斯已经醒过来了 靠在病床上 只不过呢 依旧脸色苍白 看到方寒进来 索利斯急忙谢道 方医生 谢谢您 您又救了我一次啊 方寒看着索利斯 是既好气又好笑 这位杨医生呢 当真是 哎呀 一时间呢 方寒也找不出 符合的词语来形容 索利斯医生 您难道不知道父子有毒吗 方寒坐在病床边的圆凳子上 一边给索利斯复诊 一边问道 我插了 是有猪 不过抛制之后的猪性不大 你不是用了150克吗 我只用了30克 说实话 这会儿啊 索利斯还有点纳闷 方寒给张薇薇的父亲 用了150克的父子 患者却一点事都没有 病情没有好转 也没有恶化 对于患者来说 这其实等于已经有效了 索利斯是查过的 知道父子有毒 他想着患者服用150克都没事 他用个二三十克应该没事情吧 哪知道差点死了 当时索利斯被送到急诊科抢救的时候 整个人都昏迷了 全身抽搐 稍微耽搁一会儿 那真的过去了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是真的命大 幸好遇到了方寒 要不然等到医院确诊呢 或许就一命呜呼了 医院抢救患者 首先搞清楚患者是什么情况 然后才能采取措施 索利斯当时被送到了急诊科 从症状来看 有点疑似于呼吸性的疾病 也有点类似于心脏疾病 一般人呢 谁能想到中毒上去 现在中毒 要么吃了注射农药的水果之类的 要么就是无意误服 要么就是自杀 大多数农药什么症状 医院这边的好歹是有所判断的 可乌头类的药物中毒 那真的是比较罕见了 索利斯团队啊 都是一群外国人 并不清楚状况 好端端的 没有几个人会认为 索利斯是中毒 到时候排查起来 就有可能耽误抢救的时间 还好方寒对乌头类的 中药材中毒的症状 很了解 这才及时判断 索利斯是中毒 采取了及时的抢救措施 索利斯医生 患者和健康人的状况是不同的 作为医生 您难道不知道 不能乱服药吗 对不起 我只是单纯的好奇 就想知道这个 中药是怎么治病 索利斯很抱歉 钱小林在边上 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位索利斯医生 好奇心可真大 索利斯要是昨天真的死了 那燕京医院这边可就麻烦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好奇害死猫 这位索利斯医生 这次就差点被好奇心给害死了 方寒给索利斯诊了脉 又改了一下方子 这才和钱小林出了病房 刚刚走出病房 迎面就碰上了陈院长和王志诚 陈院长 方寒和钱小林急忙打招呼 这位就是小方吧 陈院长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这才问道 索利斯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调理一下就能恢复了 方寒礼貌道 这就好 这就好啊 陈院长这才松了口气 昨天听说索利斯中毒了 陈院长那是吓得一身冷寒 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毕竟昨天的父子是陈院长批的 索利斯说是自己用来做研究的 陈院长也没有多问 索利斯这位霍普金斯医院的专家 在燕京医院这边还是很受重视的 索利斯要做研究 要一些父子 陈院长自然是不会刁难 也没多问 可陈院长做梦也没想到 索利斯那是自己用自己去做研究 还差点把自己给研究可屁了 还好啊是三十克 这要把半斤全吃了 陈院长啊那都要去跳楼了 还好啊 方寒清楚 乌头累 腰材中毒的特征 要不然索利斯啊 那就危险了 简小林也是一针后怕 小方 好样的呀 陈院长拍了拍方寒的肩膀 这才迈步进了病房 王志诚慢了一步 可人好奇 索利斯好端端的 是什么父子啊 活够了 他只是听说 索利斯实验父子的事情 并不知道前因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静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续白 可可糖 第866集 苏主任回来了 苏主任回来了 苏铁航一大早 来到长青县中医院 进了医院 就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 纷纷问好 从江中院进修三个月 今天是苏铁航 回长青县中医院 上班的第一天 在江中院三个月 苏铁航的小日子 过得还算滋润 江中院的伙食好 苏铁航作为进修的医生 而且又是县医院的副主任 和陈远几个人 也就早就认识 所以在江中院呢 也没有什么人刁难 短短三个月 苏铁航啊 都有些微微发福了 鸿光满面 苏主任 看上去瘦了 苏主任也憔悴了不少 看来呀 苏主任在江中院 是吃了苦了 可不是吗 去别的医院进修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更别说 是去江中院了 苏主任这三个月啊 没少熬夜吧应该 走到科室 科室的主治 和住院医们 纷纷围了上来 一个个地拍着马屁 说出来的话呀 让苏铁航都感觉到惭愧 自己在江中院 这三个月啊 是不是过得 过于安逸了一些呀 铁航回来了 科主任林全 走进科室 看到苏铁航 被重心捧月 笑呵呵地开口道 林主任 林主任早 一群医生们 急忙向林全问号 苏铁航也急忙道 林主任 瘦了 看来铁航 你的三个月 在江中院很用功啊 林全笑呵呵地道 苏铁航今年四十岁出头 林全已经五十多岁了 足足比苏铁航大了十五岁 十五岁的年龄差距 也让林全对苏铁航 没有什么过重打压的心思 苏铁航现在只是副主任 直称的还是主之一 想要威胁到他 最起码等苏铁航 拿下副主任一事才行 差不多到时候呢 他也该退休了 在一些医院 一些科主任 干十年二十年的都有 如果有更为优秀的年轻医生 医院这边呢 大不了开个分区 却很少把没有犯错的老主任 撸下来换人 而林全 也不怕苏铁航威胁他 现在长青县中医院 不少人都知道 苏铁航和江中院的方医生 关系很好 因而哪怕是 长青县中医院的处院长 现在呢 也对苏铁航是另眼相看 林全 也更没有必要当恶人了 苏铁航有出息 林全 也不介意卖个好 将来哪怕是退休了 到时候苏铁航呢 也能念着他的好 不是吗 林主任说笑了 江中院的伙食不错 我感觉我有点发福了呢 苏铁航 对林全 也相当客气 毕竟是上司 是领导 是前辈 在医疗体系 白眼狼呢 是最不受人待见的 这一次 从江中院回来 苏铁航也知道 自己算是王者归来了 未来的科主任的位置 不出意外 那就是他的 对老主任尊敬一些 将来呢 也有利于他管理科室 呵呵 林全笑了笑 然后对着众人喊 所有人 都去会议事集合 苏主任 从江中院进修回来了 让苏主任呢 跟大家讲一讲 江中院的先进的理念 不是 林主任 这 这个 才回来 这是不是改天呢 苏铁航 有点受宠若惊 打铁腰趁热 铁航啊 你刚回来 正好给大家上传课 江中院毕竟是咱们省最好的中医医院 咱们长青县中医院呢 可是要紧跟江中院的步伐 超越是不可能 也不能落后太多呀 宋人送到底 宋佛送到西 既然决定捧苏铁航 林全也不介意 力度大一些 苏主任回去了 是啊 进修期结束 已经回常青县了 江峰点着头 这么说的话 老师也快回来了吧 李小飞道 江峰一愣 算了算日子道 算起来 苏主任 来了没几天 方寒就去了燕京 这么算 最多十来天就该回来了 哎呀 这么长时间没见 有些想老实了 李小飞悠悠地道 江峰撇了撇嘴 快得了吧 这一段时间方寒不在呀 李小飞那是如鱼得水 相当惬意 李小飞现在是 急诊科的住院总 主治之下 李小飞最大 哪怕是一些主治 也都知道 李小飞是方寒的学生 很少刁难 方浩阳和李文君几个人 就更不用说了 那都是很器重李小飞 方寒不在 这一小子简直就是 山中无老虎 猴子成大王 江峰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以前跟着方寒的几个人 李小飞 陈远 温玄义 林光亮 秦熙染 林光亮和秦熙染就不提了 现在呢在归培 很少在急诊科 可其他几个人 李小飞现在是 急诊科的住院总 温玄义现在是 古商分区的住院总 陈远现在是古商分区 实际上的负责人 好像就他混得最惨吧 普通的住院医 李医生 怎么又在这转悠呢 正说这话 陈远就进来了 看到李小飞就是一愣 这小子呀 是急诊科 整个科室的住院总 没事总是喜欢在古商分区待着 我过来转转 李小飞对陈远 还是有些触的 陈远是主治医不说 而且深受方寒信任 李小飞在某些时候 都比不过陈远 方医生差不多十来天就回来了 到时候肯定啊 问咱们这些人 这三个月的收获 陈远提了一嘴 陈医生 我向你忙了啊 李小飞急忙开溜了 陈远不说他都忘了 以方寒的性子 回来以后肯定会考察他们的 特别是他 那可是亲传弟子 这要是没什么进展 被骂到小事 万一被逐出室门 那就完蛋了 陈医生 我这不是在学习吗 江峰也苦着脸 都怪李小飞 闲子没事找他聊天 他正写论文呢 行了 别装模作样了 等会儿啊 有一个母外帆的手术 和我一起去吧 准备一下 十分钟手术 好嘞 江峰急忙应了一声 十分钟不到 江峰就跟着陈远 走进了手术室 母外帆呢 是微创手术 需要的人不多 也就是一个麻醉师 一个人打下手 一位护士帮忙就行 陈远现在做起母外帆手术啊 已经相当的熟练了 苏铁航都已经跟着他学了三个月了 方寒刚刚和索丽丝从病房出来 突然脑海之中 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方寒就是一愣 这过了三个月 陈远的母外帆 竟然又提升了一个段位 达到终极水准了 这一段时间在燕京医院 系统不提示 他差点都忘了这个长期任务了 他记得他离开江中院的时候 陈远的母外帆 刚刚达到了初级 这三个月就进终极了 虽然意外 方寒多少还是有些欣喜的 毕竟陈远是进步了 只13个月了 除了陈远 其他人竟然都没有一个提升技能呢 看来自己不在这一阵 急诊课 特别是古上分区的一些人 有些懈怠了呀 方玉生 索丽丝跟在方寒身后 一步一驱 中毒之后 经过几天的调养 索丽丝已经完全康复了 恢复之后呢 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对方寒治疗的患者很上心 方寒每次查房 他都跟着 特别是对张薇薇父亲的情况 截至今天 张薇薇的父亲啊 已经服药一个礼拜了 第一次之后呢 方寒稍微减了剂量 前几天啊 张薇薇的父亲的情况 一直没有什么好转 虽然病情没有恶化 可依旧毫无起色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张薇薇的父亲 这才有了好转 尿量呢 开始增多了 腹肿呢 也开始有所消退了 方医生 为什么我服了三十颗父子 就那么严重 患者服用了大脊梁 那么多天都不仅没事 而且开始好转了 索丽丝医生吃饭吗 索丽丝一愣 然后看了看时间 这才九点钟 还没到吃饭的时间 索丽丝医生 您吃饱了之后 再让您吃饭 您愿意吗 方寒换了一种问法 吃饱了之后 当然不能再吃了 不仅没有胃口 而且容易消化不良 那就是了 只有饿了 你才会去吃饭 吃饱了 你自然不会去吃 饭菜总是没毒的 也没什么危害 可为什么吃饱了 再吃就容易消化不良呢 索丽丝若有所思 人体是一个系统 系统出现病变 它就会有所需求 就像是机器设备 螺丝掉了 你上个螺丝就行了 可是要是螺丝没掉 你强行给它上一个螺丝 合适吗 哦 索丽丝微微沉吟 然后眼睛一亮 我中了 因为患者生病了 所以父子的腰性 可以杀死 患者体内的病毒 毒性都被病毒吸收了 所以患者本人不会有使 而正常人没有那种病毒 所以病毒就会被身体吸收 就会中毒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方寒点了点头 虽然索丽丝所说的 什么病毒之类的并不合适 不过道理呢 却差不多 索丽丝接受的毕竟是现代化教育 能够这么想 已经很难得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67集 林静 张薇薇的父亲不断好转 随着小便增多之后 水肿也是一天比一天有所减轻 而钱小林则是数着日子 距离方寒 静休期结束 好像也越来越近了 这天早上 钱小林刚刚忙完一个抢救 回到办公室 王志成就急匆匆地来了 老王 看着急匆匆进来的王志成 钱小林下意识地一愣 你这是出什么事情了 我说老钱 钱主任 你是真傻了 还是没记性啊 钱小林又是一愣 我怎么了 我 方寒还有两天就要回江中了 王志成没好气地提醒道 我知道啊 钱小林点着头 这事咱们不是已经合计过了吗 方寒不愿意留下 咱们就退二求其次 该说的我都给方寒说了 现在索利斯 又没有说要回国的意思 你说我怎么办 索利斯也要跟着方寒去江中了 王志成道 我知道啊 人家索利斯医生要去 难道咱们还能拦着不成 人家又不是咱们眼睛医院的医生 钱小林心说 王志成这什么毛病啊 方寒他们都留不住 索利斯能留得住吗 索利斯这种大拿 自主性的可是很高的 他想去哪就去哪 无论去了哪 都会有人欢迎他 走到哪都是贵客 这就是技术带来的好处 只要你水平高 名气大 走到哪都是做上课 不是老钱啊 索利斯在咱们眼睛医院 一个多月了 一台手术都没做呢 就这么 让去江中 王志成都快疯了 这钱小林怎么想的呀这是 他们把索利斯留在 燕京医院 好吃好喝攻着 各种都配合 这是用来玩的吗 无非又希望索利斯 能做起台手术 让燕京医院的医生们 观摩一下 学习一下 人不求人 一般高 如果不能给自己 带来好处 哪怕他是天王老子 又何必屈膝奉承 钱小林一拍额头 瞧自己这记性 还真给忘了 上次索利斯打算 做手术来着 结果没做成 原本准备手术的患者 被方寒否定了 心脏搭桥的患者 被方寒用中医的疗法 治疗好了 现在恢复得相当不错 而原本是来燕京医院 做手术的索利斯 现在倒成了 方寒的住院医了 每天跟着方寒 按时插房 完全没有想要 做手术的意思 按说 以索利斯这种专业大拿 哪怕你中医疗效好 一般他也不会产生 太大的兴趣 人家索利斯也有自己的所求的 好巧不巧的是 风寒治疗的是 准备心脏搭桥的患者 而且疗效还不错 这就让索利斯着迷了 索利斯作为心外专家 除了做手术 还要考虑患者的预后 你不能只负责做手术 患者死活都不顾了吧 术后患者恢复情况 那才是衡量一位外科医生 水准的标杆 你手术的时候 秀得再好 哪怕是能把手术刀玩成花来 人家四个小时手术 你哪怕两个小时就能做完 预后效果不好 那一切都是白搭 要是不考虑预后 不考虑死活 那四个人都敢说 自己是外科专家了 反正拿起刀就是干 就像是厨子做菜一样 你的刀工再好 做菜的时候再好看 哪怕是像电视上一样 各种飞舞 味道不行 那一切都是白搭 作为医生 治疗患者的时候 采取治疗手段 其实并不重要 无论是手术还是用药 目的就是为了救人的 患者恢复得好 预后好 并发症少 术后生活质量高 这才能展示出医生的能耐 到了索利斯这个水准 技术层面的提升 已经相当难了 它现在主要是团队的配合 细节方面 尽可能地把患者 预后质量提升上去 这次方寒采用中医疗法 甚至不需要手术 患者的情况 就开始日益好转 因而索利斯才上了心 如果能够把中医疗法 结合起来 用在它团队 对于患者的治疗当中 那么它患者术后的情况 岂不是更要好 那到时候 岂不是更显得 它水平更高 也正是因为如此 索利斯做手术的心思 都没有了 整天跟在方寒后面 问东问西 了解情况 观察患者的恢复 统计数据 这一晃啊 方寒都快走了 索利斯这一台手术 还没做 我说老钱 索利斯能来一次 广内不容易 好不容易来的 咱们眼睛医院 怎么就让走了 你觉得合适吗 哎呀 不好意思啊 这事我真忘了 钱小林急忙道歉 她是急诊科主任 又不是心外的 所以对这事呢 上心程度 确实比不过王志诚 差一点忘了这一茬 在两三天前啊 我这边都已经 安排好了患者 让索利斯啊 多做几台手术 最好能让咱们医院的 医生参与进去 王志诚道 你就说你想参与 那何必说那么委婉呢 钱小林笑呵呵地说道 这事啊 你尽快安排 不要耽误了 王志诚提醒 要是以前呢 他是不想参与这件事情的 可是现在 索利斯和方寒关系不错 想来 如果方寒开口 索利斯应该是会同意的 一海无涯 学无止境 作为医生 自然是要时时刻刻 想着提升自己 王志诚走后 钱小林就一个电话 把方寒 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做心脏搭桥手术 方寒淫愣 是啊 索利斯啊 是心外方面的大拿 来了咱们医院 总不能一海手术不做吧 方寒点了点头 钱小林说的也是 要是索利斯不做手术 燕京医院 何必这么上心招待呢 燕京的外国人多了 也没见燕京医院 把其他人都请来 好吃好喝供着 这事啊 你和索利斯医生说一下 患者王主任那边 已经准备好了 你也可以先去看一看 可以不做手术的患者 交给中医科 方寒在燕京医院 待不了几天了 患者自然不能让方寒 继续负责了 这种患者 可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痊愈的 不得不说 这一次方寒来燕京医院 在急诊科治疗的 几位患者恢复好 顺带着燕京医院 中医科的地位 都水涨船高了 以前 中医科的地位也不低 可并没有中医 精通外科的医生 所以遇到类似 心脏搭桥等 危重患者 无论是急诊科 还是其他科室 都没有邀请 中医科会诊的习惯 燕京医院 中医科的整体水平 虽然高 可定位 其实也在 保健医疗这一块 行 我去找王主任 先看看患者吧 方寒点了点头 方寒先去心外 撞了一圈 跟王志成一起 给需要做手术的患者 做了个检查 然后才去找索利斯 方寒找到索利斯的时候 索利斯正在和 八个孩子的父亲 坐在一起下棋 下的是象棋 说是下棋 其实是八个孩子的父亲 教索利斯怎么下棋 八个孩子的父亲 以前当过教师 以前呢 也去过 渊远的地方 知教过 无话程度呢 还是可以的 下棋下得也很好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竟然 没有成为正式教师 当然 其中缘由呢 就不是方寒 需要探究的了 作为医生 方寒几乎 很少操心 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哪怕是张薇薇的事情 也是那些家伙 太没底线 把方寒气得不轻 求人办事 张薇薇这次啊 还是方寒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然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好几位主任 和副主任医师 被带走了 外围的黄牛们 也都消失殆尽了 宴京医院内外的环境 为之一速 当然也有人不满 据说有患者家属 因为找不到黄牛 还是很郁闷的咒骂 谁他们吃饱撑的 正所谓 酒汉逢甘霖 也有人闲 这世上的事情啊 就是如此 再好的事情 也会有人觉得不好 索利斯一声 这是狙 狙 只能顺着馅走 可以竖着走 也可以横着走 有句顺口溜 是这么说的 马踏日子泡翻山 车顺杆干 泡得欢 八个孩子的父亲 是很是耐心的 给索利斯 讲着象棋的规矩 哦 是这个样子吗 索利斯重新 把自己的鞠 给拿了回来 这个初和汉姐 我知道 说的是你们的 汉武大帝 不是汉武大帝 是汉高祖刘邦 和楚霸王项羽 八个孩子的父亲 笑着解释 就是那个 可以扛起大顶的那个 索利斯点了点头 这个我知道 我听别人说过 是个 力大无穷的大理师 两个人正说着 八个孩子的父亲 就看到了方寒 急忙招呼道 房医生 房 你怎么来了 索利斯也站起身 笑着对方寒道 你们这个想起很有意思 两个王朝的对战 索利斯因为中医 这一段时间呢 对国内的文化 也感兴趣了 没事 要么找八个孩子的父亲 学习下上棋 要么找张薇薇 听张薇薇讲古代历史 这小日子呀 过得是悠哉悠哉的 方医生 快请坐 我给您倒茶 患者的女儿 急忙给方寒拿了个凳子 不坐了 我找索利斯医生 有点事 找我 索利斯一愣 方寒可是很少主动找他的 方 难道是要回江中了吗 方医生 您要回江中了 患者的女儿并不清楚这个事 闻言很是紧张 我本来就是江中院的医生 来燕京医院进修的 你爸现在恢复得不错 其实应该可以出院了 明天我再看看情况 开个方子 可以回家敲礼 到时候啊 定期来复诊就可以了 复诊的时候呢 可以到中医科 找中医科的谭主任 或者薛主任 找肚主任也可以 我会交代下去的 距离回江中没几天了 这几天方寒 把他手下的患者给安排好 该叮嘱的叮嘱 该让中医科接手的接手 要不是钱小林的电话 他没工夫参与什么手术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糖 第868集 心脏搭桥手术 张主任 您这一台手术做得漂亮啊 张家豪走下手术台 边上的助手急忙送上马屁 说起心脏半毛手术 目前我知道的医生 做得最好的 还要数眼睛医院的方寒方医生 说到心脏大桥手术啊 就要数护赏医院的 苏学文苏主任了 张家豪摇着头 作为四十来岁的主任医生 协和医院的科主任 张家豪对自己 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对外科医生来说 年龄越大 自然是资格越老 经验越是丰富 水平也越高 可一旦过了55岁 外科医生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身体坚持不住 长时间的站立 对身体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不少外科医生猝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对内科医生来说 哪怕是过了六十岁 依旧可以反聘到医院 担任职务 可对外科医生来说 过了六十多岁 大多只能去做一些指导工作了 亲自上台 几乎是没有多少机会了 张家豪今年才是四十岁出头 他这个年龄 能拥有现在的水平 清醒的头脑那是必须的 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 张家豪现在的水平和地位 或许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可对于张家豪来说 他现在只是开始 张主任您谦虚了 您还很年轻啊 将来未尝不可能超过苏主任 未来国内心外领域 您必然是第一人啊 助手医生笑着道 要说年轻 燕京医院的方寒方医生 今年才二十五岁 助手医生顿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要说苏学文五十多岁了 张家豪和苏学文比起来 那确实算是很年轻了 可二十五岁的方寒 对了 霍普金斯医院的索利斯医生 这一日在燕京医院 一直没有做手术吗 说到心脏搭桥 张家豪就想到了索利斯 索利斯的心脏搭桥手术 做得确实好 这一阵啊 索利斯医生好像一直没有做手术 助手医生道 走 去试交室看看 张家豪换了换衣服 脉部出了手术室 张主任 张主任 刚才的手术做得真太漂亮了 是啊操作很稳 节奏控制得相当好 试交室这会儿 还有好几位医生 刚才都在看张家豪的手术 这会儿啊张家豪进来 自然是一片的马屁声 看看燕京医院这会儿 有没有手术直播啊 张家豪对着众人的马屁 早就习以为常了 自从开始展露头脚 一直到现在 成为协和心外的首席 张家豪几乎就是在这种 人的奉承和马屁中 成长起来的 诶 有画面了 好像心脏手术啊 调试的医生 只是刚刚开始调试 很快就接受到了信号 诶 是燕京医院 主刀的是个外国人 哦 看来索利斯 索利斯到了燕京医院 这么久 这才开始做第一台手术啊 或许是第一台直播手术呢 其他医生切切思雨 张家豪这会儿 已经看到了 给索利斯当助手的方寒了 燕京医院手术室内 方寒和索利斯这会儿 刚刚走上手术台 索利斯是主刀 方寒和王志诚 给索利斯打下手 方医生 这前面的部分 要不您来 索利斯很是客气地 征求方寒的意见 可以的 还希望索利斯一声多多指点 方寒点了点头 并没有客气 也没有推辞 和索利斯 这位外国佬 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 方寒大概也清楚 这些外国佬的秉性 这些外国佬啊 可不懂什么是华夏的谦虚 你说不可以 他们会认为你真的不可以 你要推辞 那机会往往也就没了 方寒虽然有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可他的心脏半膜手术水平 却是复制张家豪的 属于是国内一流水准了 高级加的程度 心脏半膜手术 和肝脏搭桥手术 虽然有所不同 可也只是关键部分 其余的倒也大同小异 开胸手术 暴露出心脏 然后取心脏外的一段 经脉或者是动脉血管 把取下来的血管 放在心脏血管两侧 绕过狭窄或者是堵刺的血管 就好像在心脏上面 搭建了一座桥梁 因而称之为心脏搭桥手术 自从上次 索利斯准备做心脏搭桥手术之后 方寒也专门找心脏搭桥 手术相关的手术视频研究过 正所谓是万变不离其中 心脏半膜手术和心脏搭桥手术的 基本操作都是差不多的 这就好比加减乘除 皮虽然不一样 可只要你把成发口诀 和解析规律掌握了 学习起来还是很快的 方寒 从张家豪身上复制的心脏半膜手术 起步就很高 对心脏也很了解 然后再去学习心脏搭桥手术 那就简单多了 索利斯没有动手 而是医柱在操作 诶 这医柱是谁啊 看上去很年轻啊 而且不像是外国人 边上的好像是王志成王主任 王主任竟然都没有上手的资格 是燕京医院的方寒方医生 张家豪缓缓开口 方寒 这一阵 协和的不少外科医生 都听说过方寒这个名字 无论是心脏还是肝脏 方寒年轻 水平高 这样的年轻医生 很容易在内部圈子里传开的 更何况 协和和燕京医院 同在燕京 两家医院也经常对比 方寒的心脏半膜手术 做得确实很不错啊 以方寒的心脏半膜手术水平 想来心脏搭桥 做得也应该可以的 两者一曲同工 心脏半膜手术啊 能有方寒那样的水平 哪怕是 没做过心脏搭桥 有索丽丝医生的指点 那绝对也可以独立完成了 室教室的医生们 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方 你这个切点宣执很好 索丽丝 站在边上 看着方寒操作 面前 开胸的方寒 切入点就选得很好 操作也很流畅 刚开始 索丽丝还有一些担心 准备随时替换 可渐渐的索丽丝就发现异常了 方寒的水平非常高 这一点简直让他吃惊 之前 索丽丝就听说过 方寒的心脏半膜手术 做得不错 可他认为 也仅仅是不错而已 这个不错和很好 那就要看和谁比了 要看跟哪个层次比了 以方寒的年龄 能主刀这种手术 也算是很不错了 很厉害了 因而 索丽丝也并没有把方寒 想得多了不起 可现在 随着方寒不断地操作 索丽丝就发现异常了 方寒的这个不错 那是真的不错 哪怕是 他比起来 也是相当不错了 心脏半膜手术 和心脏搭桥手术 虽然是不同的两种手术 可从根本上讲 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 心脏部位的操作 一个是半膜置换 亦或者是修复 一个是血管移植 其他步骤区别不大 而且在某些时候 心脏搭桥和半膜置换手术 有的时候 也是会同时进行的 所以在心包没有打开 心脏没有暴露出来之前的部分 对方寒来说 那就完全没有什么犹豫的 要说唯一的区别 那就是 针对于心脏手术的部位 开口选择的点 有所不同 这个点 可不仅仅是心脏搭桥 心脏半膜置换 二肩半和三肩半 亦或者是心脏主半膜 都是有着 些许细小的差距的 一般来说 开胸之后 开口要是选择 最为接近手术的部位 这样一来的话 尽量地减少切口 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索利斯说之话 方寒则是不怎么吭声 专注地操作着 对于不太熟的人 方寒本来话就不多 手术的时候话就更少了 甘肃静内深静脉给药 方寒一边说着 一边事实地吩咐 寻回护士 急忙按照方寒的吩咐给药 随着胸骨打开 患者的心包 也渐渐地显露了出来 准备建立体外循环 心脏半膜手术 和心脏搭桥手术 是一样的 需要建立起体外循环 用体外循环 代替人体本身的循环 让心脏停止工作 然后才能进一步地操作 这一次手术的护士们 也正是方寒上一次 给龙亚心做手术的 原班护士 护士们对方寒的手术风格 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配合得还算不错 索利斯医生 下面的您来 打开心包 医生们建立起体外循环的时候 方寒把主导权交给了索利斯 虽然有索利斯指导 这一台手术方寒也是能做的 可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 方寒还是打算亲自观摩 近距离看着索利斯是怎么做的 我都有些失神了 索利斯是真的吃惊不小 前面的部分虽然难度不大 可方寒的水平也着实是让他诧异 以方寒这样的水平 哪怕去他们霍普金斯医院 那也绝对会成为医疗组的负责人的 随着体外循环系统的建立 索利斯开始接手 方寒站在边上一边观摩一边帮忙 随着索利斯手术的进行 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在方寒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的心脏搭桥技能达到初级水准 恭喜宿主的心脏搭桥技能达到终级水准 连续两次的提示 意味着方寒的心脏搭桥手术的水准不断提升 就好像习武一样 有着八卦掌精通的方寒 要是再去学习其他的武学 必然会快很多 有着张家豪的心脏半膜手术基础 方寒学习心脏搭桥也很快 只是跟了索利斯一台手术 心脏搭桥就到了终极水准 正如郭文渊所说 一肝子扎到底儿 然后再向周围延伸 确实事半功倍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第869集 舔狗也有春天 换索利斯医生了 看来方医生是没有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啊 也不好说 或许是方医生只想看看 索利斯医生是怎么做的 哪怕没有做过 以方医生的水平 跟着索利斯一台手术做下来 独立主刀也绝对没有问题啊 张家豪道 方寒的天花板太高了 他的心脏板膜手术做得非常好 这种水平 在学心脏搭桥 基本上很容易啊 做外科手术和盖楼差不多 最初学习青创缝合 简单的蓝尾切除 痔创切除等等 都以为是大手术做基础 心脏半膜手术 属于是心外的四级手术 天花板就比较高了 想要独立做心脏半膜手术 你首先要对心脏很了解 基础也要非常好 如此才能够慢慢上手 打地基一层一层往上走 方寒的心脏半膜手术做得很好 地基就很牢 现在做心脏搭桥 方寒哪怕没有做过 有着心脏半膜手术的水准 现在学 那就像是在已经盖好的房子里面 隔个单间 比起那些重新盖的 绝对要简单很多 张家豪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因而他很清楚这一点 如果现在让他去学习 心外的其他心术室 他也是能够很快掌握的 方 没想到你的心脏手术做得真好 走出手术室 索里斯还物质有些惊叹 方寒的中医水平他是见过的 无论是八个孩子的父亲 还是张薇薇的父亲 现在恢复的都很不错 同时 方寒在心外方面的水平 竟然也那么厉害 虽然关键部位不是方寒做 可愧一般而知全报 索里斯还是能从方寒的操作中 看出一二的 索里斯医生的水平也很高 方寒笑着道 心脏打桥现在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收属了 要说心脏收属 我们活不经私医院的 心脏医治收属 应该算是收取医治的 作为外国老也是不甘示弱 就心脏手术而言 心脏移植手术 绝对是心脏手术之罪了 当然 就目前情况而言 心脏移植的成本高暂且不说 而且心脏移植 也并非心脏病的常规治疗方法 而是作为 挽救中末期心脏病病人 生命和改善其生活质量的 一个治疗手段 说穿了 就是用钱买命 心脏移植是高风险手术 在院死亡率在7%左右 心脏移植患者术后 人均可以多活10年左右 心脏术后并发症也很多 包括感染 败血症 宫心衰竭 出血 冠状动脉周样硬化 慢性肾衰竭 免疫排斥反应等等 同时 因为心脏移植属于是 液体器官移植 受体对其 具有免疫排斥可能 对于心脏移植患者来说 出现免疫排斥的风险始终存在 所以必须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 但是免疫抑制剂 具有一定的副作用 如增加感染的可能性 出现感觉异常 异发肿瘤等 还有部分患者 术后可能发生肾功能不全 当然不管怎么说 心脏移植都算是一个创举 对心脏病患者来说 也算是多了一次希望 霍普金斯医院在心脏移植方面 确实很了得 一边和索利斯说着话 方寒一边进入系统 在系统技能界面 查了一下心脏搭桥技能 后面经验值显示是300多万 也就是说 方寒现在心脏搭桥技能 属于是终极家 而且还在终极层次 这一次 王志成可是安排了 好几例心脏手术患者 想来再跟着索利斯做几台手术 技能还会提升 方寒走进张薇薇父亲的病房 张薇薇急忙笑着招呼 张薇薇父亲张平阳 也急忙笑着向方寒打招呼 方医生来了 截至现在 张平阳现在住院差不多20天了 水肿基本上算消失了 恢复得相当好 张薇薇这几天 每天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 对 我在燕京医院这边 进修今天就结束了 明天就回江中 今天算是方寒最后一天 在燕京医院上班了 方大哥 我们可以跟着您一起回去吗 张薇薇用期待的眼神 看着方寒 当然可以了 我过来就是和你们商量这事的 你爸爸现在恢复得不错 已经可以回家调养了 这次就和我一起回江中 到时候定期再来江中院复查 太好了 张薇薇笑着对张平阳道 爸爸 我们可以和方大哥一起回去呢 有方大哥的照顾 我们路上也能放心 听说方寒要回去 张薇薇原本还是有些担心的 毕竟她不知道爸爸还能不能出院 方医生 简直太感谢你了 张平阳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方寒了 这一次要不是方寒 她都不知道能不能扛到现在 都是老乡正好深入 方寒笑着对张平阳道 回去之后啊 您要好好调养 明年争取让薇薇去复读 以薇薇的成绩啊 学校应该是很欢迎的 张薇薇是去年的文科状元 没能去江州交大上学 只能够回去复读了 不过像这种尖字声 学校都是非常欢迎的 一些学校甚至还会减免学费 我会的 我会想办法 争取让薇薇回去复读 这孩子聪明成绩好 都是我耽误了呀 爸 张薇薇眼眶都红了 开心事不要这样子 回去之后呢 好好读书 有什么困难啊 就跟方大哥说 方寒笑着道 她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姑娘的 孝顺坚强 现在这样的女孩子 还真的是太少见了 都说是穷人家的孩子 早出头 可像张薇薇这般坚强的 却不多 嗯 我会的 张薇薇点着头 行 那今天你们收拾一下 呃 我给医院交代一下 明天咱们一块回江中 方寒笑着道 从病房出来 差不多也下班了 李俊贤和险份 还有孙颖阳 蔡依依等人 已经在等着方寒了 今天晚上 大家在一块吃个饭 算是给方寒送别 孙颖阳 你好了没有 蔡依依站在更衣室门口催着 好了 马上就出来了 孙颖阳 迅速脱掉了工作服 然后穿上外套 三两步 就出了更衣室 蔡依依已经打扮得很漂亮了 站在门外等着 只听过男生等女生的 没听过女生等男生的 我这不是临时被主人叫去了吗 耽误一小会儿 这这这外在因素 不是我个人因素 属于不可抗拒 孙颖阳急忙结束 行了 走吧 蔡依依转身 孙颖阳急忙跟上 和蔡依依并肩而行 进电梯的时候 蔡依依突然抓住了孙颖阳的手 孙颖阳整个人瞬间就定格了 第一次被小师妹牵手 孙颖阳甚至还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傻愣着干嘛 电梯门要关了 今天情况特殊 让你占个便宜 蔡依依 一拉孙颖阳 出了电梯 今天 不是要和方医生他们 一块去吃饭吗 孙颖阳有些不解 这是要去见方寒啊 每次见方寒 蔡依依都是精心打扮 这次也不例外 怎么突然让她牵手了 我要让她知道 我虽然得不到她 可我 也是她得不到的女人 张颖阳张了张嘴 蔡依依这个脑回路 不过 小师妹的手 还真的好凉好滑 好有感觉 方寒换了衣服 几个人已经在等待着了 看到蔡依依和孙颖阳 方寒惊讶地发现 两个人竟然手牵着手 一段时间没见 这两个人竟然走到一块了 孙颖阳也是春天到了 孙医生 恭喜啊 方医生 孙颖阳笑了笑 脸都红了 虽然今天 蔡依依是假装 可好歹也牵了手啊 而且还是小师妹主动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向前一小步进步一大步嘛 这是属于历史性的创举了 至于蔡依依 脸已经彻底红成猴屁股了 有些不敢看方寒 孙医生 苦尽甘来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李俊贤笑着道 孙颖阳傻笑两声 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能够牵着小师妹的手 就是让她现在去死 那也值得了 走吧 先去吃饭 方寒笑着道 孙医生 蔡医生 到时候一定请我喝喜酒啊 一定 一定 孙颖阳连连点头 一边点着头 孙颖阳还一边偷偷看了蔡依依 小师妹好像不仅仅是装样子吧 蔡依依牙齿轻轻咬着下唇 手把孙颖阳的手握得更紧了 小师妹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作秀吧 孙颖阳心中胡思乱想 自从那次宾馆事件后 孙颖阳就发现蔡依依好像有了变化 今天 小师妹竟然主动牵她的手 虽然说是为了气方医生 可问题 这能气得到方医生吗 方医生明明很开心好不好 刚才还祝福 好像也很真诚啊 嗯 不是好像 是确实很真诚 对于方寒的想法 孙颖阳自问还是能猜透一二的 难道说 小师妹对自己也有改变了 自己那么长时间 终于付出有回报了 一时间 孙颖阳觉得自己的心跳 都有些加速了 舔狗也有春天呐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糖 第八百七十集 牌子 快 把牌子举好 江中机场 林心彤指挥着几位医药代表 机场出口 两个大大的接机牌 很是显眼 方医生 两个大牌子上面 都是清一色的三个大字 林心彤一边看着时间 一边对边上的赵曼妮 吩咐道 眼睛睁大点 千万不要把方医生错过了 林总 你放心吧 方医生那么显眼 怎么可能错过了 再说了 方医生的航班还有一会儿呢 不怕一晚就怕万一 还是要注意 方医生去了燕京三个月 回到江中啊 咱们一定要让方医生 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要让方医生 马上感觉到家的感觉 江平医疗器械的 几位医药代表们 都是很认真地听着 没人敢大意 林总吩咐的事情 他们要是给办砸了 那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不错 林总 林心彤 现在已经是升任江平医疗器械的江州区区域总裁了 原本的林经理 现在已经改成了林总了 这一次 这个阶级的事情 可是林总几天前 就开始安排和布置的 众下属们 谁敢大意啊 一些老下属 更是清楚方医生 在林总心目中的地位 林经理 能够升任江平医疗器械 江州区的区域总裁 那可都是方医生的缘故 特别是赵曼妮 她可是很清楚 方寒在林心童 心目中的分量 方寒现在 虽然不算是江中院的主刀 手术做的也比较少 算耗材的话 现在江中院的大户 依然是邝明镯 可即便如此 邝明镯也是没有办法 和方医生比的 邝明镯充其量 算是继任者 而方医生则是开拓者 江中院的骨伤分区 肝外分区 那都是因为方医生才建立的 还有新增的两个手术室 江中院急诊科扩建 单单这一年的单子 就占了整个江平医疗器械总额的三成 这才是林心童 这位销售经理 能够升任区域总裁的原因 更何况 赵曼妮还知道 方医生这次去验经进修 还做过心脏半膜手术 这可又是一个新的手术分类 这对于成熟的医院来说 最多也就是设备更新换代 已旧换新 耗材等等 可对于江中院来说 每一种新的手术分类 那可都意味着 从零开始 所有的配套设备 药物 以及耗材 那都是新的订单 一家医院的支撑 永远都是医生 像方寒这种高水平的医生 那都是完全可以 一个人撑起一家医院的 这样的大牛 更是所有医药代表们 都值得尊重 也必须去重视的 张先生 你没事吧 在飞机上 方寒和张薇薇妇女坐在一起 索利斯和他的团队的 几个医生坐在一排 这次回来 方寒做的是经济厂 并没有坐头等舱 机票也都是方寒 自己掏的腰包 他拒绝了 燕京医院几位主任的好意 同时和张薇薇妇女同行 他也是可以来就近 照顾张平阳 张平阳是第一次坐飞机 很是有些不适应 刚开始 还有一些轻微的晕机 没事了 我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飞机开始降落了 您最好张着嘴 如果难受的话 我给你扎量着 谢谢您 方医生 张平阳急忙到 方大哥 谢谢您了 这次多亏遇到了您 张薇薇也到 客气了 哪怕不遇到我 也能遇到其他医生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比如张姐啊 对吧 方寒笑着道 她并不想让张薇薇 这个小姑娘 因为这件事 从而留下什么阴影 觉得世界太黑暗 将来有什么极端的想法 像张薇薇这么大的女孩子 大多还是比较单纯的 世界观还没有形成 这个阶段的人生 经历的往往是能够影响他们一生的 嗯 张姐还有方大哥 显博士 李医生 前主任 都是很好的人呢 张薇薇点着头 方大哥 如果我能顺利复读 我一定要报考 严谨中医药大学 我也要当医生 和您一样的医生 当医生是好目标 不过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 不能一时冲动 有些决定啊 是一辈子的事情 方寒笑着道 她并不反对张薇薇 去报考医学院 只不过还是希望张薇薇能够慎重 这个年纪的孩子 大多喜欢冲动 头脑一热 有可能就是一个决定 可等到热度过了 或许就会后悔啊 人生暂世 有的事情可以重来 有的事情没办法重来 特别是当医生 这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没有对医学的热爱 将来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全国那么多的医科类院校 每年走出的毕业生很多 可最终能坚持下来的却不多 嗯 我会慎重的 张薇薇点着头 说着话 飞机已经抵达到了江州了 飞机上响起了乘务员的声音 钻进的旅客你们好 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江州机场 请所有乘客系好安全带 不要随意走动 航班的卫生间暂时关闭 大概七八分钟 透过窗户 飞机上的旅客已经能够看到下面江州机场的跑道了 在轻微的颠簸中 飞机缓缓落地 到达了江州机场 短暂地等待之后 方寒一群人走出了安全通道 然后领取了行李 向着机场外面走去 方大哥 你看 那边是不是来接你的 远远的 张薇薇就看到了出口附近的接机牌 不是张薇薇眼神好 而是接机牌真的太显眼了 走出机场的人 只要不是瞎子 那都能看到两个大大的接机牌上面的字 方一声 应该也许是吧 方寒也不是很确定 方书人 你看 已经有人在接您了 方寒和张薇薇正说着话 方寒等人 边上三个人也正好拉着行李 其中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 空着手 边上跟着的两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 说话的正是其中一位年轻人 这么大牌子 太显眼了 太显眼了 走在中间的年轻人 微微摇头 很是不满 张薇薇下意识地就看了过去 方大哥 对方好像也是医生 也幸福 那看来就不是来接我的 我这次可没有跟谁打招呼呀 方寒摇了摇头 很是有些尴尬 还好刚才说话声音小 应该没有人听到吧 方主任 您这次从燕京进修学习回来 可是给咱们医院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啊 医院方面肯定相当重视的 跟着方主任的青年不断地拍着马屁 方医生 方医生 远远的赵曼妮又看到了方寒 急忙挥手 方主任 你看 教我们的 这么年轻的小姑娘 这是哪家的医药代表吧 想来应该是江华之药吧 江华之药和咱们交副院 那可是多年的合作关系了 交副院 方寒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这位是交大医副院的某位主任 心中想着 方寒带着张薇薇妇妇女 和索利斯等人已经向着赵曼妮走去了 她已经看到了赵曼妮 那就是来接她的 方寒这边走着 边上交副院的方主任 三个人也加快了步子 快到林心童和赵曼妮等人的时候 方主任身后的一位青年 还急忙加快了脚步 你们这是来接方主任的吧 这是行李 这是 正说着话 青年就目瞪口呆地发现 赵曼妮和林心童 已经从她边上走过去了 然后又从他们方主任的边上走过去了 方医生 您可算回来了 三个月不见 我可是天天想您呢 说着话 林心童急忙接过方寒手中的皮箱 赵曼妮也急忙接过张薇薇手中的皮箱 林经理 我今天回来可没有跟谁说吧 方寒笑着道 方医生 我们林经理现在已经是林总了 林总前几天就整天念叨着 说您快回来了 天天都查您的航班呢 林总啊 恭喜恭喜 方寒笑了笑 然后给林心童介绍 这位呢是张薇薇 这是她的父亲 这几位呢是霍布金斯医院的医生 这位是索利斯医生 索利斯医生好 您好 您好 林心童急忙打招呼 同时给赵曼妮使了个眼色 赵曼妮心领神会 急忙给了不远处一位医药代表一个眼色 这一次呢 方寒回来确实没有跟谁说 林心童这边呢 还是通过航空公司的关系 查到了方寒的航班 所以呢 并不清楚方寒这次回来 还带了好几个人 车子啊 准备的不够 不过这事呢 林心童绝对是不会说的 不会露怯的 马上进行补救 迅速掉车过来 边上的方主任三个人已经傻了 不是来接他们的 这谁呀 那么大配偿 这江州姓方的医生 还这么年轻 方主任 方主任 方主任这边正愣神呢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手中拿着一个牌子 气喘吁吁的跟上来 方主任 我都喊你半天了 你怎么没听到啊 方展宏一回头 才发现是江华制药的医药代表 对方确实是拿着接级牌 上面还写着 交付院方展宏方主任 而且牌子 还不算太少 属于一般贵公 只不过这个牌子和写着方医生的三个大牌子比起来 那瞬间成了蜗牛 谁还能注意到啊 走吧 方展宏顿时觉得脸上挂不住 自己一个科主任 竟然被一个小年轻给毙下着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1集 怎么安排 方医生 您看咱们是一起走呢 还是 林心同在方寒边上 将凭医疗器械的几位医药代表们 帮着方寒众人拿着行李 一步一驱 薇薇 你们直接回家吧 我让林总派人送你们回去 我开的方子还能够吃一阵子的 吃完了以后来江中原复诊 有什么事啊 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 方寒先安排张薇薇妇女 张薇薇妇妇虽然也是江中人 可并非江中市区 而是江中市下辖的长青县 和苏铁行市一个县 方医生 不用麻烦了 我们坐大巴回去就行了 张平阳急忙到 这怎么行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了车子 你们不用担心 赵曼妮急忙拉过张薇薇的手 笑着道 小姑娘 姐姐亲自送你们回去 放心吧 那行 那就麻烦赵医药了 方寒道了声谢 方医生客气了 林心童笑了笑 然后对赵曼妮吩咐道 小赵 你亲自跑一趟 务必要把方医生的两位朋友 亲自送到家 林总放心 赵曼妮应了一声 然后招呼张薇薇妇妇女 跟我走吧 我送你们回去 那方大哥再见 张薇薇向着方寒挥手 再见 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千万不要扛着啊 方寒道 方大哥 我知道了 张薇薇点着头 心中发誓 自己一定要努力 欠方大哥的将来一定要还清 这一次 他们妇女欠方寒的太多了 目送着张薇薇妇妇女离开 方寒这才转过头问索利斯医生 索利斯医生 你们怎么办 是先去医院还是 索利斯差点被人问住了 自己等人怎么办 他们不是客人吗 这个怎么办 问的算是怎么回事啊 往常他们不管去什么地方 那都是早就有人接待了 他们到宴京的时候 那迎接的规格比现在高多了 这次他们甚至都没有感觉到 有人对他们表示欢迎 方医生 您没有给方主任打招呼啊 林心童急忙一拉方寒 轻声问道 我想是不用麻烦其他人了 方寒一愣 他还真没打招呼 现在想一想 确实不太合适 这次回来的不止他一个人 方医生 索利斯医生等人来到江州 那可是大事 徐院长要是知道都要亲自迎接的 您这 林心童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把索利斯这么一群大牛带来江州 而且还没有给医院打招呼 到了之后还问人家怎么办 估计这事啊 也只有方寒能干得出来了 方医生 我这边先安排索利斯医生等人上车 您赶紧快给方主任说一声 看看医院那边怎么安排 林心童提醒 索利斯那可是国际名医 像这样的大牛 江州省的各大医院 那可是很难邀请到的 索利斯等人的身份和国际无关 不管人家是哪国人 是黑人还是白人 单单是人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那都要重视了 方寒这是完全没经验啊 好 那就麻烦林总了 方寒应了一声 还真没想到这一茬 主要是这一阵啊 他都在燕京和索利斯 接触的时间太长了 一个月天天见 索利斯这一段时间呢 也跟着他 就和李小飞和江峰等人 跟着他没什么区别 他这冷不丁的 竟然也忽视了 索利斯医生 咱们先上车 方医生已经安排好了 林心童走过去 客气地道 谢谢 索利斯笑了笑 倒是不以为意 他来江中呢 是奔着方寒来的 又不是为了什么待遇 真要说待遇呀 要不是方寒的原因 那江中院这次出再多的钱 他都不会来的 这位外国人呢 还真的是不差钱 他的患者 那都是非富即贵 每年几百万美元的进账 美国的医疗制度和国内不同 国内只要是体制内的医生 收入呢 大都有个限 哪怕是做飞刀 那也是有行情的 可美国的医生却不同 美国的医生 相对于世界来说呢 都是高收入群体 专项医生的收入更高 类似于索利斯这样的心外大牛 那么年薪差不多都是百万美元了 除了基本的年薪之外 索利斯这样的大牛 参加一些医疗活动 那接一些活动 都是很高收入的 就比如说 上次户上的国际会议 乔恩在户上待了不到一天 就有十几万美元的收入 想一想都觉得恐怖如斯 江中院急诊科 方浩阳难得清静一会儿 给自己泡了一壶香茶 办公室里面瞬间茶香四溢 哎呀 方主任就是会享受啊 茶刚泡好 李文君就推门进来了 我说你这鼻子啊 简直就是狗鼻子 整天蹭我的茶喝 我这的茶医啊 自己都不够喝 说着 方浩阳给自己和李文君 倒了一杯 慢慢悠悠地喝 扎巴了一下嘴 哎呀 舒服呀 这种天气 就适合泡上一壶茶 嗯 好茶 李文君呢 也轻轻喝了一口 回味道 这种茶呀 也只有主任能喝得起呀 我这种副主任 只能蹭着喝了 我这茶医也是蹭的 方浩阳也笑道 上次呢 去燕京 从方寒那顺了一些茶叶 这一阵忙啊 一直没来得及喝 你小子有口福了 顺方寒的茶叶 李文君眼睛一睁 我说老方 你好意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方浩阳 哼道 你是不知道 那小子简直是狗大户 在眼睛一个人租了一间一居室 一月租近五千块 用一次性杯子泡这个茶喝 那简直是浪费呀 方寒应该是从郭老那顺的吧 李文君端起茶杯 一口喝干 哎呀 回味无穷啊 果然是极品好茶 什么顺的 郭老送的 一送就送了半斤 我软磨硬泡 郭主任才给我二两 虽然是父子 这做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郭主任呢 就是没郭老 大气 这句话啊 也就关起门来偷偷说啊 千万不要传出去 要是传到郭主任耳中啊 你就等着挨骂吧 李文君笑着道 郭主任自然指的就是郭明强 郭明强无论年龄还是资历 那都是老子辈 在江中院 要说方浩阳有怕的人 一个是廖一鸣 一个呀 还就是郭明强了 你小子就是没有良心 方浩阳美好气地骂道 喝着老子的茶 老子吹个牛 你还拆台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你没听过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茶叶是方寒的 你最多也就提供个热水 那我要嘴短的话 那也是对人家方寒嘴短啊 不让你喝了 方浩阳给自己倒了一杯 气得牙疼 哎 我自己来 李文君笑呵呵地站起身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 然后又喝了一口 自己动手啊 风衣足食 我说老李啊 你现在很贱 你知道吗 方浩阳恨不得 给李文君一下 这一脚子是越来越讨厌了 对了 小方 这两天该回来了吧 李文君急忙转移话题 逗一逗就行了 毕竟是主任吧 还要留着面子 应该就是这两天吧 这小子也没打电话 方浩阳正说着 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就响了 来电显示 方寒 你看 说草草草草草草草 方浩阳拿起手机接了起来 笑着问道 小方啊 打电话什么事啊 这两天是不是准备回来了 什么 你已经到江中机场了 怎么不早说啊 我亲自去机场迎你啊 江平制药的人 那什么 听着方寒说实话 方浩阳立刻惊呆了 方寒这小子 把人家霍普金斯医院的 心外专家团队给带来了 老方 李文君喊了一声 怎么回事啊 方浩阳看了看手机 已经挂断了 方寒这小子 真是 走 快 说实话 方浩阳急忙站起身 和我去见徐院长 怎么了 李文君有些懵 不是说 方寒到江中机场了吗 方寒这小子 把霍普金斯医院的索利斯 给带回来了 方浩阳一边说着 一边拿起手机和外套 我要去找老徐 看看他怎么安排啊 霍普金斯医院的索利斯 心外的那位啊 你觉得还有第二个吗 方寒美好气得道 我去 李文君 目瞪口呆 这小子行啊 不坑不响的 既然管回来一位大男 这种大男可不是什么好邀请的 这要是被其他几位医院知道了 那还不羡慕死啊 不是 这小子 方寒这怎么到了江中 才给你打电话 这一切没说呀 说个屁 到了机场才通知我的 方浩阳骂了一句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了 去见老徐 看怎么安排 这可是大好事啊 姓徐的这一阵啊 还一直给我甩脸色呢 先我没有同意把方寒的编制 转到燕京去 这下他不懊恼了吧 想到这会儿啊 方浩阳就有点小得意 前一阵子 他搏了徐锦波的面子 徐锦波嘴上没说 那心中可是相当不满 这一阵啊 没少给他甩脸色 也没少为难急诊科这边 作为院长 徐锦波不能和方浩阳明着干 可要恶心一下方浩阳 还是很容易的 你急诊科牛逼 你要资金吧 总要资源吧 总要编制的 我不为难你 我就是卡一卡 就够你受的了 现在方寒把索利斯带回来了 这个实惠 难道还比不上 谭广平开的这个条件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2集 方医生回来了 上 林心彤 能从一个小小的医药代表 在30岁出头的年纪 一路走到大区的 执行总裁的位置上 那是有着很强能力的 什么是能力 什么是本事 把平常的工作做好 这其实不算什么 本职工作而已 能够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而且能够迅速地处理得 相当圆满 不留下一丝痕迹 这才叫本事 这一次接机 无论是张维威 还是索利斯 可以说都是在林心彤的意料之外 可等到方寒等人走出机场的时候 外面就有豪华的商务车在等着了 这辆车是林心彤迅速弄来的 就在机场附近接用的 并没有耽误多长时间 因而方寒和索利斯等人并不知道 其实最初 林心彤并没有安排这么多的车子接机 原本毕竟只是接方寒一个人的 现在突然变成了好几个 有能力的人就像是有能力的医生一样 一台平平无奇的手术不算什么 能够快速处理手术中的各种突发状况 这才算是大拿 是专家 是权威 豪华的商务车 虽然比起索利斯 抵达燕京的时候接待规模差了不少 可索利斯依旧很满意 方寒也是比较满意的 毕竟林心彤安排的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尴尬 如果没有林心彤的安排 或许现在方寒就只能带着索利斯等人 出去做出租 或者是乘坐大巴车了 哪怕是临时让江中苑来人接 他也要陪着索利斯等人 在机场等半个小时以上 甚至更久 方寒自己最初倒是没觉得什么 可林心彤一提醒 嬉戏想来 确实这么不合适啊 当然事实上 索利斯等人前来 林心彤要比方寒和江中苑的领导们 更为惊喜 江中苑急诊科现在属于 正在不断地向外扩张的节奏 而这个时期 索利斯这位普霍金斯医院的 心外大拿前来 这对于江中苑的影响 绝对是相当大的 有了索利斯等人的到来 江中苑急诊科或许会更快 涉入心外领域 对于江平医疗器械来说 江中苑绝对是江平医疗器械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客户 江中苑急诊科 现在虽然还只是一个科室 可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和趋势下去 江中苑急诊科未来 绝对不比一些三甲级意愿差 古商分区 肝外分区 到时候心外 谱外 一个科室 涉足的领域几乎比得上是一家医院了 江中苑门口 以徐景波为首的好几位院领导 以及急诊科主任 方浩阳 李文军 邝明卓等人 都到了医院门口等着 一边等着 徐景波一边看时间 回头问方浩阳 方主任啊 交易可靠嘛 他们真的到了江中了 变化是方寒打来的 你说呢 方浩阳淡淡地回道 这一刻 面对徐景波 方主任也可以稍微地傲娇一下 他不是想用方寒换资源吗 你不是觉得方寒留在江中苑 不如去燕京吗 现在倒好 方寒把米国 普霍金斯医院的专家 都给拐来了 索利斯被方寒拐来江中苑 对其他科主任来说没有什么 事实上 这会儿迎接索利斯 其他科室的主任 一位都没来 秦卫华 廖一鸣 薛子林等 江中苑毕竟是中医医院 索利斯名气再大 也只是心外专家 秦卫华等人 还真不怎么在乎 他们也没指望着 跟着索利斯学习心外手术 也没指望自家的科室 涉足心外领域 可对于许锦波 这几位院领导来 那就不一样了 许锦波讨好谈广平 想用方寒换资源 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 江中苑的知名度 说穿了是给自己弄政绩 弄功劳 这一次 索利斯前来江中苑 给许锦波带来的好处 其实也是一样的 许锦波想着再进一步 其他医院的领导 那也差不多 非纯医疗岗位的领导 那不想着向上爬 许锦波走了 院长就空出来了 院长空出来 副院长就有指望了 副院长上去了 那又空出来一个位置 别看只是一个人的精神 可从下到上 那就牵扯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了 方主任 方寒真的把索利斯带来了 邝明卓这会儿啊 还有一些不敢相信 太不可思议了 索利斯在心外的地位 那就相当于乔恩 在肝外的地位差不多 乔恩会来江中院吗 会来江中院这种地方吗 很显然 轻易是不可能来的 要是专家大拿们 这么容易请到 那就不显得珍贵了 很多专家的地位之所以高 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燕京的一些专家 本地的患者都照顾不过来 那外地的更排不上号了 类似于索利斯 和乔恩这样的国际大拿 也是一样的 他们不缺患者 也不缺来挣钱的途径 燕京户上还好一些 江中也只是国内的一个 普通内地城市而已 我也有些不敢相信啊 方浩阳脸色平静 语气平淡 可事实上 索利斯确实马上到了 对方浩阳来说 这一次方寒把索利斯 弄来江中院 对急诊科来说 那简直就是助力 有了这一位大拿前来 江中院在厅里面 也要扬名了 到时候 整个江中市 包括省医院 医副院 军医大 多少医院都会求上门来 那时候 江中院急诊科 还不成为焦点呢 方寒是江中院急诊科的人 能把国际的心外专家引来 这说明江中院急诊科 是出了成绩的 不出成绩 你请一个国际大拿试试 很多事情啊 都不能只看表面 那都是牵一线 而动全身的 这会儿方主任的心中 是有着几分高兴 和自傲的 无论江中院急诊科 这一段时间 治疗了多少患者 情况如何 单单方寒 能引来这么一位 国际大拿 这就是对江中院 急诊科成果的肯定 薛院长 来了一辆豪华商务 应该就是了 一群人 急忙开始酝酿情绪 商务车 在一群燕林岛面前 缓缓地停下来 车门打开 林兴童第一时间下了车 然后招呼方寒 小方 徐锦波急忙笑容满面地 迎了上来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这一去燕京三个月啊 我可真怕你 留在燕京不回来了 你要是不回来啊 咱们江中院的损失 可就大了 边上的方浩阳 下意识撇了撇嘴 不愧是管理层 这话说的是 一点也不心虚呀 徐院长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方寒笑了笑 然后索利斯等人 紧跟着也下了车 徐院长 我跟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米国 普霍金斯医院的 索利斯医生 这位是 方寒一一给双方做着介绍 徐锦波急忙伸出手 索利斯医生 欢迎您来到江中啊 索利斯脸上带着淡笑 很是客气地 和江中院的几位领导们握着手 对于江中院的欢迎 索利斯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说明江中院这边啊 对她还是很重视 索利斯医生请 里面请里面请啊 你们这一路劳顿 先休息休息 徐锦波热情地招呼 索利斯没有应声 而是下意识地看向方寒 索利斯医生 现在已经到了江中院了 你们就先安顿下来 我刚回来还有很多事情 就不陪你们了 方寒实事求是的到 他这一去三个月 要不是带着索利斯等人 他今天啊 是不会来江中院的 早就直接回家了 现在到了江中院 难不成索利斯一群人 还有他陪着 徐锦波听到方寒这句话 心中就是咯噔一下 小方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陪着不是应该的吗 他正打算开口 索利斯就开口道 方医生 您选帮 不论管我们 和方寒 打了交道一个月了 索利斯还是知道方寒为人的 方寒那可不是天天 跟在他后面讨好的小人物 反而方寒越是居傲 索利斯越是认可 人家索利斯医生 认可的就是强者 你比我厉害 我才认可你 要不然他何苦来到江中院呢 在国内耽误了这么久 索利斯并没有做过多少手术 虽然他很有钱 可并不介意多挣钱 之所以放着钱不挣 跟方寒来到江中院 那是有目的的 在索利斯的心中 他确实是很想着跟方寒的 可他也知道 你要方寒刚回来 必然有不少的私事 他们也刚来 好歹也要先安顿下来 到了江中院 方寒就是江中院的医生 索利斯也不怕方寒跑了 而且据说 江中院是一家 很不错的中医医院 方寒也只是江中院的 一位医生而已 或许江中院 还有比方寒更厉害的医生呢 这个索利斯呢 也要先了解一下 徐院长 索利斯医生就交给你们了 方寒客套两句 然后就抽身走人了 三个月没有回来 他早就没工夫在这儿 来做一个迎来送往的事情 小方 你跟我回来先去休息休息 方浩阳笑呵呵地道 对 小方啊 你也累了一路了 去休息吧 徐景波笑着道 现在方寒在江中院 也不是小医生了 特别是 燕京之行 谭广平的电话 种种事情 让徐景波明白方寒的价值 方寒没能留在燕京 既然回来了 徐景波自然是懂得珍惜 和重视 这样的年轻新秀 留下来 那也是自家医院的福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医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医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3集 方医生回来了 下 怎么那么多院领导 突然去了门口啊 这是有什么大人物 来咱们医院吗 不清楚 方主任和李主任 还有匡主任 好像也去了 应该是有大人物来吧 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们 纷纷交流着 医院门口那么大的阵仗 门诊科的医生 护士多少也都有一些关注 当然 大多数人最多也就是讨论一下 迎接大人物这种事情 也是要看资历的 资历够了 你才能上前 资历不够 你就远远看着都不行 被领导看到还要挨骂 不上班的吗 方医生 护士们正说着话 看着科室门口突然走来一个人 不准确地说 是三个人 只不过跟在方寒身后的林心童 和另外一位 江平医疗器械的医药代表 直接被护士们忽略了 方医生回来了 首先看到方寒的护士 情不自禁的就是一声大喊 方医生 方医生在哪呢 顿时科室的不少护士和医生 都被惊动了 方医生回来了 方医生终于回来了 方医生去了雁京三个月 可算是回来了 这一阵方医生不在 急诊科的护士们都觉得 工作辛苦了不少 科室们的患者都丑了不少 整天这个日子呀 过得特别慢 方医生可算是回来了 给大家都带了礼物啊 等会儿来值班师邻居 每个人都有 方寒笑呵呵地向众人打招呼 当然每次出差回来 例行的礼物是少不了的 林心童和另外一位医药代表 每个人都是提着两个大袋子 平常在科室 这个护士送水果 那个女护士送饮料 这些方寒都是记在心里面的 所以每次出门呢 那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 最初的时候 科室的一些主治 医或者是住院医 那多少都是看不惯方寒 护士们送东西你就收啊 做人怎么能这样呢 长得帅就不要脸吗 可随着方寒每次回来都带礼物 不少人都对方寒钦佩地不行 人家方寒真的是很有心 从来不白吃护士们的水果 也不白接其他人的好处 你送水果 我带礼物 离上往来吗 对于护士们和不少女医生们来说 他们是相当高兴的 方寒带着礼物 哪怕是再不值钱 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 带回去放在床头 晚上做梦啊 都能做个好梦 美梦 方医生回来了 又给大家带了礼物了 护士们高兴地和方寒打招呼 同时还相互转告 老师回来了 李小飞昂首挺胸走着 边上还跟着一个住院医 给李小飞说着情况 听到方医生回来了 李小飞的脸色顿时就是一变 老师回来了 自己这一阵啊 算是有进步了 一时间 李总就有些心慌了 李总自问 自己这段时间呢 还是很努力的 应该是有进步的 可以让老师满意吗 回想前两天陈远说的话 李小飞觉得 方寒回来 肯定是要考教考教他们的 别人不知道 他肯定是要给老师 拿出成绩的 毕竟是清传嘛 换着你盯着 有什么事的话 通知我啊 李小飞扔下一句话 就急匆匆地向前走去 老师啊 看到方寒 李小飞急忙 满脸堆笑地赢了上去 果然是老师回来了 而且提前一点风声都没有 这算是突然袭击吗 嗯 方寒看着李小飞 微微点头 瘦了些 眼睛红血丝不少 昨晚患者多吗 还行 就是需要时不时地操心 您交代了 那对患者一定要重视 我晚上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 李小飞额头顿时有汗珠了 心中那个庆幸啊 幸好昨晚有事 晚上没睡好 只要是被老师看到一夜好睡 红光满面 那个就惨了 作为住院总 那可叫24小时值班的 红光满面 精神异异 你能说你是合格的住院总吗 干没干出成绩先不说 作为住院总 一年下来不退一层皮 你能说你尽力了 没看叶开干了一年 住院总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吗 当住院总 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要多学东西 尽可能在这个期间提升自己 方寒淡淡地道 看上去应该是没怎么偷懒 只不过三个月了 都没提供一个随机抽奖 这就有些懈怠了 李小飞目前还只是一个住院总 不少技能呢 其实都还没有迈进初级门槛了 你三个月都没提升一个 系统这个提示很靠谱的 都不需要考核 方寒就知道这家伙进步不是很大 我知道 我会努力的 李小飞连连点头 心虚呀 老师这是对自己不满吗 其实呢 没干住院总之前 李小飞还是很明白 干了之后呢 他确实很有体会 住院总确实很锻炼人 以前呢 只是管床大夫的时候 最多也就负责自己的几位患者 早上查房了解患者情况 下了班查房了解患者情况 机会不多 可除了住院总 不仅仅要协调整个科室的事情 各种抢救治疗住院总 那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哪怕只是旁观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对住院总 主治和主任们也都会比较关心 没事问问情况 指点一下 这也是普通住院医 不可能有的 为什么说住院总 是主治的必经之路 正是因为这个提升机会 像不少医院 住院总呢 其实是没有加分项的 也就是江中院和省医院 等个别的三甲级医院 医院这边才会照顾一下 没有加分项 为什么那么多人 抢着要干住院总呢 24小时值班 一年都没有多少回家的机会 又累又苦 为什么要争 争的正是因为这个机会 这个历练和学习的机会 而且李小飞很清楚啊 要不是方寒的原因 他担任这个住院总 其实是有些勉强的 水平还有些不足 给你们带礼物 等会儿去值班室拿 刚回来 方寒也没有多说 说着话 就向古商分区走去 转了一圈 他就打算回家了 方医生 古商分区的护士们 刚才也隐隐地看到 不远处好像有动静 不过不清楚什么事 看到方寒 顿身满脸惊喜 方医生回来了 护士们一喊 值班室内的江峰和温学义 急忙走出来了 方医生 方医生 温学义和江峰急忙打招呼 太意外了 方寒竟然真的突然就回来了 虽然大家都猜测到 这两天方寒该回来了 可谁知道方寒 一点声响都没有 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 嗯 方寒点了点头 进了值班室 江峰立刻给方寒泡茶 不用了 我转一圈就走 方寒左右看了看 陈远不在啊 陈远医生在手术室 吕医生也在手术 温学义道 嗯 大家都辛苦了 我回来带了礼物 就在科室的值班室 等会儿去拿啊 方寒说了一句 转身就走 今天 他不打算上班 三个月不在 他今天也没打算查房 回去休息两天 然后再上班 算起来啊 在燕京三个月 他就没休息过 这一次回来 也年关了 回家休息两天 去看望一下顾文渊 到时候春节呢 也就在医院过了 医院这种地方 大年初一 那也是要有人值班的 方寒转了一圈 带给家里买的东西 也到了地下停车场 武林呢 停在属于自己的车位上 三个月没见 依旧是攒心明亮 上面一丝灰尘都没有 对于这个情况 方寒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武林自从停在江中院的地下停车场 就几乎没有落过灰尘 每天都有不知名的人偷偷帮着擦车 真要算起来 方寒这辆武林 在江中院享受的待遇 那应该是最高的 哪怕是徐锦波的作家 估摸着也没有方寒这辆武林的待遇高 这家伙享受到了超院长级的待遇了 把东西放在后备箱 打开车门 方寒才开着武林 缓缓地出了停车场 听说方知医生回来了 陈远做过手术 方寒已经不见人了 方医生已经走了 应该是回家了吧 三个月没回去过 方医生肯定要休息两天啊 江峰端着刚才给方寒泡的茶 一边喝一边倒 方医生刚回来 应该休息一两天的 陈远点着头 你们知道吗 方医生这次回来啊 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正说着话 一位住院医急忙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爆料道 方医生啊 这次把米国的普获金斯医院的 索利斯医生也带回来了 索利斯 温学医一愣 吃惊地道 普获金斯医院的心外权威 嗯 刚才院长等人啊 在外面就是迎接索利斯的 方主任和李主任 邝主任一起去了 这会儿啊 正在招待室呢 住院医到 我去 方医生这也太牛了吧 江峰目瞪口呆 这么算起来 索利斯应该是第一位 来咱们江州的国际大拿了吧 差不多 温学医点着头 江中也不是没有来过国外语专家 可要说国际级别的 索利斯应该是第一位的 说这话 温学医的心中是七上八下 五位俱杂 方寒也太牛叉了吧 索利斯这种大拿别说江州了 就说是 燕京户上的顶尖医院 平常想邀请 那也是很难的 要看时机 风寒倒好 去了一趟燕京 竟然把这种大牛给带回来了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江中院瞬间 要热闹起来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4集 方式医馆 武林一路上开得并不快 风寒抵达江中机场的时间 差不多是上午的12点半左右 这会儿已经差不多2点半了 路上的车也不多 虽然开得不快 也没有堵车 40分钟就到了彭华村 车子还没到村口 风寒就惊讶地发现 巷子口边上 原本乱七八糟一片空地 竟然被人修正了 空地上放着不少车子 好像被人弄成了停车场 不 不是好像 而是真正的停了停车场 入口处还有一个牌子 随着武林慢慢靠近 方寒也看清楚了上面的字 方式医馆专用停车场 方式医馆专用停车场 这是什么鬼啊 方寒看的是目瞪口呆 方式医馆说的是他们家吗 想来应该是 彭华村大多数人都是姓彭 外姓相当少 方姓也就他们一家 只是他们家的诊所 什么时候还方式医馆了 这么高大上啊 他们家的医馆有些年头了 也就自家门房的一个房间 面积确实不大 这么多年其实 也没挂正儿八经的招牌 就在门口挂了一个医馆 两个字的破牌牌 什么时候还成方式医馆了 方寒有些发愣 车子的速度就开始放慢了 靠近停车场附近的时候 坐在门口遮阳伞下 一位穿着大衣的中年人 已经站起身了 是来方式医馆看病的吗 方式医馆看病啊 车子停这儿 每小时六块钱 村子里啊 是不允许外来车辆进入的 对方正说出话 方寒的车窗已经摇了下去 八叔 哦小寒呢 中年人的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小寒啊 你可算回来了 你这是好久不见你了 听你爷爷说 你去燕京医院进修了 哦对 是去了燕京医院进修 学了三个月 今天刚回来 方寒说出话 看了一眼边上的停车场 很是好奇 八叔 这个停车场是 彭花村 在江中市三环以外 现在的江中市 正在发展这一块 彭花村拆迁 已经是板子上钉钉的事情了 原本停车场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荒地 也没有人管 现在呢 改成了停车场了 方寒口中这个八叔 其实和方甲也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邻里相亲 方寒见了 和方月年一辈的 都要叫一声叔叔和伯伯 这也算是礼貌了 这个八叔呢 今年年龄并不大 叫彭勇 四十岁出头 是村里的午夜游民 开着一个麻将馆 当然呢 人家的哥哥是村长 这个地方别人不能动 人家动一动 那是没人说的 一些城中村的村长 那都是相当牛气的 既有钱又有人 不少城中村的村长 那真的是比一些县长都牛气 彭华村算不上是城中村 可这两年的 也已经是很不错了 小韩啊 你是不知道啊 彭勇说着话 从身上摸出了烟盒 摸出了一根印中华 递给的方寒 哦 我不抽烟的 你瞧我这进行 你和你爸爸都不抽烟 我给忘了 彭勇 把烟掉在自己嘴里 也不点 笑着道 小韩你是不知道啊 你走了这三个月呀 你们家医馆 那是彻底火了 那每天有远处的人 来诊所看病 这来的人也多了 车也多了 你也知道 咱们村呢 这巷子窄 这么多车可不行 这不 我和你三伯商量了一下 就把这一块给弄了下来 专门用来停车 来我们家看病的人很多吗 方寒有些不解 不至于吧 诊所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那样 突然就火了 那可不 彭勇笑着说 诊所那个什么官专家呀 那水平正好 现在名气可大了 不少人啊 都称官神医 官宝城 方寒嘴巴微张 这都三个月了 官宝城还在呢 这真的打算 在彭花村给扎根了 要是官宝城的话 这情况倒是不稀奇 官宝城的水平 方寒还是清楚的 水平很高 一些不如官宝城的中医 在一些地方 都能被称作神医 官宝城 那就更不用说了 八叔 你这一小时六块钱 是不是多了 方寒大概看了一下 这会儿啊 里面停了至少 二三十辆车了 这才两点多 一小时六块钱 按照二十辆来算 一个小时一百多 这个停车场要是爆满 一天两千块钱很容易啊 彭勇还以为方寒 对沾他们家诊所的光 不满意呢 笑着道 不算贵不算贵 人家市区啊 也是这个家 这个地方不要不弄啊 他们都没地方停车去 而且我每个月 都给你们家分红呢 叔不卖占便宜 就是那个新股费 彭勇这个人呢 虽然有手好闲 可相立相亲的 他还是不敢太过分 而且正如方寒 计算的那样 这个停车场呢 自从弄好 光停车费 一月就有好几万 这个不是小钱 要是三五千的话 朋友也懒得弄 即便是弄 最多呢 也就是给方家 拿几条烟 来送几瓶酒 可一个月好几万 他可不敢独吞 倒不是惹不起方家 只是这个买卖啊 简直太赚钱了 靠着人家方家吃饭 就不能节字二语啊 不给好处 万一人家方家不乐意了 换个地方开诊所 他还收个屁的停车费啊 方寒张了张嘴 他其实没这意思 算了 不管了 要说一个小时六块啊 确实不算少 可也不算多呀 而且这事 他也不打算操心 就是随口这么一问罢了 小寒啊 你的车可以开进去 咱们村的 现在是外来车辆禁止停放 特别是前来看病的 就这么一个小巷子 那真停不下了 方寒看了看 这么多车 确实停不下来 真的都要开进去 别说没地方停 到时候出都出不来了 彭勇这个眼光 倒是挺不错的 弄了这样一个停车场 虽然收费有点高 可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啊 没有这个停车场 不少人的车子 那是真没地方停 那爸说 那我先走了啊 既然自己的武林 可以开进去 方寒也就不打算 在停车场停车了 这会儿啊 走过去不远 也不算太近 武林呢 进了巷子 方寒就看到了 巷子里停着的宝马车 彭东海 看来也在家 宝马车的另外一边 自家门口 这会儿不少人 站在外面 有男有女 三五成群的说实话 想来呢 都是等候的患者 可能方寒 长时间没有回来 宝马车这一阵 停放的也比较随意 留下的地儿啊 武林车过不去 方寒就 按了按喇叭 不多一会儿啊 彭东海就出来了 哟 小韩回来了 看到是方寒的武林 彭东海急忙上前招呼 孩子哥 这一阵在家呀 马上年关了 工地停了 在家准备过年了 彭东海说这话 看了一眼自己的车 笑着道 你这一阵没回来啊 我就没怎么注意 你等一下啊 我来挪一下车 说这话 彭东海挪了一下车 车子往边上去了一些 武林正好可以通过 挪好车 彭东海重迎下来 走到车窗边上 笑着说 小韩啊 你这三个月没回来 是不是变化挺大呀 彭东海说的 正是诊所的事情 这一阵诊所患者 是真的多呀 附近村子里 市里面来的人都有 每天患者是络绎不绝 特别是 彭勇 弄了个停车场 不少人眼红 可眼红没办法呀 人家哥是村长 走了一个程序 说是给村里交了租金 方家这块也有好处 彭东海呢 是做生意的 他闲得没事 也算了一下 那个停车场 车多的时候差不多 一天能收2000块钱停车费 少的时候 也就1000出头 平均算下来 一个月四五万 一个月四五万 彭东海都眼红 他包工程 一年下来 一年下来多的时候 也就百万出头 少的时候呢 也就五六十万 而且还要操心 年中能不能要到工程款 彭勇知道好 坐着一个月 就是好几万呢 据说呢 是和方家对半分 可具体彭勇啊 是肯定是多拿一些 不说朋友 就说方家诊所 现在的行情 每天络绎不绝 一个月 估摸着盈利 都要往十万 往上走了吧 作为邻居 彭东海啊 对很多事情都很清楚 以前方家 这边看病的是很随意的 按照先来后到自己排队 现在患者多了 都开始挂号了 一个号不多 也就三块钱 他每天六七十个号 那都要200出头了 再加上其他的 不敢算哪 这一阵 村子里面这个事呢 也是众说纷纭 有眼红的 说这么多患者找名 有的说 说这么整啊 村子里面看病都不放心 有的人倒是理解 村子里面有这么一位神医 也着实给不少人 带来了好处 看病方便不说 村子附近便利店的生意啊 都好了不少 附近几家 每天早上 中午都有人在边上 卖早饭和午饭 一些人为了挂个号 那从凌晨就开始排队了 凌晨开始 一直等到下午 吃喝拉撒 这个都是钱 大家呢赚的不多 每天呢 两三百 那是不少的收入 彭东海家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我还真不知道这一茬 我刚回来 看到门口的停车场 我都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 方寒笑着道 不说了 小寒啊 你刚回来 我就不说了 晚上找个地方吃个饭啊 彭东海笑得很热情 有意见的 大都是距离这儿比较远的 得不到力的 他们距离方家近的几家 多多少少能沾到光 除非懒 只要勤快 每天多赚个两三百 很容易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 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5集 方医生 方寒和彭东海 说了几句话 就开着武林 到了自家门口 门口不少人 看着武林在门口听闻 不少人都纷纷猜测 这谁啊 这车子怎么开进来的 外来车辆不能进 人家本村的 自然可以了 本村的 难道是方老的孙子回来了 听说是江中院的名医 其实江中院啊 方医生那可是 咱们江州省的名医 都上了好几次新闻了 能来方家诊所 看病的患者 不少那都是慕名而来 既然是慕名而来 多少都对方家医馆 有所了解 什么关宝城 关神医 什么来头 方老爷子的孙子 方寒多么厉害 都有什么事迹等等 不说每个人都很清楚 好歹 那有清楚的 像方家诊所 这种小医馆 那是不会打什么广告的 看的本就是附近的村民 能来这么多的患者 那都是因为 关宝城的水平高 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然后患者们口口相传 听自家的朋友 亲戚了之类的 这个听说的时候 那些亲戚朋友啊 多少会吹嘘一下 说说医生们的来头 这也是为什么 性灵界 讲究资历的原因 西医医馆还好 看感冒发烧的 和一些常见病 不怎么缺患者 可中医医馆 想要患者多 那医生就要有点身份才行 要不然谁去看中医啊 比如之前 村口开的那一家 什么江中院的医生了 其他地方 不少中医医馆 都有自己的传承来历 什么祖上几代行医了 失成何人了 看什么病 效果好了等等 方寒走了三个月了 家里诊所发生 这么大的变化 一方面是关宝城的水平 还有一方面呢 是关宝城的名气 和方寒的名气 方寒现在在江中 一些事迹 还是拿得出手的 什么医妇院的事情了 山体滑坡事件了 那都是 上过江州日报的 方寒下了车 有人就认出来了 真的是方寒 方老的村子 还有人主动打招呼 是方寒方医生吗 啊 方寒礼貌地点了点头 听说方医生 去燕京学习去了 这是学习回来了 嗯 方寒客套了两句 就进了门 院子里呢 也都是一些患者 在等待着 看到方寒进来 一些人不认识 一些人有所猜忌 还有一些人呢 是起身打招呼 方寒大概看了一下 这会儿啊 差不多 有将近四十多个人 当然呢 有的患者呢 可能不是一个人来的 可这么多人 那以前也是很少见的 没有在院子里停留 方寒直接上了二楼 门开着 推门进去 田里女士和人呢 正在里面来聊着天 田姐 三婶 四嫂 方寒打了声招呼 儿子回来了 田里女士急忙起身 方寒这次可有三个月 没有回来了 突然回来 那田里女士脸上 全是惊喜呀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吃饭了吗 今天刚回来 在飞机上车点 方寒笑着道 飞机上怎么能吃好 吃什么 妈给你做 小韩 这是从燕京学习回来了 三婶笑着问 嗯 小韩现在可出去了 燕京医院 听说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都是给高官看病的 也有普通患者的 方寒笑着道 了不起 小韩现在可是咱们村 年轻一辈里 最出息的了 什么叫年轻一辈 咱们村能有几个人 像小韩这么有出息的 小韩才多大 将来绝对是名义 三婶和李嫂 一人一句 笑着吹捧着 田里女士脸上笑容 那是越发灿烂了 当妈的 谁不喜欢别人 夸自己的儿子呀 说了几句 三婶和李嫂 倒是很识趣 笑着说道 小韩刚回来 我们就不打扰了 改天再聊 改天再聊 好歹吃了饭再走 我这就去做饭 田里女士客套着 不啦 这还早 小韩没吃饭 我们可吃过了 不用管我们 说着 三婶和李嫂 就笑着告辞了 田里女士笑着 把两个人送到门口 看着两个人下了楼 这才重新进来 看着方寒 上前捏了 捏了捏方寒的脸 瘦了 其实胖了些 方寒苦笑 每次见了就这个词 我说瘦了就瘦了 天经那地方 风头高 皮肤都粗了 方寒笑了笑 不吭声了 行了 休息吧 把去买菜 田里女士说着 就穿了外套 然后呢 就准备下楼 田姐 我不是很饿 不着急 都三点了 慢慢准备 稍微坐早一点 现在家里人多 关宝成这一阵 也是在家里吃饭 人家关教授 现在可是方家的主力 方家驿馆生意好 停车场还有分红 田里女士心情也好 那现在基本上 是天天做饭 谁和钱有仇啊 看着田里女士出了门 方寒也没在上面待 而是下了楼 从院子小门进了诊所 诊所里面也有患者等着 只不过等着的人不多 只有两三位 大多数呢都在外面 关宝成呢 就坐在诊桌后面 正在给每一位患者呢 来诊脉 老爷子负责抓药 方寒进了门 老爷子就看到了 倒是没有多少意外 可能呢 已经听个别患者说了 回来了 怎么不休息休息啊 进来看看 关宝成听到声音 也回头看了方寒 方医生 可算是回来了 关教授好 方寒笑了笑 他是真的有点意外 三个月了 关宝成难道 还没有看穿 老爷子的底细啊 当初关宝成 因为什么原因来 方寒多少都有些猜测 这都三个月了 想来关宝成 应该看得出来 老爷子 其实就是那样子祸了 原本方寒攻没着 方宝成 应该早就走了 没曾想 他从燕京回来了 关宝成还在 而且呢 还让鹏花村的 村边上 多了一个停车场 一个关教授 短短三个月 给鹏花村 带来的影响 确实不小 我可不好 哎呀 坐着腰疼啊 关宝成说着话 就站起来了 笑着道 方医生 分担分担压力 我倒是没意见呢 就怕患者不乐意 方寒笑着道 虽然嘴上说着 方寒还是走上前 在就诊桌后面坐下 刚才大概看了一下 外面的患者 人不少 按照这个数量 关宝成估摸着 每天要接诊 六十多位患者 甚至更多 这么多的患者一坐 那可就是一天哪 您是方医生 我知道 方医生 您能给我瞧病 我满意还来不及呢 患者是一位 三十来岁出头的女性 边上还站着患者的丈夫 方寒和关宝成开着玩笑 患者也跟着插话 我整个脉 方寒笑了笑 示意对方把手腕放上来 同时问道 哪不舒服啊 关节疼 小腹疼 还经常出汗 还有头疼 方寒摸了一下脉 问道 是不是才生了孩子 还没出月子 孩子现在二十天了 丈夫在边上道 听患者这么一说 方寒心中就有数了 松开手腕 站起身道 张嘴 我看一下舌胎 啊 方寒看了一下舌胎 然后重新坐了回去 主宿 腹部疼痛 关节疼痛 汗出不止 恶寒 气血不能如氧经脉 关节所致 你皇旗贵之五五汤 一边写着方子 方寒一边道 月子期间啊 一定要注意 不仅要注意 方寒方潮 还要注意 营养的社区 嗯 男人急忙点着头 黄旗贵之五五汤 方寒写着方子 关宝臣就在边上 一边看一边道 方医生用的 这个方子治疗患者的情况 倒也是另辟蹊径啊 黄旗贵之五五汤 伤寒论中的名方 维温礼记 具有 意气温精 和血通臂之功效 临床经常用于 治疗皮肤炎 末梢神经炎 中风后遗症 等有一些 肢体麻木的疼痛了 属于气虚 血质 危感风邪者 而患者却没有 上述类似的症状 然而方寒 却开出这样的方子 这个方子乍一看 好像并不对症 可观宝城却看得出来 方寒的这个方子 用得很妙 用 黄旗贵之五五汤 以贵之汤为主条淫味 和气血 加黄旗增补气之力 方寒把方子写好 然后递交给边上的老爷子 然后笑着道 患者的主症啊 是关节疼痛 应该属于是避症的范围 而患者呢 却没有避症的风湿寒 三气杂质 合而为避的特点 反而符合 精亏要略的血壁的症状 肌体气血不足 加倍微风所引起的 以肢体局部 马部为主的一种病症 而黄旗贵之五物汤 正是补气通洋 合营去风的良方 观宝城点了点头 这个他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这个病啊 要是让他来治疗 绝对是开不出这个方子的 就属于思维习惯 不得不说方寒 对于精方的运用非常灵活 回去按方服药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 老爷子抓好药 然后递给患者 谢谢 谢谢 患者起身道谢 下一位患者急忙上前 然后把手中的号牌 递给了方寒 方寒愣了一下 这才伸手接过 号牌真的就是 小纸片上写了数字 方寒看了一下 这位患者上面的数字 已经是42号了 诊所现在都开始 实行挂号制度了吗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6集 闻风而动 方寒坐诊速度 要比观宝城快一些 短短一个小时不到 方寒就看了 十多位患者了 观宝城在边上看着 看着看着就不淡定了 要知道这一阵 前来方式医馆的患者 和之前的患者 是有区别的 之前老爷子坐诊的时候 医馆的患者 大多都是彭花村的人 最多附近一些租户 大都是小病 头疼脑热居多 可这一阵 外地患者几乎占了一大半 能从外地赶来的患者 大都是一些 比较复杂的病症 慢性病居多 针对这样的患者 观宝城诊断的时候 就比较仔细了 有时候询问的 也比较详细 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 久治不遇的 观宝城甚至要 诊两个胳膊 可方寒 基本上每一位患者 都是差不多的套路 诊脉 同时询问一下症状 看一下舌胎 然后就开方 以方寒宗师级的望枕 和宗师级的切脉 问两句比较关键的 他基本上就可以开方了 之前观宝城就知道 自己和方寒有差距 这一阵 在彭花村这边坐枕 观宝城的收获 其实也不算小 这三个月 方远城 什么水平 那观宝城 当然是摸得最清楚了 老爷子水平 只能说一般 可论见识 老爷子绝对比观宝城要高 特别是老爷子的野鹿子 没有看过一点 没有看过教材 开方的时候 老爷子就不会受到限制 这一点呢 才是观宝城收获最大的 在彭花村这三个月 观宝城觉得自己收获 是不小的 可和方寒比起来 他怎么觉得差距 越来越大了呢 花开两头 各表一支 再说江中院这边 徐锦波对索利斯 是非常客气的 先是安排吃饭 然后呢安排住处 索利斯这么一位 国际名医 来了江中院 徐锦波那是相当重视的 方浩阳都能够 想到里面的关键 那徐锦波肯定想的 就更多了 这世上 没有什么不透风的墙 随着索利斯 在江中院这边安顿下来 江中市的其他医院 多少也都得到了一些风声 普货金斯医院的 心外专家索利斯 来了江中院了 朱云良师范的时候 得到消息 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索利斯 现在在江中院住下来了 要来待一阵子 说话的是 省医院心胸外科的主任 马万群 老朱 听说你和江中院的方行 关系不错 谈不上关系不错 冲启亮呢 见过几次 一个小 话说了一半 朱云良打住了 他本来想说一个小医生 可说了一半就觉得不合适了 他认识方寒 却是比较早 差不多一年了 当时方寒呢 也不过是个实习生 虽然被方浩阳击中 可一位年轻的小实习生 对于朱云良 这种省医院的科主人来说 还真的不算什么 哪怕是方寒的徒手 止血水平不低 朱云良也只是重视 却也没有怎么把方寒 当成同层次的医生看待 可现在 这位方医生 在江中市 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 上了几次江中日报 哪怕是 厅里面的一些领导 也知道方寒 马主人问方寒什么意思 难道索利斯和方寒认识 你不知道 马万群道 听说索利斯就是这个方寒 从眼睛医院带回来的 老朱啊 你既然和方寒认识 能不能说一说 请索利斯来咱们医院 做几台手术啊 索利斯是方寒带回来的 朱云良一愣 然后就道 是的 我这时候方寒 之前好像去眼睛医院 进修了 这是回来了 不仅仅回来了 还把索利斯带来了 老朱啊 索利斯这种层次的专家 那个不是轻易能请得动的 这次能来咱们江中 那可是机会 好歹来请过来 做几台示范手术啊 那我试试吧 朱云良道 其实真要说关系啊 田主人和方寒的关系 倒是不错 两个人共同做过手术 还一起去个户上 田一涛 马万群道 是一个方寒干切厨 做得不错 田主人的话呢 也是干外专家 我等会儿问问啊 我这边联系一下 你也问问田主人 朱云良道 索利斯这个层次的医生 是什么情况 朱云良自然是清楚的 马万群上心 那就更不奇怪了 要是乔恩来了江中 田一涛估计也着急 外科医生想要提升水平 除了自己摸索学习之外 最快捷的方法就是 有更厉害的医生带着 多看看更厉害的医生 怎么做 怎么分析 索利斯的水平 对燕尖医院的医生来说 算是很高了 对江州省的医生来说 那就更不是一个层次了 医副院 冷层吃过午饭 就被马银良叫到了办公室 朗主人 坐 马银良很客气 冷层现在是胸外的副主任 而且又年轻 又是米国回来的高材生 如果冷层不走的话 能一直留在医副院 将来必然是要接他的班的 马银良今年55岁了 冷层还不到40岁 两人年龄差距也比较大 类似于苏铁行和林泉 压是压不住的 暂时又没有危险 所以马银良对冷层还是很器重的 现阶段 冷层的水平和马银良 还是有差距的 冷层之所以回国之后去了医副院 其实也是因为马银良 马银良有水平 而且亲自招揽 冷层这才去了医副院 喂的就是空间 对于冷层和 邝明卓这种海外归来的高材生来说 他们找工作是很容易的 待遇方面倒是其次 最重要的反而是晋升空间 没有希望看不到尽头 这样的医院 他们八成是不怎么会愿意去的 马主任有事啊 冷层客气地坐下 马银良水平比他高 自从他回国 马银良对他也很器重 所以冷层对马银良也很尊重 有个事你听说了没有啊 马银良给冷层倒了杯水 道 普霍金斯医院的索利斯到了江中了 现在就在江中院 索利斯 冷层一愣 别人要是不知道索利斯还有情可原 他要是不知道 那就太搞笑了 像邝明卓回国之前 在麻生总医院工作一样 冷层可是在普霍金斯医院实习过的 而且他在普霍金斯医院的时候 还给索利斯团队的医生打过下手 当然冷层的层次要低一些 他也就是实习过 或许索利斯都不知道他这么个人 可冷层绝对是知道索利斯的 这个资历才是他冷层回国以后 受气重的原因 对 你不是在普霍金斯医院实习过吗 不认识索利斯 冷层苦笑 马主任 您太瞧得起我了 我当时就是个师医生 索利斯那可是大专家 我认识索利斯 可索利斯不一定认识我呀 说着冷层还有些意外 马主任 您敢说索利斯现在在江中院啊 对 是方寒从燕京医院带回来的 马英良道 索利斯这种级别的医生啊 轻易很少来内地 这可是个机会 心胸部分家 医抚院没有心外 只有胸外 并不是每家医院 都会单独地把胸外和心外分离出来 胸外科和胸心外科 从本质上讲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只不过两者包含的范围不同 胸外科主要是治疗胸部疾病 比如说肺部疾病了 食管疾病了 以及纵隔疾病了 心外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 还包括心脏疾病 一些有条件的医院 会分心外和胸外独立的科室 没有条件的医院呢 心胸外都是合并在一起的 医抚院在胸外手术方面比较擅长 说的正是 除了心脏疾病之外 前面的部分 可同时 医抚院也有心脏手术的部分 只不过没有单独分离出来 相比之前肺部的疾病 以及食管疾病等 心脏手术方面 要有所欠缺的 这一次索利斯来了江中 医抚院这边是相当重视的 如果能够把索利斯 请来到医抚院 在医抚院做几台手术 做几台讲座 那么对医抚院的心外 还有心脏疾病方面来说 是有很大好处的 方寒从眼睛带回来的 冷层很是惊讶 他虽然和索利斯没有打过交道 和索利斯的为人 他还是清楚的 这位外国老可不好说话 那是相当傲气的 竟然跟着方寒来了江中 而且还是江中院 江中院是中医医院 没有心外方面的东西 索利斯要来江中院干什么呢 小层呢 听说你也认识方寒 认识 打过几次交道 冷层点头 既然认识呢 就好办了 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方寒 把索利斯请来 江中院毕竟是中医医院 虽然江中院急诊科 现在开始搞一些 外科方面的东西 可毕竟心外没有涉及 一个肝脉和骨伤 就够他们折腾了 马主任 我试试吧 冷层自然明白 索利斯意味着什么 他在普获金斯医院的时候 做梦 都想亲眼看一看索利斯手术 亲自能跟着索利斯上手术台 可惜没有机会 现在索利斯来了江中 这机会可就太难得了 不仅仅是医抚院和省医院 短短的时间 江中市 凡是觉得有资格和有需求的医院 都开始想办法了 军医大附属医院 市中心医院 市交大附属医院等等 方寒 接替官宝城 在诊桌后面 大概坐了一个小时 手机就响了 电话还是接二连三 有人打进来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7集 伯乐 方医生就是忙啊 刚回来这电话 是一个接一个的 等待的患者 听到方医生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 都下意识地开着玩笑 原本方寒 还打算接了电话 继续坐诊呢 谁曾想 电话响个不停 他也没办法继续了 拿着手机就去了院子 刚回来 应该是不少同事 都打电话问候吧 晚上吃个饭什么的 年轻人吗 老爷子呵呵笑着 脸上笑容是相当灿烂 自己这个孙子争气呀 方医生现在可是名人了 江中士 不知道方寒的人可不多呀 官宝成也笑着道 和方寒打了几次交道 官宝成现在对方寒呢 是心服口服 来方家医馆看病 这些患者 不少都知道方寒 大都是官宝成捧起来的 口口相传 要不然方寒 哪怕是上了几次新闻 名气呢 也只能算是在小范围内传着 大多数人呢 其实都是不怎么关注这些的 哪个医生水平高 哪个专家技术好 用到了才会关注 用不到的时候呢 大多数人 其实都不太会关注这一方面 毕竟名医不是明星 哪怕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名医 也都做不到家喻户晓 就拿官宝成来说 不少人呢 也只是准备找官宝成的时候 才会百度一下 打听一下 之前哪怕听说过 其实也不会去 太过深入地去了解 方寒拿着手机到了院子里 然后又上了二楼 找了个人少的地方说着话 田主任 我现在回家了 可能要休息几天 去了燕京三个月 这次回来要休息几天 对 你可以给方主任打电话 这会打来电话的人不少 有朱云良 田一涛 冷层等 每一位打来电话的 方寒都是差不多的回答 索利斯现在是江中院 个人到了江中院 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医生 方寒还是很清楚一些道道的 这会儿啊 他自然不会承诺什么 江中院 方浩阳和徐锦波等人 这会儿其实和方寒差不多 电话也是响个不停 都是打来打听 或者是询问索利斯的 索利斯这么一位 霍普金斯医院的心外大拿 来了江中 江中是自然是差不多的医院 这会儿都是闻风而动的 正如冷层和马银良交谈的时候 所说那样 索利斯这样的专家 平常可是请都请不来的 来一次江中 所有医院都想着 能把索利斯请去做几台手术 抑或者让索利斯做一个讲座什么的 给自家医院的医生传授一下经验 因为国际名医的影响力 还是不容小觑的 平常各家医院为了培养新人 为了提高水平 为了争取各大医院的进修名额 那都是打破了头皮 不知道花费多大代价 现在索利斯就到了进前 这种机会那可是很难得的 前文说过 公立医院不属于盈利机构 不少人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医院那么赚钱的地方 还不是盈利机构 那什么地方才算是盈利机构呢 各大医院收费那么高 各种检查项目 做一个手术 动则十数万 这还不叫盈利啊 那简直就是抢钱了 可事实上呢 不少医院其实都是入不敷出的 医院这个地方 看上去患者不少 每天多多少少进账 可又很少人去计算医院的成本 特别是现代化的医院 各种设备 动则都是上百万起步 一个好的手术是 至少也要两三百万 甚至更多 特别是国内医院 花费高的很大一部分因素 其实都是因为 不少医疗器械都不是国产的 越是高科技的医疗设备 花费越高 代价越高 这些都是需要进口的 事实上 医院的各种收费盈利 很大一部分呢 都是进了医疗器械商 和医药商们的口袋 设备要钱 药物要钱 什么都要钱 同时 医院想要发展 培养新人呢 那可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新人医生 从刚进入医院 到能够独挡一面 这其中的花费 那也是不敢算的 除了培养新人 还有技术层面的提升 医疗课题方面的研究 这些都是要钱的 甚至有不少医院 都是需要医疗财政拨款 才能够度日的 不能说所有医院都不赚钱 可绝对没有大多数人 想的那么可怕 取之移民 用之于民 在医疗行业其实也差不多 各种收费 很大一部分的医院呢 都要用在技术的提升和更新换代 亦或者是新人的培养等方面 医院的水平提升 再用更好的技术来救治患者 医疗行业不断发展 就是一个循环 是要有不断的投入 才能有不断的进步 坐吃山空 只知道收钱 不知道投入 这样的医院迟早 是会被时代淘汰的 这一次索利斯前来江中 各大医院闻风而动 这也是一个因素 徐景波的电话 是一个接着一个 可徐院长脸上的笑容呢 从来没有断过 太舒爽了 自从担任江中院院长之后 他很少有这么舒爽过 省医院 医副院 市中心医院 交付院 军医大附属医院 凡是江州省 排泽商号的医院领导 这会儿 是一个电话 接着一个电话 给徐景波打电话 态度是相当客气啊 何院长 索利斯医生刚到江中 好歹要休息一下 至于手术啊 不怕和院长笑话 索利斯医生啊 到江中院参观的 目的是为了看 中医方面的成果 暂时还没有 手术方面的打算 啊 这个我会尽量 哎呀 是 我们江中院 现在条件是不足 可三个手术室 各方面都很齐全 两个手术室呢 还都是今年新建的 想什么呢 去你们医院做手术 挂了电话 徐景波就是一阵冷笑 索利斯好不容易来了 怎么能够去其他医院呢 哪怕做手术 也要在江中院 想学习 自己派人来啊 这会儿 徐景波甚至觉得 自己去年年底开始 支持方浩阳 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只要是去年 江中院还真没这个条件 手术师就一个 而且比较简陋 设备呢 也欠缺 人员也欠缺 可现在不一样了 两个新建的手术室 那设备都是新的 肝切除心脏手术 什么不能做呀 对江中院来说 索利斯的价值呢 其实就是体现在这一块 江中院现在并没有 在心外方面筹备 哪怕是索利斯 天天在江中院做手术 江中院的医生们 又有几个能学会的 一点基础都没有 真以为每个人都是方寒呢 可只要索利斯在 其他医院 那就要求江中院 到时候各种扯皮 各种利益交换 这才是最大的好处 而且借着这次的事情 还可以把江中院的 名气打出去 让原本的患者 对江中院的印象改观 知道江中院 不再是单纯的 中医医院了 我们也能做 肝切除 甚至心脏手术 方浩阳在办公室里面 重新泡了一壶茶 他的对面 坐着李文君和邝明卓 接了几个电话 终于消停下来了 方浩阳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笑着说 徐院长这会儿 应该乐了吧 岂止是乐了呀 估计高兴得不行 索利斯在咱们江中院 哪怕省医院那边 也要眼红啊 李文君笑着道 没想到方浩 竟然能把索利斯请来 真的是让人意外呀 邝明卓这会儿 还有一些不敢相信 和冷餐一样 越是从外面回来 越是知道索利斯 这种大拿的价值和地位 说句难听的 索利斯这种大拿 在米国一般的患者 那根本就预约不上 有资格让索利斯 动刀的患者 那都是非富即贵 屁的请来 那是眼巴巴的 跟着方浩来的 方浩阳笑了一声 真要是请来的 方浩到了机场 才打电话 这么怠慢 那些傲慢的米国佬 还不转头就走啊 方浩阳也不是 没和外国佬打过交道 不能说每一位 最起码大多数的米国佬 都是相当傲慢的 更别说索利斯 这样的大拿了 虽然方浩没有明说 可方浩阳也猜得到 估摸着这小子 又干了什么事 把人家这位米国佬 给吸引来了 方医生的心脏半膜手术 做得不错 想来心脏搭桥手术 也是可以的 难道索利斯 是因为方寒的水平 邝明卓胡思乱想地猜着 在他看来 那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想到索利斯 能被方寒的水平折服 他又是一阵恍惚 你不说我都忘了 小方的心脏手术 确实做得不错 李文君笑着道 方浩阳摸着下巴 很是纳闷地道 奇了怪了 这小子这些个东西 是怎么学来的 二十来岁 简直就是全才呀 还好 各种技术都在承受范围以内 要不然这小子啊 就该被拉去切片研究了呀 李文君开着玩笑 方寒会得多 可各方面 其实呢 在现在医学范围以内 没有什么超科技的东西 这才是合理的 最多只能算妖孽 真要有什么超科技呀 那就没办法解释了 会得多就该被拉去切片呀 方浩阳哼了一声 这么大的国家 还不能有个妖孽了 说这话 方主任脸上的全是得意之色 还是自己有眼光啊 有先见之明啊 把这小子捆在了江中院 捆在了急诊科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方还是千里马 那自己就是伯乐呀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78集 开宗立派 接了一阵电话 方寒又重新回到了诊所 帮着关宝成一起接诊 两个人同时上诊 速度就快了不少 下午五点半左右 今天来的患者呢 基本上看得差不多了 而田里女士的晚饭 也做好了 哎呦 终于开饭了 今天可以下个早班哦 关宝成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今天要不是方寒啊 他这还需要一会儿呢 不过关宝成 在诊所这边坐诊 六十个号看完 也就七点不到 快一点的话呢 六点钟左右 也就差不多了 上午八点开门 算下来也是 一个上午三十个号 至于晚上以后 亦或者是半夜 有什么患者 那就是老爷子负责了 关宝成晚上 可不住这儿 田里女士笑着打招呼 这会儿啊 老方同志已经回来了 看到方寒 笑着点了点头 儿子回来了 嗯 方寒点着头 一段时间没见 老方同志对儿子 还是比较热情的 呵呵 吃饭 关宝成洗了手 走过来道 哎呀 每天我最期盼的 就是饭点了 田姐的手艺呢 是真没得说呀 比起五星级 九天大厨 还要强许多 关宝成 比田里女士 还要小几岁 也是称呼田姐 关教授喜欢吃就好 田里女士笑呵呵地道 这位可是财神爷 自从关宝成来了以后 老方家的财政收入 那可是明显提升啊 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现在美甲店那边 田里女士完全就打酱油了 专职做饭 说着话 众人上了饭桌 趁着饭菜还没上来 关宝成笑着对方喊道 方医生啊 我看医馆要扩建呢 再请几个人 这地方有点太小了 方寒愕然地 看向关宝成 什么意思 听老关这意思的话 这要长期蹲点了 这是 方寒还没吭声 老爷子就已经说话了 现在看起来 确实有点小啊 不过扩建的话 是不是没必要啊 村子估摸着 明年就要拆迁了 最多到明年年底 红花村拆迁的事情 已经说了好几年了 可一直没有准信 不过现在呢 也拖不下去了 江中市不断地在发展 红花村这边呢 最迟明年就应该差不多了 那就换个地方 找一个不错的地段 关宝成道 不是 方寒张了张嘴 不知道怎么插话 关宝成这啥意思呀 医馆的情况方寒 这会儿呢 确实也了解一些 这一阵患者也不少啊 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平常医馆就两个人 偶尔也会有赵曼妮 或者是江平医疗器械的 医药代表来打个下手 确实辛苦 而且照这个情况下去 医馆这边是不少赚钱啊 一个产业带动了 别说医馆了 隔壁几家卖饭的 每个月都能挣到 三四千块钱左右 而且这个还不比饭店 不用租房 就在自己家 早上的话 这个饭多做一些 卖个稀饭包子 这都是赚的呀 停车场每个月有好几万 更别说医馆了 可风寒清楚 医馆其实是 关宝城撑着 关宝城迟早要走 关宝城一走 那医馆就恢复到以前了 老爷子没那个精力不说 也没那个水平啊 可听关宝城的意思 怎么 这是打算 长住了这是 医馆别说 每月十万块钱 就是二十万 对关教授来说 那也不算什么吧 方寒虽然 对关宝城之前的情况 了解不深 可每年上百万 应该是有的 中医名家和西医名家 最大的区别就在这 西医名家 无论是名气再大 基本上呢 还是要靠着体制的 在医院里面 医生才能发挥 更大的价值 一旦离开医院 哪怕是 燕京医院的专家层次 瞬间也就掉了 外科医生呢 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手术室 没有设备 个人能力是相当有限的 内科医生 虽然强一些 可很多时候啊 还是要仰仗设备 各种检查 胸片 化验 心电图等等 这些都不是一家小诊所 能够承担得起的 离开这些 一位大专家 其实也就那样了 对于中医来说 不少民间的中医名气 那都是相当大的 只要水平高 那是真的有不少 有钱人的做上课 通俗地讲 西医更依赖于 现代设备和团队的力量 个人能力再高 平台那也是相当重要的 可中医则是不同 中医更以重的是 自己的能力 不需要设备 不需要化验 靠着一双手 一双眼睛 一身本事 那走到哪 都有用武之地 关宝城呢 平常出诊 诊经最少都是两万起步 就这还有不少人 排不上号 现在打算在医馆扎根 方寒怎么想都觉得 不太现实 吃饭吃饭 什么事啊 吃过饭再说 田里女士把饭菜端了上来 吃饭 我这会儿可饿了啊 关宝城下意识地搓了搓手 田里女士的手艺 是真的没得说 不是谦虚啊 只要是田里女士会的 方寒还没见过谁做的菜 有田里女士做的好吃 哪怕是燕京的 那什么私厨的水平 也差了不少 方寒一直觉得 田里女士就是一位 被帅哥耽误了的 厨艺天才 当年要不是看上自己老爸 做了家庭主妇 估摸着应该在厨艺界 有一席之地了 吃过饭 方寒和关宝城下了楼 就坐在老爷子的房间 屋子里面有暖炉 两个人靠着暖炉坐着 泡了一壶茶 老爷子可能也猜得出来 方寒和关宝城有话要说 所以一个人呢 就去了诊所坐着 把房间留给了方寒和关宝城 房医生这次去燕京 动静不小啊 显日去 燕中医大讲课 然后让万宝发了一篇文章 还真是让人心潮澎湃呀 关宝城人在江中 可有些事情他还是知道的 方寒去燕中医大讲课的事情 万宝的事情 关宝也算是个名人了 微博粉丝也有十来万 自然清楚万宝的事情 方医生能让万宝服软 那我真的是佩服啊 说着 关宝城端起茶杯 很郑重地道 在这里 我以茶代酒 敬方医生一杯 关宝城是铁杆中医 婴儿是非常不待见万宝的 甚至和万宝有过交锋 只可惜没什么结果 这一次 方寒能让万宝写出 那么一篇文章 关键是 万宝是真心地佩服 同时也很感谢 关照说客气了 只不过恰逢其会 方寒端起茶杯 和关宝城碰了一下 对方医生来说 那是恰逢其会 可对中医来说 影响不小啊 关宝城笑着说 万宝哪篇文章 影响力都不小 万宝倒戈 很多中医人 大为振奋呢 倒戈 方寒一愣 这个词用得 是不是有些过了呀 方医生可能 不是很清楚 其中的关节 万宝世间 闹得沸沸扬扬 可不仅仅在民间 闹得这么大 还上了热搜 上面呢 也有会关注的 关教授指的是政策 方寒若有所思 不错 政策 官宝城道 这几年国家 开始扶持中医 各种政策 对中医啊 都有照顾 这一次万宝事件 绝对会让上面 更加重视一些 万宝可不是普通人 方寒 点了点头明白了 要仅仅是网上的闹剧 其实影响也不大 哪怕是上一次的 网上验孕事件 哪怕没有方寒出面 最终也会慢慢淡了 谈论一阵 其实也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影响 该看中医 还是会看中医 不看的 依旧不看 影响不大 正如方寒 在验中医大讲课的时候说 民间其实呢 普遍对于中医 还是比较认可的 反而是上面的政策倾斜 对中医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这几年呢 上面要求各级医院 都要有中医科室 虽然不少地方的中医科室 都是样子货 可有些地方的中医科室呢 还是有模有样的 之所以很多地方的中医科室 样子货 一方面 还有一部分人 不当回事 再一个呢 中医人稀少 别说人家不当回事了 哪怕当回事 没医生 你也没辙 现在全国中医人 也就五万左右 大医院 占一些 小地方呢 有几个 北方一些乡镇呢 那是很难找到 靠谱的中医的 所以呢 有些事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去了雁京三个月 还以为回来之后 关教授已经走了呢 聊了聊万宝的事情 方寒言归正传 什么政策了 什么中医的未来了 这些事情 方寒还觉得很遥远 眼下的事 才是关键 万宝难道 真打算留下来了 方医生 是不是觉得 我就是个打酱油的呀 关宝成呵呵一笑 方寒看了一眼 关宝成 虽然没有吭声 可意思很明确 难道不是吗 关宝成笑了笑 然后道 这么多年 我全国游走啊 虽然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可事实上 没有一个落脚点 方医生要是不嫌弃 我想和方医生 一起开一家医馆 方寒一愣 一起开一家医馆 关宝成的情况 他是知道的 说有名吧 也有名 可确实没有属于 自己的产业 也就一个工作室 说是工作室 其实也就是一个办公室 一两位助理 一位律师 中医民家 开医馆的不少 关宝成 有这个想法也不稀奇 比如 彭千元 他的医馆就相当有名 比起一些顶级的医院 还有名 可是找自己 关教授 我是江中院的医生 没有个人开医馆的打算 方寒道 现在没有以后呢 退休呢 总要想得远一些吧 关宝成笑着道 老爷子现在还年轻 还能长一阵 方医生你也还年轻 将来成就啊 不可限量 或许还要开宗立派呀 开宗立派 方寒一愣 关宝成倒是真敢想 方寒正这么想着 突然脑海之中 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 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堂 第879集 主线任务 主线任务 开宗立派 真正的大一级是苍生 万古留存 不仅仅要做到医术精湛 还要开吐进去 站在前人的基础上 弘扬学说 开创属于自己的医疗理念 主线任务属于长期任务 中级任务 根据政务完成进度 每完成5% 奖励宿主随机抽奖一次 每完成10% 奖励宿主高级抽奖一次 每完成进度30% 奖励宿主宗师级抽奖一次 奖励可累计 目前完成度4% 方寒目瞪口呆 主线任务 终级任务 得到系统一年了 现在主线任务才出来啊 这么说自己这一年 都属于是系统实习期 而且还是 开宗立派 这么艰难的主线任务 作为中医人 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医 方寒很清楚 开宗立派四个字的意思 在性灵界 开宗立派 并不是说你建一个门派 收一群学生那么简单 别说性灵界 在武术界其实也不容易 想要开宗立派 你首先要有一定的高度 换句话说 有资格开宗立派的 只能是宗师 在性灵界 这个开宗立派 自然不是什么 开创门派之类的 但却是比开创门派更难 华夏五千年历史 哪怕是 从有明确记载开始 至少也有三千年了 三千年来 历史上名医不少 可真正开宗立派的 却不多 这个开宗立派 指的是拥有自己的学说 医疗理念 影响一代 甚至好几代人 为中医做出贡献和影响 开创 医学流派 这个高度 可比什么国首民家的高度 要高得多 纵观历史真正 开宗立派的中医民家 医圣张仲景 伤寒派的奠基人 李东环 脾胃派的开创者 朱丹熙 资音派的开创者 刘丸肃 何坚派的开创者 张景岳 温补派的开创者 叶天世 温病派的开创者 郑清安 火神派的开创者 哪怕是人们常说的 匾阙华陀 也不能算是开宗立派 匾阙只能说是 医术高明 华陀也没收什么学生 传承一大半都丢失了 能够开创一个流派的中医民家 哪一位不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医民家 正如系统所说 流传万古 只要中医传承不灭 哪怕再过三千年 也会有人记得这些中医民家的名字 提起中医流派 一些不懂的人 甚至还用这个来攻击中医 什么自家人都窝里斗了 一个中医都有那么多流派了 这个攻击那个 那个攻击这个 而事实上 流派才是中医传承至今 发扬光大的最大的体现 百家争鸣 万花齐放 体现的正是中医的反射 很多人不明白 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流派 甚至流派之间还会互相攻击 你看 新医就没有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中医呢 这个流派的 那个流派的 甚至还有人问出 哪个流派好之类的话语出来 然而事实上 中医流派就如同绘画界的流派 戏曲界的流派 餐饮界的流派等等 由于历史地理 人文各方面的因素不同 而形成的不同风格 不同的风格就是流派 中医的各大流派 在一定程度上 和戏曲绘画等 还有一定的区别 除了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之外 还有对原本中医理念的解释和认知不同 可无论中医有多少流派 他们的根基其实都是一样的 万变不离其中 只不过侧重点会有所区别 都是后人站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中医理念的一种补充延续 这是进步的体现 前文说过 中医发展到现在 水平自然是不断提升的 经验也是越发丰富的 人们常说的 扁阔重生 滑驼在世 这是一种对医生的褒奖 可事实上 哪怕是真正的滑驼在世 扁阔重生 到了现代 水平也不见得就有多高 他们只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名义 并非现代 后续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断层 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 那不是一代人的差距 而是很多代 就说伤寒派 伤寒派是以伤寒论为基础的 可到了现在 多少人对伤寒论进行了补充和注解 在伤寒论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多少民方 很多方济 又多了无数的变化和应用 哪怕是医生张仲景 穷其一生 也不见得能够搞明白的 因而 这些中医流派 并不能单纯地 从对错去判断 是哪个正确 哪个不正确 哪个好 或哪个不好 就像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各种学说 争相斗艳 你说儒家队 还是法家队 是墨家队 还是纵横家队 每一种学说和流派 都有自己的根基和出发点 之后 所以罢黜百家 独尊辱术 只是因为儒家思想 更有助于封建阶级的统治而已 因而 中医流派也是如此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谁好谁坏 只有哪个更合适 患者病症严重 非大剂量不能治 这个时候呢 那就是火神派 患者身体虚弱 不能用重药 需要悉心调养 耐心滋补 这个时候 资因派就比较擅长 中医 没有太过明确的科室划分 什么肝外了 肝内了 心内了 其实 完全可以把中医流派 看作是侧重不同的治疗手段 侧重不同 相互攻击就正常不过了 在资因派看来 火神派的法子 就过于梦浪 过于危险 那是个人认知习惯造成的 就像现在的学院派一样 受到现在教育的影响 普遍不敢大剂量用钥匙一回事 开宗立派 方寒有些呆滞 系统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哪怕他所有的技能都到了宗师级 也不见得就能开宗立派吧 关宝成也很看得起自己啊 对自己期望很高啊 当然主线任务就主线任务 失败了又没什么惩罚 哪怕完成50% 也有不小的奖励 奖励可以积累 意思是完成10% 会有随机抽奖 也会有高级抽奖 大阶段和小阶段 奖励可以同时获得 这可是好事情 关宝成笑呵呵地看着方寒 他对方寒的期望值确实很高 25岁 这么年轻 方寒的水平就不比他差 将来的成就 那是没办法预测的 在关宝成看来 方寒这种 就属于是百年 甚至好几百年 都难得一见的天才 最起码 在医疗方面的天赋无人可比 这样的人 将来开创自己的学说 开创自己的流派 那一点也不稀奇啊 关教授 太看得起我了吧 方寒苦笑道 就当是个希望 关宝成笑着道 我现在呢 确实是有想法 能和方医生合作 是我的荣幸 可是我没有时间的 关宝成说得不错 可方寒自家 知道自家的事情 他是比较喜欢医院的氛围 最起码 好几年之内 都不会有离开医院 开自己诊所的想法 或许 这辈子都不可能有 虽然就目前来说 不少中医医院的名气 都比不上一些名家医馆 可方寒 还是喜欢在江中院 方医生没时间 老爷子不是闲着吗 方医生闲了过来转转 以后有机会挂个名 那关教授和老爷子谈吧 我不参加 关宝成都这么说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 那行 我和老爷子谈 关宝成呵呵笑道 只要方寒不反对就行了 开了 方寒总有用得着的地方 他能看中的 其实是方寒的未来 就西医而言 大多数患者 更信赖公立医院 可就中医而言 大多数患者 反而更信赖一些名家医馆 看中的是某位名医的名头 这一点和西医是相反的 而且不少中医名家 愿意自己开医馆 不愿意去医院 也是有原因在的 在医院 政策限制 各种影响 就比如方寒 他在燕京医院的时候 很多时候 要照顾燕京医院的情况 照顾其他医生的心思 原本没必要 要做的检查都做一下 如果是自己家的医馆 那限制就小了 爱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没有科主任 没有院领导 可以大展拳脚 观宝城自己 不愿意去医院 也是这个原因 这也是方寒的运气好 没毕业就去了 江中院实习 江中院又是 郭文渊等人创建的 纯中医医院 某些方面呢 和一些大型中医医馆 还是有比较相似的 要是别的医院 方寒这个小年轻 哪有出头的机会啊 别说去急诊科了 哪个科你都不行 即便你去了急诊科 人家医生能放心 让你随便用药 医生自己都不懂 能看得出来好赖 看不出来 自然就不用你的法子 出头哪有那么容易 就说江中院 要不是方寒 刚进医院 就被郭文渊看中 秦伟华等人 那就另一眼相看 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系统怎么了 有系统不给你机会 你只能干瞪眼 大一养成系统 又不是神仙系统 你还能上天不成 没有医院的资历 没有老师看中 行医资格 你都不容易拿到 其他的那就是扯淡了 除了慢慢熬 找机会 其他别无他法 对方寒来说 系统是一方面 运气也是一方面 方寒的人品 也是一方面 方寒的有现在的成绩 那是各方面综合的结果 并非一个系统 就可以办到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 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 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八百八十集 方寒要来 和方寒聊了一会儿 关宝成就起身回去了 他晚上不住这儿 在附近酒店 开了个长租房 方寒虽然和关宝成 接触了几次 认识也有一年多了 但要说了解 他其实对关宝成的了解 并不算太多 浮于表面罢了 关教授 关宝成来到停车场 负责收费的朋友 急忙迎了上来 关宝成的车 就停在停车场 他也不怕多走几步路 这会儿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停车场的车呢 还大概有十几辆 到了晚上七点之后 患者们的车子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不过这儿呢 建了停车场 以前没地方停车的 晚上也会停在这儿 朋友呢 给算包业 一晚上十五 那算下来 一晚上呢 也能多收二三百 当然呢 晚上朋友就不在这儿了 晚上停车的都是先交费 后停车 早上八点钟 朋友会再来 要是有人来得晚 走得早 那就能白停车 反正是人工收费 朋友呢 也不在乎那一点万点的 彭华村要拆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年半载 彭勇也没打算再投资 能赚一点是一点 而且白天收费 他也不是天天去 有时候雇个人什么的 不过只要他去 都会等着官宝城 把车开走 老官现在可是 彭华村不少人的财神爷 特别是彭勇 每月至少两三万收入 这种好事情 没地方找去啊 彭老板还在呢 关宝城笑着打着声招呼 哎呦 我算什么老板 关教授 您可别这么称呼 彭勇陪着笑 不说 跟着关宝城吃饭 哪怕是没这个停车场 关宝城这种 彭勇也不会去得罪 关宝城呢 也只是和彭勇 简单的打着声招呼 也不多说 进了停车场 就开着车离开了 方寒今天很意外 这其实呢 在关宝城的意料之内 老官这几年赚的钱 确实赚了不少 可他今年才40岁出头 追求的还是有的 不少人觉得关宝城啊 不愿意进医院 其实是为了钱 在外面赚的多 可事实上却不然 中医和西医却不同 在医院限制多 其实对中医成长 还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以前的中医高手多 那都是因为四处行医 见的多 看的多 练的多 什么患者都能遇到 可在医院呢 稍微风险大一点的 人家都不会放任中医人治疗 不少医院的中医科 之所以成了摆设 一个是中医人少 二一个也是中医人 没什么用武之地 水平高还好 比如方寒这样的 科主任信任 可大多数的新人怎么办 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机会就太少了 小病人家找西医 大病人家动手术 中医呢 都被养成了慢郎中 温室里的花朵 没事扎个针 推个拿 做个保健 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 遇事呢 就慌 这样的中医 自然是越发的 没人看得中了 和方寒一起开医馆的 这个想法 是关宝成 在彭花村之后才有的 老爷子什么水平 关宝成其实心里清楚 算不上厉害 可也比医院的一些主治 要强那么一点的 再加上方寒 这就不一般了 方寒年轻 有水平 而且还是郭文渊的学生 哪怕方寒人不去 这个医馆开起来 也不能说 和方寒没什么关系 就说老爷子 现在不少人都觉得 方老爷子 那是隐士名医 为什么 还不就是因为方寒吗 方寒送着 关宝成出了门 回来的时候 老爷子 已经从诊所出来了 坐在暖炉边上喝茶 关宝成 刚才和你说 开医馆的事了 嗯 方寒点了点头 问 您老什么想法呀 我能有什么想法 六十多岁人了 棺材本啊 早够了 不过人家 关宝成说的没错 人总要给自己 留条后路 多条路多个选择嘛 万一你将来 不想在医院干了 方寒听得出来 老爷子 其实还是有想法的 他是老爷子 一手带大的 还能不清楚 老爷子的为人 闲不住 真要让老爷子 无所事事 八成要闷出病来 而且老爷子 这人爱面子 关宝成的提议 也算是投其所好了 能和关宝成 一起开医馆 那自然是 笨有面子的事情 那开就开吧 只要您老有精神 不着急 到时候再看 村子要拆 到时候怎么安置 是统一安置呢 还是怎么回事呢 要是统一安置啊 就在安置房附近 找个地儿 说着 老爷子还叹了口气 哎呀 住了一辈子了 突然要拆呀 真有点舍不得 方寒看了一眼老爷子 舍不得村子 估摸着 有一半因素 是舍不得这些人 也是有一半因素吧 到时候分开了 那成就感就少了 装十三这种事情 在熟人面前有意思 陌生人 谁搭理你啊 所谓一锦还乡 无非就是富贵了 回去装个十三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左右 方寒就听到 外面有动静了 躺了一会儿 七点钟起床 洗了把脸 田里女士正在做早饭 趁着早饭还没做好 方寒下了楼 下面溜达了一圈 出了门 门口长长一溜排着队 这会儿啊 医馆已经开门了 方寒看了一眼 赵曼妮正在里面 帮着卖号呢 隔壁左右两边 小桌子小凳子 那馒头 稀饭 什么的都摆出来了 排队的排队 挂了号的 有的已经找地方吃饭了 小寒起这么早 吃了吗 没吃啊 稍微给你弄点 隔壁的彭婶 看到方寒笑呵呵地 招呼道 孩子哥都快帮忙了 您还看得上这点钱啊 方寒开着玩笑 你孩子哥 那是人家的 我和你叔啊 赚到的那才是自己的 画着方便 彭婶说着 就要给方寒盛饭 不用了 我妈快做好了 我要吃了 等会再盛 方寒急忙阻止 那啥就不管你了 你刚回来 你妈肯定给你做好吃的 门口聊了两句 方寒就看到观宝城来了 和观宝城一起回屋 早饭呢 也差不多做好了 自从诊所这边开始挂号制 田里女士做饭呢 都是很准时的 早饭是七点一刻左右 午饭的是十二点 晚饭呢 平常都是等患者走完了 他吃 吃过饭 方寒看着院子里等候的患者 一时间 有些不知道该干什么 要说他休假吧 确实是想好好地休息两天 可现在家里那么多患者 他就坐不住了 再说 平常喜欢躺椅这块 也被人占了 院子里面都是人 晒回太阳都不方便 人多 草杂 要不出去转转 或者去看看龙亚星 想到龙亚星 方寒就觉得 回来了 还是应该去探望一下的 早上八点 龙亚星睁开眼睛 天亮了呀 有着方寒送的宁神香 龙亚星每天晚上睡得很好 一夜无梦 就是一直不能出门 怪无聊的 欣欣哪 吃饭啦 外面传来喊声 龙亚星的母亲 季湘云在外面喊 来了 龙亚星应了一声 起床 洗脸 然后到了餐厅 季湘云已经把碗筷给摆放好了 西粥 包子 西粥是自己做的 包子呢 是超市县城买的 回来一蒸就可以吃 我爸不在 一大早就走了 饭也没吃 说着话 季湘云在龙亚星的对面坐下来 给龙亚星递了一个包子 一边吃一边倒 欣欣 你这一阵不上班 正好有时间 妈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一下 相亲就相亲 说得这么委婉 龙亚星一边吃吃饭 一边倒 您是觉得你女儿没人要吗 哪能呢 我女儿这么漂亮 还怕找不到男朋友 不过咱们还是要挑好一点的嘛 医生说了 我不能出门 感冒就麻烦了 咱不出门 家里聊一聊也行啊 这么久了 龙亚星什么情况不可能瞒得住 只不过当初做手术那会儿啊 家里面不知道罢了 现在安全回来了 家里还是知道一些的 哪怕龙亚星不说 杨剑英也不敢真的什么都不说 见所断裂 做了一次心脏半膜手术 这可不是小事情 不要 龙亚星头也不抬得倒 那些个雍之俗粉 他怎么能看得上啊 你这孩子 也老大不小了 工作又那么忙 正好有空 多认识几个朋友怕什么 这一阵正好陪你聊聊天 不要 季湘云满脸无奈 这一孩子一点都不像他 沾了老龙了 吃着饭 龙亚星在边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拿起手机来电显示张小泉 龙亚星一边吃一边倒 这一阵呢 他又不能出门 只能在家里养病 也就张小泉没事过来转转 龙姐姐 师父回来了 张小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什么师父 你说 龙亚星先是一愣 然后就反应过来了 方寒回来了 不由得龙亚星的脸上 就露出了笑容 龙姐姐 师父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说要去看您 我这会儿啊 过去见人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到 他要过来 龙亚星顿时有些慌了 来家里啊 下意识的 龙亚星就看了一眼 对面的季香云 老妈还在呢 这么直接就过来 那算不算见家长啊 看到龙亚星看过来 季香云还在笑咪咪的 看了回去 低声道 谁要来啊 要不我出去买点菜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81集 丈母娘看女婿 方寒给张小泉打了电话 觉得差不多到了 就在村口等着 同时和彭勇聊着天 彭勇在停车场口 建了一个简易的活动房 插着电暖扇 倒是不冷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 一辆麦巴赫远远的开了过来 方寒站在活动房 都能看到车子 三叔 我朋友来了 我先走了 方寒笑着 向彭勇打招呼 去吧 年轻人 也不能整天都工作 彭勇笑呵呵的点着头 他以前听人说过 说人家方寒的朋友 开的都是什么 劳斯莱斯 这一次算是见到了 没有见到劳斯莱斯 可看到麦巴赫了 彭勇虽然是个混混 可眼力还是有的 这一辆麦巴赫 可不比劳斯莱斯便宜 张小泉看到方寒急忙停车 摇下车窗 向方寒打招呼 师傅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要不打招呼 我去机场接你啊 昨天回来的 方寒说了一句 就打开车门 上了副驾驶 张小泉掉了个头 一边开车一边道 师傅 你真要去看我龙姐姐 正好没事 过去看看 怎么 不方便啊 方寒有些不明白 难道不能去 方便 方便 张小泉笑呵呵的 也不知道傻乐个什么劲 对了 你龙姐姐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方寒问张小泉 既然登门 方寒觉得 还是要了解一下情况的 龙姐姐是独生女 没有什么兄弟姐妹 张小泉道 原因 嗯 就是龙姐姐的妈妈 还是比较好说话的 就是龙叔叔 有点让人害怕 害怕 龙叔叔吧 不怎么喜欢说话 总是冷着脸 看着怪吓人的 我从小就怕他 张小泉道 你龙叔叔干嘛的 这个你去了就知道了 张小泉还卖了个关子 还保密啊 大概四十分钟 车子进了一个小区 小区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很普通的居民小区 原本在宴京的时候 方寒从杨剑英的态度 大概猜测到了 觉得龙亚新的家境 应该不简单 要么是官宦 要么是富商 可现在好像不怎么像啊 要说当官的 能让杨剑英在乎 那说明官不小 可方寒没听说 江中有姓龙的高官呢 可要说是富商吧 住这个地方 和张家日市交 方寒记得之前 张小泉好像说过 他爷爷是龙亚新的师父 教过龙亚新功夫 年轻的时候呢 当过刑警队的教官 一边想着 方寒又看了张小泉一眼 这小子还卖关子 龙亚新这会儿 已经吃过早饭了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电视 说是看电视 眼睛却时不时地 看一眼时间 显得心事重重 电视上的画面 他是一个也没看进去 女儿啊 究竟是谁要来呀 季湘云收拾好碗筷 从厨房走了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 龙亚新有些不正常 俗话说 织女莫若母 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能不清楚 他心里什么心思啊 没谁 就是给我做手术的医生 龙亚新有些脸红 虽然他追方寒的时候 胆子不小 一直都是主动 回京前呢 还强吻了方寒 可毕竟是女孩子呀 这冷不丁的方寒要来 他还是有些慌的 这是医生 季湘云这才不信呢 一个医生 能这样魂不守舍 就是医生 龙亚新点着头 方寒就是医生嘛 给你做手术的医生 嗯 天经的医生 大老远来江中 看望你 人家是 母女俩说着话 门铃响了 龙亚新还没起身 季湘云已经先龙亚新一步 到了门口 方门打开 张小泉和一位帅气的年轻人 站在门口 元姨 张小泉算是熟客了 很是熟忍的打了声招呼 然后迈步就往里面走 啊 阿姨好 方寒也急忙打了声招呼 季湘云和龙亚新 长得还是挺像的 看上去也年轻 云云 这我师父 方寒 张小泉一边进门一边介绍 我师父不仅功夫好 那医术也好啊 小方是吧 快进来 季湘云急忙招呼 方寒还是医生 他心中有术了 杨建英说过 给他们家闺女做手术的 就是一个叫方寒的医生 当时 杨建英也说了 比较年轻 可季湘云 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年轻 方寒一进门 季湘云还一边打量着 嗯 长得很帅气 又有礼貌 还是医生 能做心脏手术 水平不低了 又这么年轻 第一眼 季湘云就对方寒 印象不错 配得上自家闺女 不用换鞋 直接进 来就来了 还带什么礼物啊 季湘云笑着招呼 同时呢 对客厅喊 信信 人家医生来了 龙亚新这会儿 已经起身了 站在客厅 看到张小泉和方寒 一起走进来 季湘云跟在边上 目光一直在方寒身上 脸上还露着笑容 时不时地还点着头 就像是在欣赏一件 比较满意的艺术品 龙叔不在啊 张小泉没什么拘谨的 就像到了自己的家 一边东张西望 还一边向季湘云问着 一大早就出门了 季湘云说着 同时招呼方寒 小方坐 我给你们倒茶 季湘云很是热情 阿姨 不用客气 方寒礼貌地说了一句 把手中的东西 放在茶几上 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 龙亚新这会儿 脸已经成了猴屁股了 方寒看了一眼龙亚新 问道 不舒服吗 没有 龙亚新急忙摇头 更心慌了 我给你把个脉吧 说着方寒站起身 走过去 在龙亚新边上坐下来 不用 你坐过去 龙亚新那个手足无措 他妈妈还看着呢 方寒怎么这样啊 欣欣 人家医生来了 就让给你好好检查检查 季湘云端着水壶过来了 眼中全是笑意 小丫头 这只是医生 你脸红什么呀 方寒这会儿啊 确实没别的想法 看龙亚新的脸红 有些不正常 她还是有些担心的 中医望着 望色 一般来说呢 分青 赤 黄 白 黑 五种颜色 颜色反映气血胜衰和运行情况 而且呢 在一定程度反映脏腑的病症 一般来说呢 青色多于甘育脾须 多见于眉间 嘴唇 鼻柱等 红赤则多为湿热症 可见于脏腑火热 心火 面色潮红 多一般就伴随着 心跳加速 血液加快等情况 龙亚新之前做过心脏半膜手术 现在呢 手术还不到两个月 脸色这么红 就比较让人担心了 慢向缓慢 节奏较快 方寒伸着手 给龙亚新摸着脉 摸着摸着 她也反应过来了 这哪是不正常啊 这是喜悦啊 这紧张啊 俗话说 关心则乱 一时间 方寒也有些尴尬了 她只是反应慢 也不代表她傻 这会儿啊 她要是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真成呆子了 够了没有 龙亚新急忙抽回自己的胳膊 抓着还不放了 一抬头 季湘云笑得更灿烂了 小方还懂中医 给方寒和张小泉倒好茶水 季湘云也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笑音音的问着方寒 我师傅是中西医接通 那什么 对 双学位 张小泉替方寒回答道 季湘云瞪了一眼张小泉 问你了吗 这小子这么大了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听说新鲜的手术是你做的 啊 方寒点了点头 之前凑巧在燕京 这丫头 那么大的事 竟然也不给家里说一声 那个什么杨队长也是 还好没什么大碍 信心也恢复的不错 这次啊 还要多谢谢小方你 阿姨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方寒礼貌的道 季湘云心中一喜 应该做的 那么这么说两个人真的就是那个什么关系了 要这样子的话 他就 那他就不用再操心了 看着方寒 季湘云是相当满意的 长得一表人才 而且还是医生 职业也不错 拿得出手 嗯 很不错 丈母娘看女婿 季湘云这会儿啊 是越来越满意 正如田里女士所说 她儿子呢 是星死丈母娘的长相 这一长相走出去 那绝对是加分的相 小方你说你凑巧在燕京 平常在哪工作啊 我在江中院 江中人 嗯 江中人 方寒点着头 季湘云最后的一点担忧也没有了 江中的本地的这样也不怕 闺女嫁得太远 将来见个面回个娘家 也方便不是吗 你们先坐 我去买菜 中午啊就在家里吃 季湘云站起身笑着道 不用了阿姨 我就坐一会儿去走 方寒急忙道 急什么 吃了饭再走 欣欣这一阵在家里可无聊了 你们来了正好陪欣欣说说话 说着话 季湘云不由分说 站起身就去换衣服 不多一会儿就出了门 等季湘云出了门 龙雅兴和方寒 还有张小泉三个人 都长长地出了口气 季湘云在边上 他们三个都不怎么自在 什么时候回来的 龙雅兴问方寒 昨天回来的 到江中已经十二点了 龙雅兴这才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昨天回来 今天就来看自己 嗯 还不错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堂 第882集 强敌 云姨 这儿出去了 季湘云提着两塑料袋的 蔬菜 大肉 刚刚走到单元门口 就看到不远处 一辆黑色奔驰上 下来一个人 对方二十七八岁 身高一米八左右 身材修长 貌相端正 看到季湘急忙上前 从季湘云的手中 接过袋子 云姨 我来吧 我来 我来 是江萍啊 季湘云笑着招呼 我妈说 欣欣这一段时间 一个人在家挺无聊的 让我没事过来 陪欣欣说说话 本该早就来了 就是最近有点忙 江萍笑着道 提着两个袋子还挺沉 大概看了一下 有大肉 鱼 虾 排骨 挺丰盛 两个袋子虽然沉 但江萍却很开心 看来云姨是知道 今天自己要来呀 特意出去买菜去了 龙亚新在家这事啊 家里确实说了有几天了 江萍呢 也早就想来了 只不过呢 之前工作啊 正是关键的时候 她真的是走不开 来了好 今天买的菜多 中午正好留下吃饭 季湘云笑着道 对于多一个人 季湘云是没什么意见的 自家闺女优秀嘛 人长得漂亮不说 还是个警察 刑警队的副队长 副处级了 25岁的副处 在全国那都是比较少见的 云一青 电梯门打开 江萍急忙让了两步 示意季湘先进 电梯到了地方 季湘云先出了电梯 江萍急忙跟上 还别说两个袋子挺沉 这会儿啊 把她的手指头都勒得疼 这要是一个人 刚才在电梯里面 江萍肯定暂时 把袋子放地上了 可是两个人 江萍却不好露怯呀 一个大男人 总不能被人小看了吧 累吧 季湘云一边开门 一边笑着道 不累 江萍急忙摇头 今天买的多了些 我都差点拿不回来 说着话 季湘云已经开门了 一边往里走 一边对着里面喊 欣欣 江萍来看你了 说着话 江萍跟着季湘云 已经进了屋 也看到了客厅的张小泉 嗯 仅仅只有张小泉 方寒去了卫生间了 看到张小泉 江萍急忙打招呼 张少爷在啊 是你啊 张小泉用眼皮子夹了一下江萍 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他们两个人呢 以前见过几次 江萍呢 是季湘云同学的儿子 以前也来过龙站 只不过张大少脾气怪 他瞧上的人呢 哪怕你出身不好 有钱没钱 他都愿意打交道 他要是瞧不上你啊 管你是谁 都不怎么爱搭理 当然 想让张大少瞧上 有两个条件 要么能打 要么能打游戏 张大少就这两个爱好 江萍呢 也清楚张小泉的脾气 倒也不以为意 张大少也确实 有资格瞧不上他 哪怕人家不学无术 也禁不住 人家有个好出身呢 江萍本身也算是富二代 倒也不会像一些屌丝一样 认为人家张小泉 除了出身 一无是处之类的 欣欣 听说你受伤了 一直说来看你来着 总是抽不出来时间 没事 龙亚心显得无所谓 看不看他又不在乎 说着话 龙亚心还一边 专心致志地拨着橘子 江萍 坐吧 纪香云已经从江萍手中 接过了东西 笑着招呼道 你们先坐 我去洗菜 就不打扰你们年轻人聊天了 说着话 纪香云还在屋子里面 看了一圈 问道 哎 方医生呢 不会走了吧 去问人家了 张小泉道 没走就好 纪香云笑了笑 方寒是他比较满意的 江萍的也不差 两个其实都挺好的 至于究竟选谁 那就看自家闺女的意思了 纪香云进了厨房 江萍也很随意地走了过去 打算在龙亚心边上坐下 这屁股刚坐下去 龙亚心就开口了 你坐远点 江萍下意识一愣 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起身 那我坐对面 说着 江萍挪了一下位置 在龙亚心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了 而且还装着不经意地 用一只手轻轻在头上擦了一下 对自己长相 江萍还是比较满意的 臭人多作怪 这一幕正好被张小泉看到了 张大少很不客气了 来了一句 江萍那个郁闷的 自己这算丑人 当然 张小泉长得也算不差 可也比不上他帅呀 他这样丑 在这世上还有帅人吗 江萍正想着 客厅边上卫生间的门打开 方寒从里面迈步走了出来 身材笔直 步子稳健 脸上棱角分明 面无表情 给人一种酷酷的感觉 江萍一瞬间就愣住了 我去 这世上还真有什么帅的 呸 哪有自己帅呀 自己才是最帅的 最帅的 最帅的 重要的事 说三遍 江萍心中默念着 看到方寒 微微向他点了点头 这一笑 好像又增加了几分魅力 方寒出了卫生间 看到客厅多了个人 出于礼貌 微笑点了点头 然后走过去 在龙雅星的边上坐了下来 问 来客人了 来的时候张小泉说了 龙雅星呢 是独生女 那不就是说 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了 我妈老头学了儿子 龙雅星回了一句 然后把手中 刚包好的橘子 递给了方寒 谢谢 方寒已经习惯了 别人给他削苹果 包橘子之类的 龙雅星包了橘子 方寒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伸手接过来 道了声谢 江平的瞳孔下意识就是一缩 这是劲敌呀 不仅长得帅 长得比他还差那么一点点 可也算是骑虎相当了 最重要的是 看龙雅星这架势 让二人关系匪浅呢 江平和龙雅星认识 也好几年了 他对龙雅星一直很仰慕的 之前拼了命的学习 现在又拼了命的工作 其实呢 也是为了在龙雅星面前证明自己 他知道龙雅星不喜欢草包 他富二代的身份呢 并不能够给他加多少分 反而是个人能力 认识一下 江平 心中一边想着 江平还是很礼貌的站起身 然后伸出手 方寒 方寒也礼貌的伸出手 微微起身和江平握了握手 然后坐了回去 江平这名字听的怎么那么熟啊 江平医疗器械他们家的 张小泉道 江平医疗器械的太子爷呀 方寒下意识的就多看了江平两眼 他们医院最近和江平医疗器械走得很近 他和江平医疗器械的林心童赵曼妮 也算是朋友了 感情江平医疗器械的江平是这么来的 这么说的话 那至少也是第一圣位继承人了 那都是家里弄的 和我关系不大 江平回头瞪了一眼张小泉 就你事多 他在龙哑星面前不愿意显摆自己的就是身份 方寒这名字听的我也熟啊 你当然听的熟了 你们家现在就靠我师父撑着呢 张小泉又来了一句 江中院的方寒 江平并不傻 张小泉这么一说他瞬间就知道是谁了 他们江平医疗器械 算是这两年新成立的公司 以前就是做销售的 最近几年他爸才开始单干 眼下呢 他们江平医疗器械能够在江中打开局面 逐渐的站稳脚跟 其实呢也多亏了江中院 多亏了方寒 单单去年一年 江中院的单子就占了他们江平医疗器械 年利润的三成 张小泉说 他们家现在靠方寒撑着 这倒也不算太夸张 事实上 前几天 江平一直没来看望龙亚新 就是在跑 丰州省医院的单子 林心童拿下江中院的单子 瞬间就成了 江平医疗器械的扛顶人物 他这位太子爷 自然也要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啊 前几天 和丰州省医院谈得不错 不过呢 在和对方交涉的过程当中 江平也听到了方寒的命 对方愿意和他们洽谈 也是和江中院有关系的 江中院的方寒 这可不仅仅是劲敌啊 这是强敌啊 别看他是江平医疗器械的太子爷 家里也算有钱 一般小医生 小二代 爆发户之类的 他可以不放在眼中 可这方寒这种 他要是敢得罪了 回头 他老子就用大巴掌抽他 方寒这种医生 影响力那可不仅仅局限于自家医院 其他一些小医院 还有指着江中院生活的 还有着想请方寒飞刀的 有忌惮郭文渊的 种种的因素 凡是牵扯到的医院 都会多少顾忌一下 平常倒是没事 可要是得罪了方寒那就麻烦了 有的是人讨好方寒 医药商那是离不开医院的 医院是离不开医生的 别看人家有外科专家赚的不太多 可影响力那是很大的 嗯 我在江中院上班 方寒点了点头 哦 原来是方医生啊 幸会幸会幸会 江萍急忙道 我是早就听说过方医生了 可是一直都是无缘得见 这次不就见到了 是不是知道什么叫 丑人多作怪了 张小泉问 江萍一阵咳嗽 干嘛的 这两个人没一个他能惹得起的 按说他江家大少 在江中市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了 今天换了别人 不说八戒讨好 起码也要客客气气一些吧 现在倒好 张小泉他惹不起 方寒他不敢惹 哎呀 这情况不妙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江中院给索利斯等人安排的住处 是江中院的专用招待宾馆 环境很不错 像类似于江中院 省医院这样的大型医院 各种配套服务是相当齐全的 医院平常迎来送往 招待一些上级医院的医生 领导等等 总不能都去外面开房吧 医院的招待宾馆不大 不过环境还算不错 当然这个环境和档次 也是和医院的规模 自然是成正比的 医院越大 平常来的客人越多 客人的身份就越高 这个档次自然也就越高了 类似于县医院系列的小医院 这样的宾馆甚至都是没有的 早上七点半 索利斯就起了床 索利斯这边刚起床 院长助理就已经到了 带着索利斯吃了早餐 早餐快吃好的时候 徐景波和一位副院长 几乎是踩着点到了 索利斯医生 昨晚睡得还好吗 徐景波的英语不行 院长助理的英语倒是不错 充当翻译 睡得还行 我已经来了花下一个多月了 也比找西馆 不用导食茶 江中这边比燕京还要舒服一些 索利斯也没摆什么架子 显得比较好说话 当然这个不摆架子的 也是被方寒蛰伏的基础上 这次索利斯前来江中院 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 他不是来做手术的 也不是传授什么经验的 而是前来考察学习的 既然是来学习的 那么自然要姿态低一点了 方寒整天上班吗 和徐景波官方式的客套两句 索利斯就询问了方寒 上班吗 这个问题徐景波还真不知道 他一个院长怎么可能知道 一位住院医今天上不上班呢 虽然方寒这位住院医比较特殊 可他还没来得及了解呢 这不一大早就过来了吗 方寒不好说呀 毕竟昨天刚回来 虽然不清楚 徐景波话说的却很漂亮 像方寒这种年轻新秀啊 那可是我们医院的顶梁柱啊 自由度是相当高的 他今天来不来啊 还真不清楚 嗯 那我今天能去急诊科参观一下吗 我记得方医生就是急诊科的医生 对于徐景波的话 索利斯是没有多少怀疑的 方寒这种医生必然是少数 就和他索利斯一样 在普货金斯医院 那也是中流砥柱 要是方寒这样的都是大白菜 那他算什么呀 中医要真的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影响力那么小 当然可以 让陈助理亲自陪着你 原本今天的徐景波是打算 试探一下索利斯的 既然索利斯问了方寒 那么今天就不说了 等方寒来了再说 看索利斯呢 应该不着急走 陈助理呢 亲自陪着索利斯 到了急诊科 急诊科的护士们 医生们 看着有杨大夫进来 都比较好奇 江中的外国人 也不能说没有 可江中院的外国患者 那还是比较少的 轻易不怎么见得到 其实国人 对外国人的态度 大多数人呢 都只是好奇 要说什么 重阳媚外 只是少数 大多数人好奇的同时 只是不怎么轻易的 愿意去招惹外国人罢了 毕竟麻烦多 自家人打个价 吵个价什么的 哪怕是进了橘子 没什么背景 都是一碗水端平 这要是牵扯到了外国人 进了橘子 多半要倒霉 哪怕是警察 也会偏向 这也不能说 警察们就不公 毕竟 什么外事办了 大使馆了 什么的 闹起来总是 自己人吃亏 索利斯医生 这儿是急诊科 那边的是古长分区 这边的是肝外分区 肝外 做肝手术的吗 索利斯问道 对 陈主理点着头 道 江中院呢 虽然是以中医为主 可急诊科呢 还是有外科领域的 我们江中院急诊科啊 现在正在搞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尝试 中西医结合 索利斯眼睛一亮 这也是他来江中院的目的 方寒 在燕京治疗的那位 原本打算心脏搭桥的患者 效果相当不错 如果能把这方面 和他们的相关技术结合起来 提高患者的预后恢复水准 那对于普霍金斯医院来说 是很大的收获 这方面 陈助理正说着 看到了不远处的陈远 急忙招手道 陈医生啊 院长助理也算是领导级别了 陈助理之前见过几次陈远 陈助理啊 陈远急忙走了过来 陈医生啊 这位是索丽丝医生 陈助理给陈远介绍 啊 索丽丝医生好 陈远已经猜出来了 昨天 索丽丝来的江中院的事情 不少人都知道 跟着方寒一起来的 索丽丝医生 这位是陈远 陈医生啊 方寒方医生的助理 陈助理也不知道怎么介绍 想了想 用了助理这么个词 陈医生你好 索丽丝听说陈远 是方寒的助理 顿时重视了几分 助理的话 想来是清楚方寒的一些事情的 在宴监医院的时候 索丽丝从其他人口中 也了解过方寒 只不过方寒并非宴监医院的医生 哪怕是李俊贤 对方寒的事情 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陈医生啊 索丽丝医生想在急诊科转一转 了解一下 不知道陈医生现在有没有时间的 陈助理说之话 边上也有人给索丽丝翻译 索丽丝急忙道 陈医生不用可以待着我 你忙您的 我在边上看着就行 不打扰你工作 索丽丝 在燕洁医院待了一个月 已经不是出来国内的厨了 他很清楚 国内的医疗现状 国内的医生呢 都是相当忙的 特别是急诊科 医生们都是连轴转 刚才陈助理 让陈远陪着他参观 看在领导的面上陈远 哪怕答应 可能心中也不会乐意 会觉得 他是麻烦 事实上 索丽丝呢 猜得还真不错 陈远本来是打算拒绝的 他哪有那么多时间 去陪着索丽丝 这种洋大人 也就院领导有时间 他们这些基层医生啊 谁吃饱了成的 相关领域还好 问题索丽丝 和他陈远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索丽丝这么识相 陈远倒是没什么意见了 点头道 那索丽丝医生就跟着我吧 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我 谢谢陈医生 索丽丝道了声谢 然后就对陈助理道 那我就跟着陈医生了 陈助理有事可以去忙 陈助理一愣 这觉得自己碍事了 这是啊 行 那我就去忙了 索丽丝医生有什么事 可以给我打电话 陈助理呢 也经常迎来送往 也清楚一些人的喜好 有一些人呢 喜欢领导陪着 有些人呢 却不喜欢 觉得领导陪着爱事 针对不同人 采取不同的方式 这是很关键的 陈医生啊 索丽丝医生就交给你了 有什么事啊 可以随时联系我 陈助理给陈远交代道 嗯 陈远点着头 陈助理走后 陈远就带着索丽丝 向古商分区走去 一边走 索丽丝一边问道 陈医生 能跟我说说 方医生的事情吗 索丽丝医生 想知道哪方面呢 陈远笑着问道 相比起其他人 陈远要事故的多 在县医院 蹉跎了十年 别的或许没有学会 可人情事故 眉高眼低 那也是感受的 真真切切的 随便说说 陈远笑着道 其实呢 也没什么好说的 方医生虽然年轻 掌握的东西却很多 中医方面 正骨 外科 急救 认识方医生这么久啊 我好像还没发现 什么是方医生不会的 提起方寒 陈远现在 还有些唏嘘 一位医生的成长 是有很多因素的 机缘巧合 自身能力 运气 那都至关重要 水平高 运气差 比如说他 虽然说没有方寒那么优秀 可十年来呢 方在县医院 他也是高材生 可结果呢 有的时候啊 陈远是相当羡慕方寒的 方寒有水平 也能遇到赏识他的领导 赏识他的老师 我比方医生来得要晚 方医生平一近人 什么都会 也愿意教我们这些人 说着话 陈远已经带着索利斯 到了古商分区了 陈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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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就是什么 米国来的索利斯医生啊 江峰笑呵呵的 打量着索利斯 外国医生 还是第一次见到 据说是明医 这位是江峰江医生 这位是温学医温医生 陈远给索利斯 介绍了一下 这会儿值班的 也就江峰和温学医在了 陈医生 患者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手术啊 有住院医进来问 陈远一拍额头 看向索利斯 索利斯医生 我临时有个手术 没事 我就在边上看着 陈医生不会介意吧 索利斯 不是一个人 他还有一位 他们团队的医生 跟着充当翻译 索利斯医生 要看的话 那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小手术 陈远 没有什么意见 现在陈远 能做的手术 也就是母爱帆 这也算是 他的专业领域了 江峰现在也跟着学 不过还没怎么学会 谢谢陈医生 索利斯很谦虚 那就准备手术 陈医生 我和您一起 江峰站起身 说着话 几个人就到了手术室 索利斯站在边上 看了看患者 母外帆 这种病症 他知道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洪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 方千金 主播 旭白 可可堂 第884集 索利斯的惊讶 母外帆这种病症 可以说属于是国际病例了 一方面是天生畸形 一方面源自于病变 比如说关节病 风湿病变等等 还有相当一部分 来自于职业病 长期穿高跟鞋 是造成母外帆 最直接的罪魁祸首 这个病呢 算是比较普遍的 索利斯呢 自然不陌生 就目前来说 针对于母外帆的治疗方法 超过200多种 其中大多数 已经过失淘汰了 可即便如此 治疗方法依旧很多 轻微的 可以采取矫正治疗 严重一些的 就要采取手术治疗了 国外将母外帆分为 直指关节匹配 不匹配 与关节炎形 直指关节匹配的 术式 一般采用的是 直骨远端结骨 如手术 加远端软组织 与骨坠切除术 直骨关节 不匹配的情况 一般选择 直骨远端结骨 加软组织手术 可无论是哪种手术 都算是大切口手术了 这个手术呢 算是小手术 也是比较常见的手术 手术难度并不高 只不过在国外 愿意选择手术的 女性患者不多 除非是没得选 要不然呢 能不做就不做 对于女性患者来说 一双脚就是女人的 另一张脸 大多数女人 对自己的双脚 都是非常呵护的 很多女性 选择穿凉鞋 穿高跟鞋 穿丝袜 都是为了展现出 自己美的一方面 如果脚上有长长的疤痕 那是很多女生 都不愿意接受的 女人对美丽 往往有一种偏执 甚至于 在生命和美丽之间选的话 有些女性甚至选择美丽 因而 现在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各种整形医院的生意 是相当好的 整形手术价格高 这是很多人都清楚的 同时 整形手术 并不在医保的 报销范围之内 无论是国外 还是国内 整形手术 那都是不能报销的 除非是各种意外 或者是病变造成的 比如烫伤 烧伤 纯粹为了追求美丽 而进行的 整形手术 那都是自费的 除了花钱之外 凡是做整形手术的患者 每一位患者 其实都清楚 其中的风险 只要是整形手术 就有意外 就有风险 哪怕是比较成功的手术 到了一定的年限 一定的年龄 也会有很多意外 或者并发症 比如皮肤松弛 变形 过敏等等 可依旧有很多女性 趋之若鹜 正是因为女性 对美的追求 陈远看了一眼 索利斯并没有吭声 可是对江峰吩咐 你来亲自麻醉 母外翻的麻醉程序 和其他手术不同 麻醉师可以麻醉 医生们也要掌握麻醉技巧 江峰麻醉之后 陈远在患者的第一直指关节 远端内侧 切开了一个弧形的小切口 切开之后 陈远用手迅速有力地掰了几下 一边掰 陈远还一边给江峰讲解 这个目的是松开关节软组织 一定要注意掌控力度 要讲究手脑并用 这个手术虽然简单 但是却非常的考验手感 对个人的经验要求也比较高 索利斯在边上看着 很是有些不解 陈医生 这么大的切口可以吗 是不是还要再扩大切口 索利斯以前也见过别人做母外翻手术 可无论是步骤还是程序 好像都和陈远做的有着很大的区别 不需要 我们这个是微创疗法 这么大的切口就足够了 说这话 陈远很快在第一直骨头静内侧 又选取了第二个切口 接着 在第一和第二直骨头之间 选取了第三个切口 又用一把骨膜体子 从切口处深入 左右移动 彻底松解外侧的直骨囊 这一阵陈远做的母外翻手术已经相当多了 这个手术呢 他做起来已经相当熟练了 一边和索利斯说这话 陈远的手底下却没有停 活动之后 陈远很快在患者的第一直骨头静内侧 选取了第二个切口 紧接着 在第一和第二直骨头之间 选取第三个切口 又用一把骨膜体子 从切口处深入 左右移动 彻底松解了外侧的直骨囊 索利斯看得有点懵 陈远的切口都相当小 不到一厘米 这么小的切口 甚至不需要缝合 到时候疤痕肯定也很浅 磨骨 结骨 陈远的手术速度 还是相当快的 大概十五六分钟的手术就结束了 好了 送患者出去吧 陈远一边摘着手套 另外一边护士已经搀扶着患者坐了起来 坐起来之后稍微缓了缓 患者就下了手术台 自己走了出去 护士在边上搀扶着 索利斯有些不敢相信 手术这么快 效果这么好 刚做完患者就能下床了 这种手术 索利斯还是有所了解的 一般来说 这么小的切口是不可能的 哪怕手术做完患者也不可能马上就下床走路的 这种微创手术呢 是燕京的温医生首创 属于是微创小手术 算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成果 切口小 恢复快 不留疤痕 陈远笑着给索利斯介绍 就目前而言 很多术士都是国外领先于国内的 比如说肝切除 心脏手术等等 毕竟人家西方才是西医的开创者 虽然现在很多人呢 已经不称呼西医了 而是直接称呼现代医学 可不可否认呢 现代医学呢 其实就是西医 人家西方 在医疗的很多领域都是拔尖的 可在个别领域 国内呢 还是有着领先的 比如这个微创手术 国内就处于领先水平 中西医结合 索利斯问 这个和中医有什么关系吗 他刚才看了看 其实没看出中医的部分来 这个手术最大难点呢 其实就是力度的掌握 结骨的时候 结取的部分掌握 后续的填充 固定等等 这都是借鉴了 中医的正骨腹位的手法 同时呢 对医生的个人经验要求比较高 这个手术 通俗的说啊 就比较以中个人感觉 而这个个人感觉呢 说起来就比较玄妙了 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们都喜欢用精确的数字来描述 比如说各种手术 他们都有精确的数字 就拿这个母外翻来说 针对于直指关节匹配的 数字准确描述应该是 1.IMA小于14度 若DMAA小于10度时 可行植骨远端节骨 如Sheffer手术 加远端软组织 与骨坠切除术 当HVA矫正不满意时 再加Akin手术 若DMAA为10到15度 可行Sheffer-Gibbert手术 2.IMA小于14度时 需行植骨干或肌底节骨等等 都是相当详细和准确的 而这个微创手术 对手感和力度的要求比较大 很多地方都需要 倚仗于医生的经验 要多年的积累 才能掌握好力度和手感 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 就比如中医的正骨复位 廖一鸣甚至能把 粉碎性骨折的患者 倚仗手法复位 很多人感觉不可思议 不可能吹牛之类的 然而那就是事实 廖一鸣之所以能做到 正是因为他丰富的经验和手感 常年累月练出来的 这个练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 还有天分 这也是中医正骨 极难推广的原因之一 不少中医高手的绝活 下一代很难学会 一或者根本就学不会 一方面是缺少天分 更重要的还是缺少历练 就如方寒所说 他的正骨是用羊腿练出来的 这个自然是方寒吹牛的 可这也是有原型的 确实有正骨高手 靠着给羊正骨练出了一身本事 哦 坚持不可失忆 索利斯听得目瞪口呆 他一直以为在各个方面 他们米国都是领先的 可这个小手术他们就做不来 虽然只是一个小手术 可有小见大呀 就比如最初 国内的一盒火柴都要靠进口 国内连火柴都生产不出来 最初的火柴被人成为养火 可现在华夏的尖船力炮 原子弹 轻弹 火箭 航空 每一样都在赶超 华夏人的学士能力和开措能力太强了 索利斯在心中感慨 他觉得自己这一次前来江中院 来得太正确了 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中医 以前他们对中医不重视 总觉得中医属于是边缘医学 可随着方寒的接触 再加上刚才亲眼所见 陈远的手术过程 索利斯明白 他们一直有些小区华夏了 就这么一点一点 如果他们再不重视 或许某一天就会被华夏所超越了 索利斯医生过奖了 这只是一个小手术 我也是跟方医生学的 方医生会的东西还有很多 陈远笑着道 陈医生这个手术 也是向方医生学着 索利斯问 当然了 这是骨伤分区 方医生是骨伤分区的负责人 事实上 在方医生没有来江中院之前 急诊科并没有骨伤分区和肝外分区 这些都是方医生的功劳 说起这个 不仅仅陈远辉这么认为 骨伤分区和肝外分区的 所有医生都清楚 这是方寒的因素 哪怕是邝明卓 其实也是因为方寒 才来江中院的 方真是一个神奇的人 索利斯感慨道 神奇 陈远笑了笑 道 或许吧 真的是很神奇 神奇的他们 许多人都纳闷 方寒究竟是从哪里学的 这么一生的本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一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 续白 可可糖 第885集 外人 我们骨伤分区呢 现在的医生不算太多 但是能做的领域还是不少的 关节置换 肌腱修复 简单的正骨腹位 陈远很是耐心的 给索利斯做的介绍 在这位杨医生 还算失去的情况下 陈远呢 倒是乐意多说一些的 来到江中远之后 陈远才感受到了 作为主治医的乐趣 人生也开始有了笨头 作为已经过了35岁的老男人 陈远现在的目标呢 也算不上高了 老老实实的上班 努努力力赚钱 养家糊口 争取先在江中市安家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个目标啊 陈远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敢想了 掌握了这个微创手术之后 下班或者休息 陈远偶尔呢 也能出去做个飞刀 虽然只是小手术 可这样的小手术 在江中市乃至周边 也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 一些患者为了就近报效 尽可能的使用医保 还是乐意请飞刀的 陈远要求也不高 自己辛苦一点 飞刀费 比不得人家大手术的医生 一台手术三五百 他就很高兴了 这种手术呢 时间又不长 如果患者足够多 一个小时 他可以做三台的 这么算下来 那就是一千多的收入 老婆回来了 破镜重圆 工作顺利 蒸蒸日上 到了这种程度 人这一生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前十年的艰苦 换来现在的平稳 陈远觉得 一切都值得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陈远也不指望 当个人上人 能当个人 就很不错了 江萍这会儿 正好是和陈远 相反的心思 看着张小泉 看着方寒 江萍这会儿 那心情就别提了 今天出门的时候 他还是意气风发 想着来了之后 该怎么怎么 怎么和龙雅心说话 怎么套近乎 怎么增进感情 可进了门 这一切和他预想的 截然不同 应该自信一些 把好像去掉 是确决实实截然不同 难道说自己 之前二十多年 太顺畅了 所以今天遇到劲敌了 方医生和星星 怎么认识的 江萍装作很随意的样子 好像是毫不在意的闲聊 打破尴尬的那种 话音落下 江萍就看到了 龙雅心瞪了他一眼 星星这个称呼 龙雅心一直是 不许他叫的 平常他要敢这么叫 龙雅心绝对让他好看 可今天 龙雅心只是瞪他一眼 这个表现 顿时让江萍的心 再次往下沉了沉 他可不会觉得 这是什么进步 啊 在医院认识的 方寒吃着橘子 已经快吃完了 看到龙雅心还要播 急忙道 不吃了 再吃就吃撑了 在医院认识的 江萍若有所思 欣欣这次生病 是方医生给治疗的 嗯 方寒点着头 他算是主治了 从头到尾 都是他负责的 江萍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据他所知 龙雅心生病 也就这一阵的事情 具体什么病 他不知道 不过看龙雅心 现在的样子 想来不是什么重病了 看病认识的 那就说明认识的时间不长 看了看方寒的面庞 江萍是承认 方寒长得 虽然比他差了那么一丁点 长相呢 也是有分类别的 方寒这种长相的话呢 算是比较讨女孩子 欢心的长相了 不笑的时候呢 略显冷酷 有种酷酷的感觉 他就不同了 相对来说呢 比较随和 看起来呢 应该是这方面的差距 还有机会 江萍给自己打气 你昨天回家 田姐是不是给你做了 好多好吃的 龙雅心和方寒说这话 嗯 在燕京三个月 就是很想念田姐的手艺啊 方寒点着头 他本来对吃 就是比较挑剔的 这个挑剔和好坏无关 和档次也无关 主要是口味 哪怕是鲍鱼龙虾 要是吃不惯 方寒一口也不会多吃 青菜馒头 只要和胃口 他能吃得很撑 我也想吃田姐做的饭了呢 想到田林女士的手艺 龙雅心也有些想念了 师傅你不知道啊 昨天呢 也没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蹭饭啊 张小泉在边上听着 也有些食指大动了 田姐 手艺 江萍听得很懵逼 是哪位大厨啊还是 刚才方寒和龙雅心说回家 难道是方寒的姐姐 这么说龙雅心已经去过方寒家了 见过家长了 家里诊所现在患者太多了 要不然呢 倒是可以带你去转一转的 方寒道 龙雅心现在确实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就是注意不要感冒就好 偶尔出个门 多注意其实也是可以的 有自己陪着 那更是万无一失 只是想到家里诊所那么多人 方寒就觉得不怎么合适了 家里诊所人多 院子里有等待的患者 患者多了也就操心啊 我也有很长时间没做饭了 不知道手艺退步了没有 等我好了 去向田姐学习 龙雅心笑着道 江萍忍不住 冒昧一想 田姐是方医生的姐姐吗 是我妈 方寒笑着解释 我妈喜欢和人开玩笑 平常去了朋友啊 都是称呼田姐 妈 江萍心中咯瞪一下 果然是见过家长了 听龙雅心这语气 好像还很熟 欣欣去过你们家了 季湘云冷不丁地从厨房露个头 笑呵呵地问道 去过几次 和我妈很聊得来 方寒笑着道 聊得来就好 聊得来就好 改天我也见见 季湘云笑容满满 看来这小江啊 是败鸭阵来了 希望不大 可以忽略了 这丫头都去见过家长了 竟然给家里一句都不提 隐瞒得倒挺深的 妈 您做您做您的饭 季湘云竟然偷听 让龙雅心有些不自然 不着急 还早 我慢慢来 这会儿才十点多 距离吃午饭还早 要不是为了偷听 季湘云才不会待在厨房里面呢 他不在 这几个年轻人倒是能说说心里话 欣欣现在也会做饭了 我龙姐姐现在做饭可好吃了 张小泉道 多嘴 龙雅心瞪了一眼张小泉 这丫头 以前可是从来不做饭的 季湘云笑容更胜了 看来呀这是八九不离十了 一个女孩子愿意去学做饭 除了爱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了 季湘云倒是年轻的时候过来的 很清楚这一点了 要不是遇上自己喜欢的男孩子 主动学做饭的那可不多 江平看了看季湘云 自己这是已经被淘汰了吗 我最近也在学做饭 有时间咱们聚一聚 我做几个拿手好菜 你也会做菜 张小泉惊讶地看向江平 不是你做菜能吃吗 张少这话说的小看人了 我做饭还是可以的 当然比不过滨江大饭店的厨子 张少可能瞧不上 都没我家厨子做的好吃 说个什么劲啊 张小泉比一道 江平是一脸无语 扎心了老铁 我是野鱼的好不好 你们家有厨子 我们家就没有 欣欣等你好了咱们一起聚一聚 叫上方医生找个地方 江平对龙雅心道 没兴趣 龙雅心根本就没看江平 往厨房的方向看了看 然后把手中消好的苹果 递给了方寒 不吃了再吃就撑了 方寒苦笑 自从进了门他就没停过 水果干果边上的茶水 一直都是热的 都上了一次卫生间了 要不然以他做三四个小时 都不用上厕所的情况 那需要去卫生间吗 最后一个 我都消好了 让张小泉吃吧 方寒把手中的苹果 递给了张小泉 他是真的吃不动了 吃了早饭就过来了 胃就没空过 谢谢师傅 谢谢龙姐姐 张小泉喜滋滋的接过 然后咬了一口 很是得意的 看了一眼江平 江平那个郁闷呢 你看我干嘛呀 搞得我很想吃一样 苹果而已 还是他刚才来的时候买的 只是看了看 龙亚心刚刚放下的水果刀 江平还是有些羡慕的 龙亚心削的苹果 他都没吃过 这会儿啊 做了那么半天 江平总觉得 自己好像是外人 人家其他四个人是一伙的 嗯 四个 包括寄予湘云 这么坐着 江平很是不自在 继续坐着 难受 走吧 不舍得 虽然对龙亚心 不能说爱的有多么深 可龙亚心这种女孩子 还是不多见的 就这么放弃 好不甘心啊 可不放弃吧 目前来看没戏了 他江大少 可没有给人做备胎的心思 也没有做舔狗的潜质 一边纠结着 江平站起身 正打算走 房门被人打开了 一位身材魁梧 面色刚毅的中年人 迈步走了进来 家里这是有客人哪 小圈也在 小江也来了呀 龙叔 张小圈急忙起身打招呼 爸 龙亚心也喊了一声 龙叔叔 方寒起身打招呼 这是龙亚心的老爹回来了 嗯 龙卫国点了点头 张小圈和江平他是认识的 方寒还是第一次见 龙叔 这是我师父 江中院的方寒方医生 龙姐爷的手术 就是我师父亲自做的 张小圈 不懂龙卫国发问 主动就介绍了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医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红达以太出品的 大型现代玄幻剧 全职国医小说 作者方千金 主播旭白可可堂 第886集 拜镇 江中院的方寒 龙卫国很显然 要比纪湘云 知道的多一些 张小圈开口介绍 龙卫国就知道是谁了 嗯 方寒点了点头 不用客气 坐吧 事情我都听杨剑英说了 龙卫国走过去 在沙发上坐下 面无表情 不过 却不是对方寒 有什么意见 而是他这个人 本就不怎么喜欢笑 龙雅心是比较怕 龙卫国的 听杨剑英说了 方寒其实还是有些忐忑的 杨剑英说了什么 是只说了治病的事情 还是也说了别的 现在江中院这边还没人知道 不过 燕京医院都传遍了 龙雅心是方医生的女朋友 行行的事情 谢谢你 龙卫国虽然不苟言笑 说出来的话还算比较客气的 杨剑英倒也没有那么大嘴巴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 他是一句也不说 龙卫国也不清楚 方寒和龙雅心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单纯就方寒对龙雅心的治疗 这个事情龙卫国是很感谢方寒的 所见断裂 心脏半膜手术 虽然这个手术不是很清楚 龙卫国也知道 这绝对不算是小手术 而且事后 龙卫国也询问了一些业内的专家 对这个病就更了解了 龙雅心回家也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是什么状况 什么生活质量 龙卫国是看得见的 由此可见 方寒的水平很不错 治疗也很尽心 龙叔叔太客气了 方寒礼貌地回应着 倒写是应该的 我们龙家人也不是那种 知恩不报的 龙卫国依旧是面无表情 方寒没接话 关键 这也不知道怎么接话呀 一般来说 面对患者家属这种话 医生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老龙回来了 季湘云从厨房里面走出来 问道 等会儿不出去了吧 我正准备做午饭 暂时不出去了 龙卫国道 那就来陪我一起做饭 让年轻人聊一聊 龙卫国看上去五大三粗 不苟言笑 张小泉看着都怕 可季湘云一句话 龙卫国就急忙起身了 进了厨房 季湘云一边洗着菜 一边轻声问着 老龙啊 你没看那个方寒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啊 龙卫国一愣 你瞎呀 看不出你闺女 对人家有意思啊 季湘云美好气得道 有意思 有吗 龙卫国又是一愣 仔细回忆了一下 没看出来啊 刚才他进门的时候 闺女还目不协视 很规矩啊 没有多看谁一眼啊 有 季湘云道 我看那个方寒很不错啊 一表人才 又是个医生 水平还高 配得上咱家星星 哪配得上了 龙卫国哼了一声 这种事你少操心啊 我女儿我不操心 谁操心呢 季湘云道 女儿今年都二十五了 不小了 该找对象了 我龙卫国的女儿 不愁家 龙卫国那是相当自信 自己的女儿 那还发什么愁啊 不说人长得漂亮 哪儿都是优点 还愁找不到婆家 而且 那个方寒也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了 季湘云眼皮子一翻 他看着就很合适 太合适了 小伙子长得好 而且还有礼貌 工作也稳定 多好啊 太帅气了 龙卫国道 帅气了还不好 季湘云愕然 太帅气的男人花心 将来辜负了我闺女怎么办 不会 季湘云道 我看着小方挺不错的 很靠谱 绝对不是那种花心的男人 你看着 你第一次见 能看出什么来 客厅 龙卫国回来 几个人都有压力 刚才龙卫国坐在边上 江萍都没话了 龙卫国一走 江萍这才感觉少了些许压力 笑着和方寒说着话 我们江萍医疗器械和江中院一直有合作 听说方医生和我们江萍的 林心童林经理关系不错 刚才大概看了一下 江萍觉得龙卫国这一关 方寒估摸着不好过 所以呢 想着给方寒上点眼药 林心童 他是见过的 30岁出头 虽然年龄大了些 可人长得是真不错 成熟 有魅力 方寒这么帅气的医生 或许就应该和那么 林医生有点猫腻呢 当然 没有猫腻 江萍是无所谓的 他还巴不得有猫腻呢 林心童能干 那也是他们家的干将 这事要是真的 或许龙亚星会对方寒有意见 也说不准呢 什么叫一直啊 心里没点数吗 我是不是没去江中院之前 你们合作个屁啊 张小泉毫不留情的给戳穿了 满打满算合作也就一年 还一直 江萍那个郁闷呢 张小泉你能不说话吗 嗯 认识 关系还行 方寒点着头 还有那个叫赵曼妮的医药代表 方医生也认识吧 女研究生 长得很漂亮 我见过几次啊 每次都给我说起方医生您啊 她对你很崇拜的 江萍继续道 一个林心童不够 再来一个赵曼妮呢 都是漂亮的女孩子 哪怕真没事 那以后呢 你一个副总裁 竟然知道人家一个小小的医药代表 八成没打什么好主意 下次见了赵曼妮 我一定提醒一下 不要上你的当 龙亚新道 赵曼妮和林心童她都见过了 而且很熟 江萍张了张嘴 龙亚新也认识赵曼妮 而且 不要上自己的当是什么意思 她只是提醒 结果把自己给装进去了 说起赵曼妮 她其实也只见过一次 说实话 真的让人怦然心动 当然呢 也只是微微心动而已 张小圈摇了摇头 不是一个档次啊 她有些看不下去了 一点挑战都没有 我师父呀 那个日江中院的院草 所有女护士和女医生 对我师父那都是很崇拜的 每天早上有人送早点 送水果 送茶水 这些事情羡慕不来的 江萍的这小心思 张小泉用脚指头算 都能看穿了 只不过这些事呢 龙亚新都知道 而且张小泉知道的 还要多一些 她龙姐姐对师父动心 其实是因为这些 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洁身自好 出淤泥而不染 这才是真男人 当然 张小泉呢 其实 觉得自家师父有点傻 这么多漂亮女孩子 不结婚就是了 可她的龙姐姐呢 好像就喜欢她师父 傻傻的样子 听着张小泉的话 江萍看了看龙亚新 龙亚新处之泰然 完全没有任何表示 一时间 江萍有种深深的挫败感 好像真没什么指望了 云姨 咬了咬牙 江萍拿起手机 装模作样的看了看 然后呢 起身到了厨房门口 小江 怎么了 怎么不做了 云姨 龙叔叔 我临时还有点事 我就不留了 我先走了 改天再过来看你们 不是说好留下来吃饭吗 怎么这么着急要走啊 吉祥云晚流道 不了 刚才公司发来信息 说有急事 留 不留了 再留下去更难受 龙亚新眼中压根就没他 张小泉左一句右一句 其实啊 这还不算最气人的 最气人的是方寒 方寒一直很客气 也没说什么阴阳乖气的话 他问一句 方寒回一句 就是这种漫不经心 毫不在意 其实呢 才是最扎人的 他这边把方寒当强敌 可人家方寒眼中 根本就没他 这还留个什么劲啊 又不是不可自拔 趁早拔了吧 免得还真成了舔狗备胎 拔不出来那就难受了 你阿姨正做饭呢 龙卫国也挽留道 龙卫国对江平的态度 还是不错的 谈不上喜欢 最起码不讨厌 比起一般的二代公子 江平算是比较优秀的了 最起码呀 比张小泉靠谱多了 真有事 我先走了 叔叔阿姨你们忙 江平说着就往外走去 谢谢 方医生 张少 我有事先走了 改天再去啊 江平客气的 和方寒张小泉告辞 马上吃饭了 张小泉挽留道 现江的这么一走 他多无聊啊 他都成电灯泡了 真无趣 这又是 走了 江平也不多做解释 急忙往外走 张小泉嘴毒 心直 口快 万一再绷出什么一句 他岂不是更没面子 季湘云客气的 把江平送出了方门 目送着江平离开 这才摇了摇头 比起人家小方 确实差了一些 这就败下阵来了 而且 还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 败了就走了 小江走了 龙卫国一个人 在厨房忙着 看到季湘云回来 问道 走了 季湘云点了点头 是你叫来的 龙卫国问 季湘云什么性子 龙卫国很清楚 女儿这一阵在家 他就没闲着 总是把一些朋友的儿子 往家里叫 江平不是第一位了 前几天打电话聊了几句 季湘云倒是不避讳 现在看来 还是小方何事 什么叫小方何事 龙卫国眉头一挑 这是不把女儿 嫁出去 睡不着觉吗 我告诉你啊 女儿的事 你少插手啊 一切由着 人家年轻人 自己的性子来 什么社会了 父母 就少操心 我没操心哪 季湘云呵呵地笑道 我女儿的心思 我还能看不出来 早就情重深重了 两人呢 可不仅仅是在燕京认识的 张小璇叫师父 你听到没 认识时间长了 龙卫国扔下手中的菜 不行 我出去看看 他有些坐不住了 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 可不能被骗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宏达以太出品的 全职国一小说 点击订阅不迷路 敬请您收听下一集